第1301章 狭路相逢 西班牙步兵团迅速地摆开了阵势 他们的战斗方式方便而简洁 诚如当初他们当初横扫天下 打败法军和瑞士雇佣军一般 此时的西班牙人军事上已到了极盛之时 弗朗基大陆这数百年来都不曾消停过 一年一小打 三年一大打 这就是弗朗基诸国 据都意识到军事的必要性 诚如战国时期一般 各国为了崛起 为了争雄 几乎将所有的资源统统都投入进军事之中 任何一个军事理论十年之内必然淘汰 紧接着一个新的军事理论重新崛起 而后迅速则被各国效仿 每一种武器一旦在战争中检验有效 那么各国则倾尽国力动用一切的资源 最好的匠人进行仿制 出责无敌国外患者 国横王 这番话就是弗朗基人的真实写照 而眼下 这种高强度的竞争之后 极大成者便是西班牙陆军 他们吸收了当下弗朗基所有的战争精粹 他们招募和雇佣最健壮的士兵 他们的武器在弗朗基和他的精灵们相比 几乎领先了半个时代 而这一支被调遣来大名的西班牙步兵团 更是精锐中的精锐 此刻 火神枪兵已经预备 鼓点响起 士兵们顺着鼓点的节奏 由松散的队形迅速变得紧凑和密集起来 他们的椭圆钢盔上插着羽毛 半身的铠甲护住了他们的要害位置 紧接着皮靴踩着泥泞 呼喝着列队骑行 两千人 号令如一 静如一人 代表了王室的王琪已经打了起来 佩戴着勋章的军官手按着细键 用西班牙语呼喝着 阳光之下 亮丽的铠甲闪着银灰 士兵们迅速地装弹 且迅速地采取了最新式的通铁条 他们最新的火药 威力巨大 这是无数次战争经验之后 保留下来的最好的火药配比 铁丸塞入了火冲之中 不远处 火炮已经重新开始校准 瞄准的乃是昌平位的方向 士兵们形成了一个方阵 长矛手警惕地护卫着左右两翼 弗朗西斯科爵士威风凛凛 他依然穿戴着他的三角帽 帽上的羽毛格外的耀眼 犹如开瓶的孔雀 我们的天父 愿您的声明显耀 愿您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在任何一处大陆 在任何一处岛屿 愿您的孩子们战胜异教徒 愿我们围辱之盾 围辱之剑 征服着蜂蜜与牛奶四溢的风雨沃土 弗朗西斯科爵士拔出了细剑 前进 哗啦 哗啦 数不清的士兵踏着整齐的步伐 开始前进 炮手已经准备 他们熟忍地开始了校准 撞弹 轰 大地在颤抖 昌平位不为所动 虽是炮声隆隆 可他们也已列成了队列 他们和西班牙人不同 昌平位除了炮队之外 几乎所有人使用的都是火冲 哪怕是西班牙人 其火神枪兵也不过占比六七成而已 这已是足够高的占比了 大明的神机营 也是一只专职火器的军马 其火器的占比也不过四成 而在这里 每一个人所持的都是火枪 一支支精良的火枪 采取的乃是左轮短冲的 后装碎石激发技艺 火枪的枪身狭长 足有半人高 这摒弃了短枪的连发优势 却是大大的提高了射程和精度 枪管内壁依旧采取了弹线处理 这导致其有效射程比之寻常的火枪 射程足足提高了一倍以上 精度和威力都是惊人 在火枪的嘴前端 乃是连接着枪口的刺刀 此刻 一枚炮弹轰的一声 砸入昌平卫的队伍之中 两个不幸的士兵倒地 不过整个队列还算稳定 居然没有出现混乱 诸侯照骑着马 全神贯注 他和方济翻压阵 诸侯照大叫 都不要乱 按着操练时来 预备后队的炮兵呢 为何还没反应 这一次 诸侯照显得很沉着 这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 要稳 方济翻飞马来回 呼喝着 嗓子要冒烟了 他急切地观察着昌平卫的队形 就害怕出现害群之马 导致队伍发生混乱 宰了这些佛朗鸡打子 我方济翻带你们过个好年 吃过牛肉吗 我让你们吃三天 退后一步的 方济翻大吼 可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招子放亮 我方济翻尚且不怕死 前进 向前进 两个多月的操练 足以保证这支军队 有了一定的组织性 他们开始踏步向前 西班牙人的火炮 隆隆作响 不断地朝着这里射来 诸侯照很恼火 昌平卫的反应还是慢了 炮队还未较准 这是要吃大亏啊 而此时 天津城里 目瞪口呆的守军 疯狂地前去禀告 此后 洪志皇帝竟出现在了城楼上 朕就知道 朕就知道 洪志皇帝无言 虽是下了旨意 可自己的儿子什么德行 洪志皇帝是清楚的 陛下 这里危险 还请陛下 宵敬上前 有些急了 走开 洪志皇帝看着城外炮火连天 两只乌鸦鸦的队伍 逐渐开始靠近 洪志皇帝咬了咬牙 此时此刻 他怎么可能安心地回到城中去 百官们跟着洪志皇帝站在城楼 一个个战战兢兢 这城楼 还有炮火击中的痕迹呢 若是此时 弗朗基人调转了炮口 那么 有人小心翼翼地俯瞰着城下 几乎要昏厥过去 果然是太子的人马 这一刻 几乎所有人心里都在祈祷 祈祷太子殿下 多几分军事上的才能 虽然此前 大家对于太子带兵的事 还怀着担忧和鄙夷的态度 贼士汹汹啊 且不说 一旦兵败 太子殿下和齐国公 只怕性命不保 而一旦西班牙人继续攻城 天知道永世营能否抵得住 哪怕他们对永世营有信心 可事关重大 非同小可呢 最让他们担心的是 太子殿下所待的 乃是昌平位 这昌平位在大明诸君之中 真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莫说是大家 便是洪志皇帝 对此也不抱太大的期望 洪志皇帝道 事情紧急 立即命永世营准备出击 陛下 不可开城门 一旦开城决战 唐使西班牙人入城 当如何 陛下乃是万金之躯 不容有任何闪失 是啊 陛下 万万不可入城 洪志皇帝气得发抖 他觉得自己 可能要命不久已了 迟早要被诸侯 罩给气死 他咬牙切齿 死死地盯着城下 西班牙人的火炮 犹如弹雨一般 落入昌平位的阵中 每一次落下 洪志皇帝 心里都咯噔一下 天知道 是不是砸在了 诸侯罩的头上 可就在此时 轰隆隆 昌平位炮队开始还击 他们虽是日夜操练 可临时遇到 这种紧急的情况 还是有些惊慌 数十门火炮 发出了怒吼 这一刻大地仿佛都在颤抖 洪志皇帝心更是跳起来 半空之中 带着尾燕的炮弹 朝着西班牙方阵而去 紧接着 炮弹落下 轰隆 开花弹 落地之后 爆炸又起 附近的西班牙人 瞬间被气浪和硝烟 以及弹片掀开 十数人倒地 这开花弹的威力 使佛朗基人的队列 开始出现了一些混乱 威力太大了 一次杀伤一片 好在 昌平位的火炮准头不好 似乎 还需重新进行校准 轰隆隆 火炮依旧在轰鸣 此时 弗朗西斯科爵士开始皱眉 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太妙的感觉 他们能冒着我们的炮火继续进攻 阁下 这是怎么回事 您不是说 他们的军队 一触即溃吗 军队的根本 就在于组织度 一支组织度良好的军队 能够做到临危不乱 有序地进行攻击 完成自己既定的目标 因此 有的军队只要一接触 出现了伤亡 便会瓦解 而精锐的军队 依然可以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之下 做到对裂的整齐 弗朗西斯科爵士此时意识到 眼前这支冥军并不简单 他恶狠狠地回头 朝王细作发出了怒吼 却发现身后 弗朗西斯科爵士脑子有点猛 他竟开始恍惚了 人呐 刚刚还在这里 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 现在 他去哪里了 弗朗西斯科爵士 先从疑惑不解 再到勃然大怒 窃齿口里发出了与自己身份 不相称的怒骂 他抬起了望远镜 四处寻找 然后 他看到了两百多步开外 一个跑得比兔子还快的身影 这该死的流氓 骗子 弗朗西斯科爵士在这一刻 内心是绝望的 可现实 已经不容许他 继续去追究王细作了 因为 双方的步兵 已经开始接触 越来越近 彼此之间 几乎可以看到对方的脸 150波 西班牙步兵们 依旧踏步前进 他们开始尝到了 昌平卫火炮的厉害 在第一次试射之后 他们重新校准 这炮开始越来越熟练 一达一个准 第1302章 图路 此时 昌平卫停止了前进 这突然的动作 令对面的西班牙人觉得奇怪 接下来 他们纷纷举起了枪 方大爷1512加强行火枪 纷纷平举 黑油有的枪口 对准了对面的西班牙步兵 弗朗西斯科爵士早就意识到 对方也拥有强大的火气了 这令他的这一趟大名之行 又增添了一道阴霾 不过 当看到这样的距离 对方举起火枪时 弗朗西斯科爵士 反而松了口气 对方有些操之过急 这根本不在射程范围之内 要知道 现在射速最快的火绳枪 利用通铁条来装填子弹 火绳枪也需要花费 几分钟的时间来装填子弹 因此 这开火是弥足珍贵的机会 一个优秀的指挥官 往往会在精准地判断出 对方到达自己最佳射程时 下令开火 明军果然还是不够熟练 弗朗西斯科爵士 心里这般地想 他高声大呼 士兵们继续前进 前进 炮火已经停止 毕竟双方已经越来越近 贸然开炮 会引起雾伤 可就在此时 啪啪啪啪啪 无数方大爷 1512型火枪 自枪口喷出了火焰 不 真正厉害的不是这个 而是第一排的士兵趴下 第二排的士兵蹲地 第三排的士兵矛妖 第四排的士兵则是战直 四排士兵同时骑射 两千多人整整齐齐 正是四排 无数的子弹 嗖嗖嗖地射出 硝烟弥漫 而刹那之间 百步之外的西班牙士兵 犹如割麦子一般地倒下 顷客之间死伤百人 弗朗西斯科绝世猛了 有这么打的吗 难道不该是 第一排射击 第二排装弹 第三排继续装弹 而后轮流射击 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 是因为如此 火神枪有冗长的装填弹药的时间 唯有如此 才可保证他们的火力 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出 就如西班牙人 他们的火神枪兵 有一千多人 可是每一次骑射 却只能保持三四百人的规模 可是 对面居然直接来骑射 嗖嗖嗖 啊 身边 到处都是哀嚎 数不清的人痛哭流涕 弗朗西斯科万万料不到 对方的火枪 居然射成如此之远 此时 队列已经更加混乱了 这些勇敢的士兵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而紧接着 对方没有给西班牙人 任何喘息之机 四排昌平尉的士兵下 迅速地拉了枪栓 将早已准备好的子弹 装填进弹仓里 拉开了枪栓 而后 这是令人窒息的操作 啪啪啪啪啪啪 还不等西班牙人反应过来 又是一轮骑射 更多的人倒下 西班牙士兵彻底地慌了 敌人还没有进入自己的射程之内 对方的子弹便源源不断地射来 那啪啪啪的枪响 犹如催命符 有西班牙人开始握倒 有人尝试着后退 还有人在前进 整个方阵彻底地混乱 人最恐惧的 在于未知 未知的敌人 是极为可怕的 因为你永远摸不清对方的套路 不知道对方到底会如何出牌 现在西班牙人遭遇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不等靠近 就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枪声大作 在弗朗西斯科爵士 已是下着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前方的敌人 这短短数十步的距离 对他而言 宛如天欠一般 而对方 则是疯狂地宣泄着子弹 方大爷1512型火枪 此等后装碎发枪最恐怖的 在他能够轻易地装弹 于是乎 数不清的西班牙人 倒在了血泊之中 剩余的人 下意识地开始寻找掩体 而一旦寻找掩体 那么 这已意味着 他们彻底完蛋了 火神枪最致命的弱点 在于需要前装火药和子弹 而由于火神枪 大多数枪管极长 在装填时 就必须使用通铁条 也就是用一根铁条 插入进枪管里 将火药压实 人在卧倒的情况之下 对弹药进行填装 是十分麻烦的 或者说 人的手臂长度有限 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而此时 啪啪啪的枪声还在继续 在诸侯照的号令之下 昌平卫开始前进 他们一步步前行 一面装弹 一面射击 弗朗西斯科爵士 直到这一刻 才意识到 自己见鬼了 他想起了王细作 想到王细作憨厚的笑容 身边的士兵 不断地被射杀 子弹落地 剑射起了石子 扬起了尘土 更是穿破了无数人的身体 剑出了血迹 完了 没有人可以幸免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因为弗朗西斯科意识到 就算自己想要撤退 也也毫无可能了 他绝望起来 于是发出了怒吼 前进 只可惜 再没有人敢前进了 红治皇帝举着望远镜 看着城下 从起初地捏了一把汗 而后 红治皇帝的表情 开始变得古怪起来 他所看到的 根本不是一场战斗 而像是一群绵羊 被狮子关起来 然后单方面地进行屠杀 一切宛如梦中 他看到西班牙的方阵中 一个个人倒下 血流成河 于是 他忙是转动了方向 看向昌平尉的士兵们 士兵们手里提着的 是一种狭长的火冲 因为实在太远 看得不太真切 不过红治皇帝几乎可以确信 这是一种非常犀利的神兵 就在此前 还只是一群绵羊一般的昌平尉 在现在 却已脱胎晃骨 他们不断地前进 射杀在妄图站起 要反身逃跑的人 以至于站起来的西班牙人 越来越少 偶尔有西班牙人站起来 很快便射成了马蜂窝 而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个英勇的身影 在到处都是火枪射击的情况之下 一个人 骑着马 熊啾啾气昂昂地字后 对提着长刀 宛如英勇的骑士 冲在了队列的侧前方 那是 方济帆 看着方济帆英姿勃发的样子 红治皇帝顿赶荡起回肠 济帆还是很 英勇的 随着昌平卫的一步步靠近 他们停止了射击 此后 停起了火枪上的刺刀 血量的刺刀 地上的西班牙人 也试图想要站起来 与靠近的明军搏斗 可是 昌平卫的士兵 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机会 刺刀狠狠地刺下 很快 地上想要翻身而起的人 身子便开始抖动 最后 再没有了声息 来 老夫看看 老夫看看 身后 有人端着望远镜 手里的望远镜 被人要抢夺过去 可是拿着望远镜的人 不肯给 死死地将自己的望远镜 拽住 王学士 怎的这般小姐 拿着望远镜的人 正是王不是 王不是道 这望远镜 是从萧公公手里买的 一千两银子 你自己不买 为何来抢 那人便脸上露出了惭愧之色 却又不服气 心里大抵在嘀咕 有钱就了不起吗 哼 其余百官 看不清下头发生的事 却都一脸忧怨地看着萧静 萧静笑音音地道 哟 哟 望远镜有的是 只一千两银子 呀呀呀呀 好精彩 太精彩了 你们是瞧不见啊 这 真是令人大开眼见 这简直 简直 他一面说 一面也举起一个望远镜 朝城下看 百官们听着 心里如百长挠心 可是 一千两银子 市面上 一个望远镜 也不过才三两 不如去抢 沈温憋不住了 自己的女婿还在城下呢 也不知如何了 而且 女婿还欠自己的银子 也不知以后会不会还 她急得跺脚 又舍不得买望远镜 便道 陛下 洪志皇帝抬着望远镜 似乎看得很出神 时不时发出了疑 呀之类古怪的声音 陛下呀 萧公公他 他简直就是胡闹 陛下你也不管一管 沈温乃皇亲国妻 倒也不畏萧敬 难免要仗义直言 百官们纷纷点头 虽是沉默 可眼里却仿佛都是说 对呀 萧敬这老狗 也不是好东西 洪志皇帝依旧恍然不觉 发出嘖嘖的声音 好啊 好啊 有大功 有大功 不妙 计翻 计翻他 一听计翻二字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我买 是马文生 马文生道 欠着 萧敬打起精神 欠着可以 西山钱庄的利率 马文生 好在前些日子 幸福集团的股票 马文生挣了一笔银子 他是兵部尚书 怎么能对眼前发生的战事 无动于衷呢 最后咬咬牙 好 萧敬一个想指 咱有宦官取了新的望远镜来 马文生接过 心里叹息 盲视举着望远镜 朝下看去 果然 他一眼就看到了方济帆 方济帆太出众了 其他人都是不行 只他骑在马上 手捂着战刀 嗷嗷叫地驰骋在 嗯 西班牙人呢 他一低头 才发现 西班牙人都趴在地上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齐国公 真是英勇啊 这样看来 却不知他斩首了多少 这一次 洪志皇帝似乎听了个真切 饶有兴趣到 十七个了 沈文器不过 立即道 陛下 臣有试药 呀 嘖嘖嘖 洪志皇帝又开始神游 口里发出了古怪的声音 第1303章 成龙快絮 此时 方济帆来回在战场上纵横 马文生已经看得惊了 他还以为 齐国公定是 落在最后的那个 却见齐国公飞马 追着一个一瘸一拐 试图想要逃窜的西班牙士兵 那士兵犹如惊弓之鸟 似乎是大腿受了伤 每走一步 都是鲜血稀里里地流淌出来 在恐惧之下 他拖着一条腿 走得很慢 可是 他还想活下去 他拼命地拖着伤腿 一点点地向前如动 方济帆追上去了 长刀狠狠地扬起 坐下的战马 风驰电掣一般 几乎与那士兵擦肩而过 士兵显然意识到 自己小命休语 他张大口 似乎要发出哀叫 第十八个 马文生喃喃自语 可是 这第十八个念了一半 却是停止了 方济帆的刀 终究还是没有斩下去 西班牙士兵 却已是下滩了 一屁股跌坐在地 似乎依旧还觉得脖子凉嗖嗖的 方济帆离也不理 那以滩下如烂泥一般的西班牙人 拨马回头 呼喝着什么 一群士兵一拥而上 将那西班牙人拿下 方济帆横刀 紧接着 又寻觅到了对手 继续追杀过去 呼 这狗东西 想不到还有慈悲之心 呀 马文生突然发出了惊呼 他忙道 不好 不好了 红智皇帝也紧张地拍了拍栏杆 这一下子 所有人紧张起来 有人道 出了何事 又出了何事 皇帝和马文生都没理会他 便听马文生道 糟了 糟了 齐国攻他 齐国攻他 不妙了 嗯 这狗东西咋了 一千两银子 说实话 宵禁这是在侮辱大家的智商 大家并非是傻瓜 怎么会上他这个当 可马文生这一句 齐国攻不妙了 顿时 不少人眼睛一亮 哎呀 齐国攻不妙 这可是稀罕事啊 死了没有 死了没有 不容错过呀 便有人忍痛到 我买一个 萧公公 给我拿一个望远镜 来 我这里 记账 我也要 一下子 生意好得出奇 整个城楼里 就好像过年似的 有人不禁道 你这里有鞭炮卖吗 萧静 一个个望远镜 刷刷地抬起来 人们聚精会神地盯着城下 却见方济帆落在马下 早有无数官兵围着他 原来 却是方济帆一不留神 摔下了马 在地上滚了几个跟头 头破血流 听到了施工有事 随军的医学生 封了江担架里 一个腿上似是中了 佛朗基人刀伤的家伙 直接踹下了担架 那伤兵 内心是绝望的 然后他看到许多学员 各自抬着空担架 谁也不救治了 发了疯似的 朝齐国公方向狂奔 片刻之后 方济帆被人七手八脚地 抬上了担架 方济帆还没想到 自己的举动 引发了所有人的围观 那一摔 实在是让方济帆有点猛 他的手背上 划了一个大口子 身子像散架一样 躺在担架上 扑哧扑哧喘着气 而后 有人分开了人群 却是诸后赵疯了似的 排众而出 口里嚷嚷 老方 老方 伤着哪里了 性命有爱吗 方济帆气弱油丝 咳嗽几声 用手背抹了一把脸 脸上瞬间便被 手背上的伤口 沾成了大花脸 全是血 方济帆道 人生自古谁无死 刘曲担心赵汉青 诸后赵便勒着 方济帆的衣巾 你别死呀 方济帆将诸后赵的手打开 他怕诸后赵下一步 会哭哭啼啼地 猛锤自己的心口 方济帆不耐烦道 别吵 别吵 重伤了 送医 送医 一行人护着方济帆 匆匆离去 呼 许多人清晰地看到 方济帆的手臂 还在扑腾 还是活的 大家都尝出了一口气 心情复杂 红之皇帝虚了口气 不仅有些急了 立即出城 派人出城去问问 济帆的伤势如何了 可万万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否则 朕如何向 新京郡王和秀荣交代 见陛下又回复了正常 沈文手里拿着 刚刚一千两银子 买来的望远镜 不甘心地道 陛下 萧公公他居然在陛下面前 向臣等都收望远镜 这价值三两银子的望远镜 他竟卖一千两 陛下呀 宦官岂可 呀 红之皇帝惊讶地道 有这样的事 沈文见陛下终于有了反应 他虽是已经猜测到了什么 可心里还是不甘 正是 不幸 陛下问 萧公公便是 臣敢当面对质 红之皇帝拉下脸来 萧敬忙是低着头 站在红之皇帝身边 惭愧的样子 这样 红之皇帝正色道 不好 是 是 萧敬跪下 磕头如捣蒜 奴婢万死 以后不要这样了 像什么样子 红之皇帝呵斥一声 萧敬叩手 奴婢谨记陛下教会 红之皇帝放下了望远镜 罗伯 立即出城去 外头已经风平浪静了 你们 总不能还将镇官在此吧 朕要亲自出城去看看 说着 还没等沈文讨还公道 红之皇帝已是大不留心 率先下了城楼 浩浩荡荡的勇士营 拥促着红之皇帝出城 此时 昌平卫还在检视着战果 刨坑的刨坑 压戒俘虏的压戒俘虏 还有收脚火神枪和武器 弗朗西斯科爵士 早已没了此前的风采 他的三脚帽子 已被人摘走了 然后出现在了一个 昌平卫士兵的头上 衣服上千疮百孔 满是血污 他被人绑了个严严实实 口里发出了不满的抗议声 我是一名贵族 我是一名贵族 我要求得到应有的对待 你们不能对待我 就算是奥斯曼人 他们也不会这样无理 一个士兵被吵得烦了 握紧拳头 对着他的胸口猛锤 嗨嗨嗨嗨 弗朗西斯科爵士拼命咳嗽 然后 他安静了 再没有了咆哮 犹如烟了的攻击 出奇的文静 红之皇帝 到了战场边缘的 一个临时小营地里 在这里 医学院的随军学员们 迅速地搭设了一个 临时大帐篷 有十几个床位 方济帆就被抬在这里 一个学员小心翼翼地 用棉签沾着酒精 给方济帆清洗着伤口 红之皇帝跨不进来 里头顿时有些混乱 红之皇帝压压手 道 不必多礼了 太子呢 他的妹夫伤得这样重 他还有闲心四处胡闹吗 方济帆道 陛下 而臣儿臣重伤在身 不能尽全力 恳请陛下恕罪 陛下万万不可责怪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他 也是公务在身 而臣虽是觉得 现在呼吸不畅 心口疼得厉害 双腿像失去了知觉 尤其是脑子 更是头痛欲裂 还有这手 这手不说也罢 可是 陛下 而臣个人不要紧 要紧的 太子殿下应当率先处理公务 这才是最紧要的事 若一而臣而耽误了大事 而臣便是死 也无法瞑目 红之皇帝心里咯噔一下 都在疼 他上前一步 这世上有一种伤 是外人无法察觉的 那便是内伤 红之皇帝关切地看着方继帆 正见你方才来回冲杀 永不可当 你是国公 尚且能身先士卒 这真的很不容易 哎 你的大先祖 你的大父 还有你的父亲 如今 还有你 真是满门忠良 无论如何 虽然方继帆有痛打落水狗之嫌 可毕竟方继帆冲在前头 这是所有人亲眼所见的 红之皇帝 还是因这无畏的精神 有所感触 方继帆道 儿臣惭愧 红之皇帝又是叹息 此次 是你和太子救驾有功 西班牙人来势汹汹 说实话 朕起初 也被吓着了 朕命你们回京去 可终究 你和太子还是来了 这就是你们的孝心啊 朕有这样的儿子 有这样的成龙快婿 实是欣慰 方继帆咳嗽 陛下 不要再这样说了 这事儿臣理应做的事 倒是太子殿下 他听到陛下有了危险 心急如焚 一路带兵 急性而来 太子殿下的孝心 感天动地 你也一样 都是好孩子 红之皇帝感慨万千 他回头 看了身后低头的百官一眼 红之皇帝道 你们平日都说 太子如何如何 说齐国公如何如何 那些花团锦簇的奏书里 写的都是什么 朱卿能做到如此吗 你们尚且自己 都做不到奋不顾身 做不到如此 却还成日编排太子和齐国公 这是什么 这是极先度呢 百官们这时 哪里还敢还嘴 纷纷败道 臣等万死 都起来吧 无事便好 也万幸是无事 否则 红之皇帝拉长了脸 说到了这里 冷哼了一声 红之皇帝耳根子软 有时候御史们 骂得太厉害 他偶尔还会觉得 可能太子和齐国公 或许真有一些 不好的地方 可现在 红之皇帝 只能呵呵了 他背着手 接着坐在了病床的床檐 看方济帆的手 依然还是血流不止 皱眉 第1304章 大公鱼巢 朕来看看 拉起方济帆的手 伤口挺深的 内伤虽然没看出来 可外伤却是实实在在的 年轻人 要爱惜自己啊 红之皇帝不惊道 方济帆道 而臣 好了 红之皇帝压了压手 而这时 诸侯照气喘吁吁地来了 他先是寻到了 弗朗西斯科爵士 听说他是带头的 自然 将他按在地上 又打了一顿 那弗朗西斯科爵士 被打得吐了血 口里 哇哇地咒骂了几句 谁料 诸侯照居然懂西班牙语 这一下子 可把诸侯照气坏了 和他进行了一段交流 直到弗朗西斯科爵士 又偶了几口老血 方才命人收拾俘虏 救治伤员 点验战果 这一通忙碌 他是满头大汉 气喘吁吁地赶来 他人一道 见方济帆在病榻上 父皇正对方济帆 嘘寒问暖 他刚要咧嘴一笑 朕是怎么说的 诸侯照一脸发猛 父皇说了啥 你还想故作不知 朕的旨意 你还想 没接到旨意啊 诸侯照一脸无辜的样子道 当时听到了消息 而陈芒是带兵来了 特来救驾秦王 怎么 父皇还给了尔旨意 红治皇帝 很快 红治皇帝脸上的怒气 便消散了 他倒不是真正的生气 而是不希望下一次 自己下了旨意 诸侯照将他当草旨 让诸侯照回京 他偏要来 这得有多危险啊 可看诸侯照一脸无辜的样子 在想到若非太子和方继帆 只怕 这一仗 还未必之胜负 虽然大明有足够的实力 调兵遣将 将这群西班牙人困死 为死 群殴致死 红治皇帝心里却是再明白不过 战场上的事 随时都可能发生偶然 想当初的土木宝之变 不也是数十万大军 精锐进出 战将千元 那又如何 一个意外 一个战术上的失当 便可遗留下千古遗憾 红治皇帝脸色缓和了许多 这昌平卫 战力实在是不俗啊 正记得 数月之前 昌平卫 还不过是寻常的卫所吧 说话的功夫 红治皇帝看向马文生 马文生立即道 陛下 正是 昌平卫在编列之中 一直 表现不佳 若非是驻扎在荆基 只怕早已裁撤 不容易啊 这两个多月 太子真是不易 来吧 说说看 你这兵 是如何练的 诸后照顿时 眉飞色舞 这个轻易得很 而臣带兵 指三条 第一条 便是与士族们同甘苦 红治皇帝听罢 连连点头 道理 谁都懂 春秋时期 这些教训早就留下来了 可是 要做到和士族们 同甘共苦 尤其还是堂堂的太子 说实话 这十分不容易 天下 有几个人 能做到呢 诸后照道 这其二 就是要免去将士们的后顾之忧 要让他们踏踏实实地用命 说什么为国为民 有一点用 谁不想为国为民 做一个大丈夫呢 可是 还得给钱 没钱你 让人怎么拼命 人的命 又不只是朝廷的 人家上有老 下有小 怎么办 那么 必须得好好地安顿 银子给足了 他们心也就宽了 而臣让他们操练 他们便操练 让他们上刀山 他们便上刀山 让他们下火海 他们便会下火海 这是为何呢 因为他们很明白 便只是寻常操练时 而臣都没有亏待他们 他们若是为朝廷卖命 立了功 又或者是战死 而臣就更不会亏待他们了 是以 昌平为临阵 号令如一 进退有序 红之皇帝呼了一口气 是啊 没有银子 是万万不能的 一个小家 需要银子才能糊口 一个大家族 需要银子 才能昌盛 一个朝廷 没有银子 就更不可能强兵了 银子是个好东西啊 诸后赵道 这其三 便是要用脑子 士兵们用什么武器 武器的性能如何 怎么才能通过操练 发现武器的问题 主动去改良 又或者 制定与之相匹配的操练方法 才能发挥武器的效用 这便需要动脑筋了 如若不然 再好的武器 在士族们的手里 也不过是烧火棍而已 若是违疆者 不主动去发现问题 不想着去改进 哪怕再如何爱护士兵 有再精良的武器 那也不过是空谈而已 这不说武器还好 一说武器 红之皇帝 便想起那长枪了 红之皇帝可看了个真切 杀敌于百步之外 枪声一起 便是啪啪啪啪地停不下来 红之皇帝当初 可是亲眼见过三千营 和神机营的操练 深知寻常的火冲 绝不可能发挥这样的威力 因而 才觉得震撼 红之皇帝道 昌平尾手里的冲 是何物 叫什么 诸后赵一听 乐了 咧着嘴 是 病榻上的方济番急了 立即道 陛下 他姓方 还有一个名 这名极有意思 是唐帝的外甥的姑母的大爷 红之皇帝 百官们各个在秀里 掰着手指头 开始计算 红之皇帝懒得猜谜语 到底是什么 叫方大爷 诸后赵垂头丧气道 红之皇帝 谁取的名字 红之皇帝咳嗽 脸微微一红 诸后赵偷偷地描了方济番一眼 方济番开始抱着脑袋 在病榻上装死了 这问题 看来也只有诸后赵才能回答 诸后赵只好道 父皇 是而臣取得 而臣取着好玩 胡闹 红之皇帝 阴沉着脸 好在 他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这火冲 甚是稀罕 取一柄来 正看看 片刻之后 有人取了一柄方大爷 1512版步枪送来 红之皇帝接过 挺沉的 确实比寻常的步枪 要精良得多 一看就是好东西 虽然红之皇帝 不知这玩意 到底厉害在何处 可今日 就是凭着这个 将西班牙人 打了个落花流水 红之皇帝 把玩了一番之后 随即叹了口气 此物 实是犀利啊 几番 这是你们西山所造的吧 方几番道 陛下 正是西山造的 当初 这也是陛下 恩准准许西山建造火器 而臣领了旨意 哪里敢怠慢 招揽了一批能工巧匠 花费了无数功夫 才造出来的 红之皇帝此刻 血液却也不禁地热乎了起来 他皱眉 区区西班牙 竟敢进犯大明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此大如也 可是 唐使我大明百万大军 个个都如昌平卫一般 他们所用的武器 也都是这火冲 那西班牙萧小 岂敢犯我大明 他开始动了心思 若当真如自己所言 百万大军 都装配这样的武器 且还如昌平卫训练有素 那么 这大明将强大到何等的地步 方济番不禁道 陛下 西班牙人进犯 其实 虽可见其狂妄 却也并非没有道理 哦 方济番道 这西班牙数十年来 一次次地进行冒险 他们的运气不错 每一次进行军事冒险 获利都是颇丰 正因如此 他们不但开始骄横 而且 寻常之人 便在看不上迎头小利 军民上下 人人都妄图通过征服和劫掠 来发一笔横财 齐国国王 因冒险而得到巨大的财富 对此更为热衷 他们虽之大明之大 可内心深处 却都被利益蒙蔽了眼睛 这便是利益熏心 红治皇帝汉首点头 其实他一开始 是无法理解西班牙人 为何数千人马 就敢万里迢迢而来 这很令人费解 可细细思来 不是没有道理 方济番又道 至于陛下 希望练出百万昌平卫 这样的军马 在尔臣看来 这也是我大明的最终目标 因为唯有如此 大明方可真正与日月同徽 四海之内 尽为大明疆土 只是 一旦要有如此巨大的规模 一方面 花费的钱粮无数 未来所需的吉养 更是惊人 因而 大明最重要的 是先复国 方可强兵 红治皇帝夺了几步 连连点头 他就知道这玩意 花费不少 不然 怎么沈文彤彤 天天提醒自己 太子殿下还欠他银子呢 这才两个月呢 小小一个位 花销就如此之大了 红治皇帝说罢 笑了 无论如何 太子何计番 秦王旧驾有大功 朕无论如何 也要赏赐不可 太子啊 而陈在 诸后赵行礼 红治皇帝叹了口气 你是太子 以后 做个好太子 诸后赵 纪翻 方继翻心里咯噔一下 卧槽 接下来 自己应该是个好弃国公了吧 而陈在 红治皇帝慢条思理道 弃国公里有大功 准其开府剑衙吧 这 不敢 方继翻犹如晴天霹雳 你这是在逗我吧 开府剑衙 我哪里敢啊 我方继翻有几条命 这是亲王才有的资格 可以认命自己的蜀官 可事实上 哪怕是亲王 也只是名义上得到这个权利而已 进南之一之后 随着亲王的权柄逐渐的削弱 几乎所有的蜀官 都是朝廷所指认 第1305章 最丰厚的赏赐 虽是在别人眼里 方继翻是胆大包天 十恶不赦 可自己的几斤几两 方继翻却是再清楚没有的 开府剑衙 开玩笑 明天给人宰了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 可反过来说 权力越大 死得也是越快啊 哪怕是自己的岳父一时心热 给予自己这赏赐 方继翻也绝不敢轻易接受 老老实实做个有钱人不好吗 方继翻几乎要从病榻上惊起 陛下呀 而臣万不敢当 而臣病得厉害 红之皇帝微笑 凝视着方继翻 摆摆手 看看你 吓坏了 方继翻 红之皇帝随后笑盈盈地道 正已开了惊口 这开府剑衙 便是开府剑衙 怎么 你敢不接受吗 不接受 就是抗旨不遵 这是大罪 方继翻觉得自己的衣经上满是汗 心里想 莫非是陛下看我家有钱 想趁机干掉自己 郑伯克断于烟 红之皇帝闭闭嘴 见方继翻伸手 下意识地想要抱住自己的脑壳 又笑了 当然 这个开府剑衙 与寻常的开府剑衙不同 西山的这个火器 正算是剑衙了 你自己也说过 这样的火器 想要装配在百万军马上 不易 要养出百万这样的军马 就更不容易了 红之皇帝夺步 大明的问题 很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土木宝之变后 几乎每一个皇帝 都能意识到 魏所制在逐渐地崩坏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很容易 无非是裁撤掉魏所制 建立起新的军事制度 就比如历史上 七家军为何可以威名赫赫 区区数千人 便可成为大明的主力 历经平窝 甚至还有入朝鲜 与封城秀籍的窝军作战 乃至于到了后期 对战女真人 这支这军可谓是战功赫赫 历来都是对窝人 和女真人的中间力量 想要军队有强大战斗力 朝中上下 明白怎么去做的人很多 可是 能做的 确实有限 这又回到了老问题上 朝廷缺钱啊 单单几千人 每年的花费就是惊人 财政根本无法供应得上 所以 要解决军事的问题 率先要解决的是财政的问题 而要解决财政 则必须解决税负 解决税负 就要解决掉士绅 解决掉士绅 还要将满朝公卿连根拔起 最后 虽是现在新政 已渐渐地开始扑开 可依旧还是举步维艰 凡是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徐徐突之 这一次 西班牙人的狂妄 让洪志皇帝彻底地怒了 他眯着眼 徐徐道 开的这个府 叫做财经府 朕让你方济帆开这个府 建这个牙 便是要收揽天下英才 替我大明 盯着这股市里的各个商行 上市的这些商行 若能谋取大力 而国家方能富强 财经之事 正略懂 可不懂的地方 还很多 满朝公卿 也都不堪用 朝野之中 倒是有一些人才 可这些人才 却没有人看中他们 也没有人能使得动他们 继番 你来做这个伯乐 也来做这个金府的都督吧 方继番一愣 瞬间明白了洪志皇帝的目的 经过了上一次 幸福集团的暴跌之后 任何人都明白 那些庞大的上市商行 已经关系到了国际民生了 一旦出现巨大的问题 损失十分惨烈 若只单单拎出来一个幸福集团 它一旦出现动荡 那么宫中的内躺 就会出大问题 朝中的文武百官 只怕也有许多人受损 且幸福集团一旦暴跌 大量的投资都会减少 这就意味着 市场开始萧条 无数供应幸福集团 军需的作坊 会变得保守 那么 这么多流民 又怎么安置 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些 都不是开玩笑的 可是 当下的朝廷 根本无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朝中的重臣 既不知道谁是财经方面的人才 哪怕知道 想来 这样的人也会遭受排挤 怎么约束上市的商行 如何监督他们 如何引导 甚至 如何使他们更加繁荣 这都是当前最紧要的问题 红之皇帝解决不了 可自己的女婿方济帆 却可以解决 红之皇帝道 这金服 朕就浇你了 你须记着 朕将千万人的福祉 都浇在了你的身上 方济帆心里嘘了口气 他心里想 陛下如此 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只怕这个念头 陛下早就有了 今日趁着这一场功劳 才说了出来 经济和工商的必要 宫中岂有不知 而陈旧的内阁和六部 根本无法顺应 这时代的步伐 方济帆 是最合适的人选 红之皇帝背着手 之所以要让济帆开府建崖 就是要让他不受约束 金服的官吏 只要济帆首肯 便可直接上书给朕 朕来勾绝 不必经过力部 他们的俸禄 金服自愁 也不必经过户部 为防范于未然 准其涉金服位 编额三千人 有金茶之权 红之皇帝一连串地说完 随即道 你是朕的女婿 理当为朕分忧 你不必惶恐 做好自己的事即可 百官们顿时惊讶起来 一个个看着红之皇帝 这新设立的金服 岂不是将户部都架空了 要知道 眼下财富的源头 可不是户部收的那点钱粮 这天下的财富 可都在上市商行那儿呢 只是 大家都默然无声 不服气是不成的 因为 这上市的商行 本就是方继帆折腾出来的 也就他最懂 其他人不服气 有本事 你说出点子丑银帽来 红之皇帝微笑 他拍了拍 并榻上的方继帆 好好养病 什么时候病养好了 再来见证 金服之事 你心里头 要先有个谋划 到时 报到朕这里来 方继帆心里悲哀 这样的话 岂不是以后 股市若有跌宕 都算我的 红之皇帝转身 走了 百官们哪里敢怠慢 纷纷随嫁而去 诸后赵偷偷地留下来 没跟着去 却看着方继帆道 本宫想破了脑袋 也没想出 方才父皇到底赏赐了什么 给本宫 方继帆扑哧扑哧地道 殿下 想不明白才对了 殿下乃是太子 这便是太子最大的赏赐 至于其他 竟是浮云而已 话是这样说 可是不甘心啊 诸后赵心里酸溜溜的 这次倒是恭喜你 自此 不在本宫的镇国府里了 这金府本宫瞧着 大有可为 你有没有兴趣 置点观影什么的 到时 你还要在金府里置掌使 主部 还有位指挥使 签户了 还有你自己 不想雕点什么吗 本宫这儿 都有 你随便给本宫一点银子 方继帆 你说话呀 方继帆怒道 殿下 我是一个病人 你竟落井下石 还想打我主意 诸后赵只好压压手 好好好 这些事过几日说 稀里糊涂的 开府见牙了 这金府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也只有天知道 人们只知道 金府有太多的自主权 甚至已经到了 只要方继帆做了决策 只需通报一下 宫中即可的地步 当然 这玩意 到底最后成为什么 也只有天知道 方继帆 依旧还悠哉悠哉地 躺在榻上 哪怕是从天经卫 回到京师 也是一路 被人抬来的 来探望方继帆的人 有很多 门庭若是 毕竟 齐国公此次是 因宫受伤 来的人 敬了病榻 和方继帆 有一搭没一搭地 聊了几句 留了礼物 也就走了 来去如风一般 刘景也第一时间赶来了 一见到方继帆 便哇哇要哭 方继帆 一下子坐起来 精神异议 刘景 他不哭了 眼里团团的泪水 一下子收住 干爷他 很精神啊 方继帆咬牙切齿地道 爷爷我流泻了 流泻了呀 是啊 是啊 刘景忙道 干爷 受苦了 孙子我 我 方继帆精神异异地 他斜而起 气羞羞地 在这寝室里 来回走动 佛朗鸡人 这是和我有 不共戴天之仇 此仇不报 我方继帆 还是人吗 刘景小鸡 啄米地点头 方继帆便上前 踹他一脚 刘景被踹翻 袖里秃得 滚落出了 许多的炒残豆 刘景啊呀一声 这下子真哭了 干爷 孙儿万死 孙儿不能为您报仇 这是万死之罪 怎么不能报 现在 现在 就是让你为我报仇 你那四阳商行 现在盈利如何 这 一说这个 刘景有些惭愧 方继帆到 四阳商行的股价 还跌了 威爹 威爹 刘景想要辩解 方继帆背着手 呼呼声风地走了一圈 咬牙切齿道 这一次 是佛朗鸡人惹着我的 我历来爱好和平 从来不做不道德的事 可今日 他们惹着我了 我要让他们十倍 百倍地奉还 刘景 你还认不认我这爷爷 认 您就是孙儿的亲眼 刘景立即信誓旦旦 若孙儿有任何异心 天打五雷轰 乱剑穿心而死 第1306章 招文道 惜死可以 方继帆等的 就是刘景这句话 不负汤蹈火 上刀山下火海 也配做方继帆的亲 啊不 干孙子 亲的是不能上刀山的 方继帆打了个响指 紧接其后 一旁的耳房里 便有两个人走了出来 刘景有一种被套路的感觉 来的人有两个 前头的是刘文善 刘文善进前 行了失礼 后脚跟着的乃是王继作 王继做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 看着方继帆 三十亩地啊 当场兑现 不止如此 此前的房贷 也一次性结清 且还都是最好的地段 发达了 二人败下 方继帆背着手 站在自己眼前的 是一个宦官 一个弟子 还有一个 那谁谁谁来着 这是黄金组合啊 方继帆道 你们也知道 我蒙陛下厚爱 命我开府建崖 这金府 算是要开张大吉了 可是啊 这金府的本质 就在于谋财 据天下之财 为我大明所用 如此 富国强兵 使我大明江山永固 日月所在 竟为大明之江土 刘景立即道 干爷爷您说得好啊 苏儿最佩服的 就是干爷爷 这份为国为民的情操 方继帆眼皮子 都懒得抬一下 不客气地说 溜须拍马 我还真是你爷爷 方继帆随即又咬牙切齿 何况 佛朗基人叫我受了重伤 这是不供戴天之仇 无论如何 此仇不报非君子 今日叫你们来 便是要教你们做一件事 刘景心里咯噔了一下 干爷爷这样说 便让他不禁想到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 方继帆夺了几步 先是对刘景道 刘景 你这四阳商行 我需要调用人手 不止如此 现在你也征用 是以金府的名义 我来问你 四阳商行 可有佛朗基船 四阳商行下头 可笼络了佛朗基人 刘景那头败下 在西洋 够了几艘佛朗基的商船 不知够不够 至于佛朗基人 倒是有的 这便好 方继帆满意地点头 他又看向刘文善 你是我最看重的弟子 虽是平时 你寡言少语 可你是知道 为师是最疼你的 刘文善听了恩师 这般暖心窝子的话 就差要留下泪来 叩首 恩师 恩师对学生大恩大德 学生一直铭记在心 方继帆叹了口气 什么恩童再造 说得太严重了 也不过是 让你急急无名 考了个进士 给你谋了个好差 在新城里 给你置办了几个宅子 教了你一些经济之学 让你学业有所小成而已 这算什么 你便是要为师 将自己酸给你 为师也不皱一下眉头 刘景 他翘无声息地 捡起了地上的 一个衰落的残痘 放进了口里 这样比较容易 减轻一点心理上的压力 方继帆又道 那么 你还是否记得 去岁的时候 你曾和为师 求教过一个经济原理 去岁 刘文善开始回忆 渐渐地 他有了印象 道 学生 记得 那么 你认为 可行吗 方继帆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刘文善道 在恩师的点拨之下 学生思索过半月 还写过一篇论文 叫 经济风险论 方继帆笑宜宁地 看着刘文善 那么 为师就让你试一试 试一试 刘文善更是不解地 看着方继帆 去佛朗基 当然 是去佛朗基 不过 却不是你来出面 你隐藏在幕后即可 可是 用什么为毛呢 有一样东西 方继帆笑赢赢得到 来啊 一听来啊 刘景心里又是一惊 果然 什么都安排好了的 王金元在外头 早就探头探脑了 一听少爷呼喊 忙是带着一个包袱进来 方继帆接过包袱 将包袱抖开 顿时 这包袱之内 却是几束花卉 露在所有人眼前 方继帆捡起一枝花来 这花 乃是数年之前 我从大石商人那里 高价买来的 又让屯田所的张信 好生栽培 不断进行改良 它叫玉金香 你看 这花 美吗 刘文善抬起头 看着这花 刺花呈紫红色 鲜艳无比 便连刘文善 都不禁为之瞩目起来 我让你带着这些花去 不但有花 还有数不尽的根莖 你带着这些花 让王细作带头 放心 王细作此后 会变成一个极少 抛头路面的商骨 约束四扬商行的 那些佛朗基人 而你和刘锦 也藏在幕后 只是 如何将这些花 叫那佛朗基人 知道我方继帆的厉害 便看你的本事了 我教授了你这么多年的学问 平时诸弟子之中 最疼爱的就是你 现在 报答施恩的时候 到了 这一次行动 称之为复仇者计划 四扬商行会竭力来协助你 王细作 在 王细作忙道 方继帆道 现在起 你便是四扬商行 佛朗基州的大掌柜 你们三人一起前往 定要同舟共计 刘锦在一旁一头雾水 还是有些不太明白 不禁道 干爷 这花能用什么用 能吃吗 方继帆恨不得 踹死这个狗东西 反倒是刘文善 顿时陷入了沉默 他脑海里 拼命地开始思索 恩师去岁 曾教授自己的某个理论 顿时浮在了他的脑海 他眼里忽明忽暗 死死地盯着这玉金香 一下子 仿佛有了觉悟一般 眼里放出光 一下子 眼眸却又暗淡 似乎 又开始出现了新的难题 复仇者计划 这个世上 复仇有很多种 有的是白刀子 进红刀子出 这是最下诚的手段 有的是画笔为刀 却又显得像是 泼妇骂街 庸俗 生生地 沦为了刀笔利了 可是 刘文善还有许多关键处 没有想明白 因为这个理论 有些超前 或者说 迄今为止 还从未得到过验证 他捡起了地上的一支玉金香 仔细地观察 闻着这玉金香的芬芳 而后 他平静了下来 刘文善从容地道 恩师 学生听说 佛朗基人以紫色为尊 王大掌柜 不知是否确有其事 王熙做点头 紫色确实是此时 西方人最尊贵的颜色 代表尊贵 常成为贵族所爱用的颜色 这源于古罗马帝国地尔人 常用的紫色染料 仅供贵族穿着 而染成衣物 近似非红色 亦甚受当时君主所好 在拜占庭时代 来自王族嫡系的皇帝 会用紫色 来表明自己的正统出身 这不只是因为紫色艳丽的缘故 最重要的却是 紫色染料的获取极其复杂 一斤紫色的颜料 足以换来同等重量的黄金 而这花 恰恰却是鲜艳的紫色 一个个计划 开始慢慢地 在刘文善的脑海中成形 两久 刘文善道 学生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令王细作和刘锦 更加是一头雾水 刘文善道 只是朝廷那里 这个容易 现在起 你便是金府的长使 为师会和陛下奏臣这件事 好 刘文善毫不犹豫地点头 学生明白了 学生立即启程 请恩师放心 学生绝不叫恩师失望 他颇有几分义无反顾 此去可真是万里迢迢 甚至还不知道 经历多少的风险 可以想到 他将携恩师之命 将整个佛朗基 搅得天翻地覆 来验证一个可怕的经济原理 他竟心底深处 有了几分期待 方济帆眯着眼 为师等着你回来 恩师 刘文善眼眶红了 没有恩师 或许自己永远都还是一个小秀才 永远都只是一个凡人吧 方济帆摸了摸他的头 不要哭 一路要小心 陛下命我开斧见牙 咱们金府的第一仗 你便是大将军 到了那里 定要紧记着随机应变 处处都要三思而后行 更万万不可露出马脚 露出了马脚 便是死 刘文善再败 昭文道 惜死可以 学生蒙恩师垂爱 经受恩师重托 岂敢不解古宫之力 孝忠贞之劫 祭之已死 恩师在今 定要保重 恩师身子不好 王后若有凶险 万万不可似天经未知战时 那般奋不顾身 只身冲杀了 方济帆叹了口气 心里有些舍不得 可是 方济帆定下心来 朝王熙做道 这一路都听刘文善的安排 若是敢违抗命令 便没收了你的房产 知道了吗 王熙坐下的大汗淋漓 是 是 刘锦还是有些不明白 他想问 又怕干爷说他蠢 此时不等方济帆发话 他立即道 干爷您放心 孙儿这一路 也一定好声照应着干爹 也一定好声听干爹的话 方济帆很满意 刘锦还是很不错的 是个知冷热的人 这样的人 简直就是天生做太监的好材料 自己有时候 也真为他爹娘高兴 做出了如此明智的选择 方济帆心里舒坦了 一下子安排了一件大事 这身上的病 便觉得大好了一半 去做准备吧 此事 谁也不可泄露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第1307章 谢恩典 寻学官们开始从经理出发 他们背着行囊 一路上自不免要哭哭啼啼一番 而此时 刘文善三人 也已踏上了前往西洋的商船 他们将折到西洋 而后 寻觅几艘佛朗机的商船 招募一批可靠的人手 伪装成佛朗机的商队 前去佛朗机 随着几艘大船去的 是满仓的玉京香囚经 后续的玉京香囚经 也将会陆续送去 计划 方济帆已经和刘文善讲了 怎么领悟 细节如何 方济帆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一切 都只能依靠刘文善自己 因为这万里之遥 可能一年半载 都不会有消息传来 现在佛朗机的情势如何 他们将面对的是什么 还有佛朗机的反应 如此种种都是无法预料的 因而 这就必须得让刘文善 能够做到随机应变 见机行事 金服已经搭建起来 从西山这里 招募了一大批的人手 有徒子徒孙 最大的好处就在于 方济帆可以随时 征批自己的徒子徒孙们 来金服中实习 实习生还是很好用的 又便宜又能干 方济帆歇息了一个多月 诸后照来探望了几次 歪着头 见方济帆的手背截了夹 夹壳又脱了 心肌肤长出来 也无影无踪 他现有的医学知识无法理解 方济帆居然还能 躺在榻上唧唧哼哼 让人端茶送水 给自己捏脚锤背 内伤 总是不容易 让人轻易看出来的 终于 等到宫中一份 不耐烦的口语传来 方济帆的工伤 便算是彻底地结束了 萧敬青来 领着方济帆入宫 见着了洪志皇帝 洪志皇帝腹案 眉头皱得很深 济帆 病情如何了 方济帆道 回陛下 儿臣已大好了七八分 洪志皇帝别有深意地 看了方济帆一眼 朕还差点想要让两女医 去探问一下病情吗 这病 好了便好 转眼 又开了春 怎么 你那金服 怎么没什么动静 有动静啊 陛下 儿臣招募了许多贤财 方济帆忙解释道 是吗 洪志皇帝淡淡道 可是 怎么股市 却不见动静 方济帆 方济帆耐心地道 陛下 这该涨的股票 都已涨了 可是在此前之前 所有的利多 全部都释放了出来 以至于这些日子 增长都有些乏力 这本事无可厚非 再加上 现在上市的商行越来越多 这便是许多人 有了选择的空间 这股市 本就是涨涨跌跌 岂有年年暴涨之力 洪志皇帝汉手 这个道理 朕也懂 说吧 叹了口气 近些日子 可能会有空间吗 方济帆道 依着现在的行情 其实已不错了 百费待举 开矿 伐木 作坊 修桥 铺路 还有即将而来的 经济铁路营造计划 而陈想来 理当还有增长的空间吧 只不过 想要大涨 却是不可能了 洪志皇帝觉得有理 倒是没有苛责方济帆 毕竟 他自己也清除 古事背后的原理 唯一的遗憾就是 此前涨得太疯狂 以至于洪志皇帝 习惯了这等资产翻倍的感觉 现在突然平缓 令他有些失落 金府要拿出一点 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洪志皇帝皱着眉 而今 可有不少人认为 金府的权柄太大了 方济帆惊讶地道 那好 而臣不干了 父皇另请高明 而臣早不想 经略什么金府 洪志皇帝 本想刺激一下方济帆 谁料 起了反效果 洪志皇帝立即道 好了 好了 你也不要说气话 这像什么样子 你是朕的女婿 朕会不袒护你吗 以后谁敢胡说 朕自会找他算账 不过 朕的意思 你想来是明白的 方济帆便道 其实 儿臣早有布置 哦 洪志皇帝眼前一亮 说来朕听听 陛下记得 儿臣曾上一道奏书吗 奏书之中 恳请陛下下旨 让刘文善到金府来 朕有印象 儿臣此次 便是要让刘文善 去一趟佛朗基 为的便是提振 整个四阳商行的盈利 儿臣为了这个谋划 可谓是呕心沥血啊 去佛朗基 去佛朗基卖丝绸和茶叶 这倒是一个 切实可行的办法 四阳商行 去找到一个新的盈利点 虽然现在大明和佛朗基 已经彻底交恶 可有银子 为啥不赚 方济帆微笑 不 而臣 是卖花 卖花 洪志皇帝一脸无语 方济帆居然神奇地 从秀里掏出了一束花来 陛下请看 这花美吗 你卖这个 洪志皇帝身子一颤 他觉得自己的智商 受到了侮辱 万里迢迢啊 这商船航行上万里 沿途的挤养惊人 哪怕是贩卖丝绸和瓷器 依旧是惊人得很 可你方济帆 看着方济帆美滋滋的献保 洪志皇帝觉得 有必要让方济帆 也进西山医学院的精神科 去研究一下 听说那位毛济 自进了精神科 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每天都有几十个精神科的大夫 围着他转悠 不止如此 连求所期刊里 都已出了论文 医学生们将他的病症 称之为毛济是精神失常症 方济帆道 对啊 就是卖这个 必要 这是个好东西啊 除了不能吃之外 什么都可以 陛下您看看这花 真是漂亮 可谓是风华绝代 比枝牡丹 亦是不遑多让 萧敬站在一旁 一直耐心地听着 他觉得洪志皇帝的脸 拉了下来 便晓得陛下的心思了 便道 齐国公 这花 有什么好卖的 你懂个什么 方济帆比他还凶 吓得萧敬忙事近生 方济帆道 世间万物 都有他的价值 陛下 而沉 洪志皇帝微笑 压压手 好了 好了 正对这花 也不甚懂 不过 朕不干涉 你金府的事 方济帆笑以宁的道 而臣此番痊愈 听说皇后娘娘 曾在昆宁宫 为而臣祈福 而臣心里 甚是感激 因而这花 是赠皇后娘娘的 陛下 能否荣而臣告退 而臣前去夜见娘娘 洪志皇帝一挥手 去吧 洪志皇帝的面色很古怪 方济帆如蒙大赦 兴冲冲地告辞去了 见方济帆一走 洪志皇帝手指头 敲着暗毒 第一次听说 卖花牟利的 当然 卖花并非不可以牟利 可问题就在于 你若从通州贩卖一些花来金氏卖 或许还有利可图 你开着船 九死一生 跑去万里之外佛朗基 这本钱 收得回来吗 陛下 萧敬现在开始慢慢地摸清 陛下的胃口了 他笑盈盈地道 奴婢以为 这四阳商行 恐怕要完啊 本来四阳商行的股价行情就不好 利多出境 若是再爆出点什么糟糕的消息出来 奴婢很是担心 内堂里头 可有不少四阳商行的股票呢 要不 这就卖了吧 洪志皇帝陈吟 四阳商行上市时 宫里买了不少 现如今 这四阳商行 确实不太景气 而且 卖花 怎么听着 都不像靠谱的样子 方济帆好歹也是 读过国富论 现在每日都要关注财经的人 什么利多 利空之列的术语 他是张口就来 萧敬的话 可谓是说到了洪志皇帝的心坎里去了 可是 洪志皇帝摇头 不渴 他狠狠地敲了敲暗读 不卖 留着 陛下 住口 洪志皇帝道 说不准 他真卖出花来了呢 你别以为 看了几本书 跟着人学了点浅显的道理 便如何 你和方济帆 差得远呢 萧敬一脸委屈巴巴的样子 再不敢作声了 方济帆美自知地到了昆宁宫 通报之后 进入了正殿 便见张皇后和梁如莹 正在下棋 张皇后眼睛从棋局中收回来 看了方济帆一眼 济帆啊 你的病好了 天可怜见 你怎么就这么鲁莽 别人冲锋陷阵 你也冲锋陷阵 你莫忘了你的身份 方济帆道 自古君子忠孝两全 而成为陛下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惜 莫说只是受伤 便是死 亦是慷慨从容 张皇后就喜欢方济帆 这等憨厚的年轻人 她不禁道 你呀 来坐下吧 梁女依 你给济帆把把脉 且看看她的脉相如何 梁如莹应下 上前 触到方济帆的眼睛 不禁翘脸微红 给方济帆把了脉 见方济帆的脉相平稳 又剪失了手背上的伤口 方才道 娘娘 齐国公想来 已经恢复如初了 张皇后便放下心来 难得济帆来看本宫 方济帆道 而臣是来谢恩的 这些日子 让娘娘操心了 因而 备了一份礼来 哦 张皇后不禁道 你还带了礼 方济帆便朝宦官使了个眼色 宦官会议 慌忙出去 第1308章 风扇 片刻之后 那宦官便捧了一束花来 张皇后顿时被这一束花所吸引 这一束花有十束朵 这花却是见所未见 各个都是新鲜欲滴 格外的好看 尤其是那种花之中的紫花 便更是夺目了 张皇后上前 接过了花 此花不但好看 且还清香扑鼻 张皇后是女人 女人对这等东西 是没有抵抗力的 她顿时喜上眉梢 几番 这是什么花 玉京香 玉京香 张皇后呢喃着 不禁道 有何典故 方继帆老老实实答道 娘娘 什么典故都没有 而臣觉得好听而已 此花乃是屯田为栽培出来的 在西山一带 开辟了大量的土地 用以栽培 花费可是不小 而臣知道 娘娘喜爱这些 便送了来 真是不容易啊 第一次送花 是给自己丈母娘的 可见我方继帆 是个有良心的人 绝不像某些阿猫阿狗一样的男人 只做女朋友和妻子的田狗 而是晓得饮水思源 吃水不忘挖井人 这才是真正的男儿典范 是男人中的极品 张皇后大悦 捧着花 汗手道 好极 好极 方继帆又命人取了瓷瓶 里头成了清水 将这一束花 放置入瓷瓶之中 白妥当了 娘娘你看 如此 娘娘的殿中 也就有了春色了 一旁的梁如荫 也看得新奇 左看看 又看看 一双眼睛 被这花所吸引 张皇后道 难得你有这份心色 若是人人都如你这般有孝心 本宫也就没有遗憾了 方继帆正色道 这是不同的 娘娘 别人的孝心 是搁在心底里 平时娘娘 也看不出来 可儿臣 却只是送送礼 这不算什么 儿臣还有许多地方 需要学习 娘娘不要夸我 张皇后更是大悦 瞧瞧方继帆 多么谦虚的人啊 总是捧高别人 亲见自己 这女婿 真是没看错 送完了花 方继帆出了殿 正要出宫去 迎面却见刘剑几人来 齐国公 刘剑换住方继帆 方继帆笑盈盈的驻足 见过 齐国公不必如此 刘剑笑盈盈的看着方继帆 听说 齐国公得了一花 颇为名贵 金府那里 还派出了商船 以四阳商行的名义 前往佛朗基卖花 内阁有自己的耳目 这事儿 是瞒不住的 方继帆不担心 消息泄露出去 这里距离佛朗基上万里呢 去一趟 都要一年半载的功夫 所以完全不必担心 有什么天机泄露到佛朗基去 方继帆道 正是 四阳商行成立许久了 一直绩效不佳 我就想着 得让他们提振一下业绩 都怪我 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孙子 让不少的股东都亏了钱 刘剑 刘剑虚了口气 也罢 老夫去见价了 方继帆见三个大学士都来了 不由道 不知何事 说句实在话 四这样直截了当 询问内阁大学士 有什么事的行为 是十分鲁莽的 一方面 许多军国大士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与 另一方面 这也极不礼貌 不过 是方继帆 就不同了 反正这家伙 历来就是如此的 习惯了 若是别人 难免还会揣测一下 对方是什么心思 或有什么企图 须知这庙堂之上 人人都是老油条 哪一个肚子里 不是山路十八弯 哪怕是刘剑 你瞧着他亲切 可你永远都想不明白 他真实的心思 刘剑和一旁的李东阳对视一眼 咳嗽到 倒也不是机密大事 只是 出了一个祥瑞而已 祥瑞 刘剑气色不错 笑盈盈地道 上月 有人瞧见泰山 有三只麒麟出没 这三麒麟 有劳有壮 还有一个幼麒麟 瞧见他们行中的人不守 还有人说 亲眼见他们腾云而去 方继帆一脸比一的样子 这说的是三头鹿吧 刘剑 跟这种人沟通 怎么这么费劲呢 李东阳吕须笑道 见着的人 极多 想来 也不会是空学来风吧 方继帆道 肯定是鹿 有些人见风就试雨 而地方官吏 恰恰又擅长于揣摩上意 巴不得爆点祥瑞出来 谁信谁就是大傻瓜 刘剑 谢谦 李东阳 可可 三人此起彼伏地咳嗽 刘剑温言 这一次不一样 爆来的时候 老夫人等 也没有在意 可谁料 济南府此前 恰好生了瘟疫 朝廷正准备阵计呢 你说怪不怪 自有人发现了这三头麒麟之后 便奇迹一般 瘟疫迅速地平息了 老夫也不信荒诞之事 可现在看来 不由得不信啊 方继帆想了想 瘟疫的情况 应该交医学院来研究 到时自有答案 至于麒麟 就是路 刘剑不想理方继帆 说起来 这确实算是祥瑞 最紧要的是 这泰山 还是皇帝风扇之地 意义重大 刘剑笑盈盈地道 齐国公 你请让一让 收不走 我等要去规见了 方继帆嗷了一声 本还想说什么 可细细想来 却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老是给人科普 这也不妥 龙泉棍的香火还要不要了 我方继帆 也是吃香火饭的 便侧身让开 走了 经理已经沸腾了 齐国公的一举一动 还是足以引起人关注的 齐国公让弟子刘文善登船 据说去了佛朗基卖花 这消息一出 骤然经理沸腾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人们胶着地议论着此事 张家已经鸡飞狗跳 寿宁侯张鹤林 按着兄弟张延林 便是一顿好打 当初说什么 说什么海帽能挣银子 四洋商行 肯定要大赚的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看看那姓方的狗东西 做的好事 完了 我们的身家性命 都没有了 一通乱锤之下 张延林已是鼻青脸肿 他扑哧扑哧的喘气 大叫 哥 当初是你说要买的 是你说有利可图 说咱们是见过世面的人 晓得丝绸和瓷器 运到了海外 能生多少利 这都是你说的呀 张鹤林 良久 张鹤林好像想起来了 难道真是维兄说的 张延林妈撒着自己 亲子的眼眶 呜呜的低气 张鹤林终于想起来了 你为何不早说 看来是维兄错了 他拍了拍手 撇嘴道 维兄有错就认 有错也要罚 那就罚酒三杯好了 哥 我脑壳疼 张延林呜呜气声道 张鹤林一甩袖子 现在还想着你的脑壳 去证券市场啊 将那些该死的 四阳商行股票 统统都抛了 再不抛 难道你还真指望 信方的那狗东西 拿着几朵花 换来银子 哼 四阳商行不亏空个底朝天 便算是他信方的祖上积德了 经理沸腾得不得了 有人想要抛售 而有人 则是想要四级抄底 这倒是让更多人 对玉京香颇为关注起来 这玉京香 倒还真有几分观赏的价值 倒是颇受人的宠爱 可以打听 这玩意很好养活 西山屯田所 早就有专门的培植技术了 一栽就是大一片 所以有不少英识人家 纷纷花了点钱 买了去种植在自家的庭院里 更多人却都吓猛了 就这么个玩意 他值钱 英国公老了 人老了 就开始忍不住 在闲暇的时光里 念起就来 他能想到很多旧事 也会想到很多人 儿女们的大了 嫁人的嫁人 忙碌的忙碌 最忙的是自己的小儿子 其实还在壮年 却已是面目全非 一年到头 也不着家 浑身都是土腥味 张茂想到此 难免要骂几句 这地上的庄稼 人家就缺你这么一时半坏 方济帆那家伙 啥都懂 为啥他就不摆弄地里的玩意呢 上一次见着济帆 那真是肤色白皙 皮肤要嫩出水来 还是那般的英俊潇洒的模样 身上一尘不染 可为啥 人比人气死人啊 可张茂终究还是抱怨不起来 儿子去了山东 据说要推广最新培育的水果种子 在山东济南府 开辟了数千亩的试验田 这个儿子啊 张茂摇摇头 他心里不痛快了 就喝酒 一口酒下肚 更想起了往日里 自己得意式的时光 却在此时 有门子跌跌撞撞来 老爷 宫中来人 来人了 不久之后 有宦官来 取出了圣旨 口里大呼 奉天成运皇帝 找约 张茂败下 身子摇摇晃晃的 却是圣旨即令他前往泰山 布置 封善之事 封善 所谓封善 封即为祭天 禅为祭地 是指历代帝王在太平盛世 或天降祥瑞之时的 祭祀天地的大行典礼 此举意义非凡 以至于此后 一般的皇帝不敢去封善了 一方面 是觉得自己的资格不够 贸然封善 难免为后世所孝 另一方面 这祥瑞之事 从古至今 时事报了太多太多 以至于后世的皇帝 都不好意思承认祥瑞的真实性 可 今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陛下 他脸皮咋突然厚了 居然好意思去封善了 第1309章 无法无天 英国公张茂皆知 哪里敢怠慢 封善和祭祖一样 都是他分内的事 年纪到了 立功的心思也就淡了 趁着还能动 能为君分忧 便分一些忧吧 他没有犹豫 立即启程 这封禅大典 可不是小事 一丁点的规矩 都不能坏了的 也只有张茂这样经验丰富的人 陛下才能放心 外头议论纷纷 听说是四阳商行的股价跌了 不过有了上次的教训 倒也不至于恐慌性的抛售 只是这行情 却是一日坏过一日 就好似是尿瓶之人 虚虚了老半天 扶着墙 占了小半时辰 却总有一种不敬之感 方济帆心思 扑在了他的金斧上头 他知道陛下要去封善 也觉得惊讶 不过很快 就打消了念头 人嘛 到头来 不逃不过名利啊 红治皇帝虽不好大喜功 这并不代表 他内心没有这样的渴望 只是因为 他紧记了前朝的教训 不敢贸然成为笑柄而已 此次 有了契机 天下又太平无事 岂可不去泰山走一走 向上天宣告 自己的存在 这 毕竟是要记入史册的 诸后赵兴冲冲地 寻到了方济帆 济帆 好消息 方济帆一听好消息 就觉得自己的后脊有些凉 诸后赵兴志勃勃地道 父皇要摆嫁去泰山了 哈哈 他年到老来 反而坐不住了 此次 预备依旧命我来监国 我留在京师 原本 不准我去泰山 我心里还不痛快 可细细一想 不对啊 父皇走了 这经理 不就本宫说了算吗 哈哈 老方啊老方 你有伤在身 肯定也是 不能随嫁了 等父皇出宫的那一日起 诸后赵拍了拍胸脯 气势如红地道 你放心吧 以后你我兄弟 横着走 想吃牛就吃牛 也不必宰牛输了 便打死他 你有没有在京里 有什么仇人 有的话 赶紧将这仇报了 方继帆语重心长地道 殿下呀殿下 臣一向与人为善 用道德去感化他人 用道理去与人交涉 从不适强凌弱 放眼惊师 臣还真一个仇人都没有 就算有 也被方继帆弄死了 拔剑四顾心茫然 方继帆也很寂寞啊 诸后赵一时遗憾 这样啊 反正 不管如何 有什么事 你趁早想好 等父皇回来 可就不好办了 方继帆内心也冲动起来 他心里不禁起了一动 经过了上次的教训 陛下还对太子殿下放心 真不过坚出点什么事来 陛下的心 真大啊 红之皇帝亲自草拟了一份奏书 笔割下 他呼出了一口气 墙壁上 悬挂着一幅宫中画师最新作的画 乃是三麒麟图 这三头麒麟 各个精神异议 老麒麟一步三回头 看顾着身后的右麒麟 另一头健壮的麒麟 则落在最后因姿勃发 故叛自雄 泰山所见的三麒麟 岂不正是自己的祖孙三代吗 他们一出 这瘟疫就没有了 若说这不是祥瑞 实在说不过去 当然 这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朝中线下少了许多的阻力 自从有了寻学官 这百官都老实多了 何况 国库中的钱粮 还不如内堂 现在内阁和六部 都惦记着这内堂呢 正因如此 这吴皇盛名的歌颂声 比之从前要多了许多 而今 既已没有了祖吏 又有了祥瑞 再加上泰山所发生的事 令洪志皇帝突然之间 心热起来 泰山 是每一个天子 魂牵梦营之所在 不确 实在是爆汗中生啊 他亲手草拟了旨意 命太子监国 刘剑 谢迁 李东阳 马文生 张生人等 则显得有些不安 洪志皇帝草拟完了旨意 将朱比一哥 对萧靖道 司礼间 萧靖道 奴婢遵旨 刘剑忧心忡忡地道 陛下 此次 不但让太子殿下监国 连老臣都随驾前往 这 老臣直恐 他是有所担心的 当初太子监国 那座的是人是吗 那时候 刘剑还在呢 若是这一次 自己这内阁首府大学士都走了 那还了得 天都得他 洪志皇帝微笑 不是让李清家留下吗 三个内阁大学士 只留下李东阳 至于其他各部尚书 也都走了大半 洪志皇帝顿了顿 朕看这两年 太子的性质 有所改善 还是想要再给他一个机会 好好地磨砺他 也算是 想知道 他能否真正独当一面 说到此处 洪志皇帝无奈地叹了口气 朕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如之奈何呢 刘剑渐渐能体会 洪志皇帝的心情了 到了这个地步 确实也只能如此了 陛下现在还在 不多给太子一点机会 还等什么时候 至少 现在闹出事来 陛下总还能及时力挽狂澜 更何况 洪志皇帝淡淡地道 这一次 留下了祭藩 就是想看看 有祭藩在 太子是否 会有所不同 朕啊 这辈子也没什么盼头 唯一的希望 就是能后继有人 历朝历代 有圣君 也就有昏溃之君 朕不希望 朕担惊竭律 这偌大的祖宗基业 败在子孙的手里 朕老了 人亦老 担心的事变越多 天下的黎民百姓 都寄望在了朕的身上 将来 也要寄望在太子身上的 朕希望太子可以做天下苍生黎民的依靠 说吧 他低下头 好了 朕该做的 都做了 明日起价吧 沿途所需花费 不必扰民 还是老规矩 一切都从朕的内堂里出 风扇 乃天界家事 那么 就花朕自己的钱吧 臣等遵旨 洪志皇帝走得很匆忙 当然 虽然已经足足准备了一个月 可对方济帆而言 还是很匆忙的 因为 方济帆并未得到洪志皇帝 临行时的召见 什么嘱咐都没有留下 就这么走了 洪志皇帝的御驾前脚刚走 后脚 东宫的张勇 便又跑了来 气喘吁吁道 齐国公 太子殿下有请 请您一家奉天殿 方济帆心里想 太子倒是适应得够快的 他到了大明宫 要入宫城 此时 竟有车马迎面来 请方济帆上车 领头的宦官道 太子殿下有诏 命齐国公乘车入宫 方济帆摇头 狗东西 你以为我傻 滚一边去 老子不行 那宦官不敢顶嘴 只好方济帆在前头 他领着车马 跟在后头 带到了奉天殿 却见诸后 照搬了个桌椅 就在御座的一侧 扶在案头上 提桌笔 批阅着奏书 诸后照一面批阅 一面还痛骂 这都是一群什么人 好好的有事不说事 非要洋洋洒洒 卖弄文笔 知乎折也啰嗦一大堆 父皇真是辛苦啊 成人面对这样的大臣 居然还能活到现在 真是奇迹 老方 哈哈哈哈 本宫早就盼你来了 如何 本宫可有几分 监国太子的样子吗 却见诸后 照一声珠子满袍 上头叼着盘龙 精神奕奕的样子 方济帆行礼道 殿下 臣 好了 不要多事 平日也不见你这般规矩 你上来 和本宫一道看奏书 第1310章 惊天动地 见方济帆站着不动 诸后 照朝他继续招手 来啊 方济帆眼珠子 滴溜溜地转 见几个宦官站在角落 于是笑盈盈地道 殿下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 礼莫大于愤 分莫大于名 唯名于器 不可假人 殿下现在虽为储君 却奉旨监国 形同天子 批阅奏奏书之事 乃天子和监国太子之职 臣不敢善专 诸后照便叹息道 老方 你这人 别的事都有胆子 唯独对这些事 却如此谨慎呢 方济帆微笑以对 没理睬他 诸后照随即抬头 每日送来这么多的奏书 大多数 都是无用的 都是废话连篇 看着便令人生厌 老方 本宫既是监国 你有什么主意 殿下 监国即为守国 守国之要 在于这个守字 殿下不要做什么事 只需按部就班即可 真正的大事 只要不紧急 等陛下回京之后 再做处理好了 诸后照拍案 怒了 感情是让本宫再次做牢头呀 方济帆摇头 殿下息怒 身份不同了 从前可以叫诸后照小猪 可以跟他打的闹闹 可既是监国 那么 就是假天子行事 急着黄泉 夹在了诸后照的身上 对于黄泉 方济帆历来是无心去冒犯的 不是方济帆软弱 而是什么时代 做什么样的事 诸后照便将诸笔丢了 叹口气 这里有份奏书 说是河南又发生了旱灾 内阁的票泥里 写着的是令户部政绩 济帆 你怎么看 方济帆道 这些年来 天灾频繁 若只是政绩 臣看 未必是完全之策 诸后照皱眉 那么 当如何 安置他们 方济帆道 河南人口诸多 虽是土地肥沃 可毕竟 土地是有限的 如此多的人口 且近年来 灾情频繁 一个天灾 哪怕朝廷能及时镇绩 又要死多少人呢 诸后照点头 有道理 那么一你看 怎么办 方济帆道 不妨将一部分的灾民 牵出来 牵出来 诸后照眼睛一亮 对啊 就该牵出来 咱们经理不正确人吗 对了 老方 怎么牵 方济帆咳嗽 购置土地 建新城 要一下子安置这么多人口 很是不易 花费也是不菲 要给他们吃穿 且大多数人 刚刚出来 还不能适应 这就必须得对青壮之人 进行技能的培训 而对于老若 需要有足够的医疗 保证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不止如此 各个作坊 也要承担一些责任 殿下 陈祥 眼下最重要的是 供体实践 诸后赵开始琢磨起来 花费惊人啊 人命如草剑 想要让人活下去 就必须得供养他们 一百人 一千人 一万人还好 若是规模庞大呢 诸后赵道 本宫当年在西山时 和庶民同甘共苦过 知道他们的生活 是何等的艰辛 哎 说到此处 诸后赵不禁叹了口气 西山的生活 足以让诸后 赵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都有所感触 他道 他们都是皇帝的子民 可现在父皇不在 那么他们就是 本宫的子民了 纪番 你算算 若是要迁徙出人口 需要多少银两 方纪番道 无以数纪 这是实话 迁徙这东西 是不能开口子的 若是自然的迁徙 倒也罢了 而一旦在灾年时 准期迁徙 那就是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人的冲击 这是极恐怖的事 一旦不能妥当应付 这数十上百万人 便会滋生不满和怨恨 进而发生变乱 且这么多人迁出了 总要让他们 能够养家糊口 单凭朝廷的政绩 可是不成的 现在的金师人力 虽然紧张 却需有一个良性的进程 这突如其来的人口暴增 势必也会产生冲击 方纪番一直认为 当下人满为患 就以河南部正史思为例 那里的土地 该开垦的都开垦了 许多店户 只能租种两三亩地 勉强维持生计 可这两三亩地 在这个时代的亩产量而言 哪里能吃饱啊 明明一户人家 可以租种十亩 甚至是三十亩 五十亩地都足够了 却因为人太多 只好勉强让自己活下去即可 这些多余的人口 在丰年到还罢了 一到了灾年 就是灾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得从这些人口上做文章 否则 凭借着朝廷的年年的政绩 根本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 未来的人口 只会越来越多 一只滚雪球一般 到朝廷根本无法政绩下去为止 等到了那个时候 一个王朝 也就自然而然地步入了 兴衰的进程中了 诸后赵豁然而起 他来回踱步 脑海里 诸后赵想着当初 在西山时 自己和流民住一起的场景 污水横流 住在棚中 日出而坐 日落而熄 每日能勉强吃个饱 便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 不断地感恩戴德 那么 比起当初西山的那些流民 这些灾民 只怕活得更加艰难吧 诸后赵道 国库拨出一些钱粮来 用以千禧百姓之用 可本宫看来 国库是应付不来的 那就内躺出 要花费多手 需要多少人力物力 本宫不管 要不惜一切代价 内躺 现在的所有资产和股票 还有存盈 现有97643700余两 其中股票最多 只是这些股票 若是作价卖了 难免会引发股市的动荡 方济帆听到 内躺居然有近一亿两文银了 心里不禁酸溜溜的 陛下存了这么多钱啊 这个好办 可以用股票来做抵押 从西山钱庄贷款 不过 若如此 难免引起通货膨胀 不过 殿下放心 西山钱庄自会将这膨胀 保持在可控的地步 这就成了 诸后照道 内库现在每月的收入 不少呢 上市商行的分红 还有钱庄 以及西山许多作坊的分红 环贷 想来都是小儿科 将这些流民 安置在哪里呢 老方 咱们各自拿出一块地来 爸 本宫的地 多拿一些吧 咱们干一票大的 诸后照接下来道 未来半年之内 西山钱庄要拿出 三千万两文银出来 只要钱庄没问题 内库之中的股票 我立即让人送去钱庄 作为抵押之用 现在 本宫就亲自下招 诸后 照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他属于一头热 一旦打定了主意 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人多地少的问题 在历史上 一直贯穿了 大明的中期到灭亡 都没有人可以解决 可现在 似乎有了一个 可以解决的方法 毕竟 现在内库有银子了 方济帆不惊道 殿下 要不要给陛下上一道奏书 诸后 照刷刷的几笔 写了一份诏书 这诏书完全没有任何知乎者也 只轻描淡写一句 奉天监国太子 赵曰 即令河南部政史司 各州府迁洗灾民 准灾民自愿迁洗 沿途所需 亦应官府承担 诸后照低着头 道 父皇性子里 太多瞻前顾后的地方 等奏书上去 他拿了主意 只怕灾民们都饿死了 这是当务之急 救灾如救火 可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 父皇爱民如子 这样做 本也无可厚非 就算他知道 本宫带他拿定了主意 他也一定欢喜得很 老方 你怎么这么啰嗦 越来越像 我父皇了 方济帆叹息道 是啊 陛下一向爱民如子 若是他在太子殿下 这样的处境 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吧 无皇圣名 宅心仁厚啊 诸后照将诏书 丢给一旁的宦官 立即 送去司礼间盖印 再送内阁 告诉他们 一刻都不能耽误 耽误了 本宫寡了他们 是 交代完了这些事 诸后照顿时 像松了口气的样子 高兴得不得了 我看治理天下 并没有什么难的呀 有老方辅佐本宫 本宫可以高枕无忧了 方济帆忙道 殿下 这是您自己拿的主意 可和臣没有关系 臣啥也没说 就是你教唆的 诸后照气羞羞地道 不信 本宫查起居住 说着 看向角落里 一个提笔记录的宦官 方济帆脸红到了耳根 殿下 此言大谬 臣只是提出一个建议 是殿下 一样的 诸后照大手一回挥 现在说这些 也是无用 好生想一想 接下来 该如何应对这些灾民吧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出了任何差错 你都吃不了兜着走 方济帆道 殿下也吃不了兜着走 诸后照不服气 你会死得比较惨一点 方济帆仔细想了想 居然觉得很有道理 他突然感觉自己重计了 怎么好像这一次 是自己要背锅呢 细细想来 又觉得不对 自己怎么会出这个主意 明明知大国英烹小仙 凡事遮遮掩掩 也就过去了呀 难道我方济帆 为国为民 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吗 方济帆心里叹了口气 第1311章 壮灾 太子殿下 这个锅 方济帆背了 因为 他真的是个好人 一个好人 首先要有同理之心 固然自己 已有了荣华富贵 可依旧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诏书立即送去了内阁 李东阳在内阁之中职守 听说太子有诏 倒也不敢怠慢 他心里知道 陛下此次留殿下在京 有真正考验太子的意思 取了诏书 打开 猛了 李东阳说不出话来 迁徙 这样的事 明初是有过的 因为天下战乱不休 时事久空 因而 朝廷下旨 编列明户 迁徙到他处 去安顿开垦 可今时不同往日了呀 现在哪不是人满为患呢 经理人口 已超过了百万 就这还不包括附近的郊县 现在突然要大举自河南 不正史思那里 迁徙灾民来 这些灾民来了 有土地可以耕种吗 怎么安顿 无数的念头 涌上了心头 直到见这诏书上 写了内阂 只用四字 才是李东阳 稍稍安心了一些 内裤出钱啊 这 似乎让李东阳好受了一些 只是 李东阳叹了口气 他知道太子殿下的诏命难为 只好一面命人传抄诏书 分发各部执行 另一方面 盲示起草的书信 夹急送去山东 真是 真是 他喃喃念了一句 却最终 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各部堂得了诏命 一下子忙碌起来 这是天大的事啊 虽是各部的私下里 都对这道诏命有所质疑 可现在 谁也不敢造次 在陛下没有出面收拾这乱摊子之前 违背太子殿下诏令的后果 显然是比较严重的 此后 有人飞马至河南部正史司 河南部正史司 各府各县也开始动作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 西山学院的书生 还有飞球营的校尉 便连屯田位也抽掉了出来 郑国府 金府的精锐 倾巢而出 表面上是协助灾民迁徙 某种程度 也让这些地方官吏 不敢借着迁徙的机会害民 国库的钱粮已经波发 在新城五环之外 大量的土地开辟了出来 西山建业抽掉了骨干 迅速地开始规划 无数人开始大兴土木 按照规划 这里将布置密密麻麻的小楼 空间狭小 未来将以出租的名义 供应灾民 且租金将进行 某种程度的减免 不止如此 方继帆开始四处走动了 他带着王金元 开始和各个商行接触 方继帆难得地 摆出了一副好脸色 笑盈盈地 与各商行的东家 把酒言欢 所谈的 无非是镇纪之事 希望这商行 能够容纳一些灾民 多招募一些人力 西山建业这里 也已拟出了 多扩招五千人力 还有西山煤叶 西山铁作坊 西山医学院 开始招募一批人手 进行简单医学培训 以应对未来大量灾民涌入 大夫供应不足的情况 苏月忙昏了头 她是瞧不上 这些简单培训之后的大夫的 就这么学一点皮毛功夫 能有什么用 可没法子 有总比没有好 教授他们 治疗小病小痛的知识 至少可以缓解一些病痛 紧接其后的 便是天津卫的铁路 直接宣布开始修建 这也是以功代正的方法 一旦开始修建这条铁路 势必需要大量的人力 也可让许多配套的作坊 不得不进行扩产 应对可能到来的大量的灾民 方济翻类的气喘吁吁 跟着诸后赵 跑去了画出的灾民安置地 这里还只是一片不毛之地 不过道路已经勉强贯通了 无数的匠人和劳力在此忙碌 那堂里拨付出了九百多万两银子 便是要将这一大片土地 统统开发出来 诸后赵瞧着规划图纸 检验了一番 接着马不停蹄便又要赶去建一批商骨 这些商骨都是承诺了 愿意捐那些银子 并且愿意提供一些岗位 好叫灾民安顿下来之后 能有一份工钱 诸后赵忙地昏了头 不过他乐在其中 似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内阁和六部各个都傻了眼 看着太子殿下啥事都不顾了 一心折腾这个各个瞠目结舌 盛驾徐徐而行 刚到了山东境地 红治皇帝沿途而行 一揽着江山 心情便觉得好了不少 想到即将要封扇 红治皇帝便觉得异常地激动 每隔一些时候 便有经理的奏报来 这些奏报都会由随行的刘建和谢迁处置 而后再报到红治皇帝这里来 红治皇帝命刘建和谢迁同车 三人在车中通过玻璃 看着外头的景色 红治皇帝低头看了几份奏书 笑盈盈地道 你们啊就不必票你了 这一次就放下心 跟着镇去泰山一趟 经理的事自然有太子 有李清家 你看 现在不就风平浪静吗 我们都老了 是该给年轻人们一些机会 毕竟 这天下将来是太子的 红治皇帝已经七八日 没有处置过政务了 难得的消停下来 让他的心情异常地放松 刘建笑盈盈地道 陛下说的是 老臣也不管了 这一次就陪着陛下好好走一走 看一看 红治皇帝微笑 该当如此 他靠在沙发上 瞎了口茶 朕就做这几个月的闲人吧 这辈子 劳碌了半生 也该歇一歇了 孩子长大了 为人父母的 说到此处 外头 有人猛拍御车 陛下 陛下 红治皇帝皱眉 这显然是极端的无礼了 这声音是萧静的 萧静急了 顾不得什么 在外头就恨不得拿头去撞车了 马车停了下来 萧静匆匆开了门 御车乃是特质 极为宽敞 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厅了 萧静猫着腰灯车 看了红治皇帝一眼 取出一份刚刚急送来的奏报 这是东厂紧急送来的 请陛下过目 红治皇帝撇撇嘴 显得不满 可还是将这奏报接过 却是淡淡地道 朕都说了 朕要休息一些 说到此处 红治皇帝愣住了 呀 他口里发出了古怪的声音 陛下 刘剑紧张地看着红治皇帝 红治皇帝的脸色变换不定 突然 他觉得自己的心疼得厉害 呼 他长长地出了口气 失魂落魄的样子 抬眼看着刘剑和谢迁 红治皇帝目光呆滞 陛下 陛下 萧静在旁极了 快 快传两女意 不 红治皇帝终于有了反应 摆了摆手 不必了 不必了 陛下 刘剑小心翼翼地看着红治皇帝 甚为忧心 红治皇帝叹道 哎 中原又大灾了 刘剑和谢迁二人 巨斗脸色微微一沉 这可是人口最密集之处 一旦大灾 又不知道死多少人 太子下了诏书 居然要迁徙灾民至今安顿 刘剑和谢迁面面相去 这 太可怕了 这灾民天之道有多少 如此巨量的人口涌入 今时承担得起吗 国库 扛得住吗 一旦有什么差错 这不是闹着玩的 是要出大乱子的 刘明有多可怕 这一点 刘剑和谢迁都心里有数 红治皇帝艰难地道 太子居然要拿出内躺来 三千万两银子 作为安置之用 呼 脸色惨然的刘剑和谢迁 居然恢复了一些血色 内裤出钱啊 想象也是 国库根本就承担不起 这内裤 可不得出钱吗 三千万两啊 刘剑和谢迁 开始为红治皇帝心疼起来 自己要是有这么个儿子 不打死他 没天理 这是败家子啊 红治皇帝深深呼气 吸气 凉酒 才徐徐地平缓过来 朕要回京 陛下 刘剑要哭了 陛下呀 赵书都下了 生米煮成了熟饭 陛下就算此时回京 也是于事无补 何况 陛下以下诏登陵泰山 倘若突然折回 只恐天下人有所思议 陛下 红治皇帝突然觉得 人生好像一下子 没了多少意义 什么风扇 什么圣决 都好似是没有意义的皮囊 装饰点缀的在花团锦簇 也没了多少意义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陷入了沉默 一份份自河南部正史司的奏书 送到了内阁 李东阳看到这些奏书 吓了一跳 听闻京师要接纳灾民 各府各县 沸腾了 无数人携家带口 在官府的帮助下北上 人数不断在激增 虽然人们对于乡土 有着急顽固的乡土观念 可也架不住这些年来 灾难频繁 人们饿着肚子 活不下去了呀 这无数的灾民 遮天蔽日 数不胜数 根据奏报中的大略估计 只怕人口会超过百万之数 李东阳有点发猛 原本户部的 预计是三四十万人口 可他们还是万万没有料到 大量百姓 对于生存下来的渴望 为了活下去 似乎一切都可以放弃 来人 李东阳不敢怠慢 忙是起身 太子殿下可在宫中 去西山了 预备车马 老夫要去西山 第1312章 人心 诸后赵和方济帆在西山 刚刚建完了一波商谷 商谷们很开心 能亲眼看看 还能活蹦乱跳的太子和齐国公 是可以吹半辈子牛的事 而诸后赵和方济帆也很开心 坐下来瞎扯几句情怀 便能糊弄人家 拿出点实际好处来 大家各取所需 似乎诸后赵仇准了商机一般 不成 不成 王后得提提价 募捐五千两以上 或是肯招募一百灾民的商骨 本宫才陪他们吃饭 以后若是不需安置灾民了 本宫陪着别人吃饭 也能将太山们的杖东抹平了 方济帆立即露出了崇拜之色 诸后赵见他如此 怎么 很羡慕吗 不 方济帆摇头 是钦佩 钦佩 诸后赵一头雾水 方济帆翘起大拇指 殿下到了现在 居然还念念不忘的还账 且连自己的泰山的账 都还惦记着 还 臣怎么能不钦佩呢 我从没听说过 借了老丈人的钱 要还的 诸后赵一条梅 当然 本宫是什么人 本宫 王金元在外头道 内阁大学是李东阳来了 李东阳急匆匆地赶来 将奏书尽上 诸后赵细细看过了 皱着梅 道 老方 这大大的出乎了本宫的预料 怎么涌来了这么多人 方济帆忙道 想来是灾民们 不堪这灾年连连 隔三差五 这地理的庄稼 也总是颗粒无收 朝廷的政绩 总是迟缓的缘故吧 诸后赵轻描淡写道 既如此 那么 他顿了顿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追加两千万两银子 来安置就好了 老方 这银子 理应够了吧 方济帆道 若是省着一点 我想够了 李东阳听着 要晕死过去 还加两千万 这银子给国库的话 可以 诸后赵江奏书 搁置到了一边 对李东阳道 李师傅 你听到了吗 不必担心 灾民们本宫 一定会好好地安置的 一定教他们 妥妥当当 兵治如归 这都是本宫的子民 本宫绝不会 让他们挨饿受冻 李东阳只是觉得眩晕 前前后后五千万两文银啊 他发现自己开始 渐渐不再担心灾民了 他担心的是皇上 臣 李东阳艰难地 想说点什么 可是 话却说不出口 诸后赵一挥手 好了 内阁里只有李师傅忙碌 那儿可离不开你 你自去忙你的吧 本宫这里 不必李师傅兼顾 是 陈告辞 人就是如此 一开始可能三千万两 已是下着了李东阳 可再来一次两千万两 虽还是震惊 却不至于让李东阳失色 随他去吧 这败家子 第一批流民 已到了京师 他们是被一群学员 和文力领着来的 沿途上 都有地方官府取了钱粮 供他们吃喝 快要经济时 这必经之路上 却专门设卡 江城亲自带着一排排的纹粒 再次摆了笔墨 搭了棚子 每一个灾民 聚都重新进行登记 姓名 年龄 四肢是否完好 是否有疾病 来的是几口人 原籍在何处 是否能写出自己的名字 是否有一记之长 记下了 而后制了木牌 分发给他们 此后便准其进入京师 这一批人 足有七八千人 赵母就在其中 他不过是个少年 十三岁大 父母早已失散了 只懵懵懂懂地跟着队伍走 一路上 有人给他分发了红薯干和蒸饼 跟随着人流 到了一处人际罕见的地方 远处 这里正在建设新楼 那新修的道路 恰好延伸到了新楼的尽头 无数的匠人在楼中忙碌 而靠着新楼 则是连片的棚屋 带着他的人 是个书院的书生 他管辖着九十多户人家 到了地方 这书生便忙去了棚屋里寻了人 片刻之后 便开始拿着一个布子 开始指定大家各自的棚屋了 据说未来 他们可能会住进那新楼里去 不过现在 只能在那棚子搭建的屋子里待着 书生带着九十多户人 参观了棚屋附近的主要设施 有专门的医馆 有暂时新建的衙行 不过这衙行并非是用来买卖人口的 而是专职推介工作 还有一个小食堂 棚屋毕竟不能随便生活 未来会有大量的人口聚集在此 一旦酿成了火灾 后患无穷 因而 这小食堂 就暂时负责了九十多户人救的饮食 书生开始宣读 自此之后 他们便是第七组的人了 第七组九十余户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有什么困难 都可以找他 他可以出面去解决 这使赵母心里安心不小 他虽不太记得书生的名字 可这一路来 都是这书生照看着他们 有什么事 也都是他去交涉 他就如一个尽职的大兄长 且据说还读过很多书 博学多文 他不但熟悉经理的情况 而且队上 还有书院给他撑腰 这就导致 他成了九十多户人家 与官府联系的通道 哪怕是 有什么差异来 也都是先寻他来出面 若是寻常百姓 零零散散 毫无组织 到了这陌生的环境 要么心里发虚 不知所措 要么这些灾民 会内部自行地出现一个 类似于盗门 帮派之类的组织 最终 这个暂时的棚户营地 混乱不堪 可有了这个书生 一切都不同了 这书生让他们安顿 而后边又去忙碌了 食堂里开始生腾起了吹烟 而这沿途的几个病人 也被送去了医馆 不止如此 还有车马送来了许多的被褥 等那书生回来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个清单 赵母 赵母 再 最新的消息 书生笑盈盈地看着赵母 陈机车行需要七个车夫 其中一个名额 给了我们小组 你年纪最小 先去学着 明日会有人来领你 以后你去上工 也不必怕 出了事 来寻你也是一样 未来三年 我都得照应着你 明日某时 你在自己的屋前等着 会有人来领你 赵母不知道 赶车是啥样的 可她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这书生 让她很信得过 好呢 明日我便去 接着 那书生又拿着单子 去寻下一家人了 无数的商行和作坊 甚至是客栈和店铺 都产生了许多的岗位 这第一批来的人 暂时都不担心没有生意 虽然作坊和客店 都希望能够招募属手 可太子殿下下诏 西山书院的书生们 又隔三差五 带着宣传单来登门 成人念叨着招募灾民的好处 这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偏偏 你还不能赶人 西山书院的生源 哪里是好惹的 有的商骨 是受了感召 而且确实缺人 生手来了 大不了让个老匠人带着便是 因而 愿意接纳这些灾民 也有的商骨 是其他人都招纳 自己若是不招纳 难免以后出门在外 会难堪 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了 到了次日清早 便有各个作坊和店铺的人来 领着人便走 对于这一切而言 赵母一切都是生疏的 她只知道 自己的活并不累 跟着一个老师傅 沿着既定的路线 赶着车马 运载货物 再过几个月 她便可以独当一面了 下了宫回来 她才发现 这棚户区域又扩大了许多 今日又来了不少人 同一个小组的人 成了左邻右舍 彼此之间也都熟识了 能让人安心一些 至于涌入来的新人 其实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傍晚的时候 那书生都会来走一趟 这时候便会有人去寻她 有的是求她带写书信的 也有的是希望让她帮忙 寻找自己的失散的亲人 或是上宫时的烦恼 偶尔也会倾诉 赵母没什么烦恼 她是孤儿 倒是无所谓 白日上宫辛苦 夜里自食到了棚里 盖上新的被褥 倒头便睡 哪怕是得了各大商行的资助 这银子 还是如流水一般的花出去 要安置这么多人 绝不是轻描淡写的 依靠赶照和照书就可以解决的 诸后照越发的头痛 方济帆最近倒是很乖巧 没有和她顶嘴 而是不断地跟着诸后照一起 解决一个又一个新的难题 譬如 棚户区里的水井开始不足了 此前还是低估了人们用水的需求 得赶紧命人 带上家伙 多去打水井 又譬如 大量的新楼 人力不足 新来的灾民 又大多没有建设的经验 需赶紧培训一批泥匠和瓦匠 医学院那里 也是人满为患 小病自然是去医馆 可到了大病 却不得不送来医学院来 医学院的学员倒是不少 可残尸的床位明显不够 不得已 花钱吧 诸后照看着账目 有点猛 老方 我们可能花得有点多呀 方济帆凑都不愿意凑过去看一眼 衣服和自己无关的样子 殿下贤名 自有名断 臣什么都不懂 还是不要求叫臣了 哦 殿下 这是刚刚送来的奏报 说是明日 只怕还有四五万人抵达 东区已经人满为患了呀 第1313章 祖师爷来了 诸后照担忧了一阵子 可很快 他又开心起来 没心没肺的人 大抵都是如此 虽然偶尔会冒出一点 这样会不会不好的念头 可转念之间 这种心思便烟消云散 线下人口聚集了这么多 下头会总来的 有几个问题 诸后照朝方济帆招招手 只要不谈钱 方济帆还是很乐于交流的 他们都是具有新思想的人 以往的小农经纪里 内阁和六部门厉害 凡事都能料理得妥妥贴贴 可面对新事物 他们或许就是一群瞎子了 诸后照和方济帆却不一样 方济帆凑上前去 诸后照继续道 其是西山医学院所抱怨的 垃圾成堆的问题 看来需招募人手 对垃圾进行清理 尤其是雨天 一场大雨过后 臭不可闻 极容易感染疾病 下水的问题也要解决 除此之外 便是治安 治安已有隐患了 看来需筹建一个新城兵马司 专职负责这新城的治安 这种隐患 现在不处置 一旦一群游手好闲之人 或是盗门和会门趁虚而入 到时想要根除 就是大麻烦 这其三 还是工作 无工可做 就没有稳定的收益 难免 会有人心生不安 想要安定人心 就要让他们有稳定的收益 老方 这个交给你了 你看看 是不是再修一点路 实在不成 只要有钱就好办 方济帆道 西山梅业 矿业 建业 都可以再招募一些人手 方济帆皱眉 接着道 再不济 不如 杜绝同工吧 什么 诸后赵一愣 方济帆道 颁布法令 16岁以下的孩子 不得做工 必须入学堂读书 那堂拿出银子来 补贴一下 诸后赵道西一口凉气 这得花多少银子啊 可是好处也是 显而易见的 方济帆认真的道 一旦杜绝了同工 那么市面上的劳动力供需 就可达到新的平衡 据我所知 许多作坊主都喜欢招募同工 同工听话 价格也低廉 可一旦严令禁止 大量的同工都要裁撤掉 这就意味着 将出现大量的岗位空缺 如此 成年的轻壮 就有机会了 单单这个 就可多增加数万以上的岗位 将这些少年人和儿童 引进入猛学堂和书院里去 他们读书 也是长本事 这样的话 就不得不大量地营造猛学和学堂 招募更多教师以及校工 且印刷作坊 还有涉及到教育的作坊 也将繁荣起来 这又是一笔好买卖 当然 一切的前提 还是银子 西山书院这里 可以想办法 多设学堂 实在不成 陈这里 也拿出一点银子来 诸后照眼里忽明忽暗 这又要多少银子 问题就在这里 方济翻道 这个法令一出 补贴是必不可少的 想来 至少需两三百万两 这么少 诸后照乐了 干了 方济翻道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啥 方济翻苦着脸道 法令一出 势必有所延续 这就意味着 这不是一次性的买卖 往后 每年都得花这个数 此后每年都要出 这两三百万两 可能以后更多 诸后照咧嘴 乐了 明年是明年的事 内库里每年都有这么多镜像 不差这个钱 陷阱这解决眼下的问题 你这主意很好 就这么定了 本宫立即草照 这照书 就叫劝学照 凡16岁以下者 必须入书院读书 内库予以贴补 当然 只献经师 如有违反的 统统拖出去喂狗 看来 得多布置一些寻学官啊 专门监督此事 诸后照又道 垃圾的处理问题呢 有银子 招募人手啊 诸后照晃晃脑袋 好 那就新城兵马司 多招募人手 解决完了这些 诸后照背着手 面上露出了老城的样子 叹息了一句 哎 自当了家 方才明白了 父皇的许多苦衷啊 方济帆道 殿下明白了什么 诸后照道 当然是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 这就可以理解 为何父皇 这么热衷于银子了 现在我也终于明白 没有银子 是万万不可的 这天底下 谁都离不开银子 有银子的感觉真好啊 方济帆忍不住 想要提醒他 内库里的那些银子 快没了 当然 方济帆终究是不忍心 傍晚的时候 方济帆和诸后照 连昧至星城 这里已是万家灯火 迄今为止 已容纳了十数万人 未来 这里的人口会越来越多 好在 因为有粮食 多数人 已经有了工作 还有一些人 自行地开始在这里 贩卖一些货物 一切都还算稳定 几乎没有什么大乱子 新招募的星城兵马斯 跨着刀 三五人一组 来回群勋 一到夜里 便有无数的粮车 将库房中的粮食 一车车运制 而后 各个食堂便纷纷来体量 诸后照对此 觉得很满意 可又觉得 有太多的事要做 方济帆则有些困了 昏昏沉沉的 夜里 传来了惊呼声 一个妇人发出了 淒厉的叫喊 人声嘈杂 远处的一个小医馆里 听到有人呼叫道 快送医学院 再不送医学院 便迟了 诸后照一听 精神一震 循着声音 到了医馆外头 推门而入 便见有妇人捂着肚子惨叫 大夫急得额上冷汗淋淋 一群家眷下的脸色惨然 见有生人进来 家眷们下意识地露出了怒容 难缠 诸后照咧嘴笑了 方济帆也打起了精神 这是太子殿下 随行的宦官呼呼道 啊 人们瞠目结舌地看着诸后照 诸后照没理他们 却是上前 方济帆立即道 可以看看吗 可已经迟了 可以看看 后面加一个吗 这是客套 不等别人答应 诸后照已让妇人平躺 这是一个孕妇 肚子已经不小了 诸后照闲熟地摸着他的肚子 手指轻轻地捏了 捏妇人宫口的位置 皱眉 来不及送去医学院了 家眷们几乎失去了呼吸 俺们是乡下来的呀 你摸我家婆娘肚皮 诊室里 安静地可怕 诸后照道 这是胎位不正 羊水也破了 必须剖腹 这里有什么手术器皿 啊 大夫惊讶地看着诸后照 而后 目中露出了狂热之色 这是真正的祖师爷 从天而降了 他戚戚爱得道 有一个简单的蚕食 器皿大致是有的 消毒药水也有 只是简陋得很 且 诸后照道 若是送去 至少两个多时辰 十之八九 难产而死 我可以试一试 老方 你怎么看 方济帆叹了口气 我觉得应该问问家眷 几个家眷 其中一个是妇人的丈夫 另外几个妇人 大抵都是男子的母亲和姐妹 大家惊讶地看着诸后照 和方济帆 男人一拍手 救 能救一定救 他是有些急了 而后他开始安慰自己 太子不是男人 这是真龙 只有七国公 好似也要留在这里吗 这个算不算男人 诸后照道 立即准备 另外叫个人 去西山医学院 叫一个大夫 和一辆医疗车来 等手术结束 却还需将妇人和孩子 送去医学院恢复 那大夫不肯走 打死都不肯走的 作为一个大夫 最大的梦想 便是亲眼看到祖师爷提刀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他转头 对身后的学徒道 去赶紧去医学院 所有的家眷 被请了出去 简陋的蚕食里 灯火通明 似这样的剖妇 哪怕是现在 医学院也不敢有 十足的把握 在当前医疗条件之下 敢做这个手术的人 医学院不会超过十人 且死亡率并不低 若非是实在万不得已 是没有人敢下定决心的 诸后照和方济帆二人 凭着呼吸 在蚕食里忙碌 半个时辰之后 孩子的哭叫便传了出来 可显然 剖妇的最难的 并非是娶出孩子 而是止血和缝合 以及后期的感染问题 诸后照浑身已是湿透了 大汗淋漓 直到天刚浮晓 他和方济帆 才一脸疲惫的 至蚕食中出来 诸后照看了看 墙堡中的孩子 那孩子的父亲 颤抖着嘴唇 激动得不能自己 下意识地想要跪下 可抱着孩子 有些不便 诸后照手指头 抹扎着孩子的脸 乐了 说真的 这孩子像本宫 孩子的父亲 在片刻的尴尬之后 孩子的父亲道 殿下能否给孩子 取个名字 诸后照想了想 你们姓王 既然是我亲自 跑出来的孩子 当然要大气一些才好 叫王老爷 孩子他爹开始后悔了 很好 这个名好 就这么定了 诸后照呼出一口气 他有些头晕目眩 实在太疲倦了 医疗车已是来了 有人将术后的妇人 忙事抬上车去 匆匆送往西山医学院 第1314章 百嫁回京 那王老爷 他爹见母子平安 一颗心放下 方才过于激动 此时回过了尽头来 经不住败下 殿下 齐国公 这大恩大德 小人莫齿难报 下辈子便是做猪做狗 也不用下辈子 诸后照抖了抖身子 活络着筋骨 道 现在去残世里 把你割了 就可以入宫来报恩了 王老爷他爹 随即 他哭了 涕泪直流 只是转咕噜似得道 小人们在河南 受了灾 也全凭着太子殿下的恩典 才在京里有了容身之地 在这儿有吃有喝 诸后照撇撇嘴 似乎是吓坏了人家 便道 也不必谢本宫 这都是父皇平时教会的 他说 要爱民如子 本宫当然谨记着 他老人家的教会 不要谢本宫 这都是父皇的银子 要谢 你谢皇帝去 时候不早 老方 撤了 那王老爷的爹 还在喜悦和感激之中 见太子和齐国公 早已去远了 一时没反应过来 又有点后怕 真将自己切了 送进宫里去 但凡有点骨气和血性的人 也不去做死太监 阿佩 他愣愣地望着 那远去的车马 天才微亮 尘雾朦胧 车马没入了雾中 怀中墙堡里的孩子 此时发出了 清亮的啼哭声 王老爷他爹 才回过未来 拍了拍墙堡里的孩子 接着又哭了 真是碰到了好时候啊 从古至今 也没有这样的好皇帝 此时许多人已是醒了 左右邻人纷纷来问经过 王老爷他爹高兴得不得了 一面预备请客 一面四处和人 说起夜里的事 这棚区里 倒是热闹了好一阵子 经过了一月的功夫 红治皇帝临泰山脚下 无论心里有多不痛快 这泰山到了 终究还是了却了心中的不快 兴致勃勃地预备登山 英国公张帽 拆事办得很漂亮 他早早在此准备 一切都是井井有条 预备登山时 有经理的快奏送来 红治皇帝 只侧目看了萧敬一眼 这是关于太子的奏书 萧敬道 陛下 正是 奴婢让人快马加鞭送来的 不看了 红治皇帝一挥手 陛下 这 红治皇帝淡定得道 只要别把江山丢了就好 看了又不能回京 平白拜了朕的性质 萧敬不禁竖起大拇指 陛下气定神贤 举重若倾 泰山崩于前色不改 奴婢真是佩服啊 红治皇帝听到泰山崩于前 再抬眼看着这泰山巍峨的山巒 下意识地 觉得自己的后巾发凉 而后 他怒了 滚开 萧敬 萧敬如一条 被人一脚踹开的小柴犬 乌敖一声 乖乖地 退到红治皇帝 永远不会注意到的角落 来之前 红治皇帝已是摘戒三日 沐浴更衣 头戴通天官 身穿将纱袍 呈金鹿 被法架 带着百官先登南天门 至戴顶神庙 先锋记浩天上帝 以及五方诸神 此乃祭天 在祭天结束之后 接着便又下山 再渡守山祭地神 最后登上朝敬坛 随行的百官山呼万岁 足足三日时间 红治皇帝疲惫不堪 无论如何 这风禅大典 算是完成了 可细细想来 红治皇帝却又觉得 这似乎又没什么滋味 在经历的时候 魂牵梦绕着想来 等来了 却又有一股 索然无味之感 随后 红治皇帝下旨 大赦天下 浩浩荡荡的队伍启程 却又虚折往山东屈腹 夜拜孔庙 又命刘建仁等 分纪七十二贤 赐孔府三百万金 游览了一番孔陵之后 又是一月过去 如此 已知夏初了 离经两个多月 红治皇帝觉得疲惫不堪 关于太子的事 再没有人给他禀报过 刘建那边很识趣 尽力地上了一些 各地祥瑞的奏书 什么母纪生了精大 有些人招摇过世 致人百病之类 红治皇帝心知肚明 这是假的 可既然封善了泰山 各地总要有点祥瑞来 才算是老天爷 给了他红治皇帝面子 没有祥瑞 那也可以创造祥瑞吗 红治皇帝命人 将这些祥瑞传超抵报 使天下闻之 此时 红治皇帝终于收了心 下旨百驾回宫 浩浩荡荡的队伍 朝着金狮进发 这一路 红治皇帝都是拉长着脸 寡言少语 萧敬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行了十数日 红治皇帝终于憋不住了 太子有什么消息 陛下 说吧 坐在御车里 红治皇帝很是严厉 这 萧敬深吸一口气 陛下 最新的奏报 河南部正史司 灾民涌入了惊师无数 为了进行安置 太子殿下拿出了内堂 七千余万两 修桥铺路 迎建宅邸 购置粮食 还有其他所需 数不胜数 这七千万两 都是用内堂做抵押 向西山钱庄借贷 利息倒是很便宜 现在 只怕 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 红治皇帝手遮着自己的眼睛 这是悲剧啊 他觉得自己的手脚冰凉 万万还是没料到 这个数目 又几乎增加了一倍 内裤 一空 他靠在沙发上 竟是半天 说不出话来 良久 他艰难地道 将 将这兵 拿走 拿走 因为天气炎热 豫车里 有专门的冰盆供应 将兵搁置在盆里 这冰散着寒气 可抵消豫车里的暑气 宵敬苦瓜脸 陛下 这不成啊 陛下可不要中暑了 拿走 红治皇帝道 能省就省一点吧 还有回京之后 所赐百官的蒲燕 也一概取消 宵敬不禁道 陛下 这兵 是沿途周府送的 不要钱 红治皇帝脸色苍白 又是叹息 天气热得厉害 方济帆已揽得出门动弹了 宫里却来了人 照他进宫 方济帆无奈 只好成行 到了奉天殿 却见诸后 照稳稳当当地坐着 朝着方济帆道 老方 山东有旨意来了 说是父皇已经成行 不日即将抵达京师 方济帆抹着额上的汗 这感情好 许多日子不见陛下 却不知陛下风善风的如何 诸后照眯着眼 可本宫心里却慌得厉害 此前做什么事 都无所顾忌 心里觉得 做了再说 可现在父皇回来的日子 越来越近 本宫这心慌之症 却是日盛一日 这可怎么是好 要不 我溜了吧 我去大漠 去跟着王守人去 又或者 我下海 我去寻徐京 老方 你以为呢 方济帆也是无语了 当初太子殿下很豪气啊 方济帆立即道 殿下 万万不可呀 若是如此 陛下更是大怒 这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太子殿下能跑到哪里去 男子汉 大丈夫 敢作敢当 怎么可以临阵退缩呢 所谓舍得一身寡 敢吧 不 我的意思是 太子殿下应当有所担当 不就是花了一点银子吗 怕什么 到时 臣一定想尽办法 在陛下面前 为太子殿下美颜 殿下 不怕 终究是死不了的 诸后照眉头皱得更深 方济帆说不怕 那么 背着手抬头 当初是你教唆说 要迁徙灾民的吧 方济帆笑应得道 好好好 算是陈教唆的 到时候 我去给陛下赴金请罪 诸后照脸色惨白 不可 这样不可 这就更糟糕来了 你若是去赴金请罪 父皇反而会想 济帆不过是个从犯 尚且认罪 只怕 更要教训本宫 他背着手 急匆匆地来回夺了几步 咬牙 怕个什么 我们做的是好事 父皇定不会责怪 有道理 方济帆诚恳地道 陛下乃是身名大义之人 怎么会不小事呢 太子殿下 请放心便是 诸后照这才松了口气 这儿还有一件事 何事 这是场位的奏报 诸后照皱着眉 是谋兵送来的 说是 根据他们的打探 发现 有一群白连教的匿徒 也混入了金师 有图谋不轨之心 老方 这白连教 近些年 在淮北一带 颇为猖獗 前年 在相城一带 还有白连教杀官造反 你说这些人 怎么就永远禁绝不了呢 天下大乱时有他们 天下大智时 也有他们 方济帆倒是谨慎起来 某指挥使 还说什么 他说会尽力追查下去 看上去 似乎有了点眉目 现在成竹再凶了 否则 依着他的性子 也不敢奏报上来 方济帆道 陛下回京之时 只怕还要多加提防财士 殿下 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到处都是火药开矿 难免会有火药流失出去 倘若这些人 囤积了什么禁物 弄出了什么动静 可不是闹着玩的 诸后赵气羞羞地道 怎么 他们还敢太岁头上动土 本宫掐断他们的脖子 手座紧握状 仿佛空气就是别人的脖子 诸后赵一掐 握紧了拳头 咯咯地想 说着 他大笑起来 不管如何 你说得对 本宫要有所担当 内裤的银子 花了就花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第1315章 见过陛下 方济帆见不得诸后 照吹牛的样子 好在他涵养好 倒也没有戳破诸后赵 只笑呵呵地道 却不知陛下何时回宫 到时只怕殿下 需亲自去迎接才是 诸后赵便觉得头皮发麻了 他沉吟着道 知道了 知道了 本宫知道了 白莲叫的是 让方济帆不禁操心起来 火药的开始普及 这势必会让某些 别有用心的人 寻觅到了某些糟糕的用途 可是 倘若火药不供应 失去了这个工具 许多工程是无法继续的 这白莲叫 十年前 方济帆便曾打击过一次 不过这等组织 最是容易死灰复燃 说穿了 他们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 在许多皇权 顾及不到的地方 总是会出现一些人 装神弄鬼 方济帆怀着心事 从诸后赵这 告辞而出 不几日 果然有快马加急而来 陛下圣驾 以至天经卫 次日入京 一听这消息 诸后赵不敢怠慢 忙是叫上了方济帆 前去接驾 大学士李东阳本也要去 结果却被诸后赵拦住 诸后赵笑盈盈地 看着李东阳 李师傅 你就不必去了 有本宫变成了 李师傅日理万机 还是在那个票你为好 李东阳只好行李 是 皇孙朱仔墨 一早去了张皇后那问了安 也是精神奕奕地 要跟随而来 诸后赵严厉地看着他 混账 又想偷懒不肯读书吗 辱皇大夫回京 自有为父去迎接 你去做什么 皱着眉却不敢违背诸后赵的话 被诸后赵赶走了 方济帆在旁看着 有些不解 殿下 这是何意 诸后赵道 李师傅去 若是他见了第一面 就告本宫的状怎么办 本宫口才不及李师傅 当然不能让他去 至于在墨 就更不能去了 倘若让他瞧见父皇抽我 本宫好歹也是他爹 这面子往哪里搁 方济帆不禁感慨 殿下深谋远虑啊 心里想 这科技术算是点歪了 智商全在这乱七八糟的事上头了 诸后赵抖擞精神 走 咱们赶紧往天津卫去 带着数百铁骑 一路狂奔天津卫 行至一半 便见到了前队的近卫 接着 有人往回通报 诸后赵和方济帆 坠坠不安地到了中军 在这儿 红治皇帝已命人停了御车 这一路上 红治皇帝是一点食欲都没有 急得宵禁团团转 见了太子和齐国公来了 左右看看 怎的就他们二人来 其他人呢 可他不敢怠慢 忙是笑淫淫地赢了诸后赵 殿下 滚开 宵禁忧愿地看了诸后赵一眼 要退开去 诸后赵道 回来 殿下有什么吩咐 诸后赵打量着他 父皇无事吧 还好 那本宫去见见 宵禁去通报 红治皇帝便坐在御车上 他浑身冒汗 热得脸微微烫红 诸后赵和方济翻灯车 二人拜下 见过陛下 红治皇帝一见二人 瞬间激动 额上清惊爆出 见父皇没有动静 诸后赵小心翼翼地抬头起来 父皇 诸后赵露出谄媚的笑容 红治皇帝 却是轻描淡写道 今师 还好吧 回父皇的话 朕没让你说 朕问济翻 方济翻正色道 陛下一切都好 红治皇帝沉着脸 是吗 就没发生什么事 事事肯定有的 方济翻道 可在太子殿下的治理之下 一切都还算是稳妥 留守的百官们 无不称颂太子殿下贤明 红治皇帝听到此处 几乎要喷出火来 诸后赵心里想 老方还是很够意思 他说出这番话 就算是彻底和本公绑在一起了 要死一起死 这样也好 路上有个半 本公还想着 若是路上寂寞 带着一带线团去呢 黄泉路上织毛衣 红治皇帝冷哼 是吗 河南那里 发生了天灾 你们知道吗 方济翻道 陛下 是发生了天灾 太子殿下闻讯之后 立即组织救灾 现在 这灾情已经稳妥了 哼 红治皇帝 本来是想给方济翻 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可现在看来 方济翻和太子 还真是蛇属一窝 沆泻一切 这令红治皇帝 心里更是大怒 为人臣子 应该主动指责 君主的过失 即便二人轻如兄弟 那也该指摘 对方的不是 这才是真正的兄弟 是真朋友 若是什么都为他 遮遮掩掩 只算是害人 红治皇帝立声道 那么 朕在来问你 你们是如何镇计的 将百姓迁出河南 统统送来京师 方济翻老实回答 这是谁的主意 是尔臣的主意 这一次 诸后赵和方济翻 一口同声道 红治皇帝怒不可遏 很好 看来 你们两个都有份了 济翻啊济翻 朕本还以为 你要比太子老城池重一些 此次朕离京 命太子监国 便是因为如此 才略略放心 想不到 你也是这样的人 诸后赵不经道 父皇 而臣错在哪里 还请父皇辅政 红治皇帝一时 瞠目结舌 立声道 朕何时教过你 这样镇计灾情的 方济翻盲道 陛下 这些年来 河南的灾情 年剩一年 那里乃是中原之地 人口诸多 土地实在太少了 哪怕是屯田 所推广了许多的两种 封年的时候 倒还罢了 一到了灾年 便吃不消了 有了天灾 就要饿死人的呀 若只是镇计 等朝廷放粮 可到了那时候 人已饿死了不少了 这天灾的本质 乃是人祸 何以有人祸 无非是土地不足 人口诸多呀 人要活下去 就要争 要抢 与其让灾民们 坐以待毙 不如牵出一部分的百姓出来 洪志皇帝心如刀割 银子 没了便也罢了 你们这两个混账 居然还来 跟镇讲大道理 怎么着 镇的银子化为乌有了 还是镇的不是了 还是镇无视百姓的死活 反倒是你们两个败家子 心系百姓和天下 洪志皇帝怒道 那么镇的银子呢 镇内裤里的银子 花了多少 这一下子 诸后赵和方继帆 面面相去 方继帆咳嗽道 陛下 花费了七千三百余万两 原来还多了三百万 洪志皇帝几乎要昏厥过去 这么说来 那堂两千万两都没有了 洪志皇帝冷笑 是吗 镇才几个月功夫 你们 你们就已将那堂花销一空了 诸后赵道 没空呀 不还有一点吗 洪志皇帝听了这话 几乎准备要扶着车厢 将自己的脑袋撞地了 逆子 你们今日不给镇一个交代 镇不饶你们 镇的江山 便是给阿猫阿狗 也绝不给你 镇怎么敢祖宗的基业 交给你呢 这么多的银子 你说花就花 镇若是迟一些回来 岂不是 岂不是这天下都没了 方济翻道 陛下 其实没有花这么多 洪志皇帝脸色可怕 他一脸的失望 这是一种绝望的味道 这些银子 本就是给儿孙们残的 说穿了 未来也是打算给诸后 找花用的 可不是这么个花法的呀 这才几个月 太子就敢做这样的事 那么自己归天之后 这个小子做了天子 自己在九泉之下 能放心吗 洪志皇帝觉得自己的心凉了 人生没了意义 没花这么多 呵 陛下 而臣算过账 现在那趟之中 理应还有五千七百万两 什么 洪志皇帝不可思议地看着方济翻 方济翻正色道 那趟的银子 大多是股票 这些股票 一时也卖不掉 可是太子殿下 心系灾民 急着用银子 一而 这些股票 便抵押给了钱庄 确实是带了七千多万两银子 内裤剩余的 想来在一千八九百万两上下 可是陛下 这数月以来 无数的灾民涌入 惊失的人口暴增 这经理 一下子放出这么多衍生的钱抄出来 需求到了极旺盛的地步 再加上其中不少的开销 都在修桥铺路上头 还有大量的工程 正因如此 消息一出 股市应声大涨 几乎所有的大宗货物 都在蠢蠢欲动 每一个作坊 都有数不清的订单 这是大利好啊 陛下所拥有的股票 莫说是其他几个 近来比较火热的上市商行 哪怕是现在四阳商行 也趁机涨了一波 也就是说 这数月的时间 内唐所拥有的股票 已从原来的九千万两 攀升到了近一亿四千万两 除此之外 西山建业 收益惊人 因为人口的大量涌入 西山煤业 西山钢铁 这些可都是陛下占了不少份额的行业 现在 利润都极为丰厚客观 陈可以预计 只在这数月之间 内裤的分红收益 至少增长了五成 这百万人口 现在已经开始徐徐有了工作 未来他们在京师 还需衣食住行 而陈敢拿人头保证 未来的利润更加可观 第1316章 第新南策 方济帆说着 自秀里取出了一份财报 这财报 乃是方济帆的妹子方小帆 亲自点算的 厚厚的一答 这是近来内裤收益的大致数目 请陛下过目 诸后赵看得眼睛都直了 老方这狗东西 原来他是有备而来 亏得他还瞒着本宫啊 方济帆不经意地 却朝诸后赵做了个鬼脸 不当家 不值柴米贵 今日就当给红之皇帝和太子两个 都上一课吧 我方济帆好为人师 当初若是告诉太子 这银子可敬的花 还不知诸后赵 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来呢 因而 诸后赵虽是在败家 可还是留有几分底线的 红之皇帝一脸狐疑 他接过了报表 这报表一目了然 只是 红之皇帝的脸色很难看 不惊道 记翻 你是如何知道 赵的内堂里 有多少股票 定存银两和现银的 报表里 有内库此前的基数 譬如有多少股票啊 每一个股票的价值几何 还有每月从煤叶 铁叶 剑叶里的分红 这些数目 几乎是分毫不差 红之皇帝看得心惊肉跳 这真是不怕贼透 就怕贼惦记呢 正这点财富 你方继帆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这定是太子这个家伙 胆大妄为 让人去清了内库了 方继帆却一脸郁闷的样子 陛下 疑问便知呀 嗯 方继帆道 内阁和六部 莫说是学士 上书 侍郎 便是随便拉一个摄人 书利 他们都一清二楚 而臣也不知为啥 大家都知道 这小帆说的 他说满大街都晓得了 连看门的都一清二楚 红智皇帝身躯一阵 心里是何等一个卧槽来形容 感情世人都在惦记着 阵还有隐私吗 难怪国库里缺盈 百官们都是一脸淡定从容 气定神贤的样子 红智皇帝 沉默了很久 深吸一口气 为君不义啊 红智皇帝低头 开始看着报表 果然 如方继帆所言 七千万两银子放了出去 内库各项的收益 都开始疯狂地增长 且不说每月的分红收入 有了几乎五成以上的提高 而且 照这趋势 未来可能直接翻翻 内库所握有的各个股票 增长也是喜人 即便是最不被人看好的四扬商行 现今竟也暴增了三成 这就是说 红智皇帝的脸色变换不定 从长远看 这银子花了出去 不但没有亏 甚至还有赚的可能 这 红智皇帝瞠目结舌 他无法理解 可细细思来 又觉得似乎颇为符合经济的原理 七千万两银子丢出去 上百万人口增加 需求暴增 百业兴旺 从前市面上 有一百万人需求不匹 可未来 却是两百万人口 哪怕新增的人口消费能力有限 可这衣食住行 都是离不开的 于是乎 商股们发现 市面上突然出现了这么多银子 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 手里握有现银 是极为不治的 且需求旺盛之下 投资的收益也高得惊人 这个时候 七千万两呢 无数的资金 随之丢入了股市和作坊的扩产 大量的灾民 被招募 原材料也开始增长 洪志皇帝深吸一口气 这么说来 洪志皇帝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只怕到了年底 自己的九千万两银子 又物归原主了 甚至还可能收益更高 洪志皇帝道 朕一直不明白 为何太子如此胡闹 继翻还这般纵容他 现在想来 原来是如此 诸后赵 陛下 诸后赵不满地道 父皇为何就不往好的方向去想 这其实 一直都是尔臣深思熟虑的结果呢 洪志皇帝瞪了他一眼 花银子是你的本事 正银子 你急得上继翻万一 这话 倒是没毛病 洪志皇帝心情一松 却是沉着脸 将这份财报收了 这份财报 万万不可泄露 不要再让人知道 内裤里有多少银子了 知道了吗 方继翻苦笑不得 而臣一定守口如瓶 只不过 其他人是否会泄露 而臣就不得而知了 洪志皇帝恍惚了一下 你说的其他人是谁 方继翻振振有词道 而臣不敢妄测 而臣是个有良知的人 岂可在陛下面前 诬告他人 大丈夫在世 够了 洪志皇帝压压手 你说的是 萧绊绊 我没说 方继翻据理力争 洪志皇帝意味深长的道 朕知道了 好了 你们下车去吧 随朕百驾回宫 诸后赵和方继翻都松了口气 又行了礼 下车 这御车停在道路中央 萧继和隋驾的百官 都在低声议论纷纷 萧继心里 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陛下爱财如命 好不容易攒了一点私房钱 这下好了 太子花光了 陛下肯定是要爆跳如雷的 萧继对陛下的心思 再清楚不过 方继翻和太子相交莫逆 两个人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依着他的猜想 方继翻肯定要跳出来背锅 这个时候 他方继翻肯定要玩玩 少不得也要打一顿 他站在车厢外头 身后是百官 百官们窃窃私语 似乎大家都略有耳闻了这些事 对于太子殿下这等败家的行为 他们难受啊 内裤的银子 不也是我们的银子吗 所谓家天下 即使天下是朱家的 换一个思路 朱家的也是天下的呀 这么一想 大家就好似觉得 自己的银子 被太子花光了 心疼啊 陛下此前轿子 多以棍棒 皮鞭 经太子和齐国公触犯逆龄 只怕 要糟了 是不是大家伙 去敲敲车门 可不能让太子和齐国公 被陛下生生打死啊 忧心忡忡的 乃是兵部员外郎谢正 他是一个老实人 见他又上前的有意思 几个同僚忙将他拉住 不会的 不会的 打不死 一定打不死 谢正眉头皱得更深 同僚们急了 此乃家教也 天界之士 臣子欺可干涉 君臣父子 陛下教子 这是理所当然 谢兄 你不要这样啊 这样不好 刘剑和谢迁两个 面色从容淡定 听到了身后 窃窃私语 也不禁苦笑 太子和齐国公 还真是神了 居然能闹到 天怒人怨的地步 真是人憎鬼嫌 却也不得不说 这是他们的本事 这时 门开了 诸后赵和方继帆二人 完好无损地下车 这一下子 让肖静差点下巴都 要掉下来 诸后赵和方继帆 没搭理他们 二人翻身上马 大呼 陛下有指 继续进发 众人才反应过来 面面相去 这显然是没道理的事 许多人心里想 若是我儿子和女婿 将我家当几个月拜完了 我肯定打死他 一定的 这样的孽处 还敢留 或许 陛下这是隐而不发呢 对 一定是陛下已是怒急 这越是轻描淡写 只恐陛下积压的怒火 就越大 太子和齐国公 要完蛋了 人们用怜悯和同情的目光 看着诸后赵和方继帆 亏得这两个家伙 还蹦蹦跳跳 只怕陛下回了京 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真为他们可悲啊 他们生来富贵 却不知珍惜 浩浩荡荡的队伍 在无数人猜测之中 徐徐而行 次日 京师已经在望 李东阳人等 方才又带着留守的文武大臣 前来接驾 红志皇帝这一日都坐在车里 身居检出 心里不知在想什么 忧心忡忡的样子 萧敬看在眼里 心知陛下的性子 擅长隐忍 他一定在思虑着大事 莫非 萧敬心里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莫非是要废太子 早知如此 陛下狠狠地打太子一顿 或许 这气还容易消解一些 可现在根据萧敬对陛下的了解 这打又不打 骂又不骂 如此的沉默 岂不是暴风雨来临的宁静吗 萧敬心里颇为感慨 我萧敬 终于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了 平时太子和齐国公就看不上咱 可现在看来 皇孙当立 皇孙性子好 见了咱还算亲切 且好似 对太子不太看得上 或许 他心思开始转动了 事实上 抱着这个心思的人不少 一个和萧敬平素关系不错的 刑部侍郎曾杰 将萧敬拉到一边 二人是同乡 表面上 好似大家没有任何瓜葛 曾杰还曾弹劾过萧敬 可事实上 私交极好 曾杰道 萧公公 昨夜 我思来想去 一宿没有睡着 萧敬看着他 乐了 这是何故 陛下昨日甚是古怪 我为天下计 心里有些担心 萧公公认为 陛下此时心里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这 不敢说 萧敬气定神贤 你一定是在想 地心难测吧 曾杰汉言 萧公公素知陛下的心思 您认为呢 萧敬云礼物礼道 可能要出变故了 是吗 曾杰心念一动 你的意思是 陛下需要一个契机 我看皇孙也和礼公来了 陛下高兴得不得了 忙让皇孙和陛下同车 只是 太子又是皇孙的父亲 这 萧敬意味深长地看着曾杰 太子是太子 皇孙是皇孙 第1317章 公营陛下回京 曾杰听霸 也同样意味深长地 看了萧敬一眼 他对萧敬 是有所防备的 这是一个死太监 可是 他是原外郎 说实话 未来的前途有限 除非 抓准了时机 这天底下 哪一个位高权重者 不是恰好 赌对了那么几次呢 陛下将内躺视为姓名 现在居然没有惩罚 太子和齐国公 这让他联想到 一场大风暴在御妙 越是有大事发生 事情可能就越微妙 太子已经证明 他并非是一个合格的储君 此时 难道陛下再等一个刚直的大臣 一番仗义直言吗 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萧公公 陛下对太子如何 嗜独之情 自视与众不同 曾杰听霸 心虚了 对啊 陛下喜爱太子 人所共知 这么说来 萧敬颇有几分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意味 他笑盈盈地看着曾杰 可陛下更看重的 乃是祖宗基业 哦 明白了 父母爱孩子 可以让他无忧无虑地过一生 可祖宗设计 不是好玩的 曾杰定了定神 朝萧敬行了个礼 走了 萧敬心情好了一些 背着手 哼着小曲 从另一边离开 听说京师要到了 洪志皇帝出巡数月 阔别已久 便牵着朱仔墨下了车 朱仔墨已有十三四岁 显得很稳重 小小的年纪里 让人无法一眼看穿他 只有在洪志皇帝身边时 他才会显出几分少年的促侠 见洪志皇帝下车 朱后照 方济帆二人不见了踪影 百官们却都围拢过来 洪志皇帝亲密地拍了拍朱仔墨 不禁感慨 仔墨长大了 此次大父回来 再见你 不知该有多高兴 朱仔墨行李如仪 这儿扒经道 大父这一路千里迢迢 想来疲惫了 李英在车上多谢一些 洪志皇帝挥手 这不妨是 他定了定神 接着道 朕无论走去哪里 心里惦记着还是经师 这是命啊 祖宗的设计在此 真是一刻都放心不下 朱仔墨笑一笑 没说什么 刘剑和谢迁 在洪志皇帝身后 也是感同身受 不错 他们在外头 不也是放心不下吗 生怕这经理发生什么 这一路来 都是心惊胆跳 百官们开始细细地 咀嚼着陛下的话 揣摩上意 乃臣子们的本分 虽然天子都不喜欢 臣子揣摩自己的心思 可不揣摩的人 要么前途暗淡无光 要么就一声默默无闻 陛下 突然 有人道 洪志皇帝看去 却是一个陌生人 他记不起此人是谁 洪志皇帝依旧微笑 亲家 有话要说吗 此人却是曾杰 曾杰初恋 不禁看了萧敬一眼 萧敬则一副讨厌的模样 脸别到了其他地方 他觉得这个曾杰 有点不太牢靠啊 怎么冒冒实实的 曾杰拜下 道 陛下 臣随陛下大驾 登泰山 祭孔庙 有孔陵 一路感慨良多 经皇孙随礼公前来接驾 臣关皇孙 气宇轩昂 锋芒内敛 举止大度 臣实在为陛下高兴 陛下后继有人 可喜可贺 许多人听罢 大惊失色 曾杰说的乃是官话 可谓是花团锦簇 狠狠地夸耀了皇孙一通 可问题的根子 就出在了陛下后继有人 这六个字上头 须知此等军前奏队 字字都须斟酌 句句都须推敲 半分都马虎不得 因为说话的都是极聪明的人 则科技术 可都点在揣摩人心上头呢 稍稍一定点字句不同 都可能生出无数的遐想 曾杰此言 故意忽略掉了太子 他 莫非这是 有人受益 一个小小的曾杰 不过是个原外郎 他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 唯一的可能 就是有人背后指使了 于是乎 大家下意识地看向刘健 看向谢迁 看向李东阳 或看向马文生 张生人等 背后撑腰的人 是谁呢 又或者 更有人骇然地 看向红之皇帝 莫非 这是陛下纵容 有意而为之 有人不禁打了个寒战 这个时候 是极微妙的 固然有八望着想要上位的人 筹准了这样的时机 想要一飞冲天 可更多心不够大的人 却最害怕这样的局面 储君之位 绝非只是一个侧风 这样简单 而是围绕着储君的身边 宫中 会布局一个围绕在储君身边的班子 一旦储君异位 这就意味着 一个新的班子 要形成 一场腥风血雨 也就扑面来了 人们更是骇然地 看向朱仔莫 皇孙 莫非等不及了 太子固然是皇孙的父亲 可天界的情感 是极微妙的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红之皇帝微笑 他看了曾杰一眼 心底 红之皇帝 也暗暗诧异 此人何以敢如此大胆 当着震的面 议论震的家世 越是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 红之皇帝心里越是警惕 他笑盈盈地扫了刘剑等人一眼 依旧含笑 是吗 曾杰有点心虚了 正是 见你急言 红之皇帝轻描淡写地点点头 说着 左右看了看 太子去何处了 萧敬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陛下的反应 让他有点猜不透 忙到 方才还见着 此后便不见踪影了 红之皇帝轻密地拍了拍朱仔莫 孙儿 你听见了吗 有人在夸奖你呢 朱仔莫道 陛下 孙臣当不得夸奖 孙臣年纪还小 只紧记着好好读书学习 孝顺大父和父亲 红之皇帝笑了 是啊 要谨守自己的本分 这话 却不知是对谁说的 似乎话里有太多的玄机 莫非是说 太子没有谨守本分 是以陛下出巡 才一下子 闹出这么大的事 又或者是在警告曾杰 让他一个小小的猿外郎 不要多事 甚至是敲打曾杰背后的人 红之皇帝道 上车吧 回京 他一声令下 众臣才松了口气 只有曾杰一头雾水 红之皇帝牵着皇孙猪 宰墨上了御车 在车里 红之皇帝靠在了沙发上 脸色阴沉 猪宰墨见状 低声道 大父 不开心 红之皇帝和睦 随即眼神猛张 眼眸里掠过了一丝锋芒 不客气地道 区区一个猿外郎 竟敢肩无父子 这个肩字 是离间的意思 朱宰墨倒是显得很平静 他一点都不担心 大父怀疑自己有什么企图 朱宰墨道 既然如此 大父 为何不立即 知那猿外郎的罪 以正视听 红之皇帝摇头 宰墨 你还太小 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区区一个猿外郎 有这样的胆子吗 他的背后 一定还有人 可偏偏 正方才面上不露声色 却细细观察了朱青的脸色 见他们面色如常 心里便更生出了一斗了 到底是何人 倘若此人不在庙堂之中 又会在哪里 莫非是宗室 或许 只是此人临时起义呢 朱宰墨笑音音的道 大父 只不过是想借此揣摩大父的心思 想要一飞冲天 也是未必 没有这么简单 红之皇帝溺爱地 看着自己的孙儿 所以正才没有露出什么声色 且先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 还有你的父亲 红之皇帝不禁气恼 苍蝇不丁无缝蛋的呀 你看看他 不在御前半价 招呼不打 又不知去哪了 他一丁点都不知道人心险恶 成日没心没肺的样子 还有方济帆 也不知跟他去哪里胡闹了 哼 等朕不在了 他们两个迟早被人给害死 还不自知 朱宰墨一脸惭愧 父亲和恩师有错 孙儿自恃也有错在身 父债子还 孙晨 红之皇帝挥挥手 你歇一歇吧 朕有些困乏了 等过几日 或许 那猿外郎的事 就可水落石出 是 方济帆和朱后赵 气喘吁吁地飞马到了新城 这一条道 乃是皇帝回宫的必经之路 放眼看去 这新城的边缘 是连绵不绝的棚户区 朱后赵气喘吁吁 满头是汗 却来不及歇息 不听到 父皇的御驾就要来了 赶紧 赶紧地 却不知那些该死的家伙 准备得如何了 方济帆道 殿下放心 肯定稳妥的 说着 又飞马朝前狂奔树立 而在此 却是无数人涌了出来 数十户为一个小组 三个小组为一个小队 小队之上 还有大队 这曾经数十上百万的灾民 就这么紧紧有条地组织了起来 这学员和差役 深入了灾民之中 最大的优势 就是能够将民户组织起来 大清早的时候 大家到食堂吃过了粥饭 所有人都没有去上工 跟着自个儿带队的学员 便先凑在一起做好准备了 哪一个小组在哪个位置 学员们都是烂熟于心 得让陛下花了银子 听到一个响啊 这是方济帆的宗旨 谁有钱 谁就是大爷 陛下掏了七千万两银子 那更是大爷中的大爷 灾民们得了实惠 现在能吃饱穿暖了 不该向大爷有所表示 那还是人吗 第1318章 陛下 你看那百姓 他有命又多 这些灾民 本就是组织来的 对于每一个小组的学员 可谓是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 虽然事先有所组织 可对于接驾 他们是满心欢喜 一方面 是还没见过皇帝老子呢 说不准 自己真瞧见了呢 另一方面 就在数月之前 他们还是一群衣衫褴褴 濒临饿死之人 那种绝望和饥饿 在脑海里 永远都挥之不去 正因如此 他们才知道 眼下这生活的来之不易 有饭吃 有一川 有工作 孩子未来可以读书 甚至还可以攒下一点余钱 甚至更远一些 他们将会住进 水泥罐子的宅子里去 听说里头暖和 干净 他们的生活 是真正的实现了跨越 这个跨越不无代价 足足七千万两文银 这是大明数十年的 现银国库岁入啊 无论庙堂上发生了什么 他们为何被安置在了这里 对于这些最淳朴的灾民而言 他们或许曾经有 自私自利的心思 也有人曾游手好闲 又或者 曾有过偷鸡摸狗的经历 可他们内心深处 是真正感激的 大家兴冲冲地 听着小组的学员号令 甚至学员组织不及 还有饭堂的师傅 有医管的大夫 这些人 平时接触灾民们最多 一个是给人治病 一个是给人分发米饭 是灾民之中最有威信的人 他们一咧咧 本组的灾民们 便纷纷聚拢来 寸步不离 学员便端着一个铁皮子喇叭 胜架到了 知道该咋做吗 知道 众人一口同声 都别坏了规矩 在自己原来的位置 不要推挤 知道 要接手的先去接手 别到时候出了岔子 一下子 人就溜了一小半 都听清楚了 在自己的原位 不要莽撞 不要推挤 时刻都跟着我 这道路两侧 漫山遍野 统统都是人 密密麻麻的 看不到尽头 哪怕是官军 要聚集数十万人 都是极困难的事 哪怕他们 曾有过操练 可一旦有任何的差错 都可能产生连锁的反应 最终相互践踏 闹出天大的乱子 可这些灾民 倒也还好 院案在半个多月之前 就已敲定 每一个小组的位置 都已经通知了各个小组 而小组之间 也都一而再再而三地 进行了演练 诸后赵放眼眺望 不禁道 老方 给这些人美人 发一只短冲 本宫能带他们 杀到西班牙去 方继帆瞥了他一眼 别闹 王静元气喘吁吁地赶过来 太子殿下 少爷 准备妥当了 都准备妥当了 诸后赵坐在马上 道 没出什么岔子吧 除了孩子们管不住 四处游走 其他的 倒没什么大的差错 小人命人 将那些熊孩子 都逮起来了 诸后赵便汗手点头 方继帆道 那些送散和送花的百姓 都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妥当了 王静元拍着胸脯 送散的都是老手 个个都是白花花的胡子 送花的都是漂亮的大姑娘 个个都标志得很 诸后赵举起鞭子就要打 你还想让人勾搭我父皇 打不死你这老狗 王静元吓得面如土色 换 换 小人这就换 待会儿给本宫送花的 都要小姑娘 给父皇送花的 多请一些老玉 诸后赵咧嘴 开始黑黑地笑 接着道 他们晓得怎么说话吗 王静元信誓旦旦 放心吧 都让他们学过几遍了 断然不会有差错 太子殿下放心 少爷 王静元掏出一个小本子 用手指头沾了沾舌尖 而后很认真地翻了几页 小人有一件事 还得请少爷拿主意 这儿 这个小姑娘 这个老妇当面 她的词儿是尘下有礼 见过陛下 吾皇万岁 小人觉得 这太文周周了 不像寻常百姓啊 是不是该改一改 方继帆疑了一声 王静元很有匠人精神 莫非是上辈子 说相声的那位 方继帆皱眉 你看该怎么说 王静元道 既是老妇 该叫老身 见过陛下 陛下 方继帆听着头大 挥挥手 你自己拿主意 给我滚 王静元不敢逗留了 将步子收回怀里 笑嘻嘻地道 小得告辞 一溜烟地跑了 时候已不早了 诸后赵和方继帆 互相给了一个眼色 都是贼贼一笑 接着 二人便打马朝御驾的方向去 走了十几里 御驾迎面来 已有前头的骑兵 和诸后赵和方继帆 错身而去 诸后赵和方继帆 则一副好似没事人的样子 骑马到御驾一旁 徐徐而走 百官们在后不行 终于又见到了 来无影去无踪的太子 和方继帆 经过了曾杰那么一闹 许多人都意味深长地 看着二人的背影 方才发生的事 实在是一丁点征兆都没有 这让无数人 不断地揣摩和猜测 不过料来 这次太子和齐国公 可能惹来大祸了 亏得这太子和那个狗东西 还一副神器活现的东西 我若是他们爹 不抽死他们 那曾杰远远地落在后头 一时也是无言 怎么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好歹陛下透露出一丁点什么呢 又或者 陛下还在等 等其他人的反应 他是亲眼看到 陛下牵着皇孙的手 轻密地进入了御车的 看来是八九不离十了 他本想走上前去 和萧公公说点什么 可萧静压根就不理他 看都没看他一眼 刘剑与谢迁 李东阳三人也坐在后车之中 三人各自落座 这宽敞的车厢里 三人默默相对 透过玻璃窗 谢迁淡淡道 太子和齐国公在外头 是吗 刘剑汗手点头 而后看了二人一眼 刘剑道 并知 老夫若是记得不错 这个曾杰 曾在礼部认过职吧 李东阳微微皱眉 我知道刘公是什么意思 坦白说 此事 我也是方才知道 绝非是我的授意 刘公 谢公 你们是知道我的 此等大事 怎么不和你们商量商量 何况 我看太子和齐国公 也未必是一无是处 太子有太子不好的地方 也有他好的地方 此次 虽是闹得有些过了 可是 国朝自有祖宗之志 启容一个小小的增结 可以说三道四 于乔也是这样想的吗 刘剑看向谢迁 谢迁点头 正是 刘剑露出笑容 这就是了 那么你我三人 既已表明了态度 那么 也就不必担心了 倘若陛下当真动了心思 大家距离力争吧 此事 透着古怪 这鸣枪案件 也不知从哪里来的 最可怕的结果 就是陛下授意 可老夫官陛下为人 又不像 这么大的事 不可能不透点封出来 莫非 是宗室 也不对 至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这思来想去的 老夫这辈子 历经了无数大风大浪 想破了头 也不明白 李东阳苦笑 是也 是也 刘公和谢公平时 都说我的鬼主意多 可我搜长瓜度 也没想明白 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有点猛了 车队又走了七八里 却突然停止 却是有前队的人 匆匆来禀告 诸后赵打马在前 那骑士道 太子殿下 前方有许多百姓 继续走 诸后赵气羞羞地道 还愣着做什么 京师已经到了 是 不过 前队的敬畏 却变得警惕起来 他们徐徐向前 老远 御驾的队伍 开始喧哗起来 出了什么事 车中的红智皇帝 打了个盹 被曹杂所惊醒 却见朱仔墨 靠在自己的膝上 熟睡了 红智皇帝 觉得自己的 腿脚压的酸麻 又不忍心叫醒朱仔墨 到时候外头 萧静敲了车门 陛下 陛下 远处 远处出了异撞 红智皇帝 心里咯噔了一下 此时朱仔墨已醒了 抹了抹睡眼 红智皇帝便起身 却因为腿脚酸麻 打了个猎浅 幸好朱仔墨 掺住了他 祖孙二人下了车 红智皇帝一瘸一拐 见四周的百官 各个窃窃私语 人人显得有些慌张 出了何事 陛下 前方人头攒动 乌鸦鸦的都是人 不知是什么缘故 红智皇帝深吸一口气 却又有斥后飞马回来 大叫道 陛下 陛下 都是百姓 是来迎接圣驾的 迎接圣驾 从来迎接圣驾 都是文武百官 与百姓无关 今儿 一旁的文武百官显得谨慎 有人道 陛下 是否改道 这如何可以 红智皇帝冷冷道 倘若朕改道 那么朕还配做天下人的君父吗 传朕旨意 继续进发 遵旨 旨意传达 所有人怀着忐忑的心 继续进发 等越来越靠近 大家才更觉得头皮发麻 太可怕了 这到底多少人 这本是浩浩荡荡的御驾队伍 在这无数的人潮面前 却如汪洋中的一夜偏舟 显得弱不禁风 红智皇帝坐回了马车里 他稳稳地坐着 心里有些担心 这或许是夜宫耗龙的心理 虽是口里成天将鸣挂在嘴边 可真正遇到了 这人山人海的鸣 却也难免有些心切了 第1319章 吴皇万岁 这种心切之感 御车越是向前 越是加重 起初 还只是听到声音 很嘈杂 出现端倪 道路两旁 乌泱泱的都是人 哪怕是红智皇帝 巡悦五大营时 都不曾见过这样的人海 好在这些百姓 并没有冲上道路 而是规规矩矩地在道边 虽是拥挤不堪 却绝没有迈出雷池半步 隋驾的百官 吓着了 他们在御车外头 所遭受的冲击更大 看到那一眼 看不到头的人流 数之不尽 他们头皮发麻 哪怕是流箭 也是脸色惨然 这若是有任何一个人不规矩 冲上了道路 引发了乱子 这数不清的人海 便要将陛下和自己给淹没了 一旦失控 后果不堪设想 可现在 手上的这些官兵 根本不够用 哪怕是将三千营 五大营 也一并掉拨来 也只会引发更大的混沫 刘建兴要跳到嗓子眼里 终于 这些百姓越发地清晰 一个个面孔 有老实芭蕉状的 有翘首盼望状的 还有拼命地狱冲击状的 年轻力状的灾民 都被学员们安排在前头 经过学员们仔细甄选过的 这些人平时规矩 表现都是不错 且有气力 他们组成了人强 拼了命 不被人潮冲散 每一小段的距离 都有学员 在其中 随时应对突发的情况 而学员们组织之前 要保证消息密不透风 绝不透露出去 直到七日之前 才一起下发通知 这就导致 哪怕是有人图谋不轨 想要布置 那也已经迟了 没有周密的准备 根本就别想混进来 因为每一个小组 能够进入这里的人 小组之内彼此都非常的熟悉 学员们对每一个 都是知根知底 由学员带队入场 在最外围 则有专门的巡逻小组 这些都是小组内 挑选出来的可靠人选 年纪轻轻的赵母 就是小组内的一个 负责保障的成员 小组里90多户 甄选出了11人 被甄选出来的人 激动得不得了 赵母年纪小 可她眼睛活 附近发生了什么 她心里都有数 她很感激学员 给她的这个机会 现在她不能跟着 驾车学徒了 因为还有两年 才算成年 小组里成立了 一个小小的十字班 由一个勉强能 识文断字的老手 来教授一些 基本的读书写字之法 偶尔 学员也会来冲作教师 在16岁之前 他们在十字班里 是提供一些 简单的伙食的 尤其对她这等锅 会有专门的照料 学员的职责 就是解决麻烦 让他们来到这陌生环境 不至于无措 他们既是爹 又是娘 譬如前几日 本组的学员 就跑去了某个成一作坊 讨了一些边角料子来 边角料不值多少钱 作坊主也懒得花费心思 浪费人工去进行再加工 这些西山书院的学员 别看一个个穷酸的模样 可作坊主往往内心深处 都保持着一份敬意 就算没有敬意的 你总得害怕 他们上头的上头 有个叫方济帆的家伙吧 拿了边角料回来之后 便组织一些 本组的富人进行缝补 于是乎 赵母就穿上了新衣 赵母穿着新衣衫很开心 他远远看到浩浩荡荡的 御驾来了 便开始给一旁的大傻 做做首饰 大傻是组里嗓门最大的人 按着学员的规矩 组里的人都听他的嗓门行动 照着做便士了 这个组在队伍前端的位置 等一对金吴卫 骑着高头大马过去 便瞅见了御车 那御凋梁化洞 车厢极是庞大 宛如一个移动的小屋子 而此时 大傻的嗓门如砂锅一般 他嗷嗷叫道 吾皇万岁 接着 大傻愣着 还想吼点什么 赵母噎了噎他的衣袖 大傻 别喊了 跪啊 大傻才反应过来 啪哒一下 跪下 于是乎 本组九十多户 两百多人 一起大吼 吾皇万岁 接着 纷纷败倒在地 这些家伙 都是卯足了气力 一声大吼 如平地惊雷 顿时 连一架的马匹都吓坏了 有些受惊 鸣叫起来 拥促在御车 周遭的百官 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 而他们想不到的是 这才只是开始 不是结束 第一个小组败下 第二个小组 在后段的一百多户人 也有人大吼 吾皇万岁 这声音 一浪高过一浪 数不清的百姓 犹如海中波涛一般的起伏 声音组成了巨浪 又如火焰 直窜云霄 仿佛在这一刻 连九天之上 都充斥着声音 这声音 对于红智皇帝而言 可谓无处不在 御车里 他握着朱仔墨的手 先是受了一些惊吓 尤其是大傻的 那平地一声吼 让他脸刷得一下白了 他攥住了朱仔墨的手 朱仔墨只是笑 少年狼骂 永远不知死的 随后 红智皇帝 渐渐地心定下来 接下来 是面上的错愕 和诧异之色 他是天子 勤政数十年 太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了 哪怕是地方父母官 离任一方 奏书里 号称有百姓相送 其实 也不过本地数十上百个士绅 和读书人凑一起 拿一个万民伞 就这 便算是百姓冲涩道路 不舍弃离去了 可现在 呼 他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这到底有多少人啊 那车外 万岁之声不绝 他努力地凑向了玻璃窗 玻璃窗外 都是一群再珍视不过的百姓 他们在肤色有黑 甚至牙齿都是黑黄的 哪怕人们因为这样的日子 穿上了新衣 却也掩饰不住 这新衣之内的穷酸 而在下一刻 洪志皇帝的心 几乎要跳出来 他头皮发麻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才是真正天子 应该有的样子啊 百姓欢送 万岁不绝 相比于自己大老远 敢去那泰山封扇 洪志皇帝竟觉得 所谓的泰山 实在太渺小了 渺小到洪志皇帝到了现在 竟觉得 封扇成了不值得夸耀的事 而眼前的这一切 足以让洪志皇帝吹嘘一辈子 历朝历代 可有帝王如此 哪怕是秦皇汉武 可曾有过这样的见识 历代贤君 镇吊着他们 起来打他们 本朝太祖 驱除达鲁 恢复中原 更是令沦落于 近千年之久的燕云之地 也一并收复 使燕云之地 再无葫芦 迄今已有百五十年 可是 当然 洪志皇帝 没有继续可视下去 他们是自己的列祖列宗啊 玉车依旧还在穿行 无数的人潮 依旧还看不到尽头 朱仔莫拉着皇爷爷的手 道 大副 这些百姓 都在称颂大副呢 这不说还好 一说 从骄傲之中 洪志皇帝突觉得 眼睛有些湿润了 这种感受 按理来说 是很难令皇帝 生出感动的 可洪志皇帝不同 他年幼时 经历了人生太多跌宕 自己的生母 也被人害死 被一不知名的人 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长大 风雨飘摇 打小 他见识过成化年间 自己父皇在位时 宫中的丑陋 正因如此 他从小就立志 要成为一代贤君民主 因而 登机之后 他担惊竭律 每日从早到晚 不知疲倦地批阅奏书 别人是三日一招 会见大臣 商议国家大事 他觉得不够 他改成了一日一招 就这 还觉得巨细之事 不能完全体察 于是 索性改成了一日三朝 每日会见数不清的人 对每一本奏书 都绝无敷衍 他害怕自己的疏失 而产生错误的是 任何一个可能的疏漏 都可能让许多人家破人亡 这数十年 他坚持了下来 所谓的是什么呢 说不清 或许是希望自己 不置向先皇帝那般 或许 内心深处 他真正渴望治理出一个 太平天下 让无数的百姓安居乐业 可这里头 又何曾不想侵蚀留名 让后世所敬仰呢 甚至 若说私心 也定也是希望 大明江山可以稳固 自己的子孙们 可以蒙自己的硬币 自此无忧 而现在 这数十年来 他有过沮丧 有过挫折 发生过许许多多的错误 他甚至有时在想 自己的坚持 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天下 不还照样是千疮百孔 不照样 庶民们的生活 改善也有限吗 只是 这一刻 红治皇帝的泪水 在眼眶里打着转 终于 这泪水不争气地扑速而下 滚烫的泪珠 一滴滴地躺下去 他终于明白 这一切 竟是值得的 这天下 不正是积少成多 不正是成年累月的积累吗 红治皇帝当然明白 这无皇万岁的称颂之中 难免会有百姓们 受人教唆的成分 可这一刻 他相信 他们所喊出的无皇万岁 还是出自肺腑的 见皇爷爷哭了 朱仔墨取了帕子 给红治皇帝 红治皇帝接过 擦拭了泪 他双鬓之间 已滋生了许多的滑发 这一哭 整个人变如一个 风烛残年的老人 他不禁道 好啊 好啊 真好啊 第1320章 明星所向 红治皇帝 连说三个好字 朱仔墨很能体会 皇爷爷的心情 道 我听恩师说 若是世身 想要满足他们的胃口很难 你让他拥有良田千亩 他会想要更多 可庶民百姓 想要满足他们 却是轻而易举 给他们一口饭 几生粮 让他们渡过难关 便可以让他们死心塌地 感激涕零 从前 孙晨并不相信 可现在 大抵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红治皇帝试了泪 徐徐地汗手点头 不错 你说得不错 你记住 你的恩师的话 车架之外 当欲车行之半途 那声势 欲加猛烈 数不清的万岁之声 冲破云霄 起初一开始 许多灾民 还只是被学员组织起来 可到了这里 见到了皇帝的车架 上千年皇权的传统 本就深入人心 且红治皇帝当政 哪怕是他们 也知道 当今天下太平 大体成平 百姓们虽依旧还过得苦 可比之从前 也不知好了多少 关于红治皇帝 勤政的传言 他们也略知一二 何况 当初陷入了大灾的绝望 再到官府开始 给予了他们一丝希望 数不清的人 为了他们活下去 转移和迁徙他们 给他们沿途供应口粮 派人在他们之中 安顿他们 建起了饭堂 建起了学堂 建起了医馆 给他们推荐工作 给他们发放被褥 这一桩桩的事 就在眼前 刻骨铭心 此时想来 这不是救命之恩 又是什么 于是乎 许多人也沉浸在其中 都说着 是太子和齐国公在操劳 西山书院的声援 也帮助了不少 可归根结底 不还是皇上联名小名 从内裤里 取出数之不尽的钱粮 让大家共度难关吗 不少人已是垂类起来 从一开始 整齐华一的呼喊 却开始变得哽咽 和歇斯底里起来 在这种情绪之下 有人不禁垂胸跌足 有人开始 激动地尝试着向前推挤 好在有足够的人员 稳住了局面 可这场面 却稍稍有些失控 数不清的人 此起彼伏地败下 起身之后再摆 诸后赵骑着马 走在前头 看着这场景 也不禁扎舌 他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眼浴车 父皇在车中 不知是什么感受 下一刻 诸后赵看向方继帆 感慨道 老方 还是你有办法呀 方继帆心里却是沉甸甸的 他来到这个世界 就立下志愿 要改变这个天下 让这个天下更美好 今日 他听到吴皇万岁 又何尝不是 对自己的感激呢 大丈夫在世 当立不实功名 上则治君 下则未明 若有利于国家 虽白死而不选种 除了白死二字 值得商榷一下之外 其余的 方继帆做到了 他深呼吸 有些感动 却不能让诸后赵小瞧了 朝诸后赵一笑 哪里 哪里 这不算什么 太子殿下也很厉害 毛衣知道这么好 人所不能及也 这本是一句小小的讽刺 方继帆打击诸后 赵习惯了 可谁料 诸后赵也不知 是不是没听出 这句刺耳的织毛衣字眼 却是眼睛一亮 哈哈大笑 你说得不错 本宫还不只会织毛衣 本宫还会 他后头的话 被汹涌的呼声所淹没 反正方继帆也懒得听 御驾左右 百观心头 巨视震惊 刘剑错愕地看着眼前 听到那无数震耳发聩的呼声 起初 他认为 这或许 是太子在背后谋划 有意为之 他心里不禁在想 太子还是颇有手段的 可接下来 他看到那一个个面旁 还有那歇斯底里 几乎要嘶哑的声音 流见心头一震 这些情绪 是真的 是绝不可能作假 他心里突然 沉淀垫起来 这是什么 这是明星所向啊 陛下风扇数月 这数月时间里 太子殿下到底做了什么 就造成了这明星所向 身后 李东阳和谢迁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震撼 萧静更是无法理解 他无法理解 这黑压压的 数十万之众在此 竟可井井有条 可怕的是 他们所爆发出来的情绪 竟无丝毫虚假的成分 这是发自肺腑 再真实没有了 百官们各怀心事 有人心里复杂 有人若有所思 有人被这场面 吓得脸色苍白 他们每行一步 仿佛这大腿都灌签一般 沉重无比 拿欢呼之声 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 许多四书五经之中的话 这 就是明 增结在人群之中 他这一路 本是一直都在 权衡着 自己是否已经说动了陛下 自己是否应当继续加码 可现在他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切 整个人 站立 一种自心底深处 油然而生的恐惧感 弥漫了他的全身 太子殿下 这是太子殿下的布置 而数十万百姓 任太子殿下摆布 竟还甘之如頤 最重要的是 他们齐声 欢送陛下于陆恩泽 这 完蛋了 增结脑袋发猛 顿时头晕目眩 眼前有些发黑 而身边的几个同僚 本与他同行 却在不知不觉之间 脚步开始匆匆加快 似乎故意将他落下 像是躲避温神一般 所有人都尽力地避开他 哪怕和他同呼吸着一片空气 都觉得好似是要砍头似的 增结下意识地 看向御车旁的萧静 他慌了 快步上前 萧公公 萧公公 他怯怯地想要呼喊 增结觉得 自个儿该跟萧公公商议一下 怎么将事情转环过去 看看是否还有余地 可萧静里也没理他 增结更急了 又是大呼 惹来其他人的侧目 这一下子 萧静几乎想要杀人 他回眸 眼神如刀子一般 看着增结 增结被这眼神所射 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滚开 萧静警告他 萧公公哪 增结要哭了 这怎么能滚开呢 大难临头呢 他一步一驱地 跟在萧静后头 到了这个时候 就如落水之人 又不会游泳怎么办 萧公公不就是那一根 救命稻草吗 萧静心乱了 这个家伙 莫非是想拉自己下水不成 萧静脸色惨然起来 脑子里拼命开始在谋划 至一千余步 突然 就好事地排练好了似的 一对人开始出现在了道中 为首的 都是老嫂 人生七十古来袭 在这个时代 能活到七十岁的人 可谓是凤毛麟角 历史上 后世某皇帝 曾举办千首宴 宴请官民六十五岁以上的人 可赴宴之人 也不过区区两千人而已 灾民之中 大多都是平民百姓 能到这个岁数的人 就更加是少之又少了 总计六个老者为首 他们上了街道 后头 跟着一群小姑娘和老玉 这六人 各个须发皆白 为首的姓郑 叫郑青 他已是秃了 只有河下才有稀疏的白须 走起路来 拄着帐子 微微颤颤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这意思是 在这个时代 想要养活一个老人 是极不容易的 因而 人们对于高寿之人 不但有礼敬之心 对于家里有老人的人家 提及时 都会肃然起敬 车架戛然停止了 此时 那万岁之声 声势渐渐小了一些 小组之中 四兆母这样的联络员 不断地提醒周遭 各小组注意 不要再喊了 萧静在车旁 此刻 他心里复杂到了极点 还是太子和七国公会完 老手都出来了 萧静的内心是绝望的 他轻轻地敲了敲马车的门 道 陛下 前有老翁 败于道中 老翁 红智皇帝身躯一阵 国朝以孝治天下 为天子者 更是天下人的表率 因而 尊老 敬老 便是天子也必须做的事 红智皇帝不敢怠慢 吩咐队伍停止前行 而后 萧静打开了车门 这一路远来 虽是佩备不堪 可红智皇帝下车 在万千瞩目之中 脚尖落地的这一刻 红智皇帝 还是下意识地整了整衣冠 早知如此 该头戴通天官 穿着免服而来啊 只穿着一件便服 似乎有所遗憾 红智皇帝抬头 百官们纷纷至车门之前行礼 红智皇帝没有看他们 举目 一看到皇帝下了车 小组之中 联络员们纷纷开始指挥 各小组注意 行礼 呼啦啦的 万千人败道 犹如风吹麦浪一般 无数人头垂下 吴皇万岁 红智皇帝的眼睛 又有些红了 他深吸一口气 此时万万不可失礼 他朝萧敬使了个眼色 萧敬恍惚出神 竟没反应 在这众物睽睽之下 红智皇帝是最讲究行礼如頤的 哪里想到 这个时候 萧敬竟是掉了链子 他心头微怒 等萧敬神游回来 才看到红智皇帝的眼神有些不对 他才反应了过来 立即扯着嗓子大喊道 平身 陛下有指 朱卿不必多礼 他的声音 能传达的地方并不远 可附近的百姓纷纷起身 其他百姓见状 自然也动身起来 这浩大的声势 让人为之震撼 第1321章 大碧天下寒事据欢言 坐在车里 与走出车来 又是别样的感受 感受着万民称颂的震撼 红智皇帝深吸一口气 他徐徐的踱步 到了六个老嫂面前 六个老嫂拜下行礼 红智皇帝微笑 他忙是将当先的 老嫂正亲搀扶起来 老人家 不必多礼 清等老迈 若行权礼 岂不叫朕为难 此时诸后赵 方济帆 以及百官 纷纷围了上来 众人打量着正亲 各自的心情更加复杂 正亲咳嗽 接着固执地道 要的 要的 见了皇上 该怎么行礼 就要怎么行礼 草民人等 沐浴皇恩浩荡 今日来此迎驾 乃三生有幸 倘若不能全礼 岂不是要抱汗而回 说着 正脱开红智皇帝 领着另外五个老嫂败下 三叩 起身 次败 次三叩 再败 再三叩 行过了大礼 他微微颤颤起来 差点打了个裂浅 红智皇帝为他捏了一把汗 搀扶住他 看着这老翁 红智皇帝情绪有些激动 抿了抿唇 方才道 老人家年龄几何了 正亲骄傲地道 草民乃是宣德九年出生 已是七十有九了 红智皇帝和百官们嘖嘖称奇 这正亲看上去 生活条件并不优渥 竟有如此的高寿 真是难得 红智皇帝叹道 七十有九 这是有大福气的人 若是再长几岁 几乎可以见着太祖高皇帝的时候了 正亲道 是啊 最大的福气 便是撞到了陛下 陛下治理天下 与内皆安 草民人等 是沾了陛下的福气 卧槽 方济翻虎驱一阵 他最怕的 就是这个环节出问题 千叮万柱 让王金元教授 这些老索 万万不要说错话 谁曾料到 这些人 净是人精 细细一琢磨 还真是 能活快八十岁的人 什么世面不曾见过 可不就人精吗 瞧瞧人家这溜须拍马的功夫 竟还有几分仪式感了 生活果然需要一点仪式感啊 红智皇帝听到此处 内心大悦 萧敬和方济翻说同样的话 给他的感受是不同的 那么 眼前这个老翁说这样话 给红智皇帝的感受又有不同 再可是货真价值的老百姓 是真正来自于庶民的声音啊 红智皇帝眼睛一瞥 看向一旁随家的代照汉林 这汉林已经掏出了主板和笔 正在刷刷地记录着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红智皇帝叹道 老人家 万万不可这样说 朕登集数十年 说来惭愧 时政多有不景和不周之处 全赖 他回头 此时 是他人生的巅峰 这个牛 可以吹一千年 他看了身后的刘建仁等一眼 多亏了刘青等人为朕分忧 方才对百姓 有些许的恩惠 老人家 言过其实了 刘建脸色瞬间红润了 整个人腰杆子 竟是挺得笔直 正清摇头 陛下 万万不可谦虚 哎 说着 他浑浊的眼眸里 竟是隐隐的湿润了 一旁的方济帆 还只当正清是个老人精 现在却突然觉得 这好似 有点不像演戏来着 正清突然哽咽 抓住搀扶自己的手 乌叶道 陛下 草民人等 什么苦日子不曾见过 宣德十年 大汉 官府救济不及 草民的母亲死了 到了正统七年 又是大汉 草民跟着乡人逃荒 遇过流寇 曾饿了七天 以草皮和白面土为食 勉强挨了过去 红治皇帝皱眉 世上竟还有白面土 方济帆在身后提醒道 陛下 白面土又称观音土 此土其实是吃不得的 只是人饿极了 却也可以吃了 填着肚子 人们将其视为白面 才将其称为白面土 不过灾荒 诚如救苦救难的观音 又称观音土 红治皇帝头皮发麻 人尽以土为食 郑青老泪趴打落下 回顾自己一生 感慨万千 抽气了一阵 继续抓住红治皇帝的手 此后 图木宝之变 官府争了草民位数 在大漠足足三年 勉强 活了下来 等到了成化十七年后 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也不知为何 这天气变化的厉害 年年都有灾荒 年年都要逃荒 饱一顿 饿一顿 草民不怕陛下笑话 草民能活下来 全靠着有儿子孝顺 自个儿没吃的 饿着一家妻儿 也先紧着将草民吃 说到此处 郑青哭的眼睛 都已红肿了 其他的老手 也不禁落泪 郑青道 今年的大灾 持续的时间 比往年还厉害 本以为 今年是熬不过了 家里预备不起寿财 草民早早让儿孙们 预备了一张草席子 就等着死呢 可谁料到 官府突然来了人 惠同的 还有本祖的江书生 他们带了粮食来 召集了大家伙 说要带咱们逃荒去 不止如此 他们还坐了车马 年轻的不行 老若和妇孺 就坐在车里 一路将咱们送到了京师来 他们都说 这是陛下用了内裤的银子 来救济咱们的 陛下人后 是百姓如赤子 绝不肯 让咱们百姓受灾挨饿 他们将我们送到京来 又给给咱们找地方住 又是送被褥 草民的曾孙病了 也是他们给治好的 眼下灾民们没有粮食 他们发放粮食 送去食堂 让咱们先度过眼下的难关 孩子年纪小 江书生带孩子去读书 家里六个青壮 他们给咱们寻了宫 让草民的儿孙们 可以靠着本事吃饭 郑青紧紧地 抓着红治皇帝的手 或许是整个人情绪激动 掐得红治皇帝手腕疼 可红治皇帝眼里 写满了震惊 他很清楚 花钱是一回事 银子怎么花 又怎么能让这些被震计的百姓 得到实实在在的震计 又是另一回事 而显然 这些银子 是真正地花到了实处了 郑青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陛下 还不只是如此呢 咱们住在这儿 本是外乡人 朝不保夕 全赖朝廷震计 后来 这数月之间 陛下竟还拆了太子和齐国公 来探视了许多次 陛下 您这是大恩大德啊 太子和齐国公 这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却让他们到咱们这等 误会不堪的地方 听说 太子还治病 救了人哪 郑青感动得一塌糊涂 洪志皇帝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旁的诸后照 和方济翻一眼 郑青深吸一口气 自太子和齐国公来了 咱们这些灾民 待遇可就更不同了 他们后脚一走 户部的主事也就来探望了 还有顺天府的福尹 有新城兵马寺的都督 还有许许多多 叫不出名而来的官 他们见有的棚子 不能遮风避雨 就倾带着官吏 来修补 见民有菜色 就想着办法 抬几口羊来 还有鸡蛋 尤其是顺天府的官吏 醉事殷勤 虚寒问暖 从未见断 此后也有一些商骨来 会捐纳一些粮食和不匹 陛下 草民这辈子 历经了树巢 也不曾见过 灾民有这样的呀 草民饿了半辈子 也就在陛下的官罩之下 方才过上了这样的好日子 在这里的千千万万百姓 无一不蒙受陛下的恩惠 草民 已是七十有九 算是活到头了 可是草民的儿孙们有幸 能蒙陛下这般的厚爱 他们的日子 定比草民在的手好 草民 带着一家老小 带着数十上百万的灾民 再次谢过陛下 说吧 郑卿正开了 红治皇帝的手 继续拜下 气不成声 滔滔大哭 红治皇帝 不禁拿出帕子 来擦拭眼泪 这番话 令他很惭愧 他只知道 太子花了很多银子 现在才知 这些银子 变成了无数的恩惠 落在了无数郑卿这样的人身上 这银子 值了 哪怕这市值没长 也值了 为天子者 富有四海 最缺的 却是人心 只要人心在 内裤就算是空空如也 又如何 而这些灾民们的感激 竟统统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令红治皇帝尤其的惭愧 太子爱民如子 救灾及时 处事得利 行事稳妥 郑卿夸的是朝廷 是自己 可真正夸的 却是太子 还有方继帆那个家伙 红治皇帝搀扶着郑卿起来 好了 老人家 你不必再谢了 朕在此 也敢向你保证 往后 你 你一家老小 还有这千千万万的灾民 他们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 你放心便是 多谢陛下 郑卿说着 道 草民人等 准备了一些礼物 要献给陛下 红治皇帝白手 不必了 不必了 朕生了一个好儿子 更只还有一个得力的女婿 这已是大礼了 老人家 你年岁大了 改好好一养天年 不可再操劳了 来人 将这些老人家送回家去 不要让他们受了累 也不要受了惊吓 他蹲了一顿 沉默了片刻之后 红治皇帝道 就用朕的御车去送吧 那车 稳当 不敢 不敢 正清拼命摇头 第1322章 朕重重有赏 六个老嫂 被人请上了御车 正清等人不敢上去 是几个宦官搀扶上去的 紧接着 他们享受着 大明最崇高的待遇 乘车而去 红治皇帝没车了 可是 他面上却带着笑容 看着沿途的人海 看着一个个朴实的面容 他背着手 不行 宦官们给天子撑着滑盖 百官拥促 敬畏们呼啦啦地 一步一驱 诸后赵和方继帆 两个人捧着脸 他们二人有些疲惫 为了筹备这一场盛会 他们忙前忙后 太疲惫了 红治皇帝开始神游 他想到了自己的列祖列宗 想到了后世的子孙 他甚至想到 这些日子 先是风扇 接着 却遭遇了今日的事 想来 后世的史书之中 人们一定会忘记 这一场行思闹剧 和自我安慰的风禅大典 而今日所发生的事 定能传扬千年吧 年纪轻轻 便刻记大统的 红治皇帝 此时有一种 这皇帝没白做的感觉 他很是触动 穿越了人流 最终 有宦官给红治皇帝 准备了一个新的车架 红治皇帝 依依不舍地扶着车门上车 回头看了一眼 最终入车落座 皇孙朱宰末 永远都享有 和皇祖父同车的际遇 红治皇帝至今还在震撼 他盯着自己的孙子 道 宰末 在 以后 你不要学朕 朕这辈子 只想做一个贤君 将来会有大出息 朱宰末点头 红治皇帝深深地看着他 颇有考骄的心思 知道你父亲厉害在何处吗 镇计灾民 这说明 父亲心里装着百姓 所谓名为本 设计亲之 这并非是说 设计相比于百姓不重要 而是说 设计的根本在于民 倘若不得人心 设计贵重 亦忧父王的一日 可若是百姓心向设计 那么天朝上国 则无往而不利 父亲能及时救灾 将灾民们放在心上 可见父亲懂这个道理 可是懂这个道理 不算什么 历朝历代的天子和太子 谁会不懂这个道理呢 父亲懂 他还肯去做 这就极难得了 红治皇帝欣慰地点头 朱宰末又道 丹平肯做 却也未必有用 做事 需要有章法 怎么去做 如何能把这些大事 做得妥当 让每一个行将 被救济的灾民 得到应有的照顾 这又是一门大学问 孙晨以为 父亲最了不起的 就是这一点了 所谓授人以余 不如授人以余 单凭给灾民们放粮 这是最笨的办法 给他们找一条出路 让灾民们 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这既对国家有益 又可使他们安居乐业 此乃两全之策 父亲短短数月 解决了这些问题 才是孙晨值得学习的地方 红治皇帝呼了口气 心中大卫 摸着朱宰末的头 不 最值得学习的 是你的恩师 你看看你 小小年纪 便被你的恩师调教的 有如此见识 太子镇灾 他一定也没少出谋划策 没有少处理 红治皇帝叹了口气 最难得的是 他不居功 在朕眼里 他是将这些功劳 给了太子 是希望朕能够 对太子青睐有加 而对天下万民 太子和他 却是将这功劳 放在朕的身上 让天下万民 对朕感恩戴德 在墨呀 你的父亲是什么样子 朕心里清楚 他是个极聪明的人 可性子极 有时候 聪明还会用在一些 不该用的地方 因而需要引导 这便是你的恩师 最成功之处 说着 红治皇帝竟是眼眶里湿润 朕细细想来 他这样的人 真是国士 国士无双 可是 你可知道 你的恩师 平时却是嘻嘻哈 在朝中 确实有许多人不喜他 朱宰莫道 孙晨就很喜欢恩师 红治皇帝笑了 却又拉下脸来 朕从前一直在想 或许这是因为 他得了脑极的缘故吧 可现在细细思来 他是想要自污啊 他太聪明了 他不希望 朕因此而怀疑他 他害怕朕不能容忍 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因而 他性情刻意地乖张 得罪了许多人 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恶意 这就是要告诉朕 他绝无任何的疑心 你的恩师 真是用心良苦啊 朱宰莫想了想 大人们的心思 太复杂了 红治皇帝叹道 这怪朕 为天子者 不能让人看到大度的一面 自然会让臣子心生恐惧 朕吓坏了他 朱宰莫想了想 那么 大副 那个曾杰 红治皇帝微笑 朕有主张 这一日 对于红治皇帝而言 是最值得铭记的一日 圣驾至大明宫 红治皇帝进入奉天殿升座 百官随之鱼贯而入 行礼 红治皇帝左右四股 朕出京往泰山风扇 数月之间 亲命太子监国 太子何在 百官们拒都不吭声 各个沉默着 方才给予他们的震撼太多 已经来不及他们 发表任何自己的看法了 朱后照神器活现地站出来 高兴得何不拢嘴 而臣在 红治皇帝道 朕的儿子 数月之间 迁徙了百万人 对灾民 妥善安置 可谓是担惊截律 兢兢业业 他不愧为太祖高皇帝的子孙 太子 朕令镇国府 辖治北直立 治顺天府 治顺天府 群臣们哗然 面面相去 他们都是博古通经之人 不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顺天府乃是要害之地 是皇帝的居所 这里最是尊贵 因此 在北宋时 曾有过亲王治经兆的传统 而但凡被任命为 经兆府府引的亲王 往往就是皇储的人选 大明建立之后 这宋朝的惩罚 并没有延续下来 现在洪治皇帝 突然宣布如此 岂不是更加确定了 太子的地位 太子不但是东宫 而且掌握着 天下最要害之地 这里发生的一举一动 都被太子所掌握 谁还敢说 太子不嫌 谁还敢猜测 陛下对太子失望 有唤储之心 那曾杰听罢 身躯更是一颤 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芒室站出来 匍匐在地 陛下圣明啊 众人默然地看着曾杰 却都没有坑声 洪治皇帝 理都没有理曾杰 而是平静地道 方清家 方济帆就显得谦虚多了 乖乖道 而臣在 亲辅佐太子监国有功 此次赈灾 你也出力不小 朕兴甚位 亲乃朕之序也 依太祖高皇帝之力 驸马都尉 不得任以朝廷官职 朕看 这很不妥 要改 这顺天府 乃是至要害之地 辖制荆基 事关重大 朕命太子为辅颖 轻便为少辅颖 你们二人 是在一起惯了 交不离梦 梦不离交 以后 也就同辅至世吧 方济帆想了想 我堂堂国公 任一个顺天府少颖 怎么像是消费降级 啊不 降职了呢 刘建等人心里却是震撼 这是陛下将身家性命 还有半个社稷 都交给太子和方济帆了 若是寻常的辅颖和少辅颖 虽然权责重大 可碍于他们卑微的身份 其实是最难堪的 可太子和齐国公不同 一个是东宫 一个是国公 这两位要是掌握了 京师最要害之地 这还用说 从今往后 什么旧城 新城 还有最新开发的南部新城 不消说 以后都是这两位 强势福尹和少福尹说了算 方济帆行礼 而陈锦尊陛下旨意 洪志皇帝深吸口气 面上却如冰山一般 他淡淡地道 前几日 有倾家说 皇孙未来可克纪大统 成天之命 曾杰面如死灰 依旧还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朕在想 洪志皇帝淡淡道 是谁 敢如此造谣滋事 要离见太子和朕的孙儿呢 此言诛心之急 几乎是捅破了窗户 直接拉下了最后一点的遮羞布 百官震撼 算账的时候到了 太子如此贤明 居然有人敢生这个事 这个人 他还是人吗 接下来 更多人所忧虑的是 曾杰和自己平时关系不错 不会这狗东西获罪 攀附到我的身上吧 陛下 有人大意凛然地站出来 众人看去 却是汉林边修曾亲 曾亲不但是曾杰的同乡 还是曾杰的远亲 平时香蕉是最好的 这一点 不少人都知道 陈耀坛和互不曾杰 陈乃他的远亲 可此人实在是十恶不赦呀 他年轻时 就曾自比自己的孔梦 说自己有天大的才能 他名为圣人门下 实则却全无尊师重道之心 不止如此 此人狂妄 金榜提名之前 留恋于沟兰 于许多歌姬 搞三搞四 此为不杰 他自登科之后 现在刑部观证 曾杰看着曾亲 心都已死了 这是自己的堂弟啊 他为了断臂求生 居然 居然 最了解自己的人 恰恰是自己的至亲朋友 曾杰那么点事 竟统抖落了出来 畜上 这罪行还未揭露到了一半 一人凛然而出 做怒目金刚之状 众人视之 却是曾杰的宗师 礼部侍郎成鹤 成鹤痛心疾首 即止曾杰 万万想不到 你竟是这样的人 难怪平日 你总是鬼鬼祟祟 信赖老夫早看你张头鼠目 行为不端 与你并无瓜葛 陛下 老臣建议 此等不忠不孝无礼的狂妄之徒 立即将其拿下 收紧一位至罪 将其千刀万剐 以紧笑游 宗师 这是当初提拔自己的宗师啊 可现在 曾杰觉得脑子有些昏沉 将自己下诏语 这人进了诏语 那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 你们好读 斯文败类 丑恶 一下子 店中各种咒骂交加起来 不得不说 曾杰平时的人缘还不错 否则这个时候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为了自证清白 个个要跳出来 和曾杰划清界限呢 扑 曾杰听到此处 已是惊怒交加 一口老血喷出来 第1323章 最有应得 人心大抵都是如此 曾杰想要投机 希望借此机会 平步青云 一飞冲天 而如今 此时 他有些慌了 忙是看向萧静 萧静吓得脸都绿了 立即大喝 曾杰 你妄测天机 可知罪吗 曾杰牙关咯咯地想 心寒到了极点 张口想说什么 却不知 多少人想要置他于死地 红之皇帝目中待冷 淡淡道 来人 将此人拿下 交付锦衣卫 且问一问 他到底是否还有党羽 曾杰脸色灰白 心里顿感万念俱焚 只好叩手 沉 沉 却已有人快步入殿 毫不迟疑地将曾杰拖了出去 一阵忙乱后 殿中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红之皇帝则是面带微笑 朱卿想来已是乏了 退下吧 说着 又看了一眼身边的萧静人等 你们也退下 众臣告退 萧静显得有些不甘心 却见诸后赵和方继帆二人留了下来 只好领着众人宦官告退 红之皇帝眼睛看着虚空 面上露出了淡漠之色 其实心里头 红之皇帝颇为激动 此次太子监国极为成功 令他这个做父亲的实在是欣慰无比 江山后继有人了 红之皇帝带着音音笑一道 那个曾杰居然胆敢妄测镇的心思 实在是胆大包天 不过朕看着没有这么简单 本来朕还想着隐而不发 看看到底是谁和他勾结 红之皇帝说到这里 顿了一下 而后才又道 可是你们两个啊 真的是给朕送了一个大礼 朕是不得不收拾他了 朕命场位收押他 就是想要看看 这曾杰被收押之后 到底是谁慌张不安 朱后照很耿直地道 父皇 直接动刑不就成了 哪里这般的啰嗦 红之皇帝微笑地看着朱后照 果然 自己的猜测没错 此次太子监国 方济帆想来出谋划策了不少 太子的性子 就是太急了呀 红之皇帝心情不错 耐心地对儿子道 倘若动刑 就算他招供出人来 难免为了少受罪 会胡乱地攀污许多人出来 若只是让他信口雌黄 这难免要冤枉不少好人 朕不想大肆诸连 自然 凭着所谓的严刑拷打 是无用的 这不是你管的事 朕命你与济帆为 顺天府府尹和少府尹 是让你们赶紧着 在经理有所作为 好好办自己的事吧 朱后照听罢 只好乖乖道 遵旨 说罢 他便和方济帆告辞而出 这一路上 朱后照忍不住对方济帆道 老方 为何父皇命我为顺天府府尹 本宫总觉得这顺天府府尹官太小了 我身上数十上百个官职 哪一个都比府尹要威风 方济帆其实已经想明白了 便道 因为陛下这既是在考验你 只怕 也是萌生了极流勇退的心思 太子殿下 陛下这是希望你能够为他分忧 他毕竟年纪大了 至于府尹 确实挺倒霉催的 这是金师 在这里任父母官 上头谁都可以欺负他一下 当然是可怜巴巴了 可是太子殿下 顺天府的权责可是不小啊 可谓是上乘天命 下安黎明 太子是府尹 这就不同了 你看看这经理 以后谁还敢将顺天府不当一回事吗 由此可见 这官职大小 并不要紧 得看着府尹是什么人来当 倘若是其他人 那就是一个狗东西 我方家 一个叫邓剑的家奴 都可以一个打他们十个 可太子来 就完全不同了 诸后照听着 还是有些疑虑 咒了咒没道 可不好听啊 难道以后让本宫成日管着鸡道 借梁之师 方济帆笑嘻嘻地道 这却未必 其实 还可以管一管新城和旧城的规划 可以查一查 哪家府上侵占了百姓的土地 如此种种 但凡是牵涉到了民生的事 都可以过问 再譬如 方济帆笑盈盈地看着诸后照 接着道 比如太子殿下 若是觉得顺天府不满意 不妨就将顺天府一到其他地方办公 咱们 休牙 休牙 诸后照瞠目接舌 休到哪里去 方济帆咳嗽 殿下在五环之外 不是有大量的土地吗 其中竞霸安置了不少的灾民 这些灾民在那五环外的新城里 可没人关照啊 倘若殿下将顺天府移至那里 您看 不就可以随时 关照灾民了吗 诸后照顿时眼睛一亮 乐呵呵地道 这样最好 免得黎父皇太近了 隔三差五被抓去宫里训斥 好 本工作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休牙 不过 不是都说 官不休牙的吗 这不一样 方济帆正色道 官不休牙 这是遵循了无为之志的传统 也即是 官府尽力地缩减自己的权责 所谓名不举官不休 其实也是此理 这是太子殿下 这世上官府不去管的事 难道百姓就能自理吗 不对的 事实上 有些事 官府不去管 自然会有某些会门 到门 世身去接手这些权利 殿下若要有所为 首先要做的 就是招募一批金干的差役 多去管一些 本来不该管的闲事 才好 这一旦要招募金干的壮力 人一多 衙门年久失修 格局又小 有什么用 因而 需要让衙门的功能 完备起来 这修衙 就有所必要了 诸后赵听着 认真地点着头 道 好 就听你的 修 只是这修衙 只怕很费钱吧 父皇这样小气 说到这个 诸后赵的脸 直接皱到了一起 方继帆叹了口气 陛下回来了 做败家子的机会 已经微乎其微了 想了想才到 要不 臣这里 拿出几十万两银子来 诸后赵本着脸 严肃地看着方继帆 这像什么话 咱们自家兄弟 本宫岂可要你的钱 呀 我想到了 本宫去借钱去 诸后赵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派 话刚说吧 直接搜的一下 便跑了 方继帆看着他的背影 摇摇头 太子殿下 真实专精于借钱之道啊 沈文下了职 莫名其妙地 被人请到了东宫 每一次来这东宫 他心里都是 有些发颤的 嗯 心血 接着 他发现 这里早已是挤挤一堂 整个正殿里 竟是熙熙攘攘地 跪坐了七八十人 有的面生 有的面熟 众人看向 汉陵大学士沈文 沈文也看着众人 而后 大家勉强地尴尬笑了笑 沈文大抵知道 他们是谁了 他们和自己一样 恰好都有众的女儿 这样算来 沈文和大家 算是同乡 同藏是冤家 虽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 可是 有宦官接引着沈文坐下 沈文心里却是打着鼓 他突然有一种 不太妙的感觉啊 心里咯噔一下 要糟了 洪志皇帝 一脸诧异地看着最新的奏报 他震惊了 太子任顺天府府影 方济翻为少府影 本来这个决定 洪志皇帝下达之后 多少是有些心虚的 这两个家伙 都是不可控之人 一旦认命了他们 洪志皇帝也不知 这天子脚下 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是 现在这份奏报 却是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消息传出之后 所有的上市商行 市值居然都有强劲的上涨 显然 对于无数的商骨而言 这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 简直就如一根强心针 洪志皇帝看到此处 不禁心里一松 这样下去 只怕自己内裤上 一次败掉的银子 不出数月 就可以统统回本了 说也奇怪 洪志皇帝淡淡地道 许多臣子不喜他们 读书人们 对他们也是颇有微词 可这些商骨 还真是胆子大 真是敢拿身家性命 搭在太子和纪帆身上 他们就这般有信心 见无人回应 洪志皇帝拉下脸来 抬头看着一旁出神的宵敬 正在问你话 萧敬方才回过神来 这两日 他一直都在忐忑不安 曾杰下诏狱了 可萧敬不敢去过问啊 也不知那曾杰 是否拉了自己下水 现在他就是热锅蚂蚁 仿佛随时都要大难临头 此时见陛下面呆怒怒容 他也不知陛下方才说了什么 啪哒一下就跪下了 歇斯底里的道 奴婢万死啊 奴婢万死 奴婢伺候陛下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奴婢入宫之前 其实就是一个寻常人 入宫之后 蒙陛下垂涯 这才在宫中 身居显耀之位 奴婢 奴婢 红治皇帝 先是被萧敬这突然的状况 弄得一愣 而后脸色愈发地阴沉起来 他可不笨 怎么听不出萧敬话里有话 于是陈生问 怎么 你有什么事瞒着阵 奴婢 萧敬打了个冷战 脸色苍白 他哭了 奴婢没有 红治皇帝若有所思 是吗 你自己可要想明白 欺骗阵 会是什么下场 你跟着朕这么多年 想来是知道 朕是顾念旧情的 可倘若是一再执迷不悟 朕也绝不会轻饶了你 第1324章 再造之恩 萧敬恢复了正常之色 面带微笑 陛下 奴婢实是没有什么隐瞒的 奴婢跟了陛下这么多年 难道陛下还不知道 奴婢是什么人吗 奴婢啊 胆小 红治皇帝沉音片刻 似乎也抓不到什么 只是点点头 好好办事 不要总是神游 朕知道你年纪也不小了 总让你在镇身边当职 是辛劳了你 不辛苦 不辛苦 萧敬连连摆手 红治皇帝只好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萧敬趁着陛下打盹的功夫 出了殿 他怀揣着心事 这几日 都是觉得忐忑不安 细细地想着 当初自己和曾杰的对答 一切都是似是而非 似乎也没什么把柄 可这等事 怕啊 匆匆地到了内阁统计司 赵丽 他是要来协助着统计司方小帆 来协调一下 场位之间的关系的 方小帆绷着脸 神情专注地 看着手头上的数据 完全没搭理萧敬 这方家的人 都是一副德性的 情商低呢 这样的人 若是不姓方 早将天下人都得罪了 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萧敬却又悲哀地想 偏偏这样的人 现在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下 咱这辈子白活了 唉 他在心里深深地赶快着 方小帆过了好一会 才注意到了萧敬 神情淡然地问道 萧公公 你来了呀 有事吗 萧敬笑了笑 却好似一下子 身子虚弱 竟是身子摇晃了一下 口里哀悠一声 身子不要倒下 方小帆见状 下意识地将她搀扶住 一看 萧敬却好似是昏厥了 于是 方小帆掐她的人中 又掐萧敬的大腿 阿牙一声 萧敬又活了 他迷茫地左右看了看四周 一脸不明白地问道 咱这是在哪 萧公公 你方才昏厥了 那么 是您救了咱 方小帆想了想 点头 好像是这样的 萧敬一下子轻易起来 眼泪扑速而下 救命之恩 这是救命之恩啊 方小帆 咱这辈子 没受过人的恩惠 除了皇上 就是方社人您 不说了 咱这一把老骨头 行将救慕之人 举慕无情 在这宫里 注定了要孤独终老 若非是方社人 您救了咱 咱 咱 说着 鼻涕眼泪便开始 往方小帆身上抹 不安事事的方小帆 不知怎么回答他 只是瞪着眼睛 看着萧敬 这是再造之恩啊 不然 咱 奴婢 论起来 想当初 那刘瑾 还认了咱做干爹呢 而今 刘瑾又是令兄的孙子 这样一算的话 萧敬掐着手指头 您是我娘那一辈了 什么 萧敬娘那一辈的人 这是哪根哪 方小帆吃惊的 想要打人 萧敬发自肺腑地道 孩儿斗胆 能叫您一声 娘吗 方小帆波浪古四地摇头 萧敬道 孩儿有许多好吃的 好玩的 方小帆对这些 似乎没什么兴趣 黑溜溜地眼珠转了转 问道 有钱吗 有地吗 有呀 实不相瞒 萧敬激动地要跳起来 他本要大叫起来 却顿时又谨慎地 看看四周 实不相瞒 有不少呢 那我答应了 你把钱给我 方小帆很干脆地道 萧敬心像扎一样疼 本还以为 从孩子入手 会比较轻易一些 现在看来 他笑盈盈地道 娘 唉 方小帆硬下 朝萧敬伸手 钱哪 萧敬苦瓜脸 不能这么明目张胆 悄悄的 咱们悄悄的人 宫里隔墙有耳 娘 难怪当初见到您的时候 咱就觉得好似很面熟 亲切的不得了 原来 我们还有这一段渊源 方小帆歪着头 想了想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钱给我 萧敬 呼了口气 总算将那小姑奶奶 哄住了 不到万不得已 萧敬是不会做 这等下三滥的事的 他自觉的 自己不是留紧 那没骨头的东西 自己是个有风骨的宦官 可是事到临头了呀 现在 方家那边算是压住了 想来太子殿下那儿 也不会继续追究 曾杰就在赵玉里头 只要太子和七国公不过问 那么 一个巨大的规划图纸 已经出现在了顺天府影 诸后赵背着手 很是认真地看着于途 整个人显得精神异议 方济帆也抬头看着于途 顺天府衙门在这儿 诸后赵指了指 规模一定要大 管得闲事越多越好 顺天府是个大衙门 下头各司便是小衙门 要众心拱越一般 以这大衙门为主体 造价 不打紧 本宫有银子 老方 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没什么可说的 方济帆摇头 叹息道 太子殿下是大手笔 果然不是一般人 这是当然 你不是当初说过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吗 本宫想明白了 本宫得去给五环外的灾民们做主 不然 对不起这么多的百姓 本宫绝不放弃他们 对了 顺天府有多少在策官员 方济帆道 上上下下 有九十多人 诸后照汉手点头 还有这么多旧力 将来还要招募新力 这么一个大家子要迁徙 真是不容易啊 到时 他们去那办公 会不会有所不便 方济帆叹息道 为朝廷效力 总会有所牺牲 譬如臣 臣就做好了 从此扎根五环之外的打算 将那里当做自己的家 臣的土地都置办好了 要盖一座大别院 至于其他官吏 我想他们 一定能以体谅殿下的苦心 上下值花费两个时辰算什么 车马费也不过三百七十多钱 一个月下来 至多也就十几两银子 实在不成 他们也可以去那里置业嘛 臣早就叫人算过了 顺天府的朱官且不说 那些老利 有钱呢 都藏着掖着 平时沿途的商户 都要给他们孝敬茶水钱 可惜 朝廷虽对金官有金茶 可对虚利 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听说 不少的疏利 暗中都和人合伙做买卖 臣早就瞧不惯了 诸后照眼睛发亮 你这样一说 本宫就放心了 这一次 我们要干一场大事 方济帆道 我还想好了 要将金服也牵过去 诸后照道 本宫的衙门 也统统牵过去 可惜 不能动毡是服 有了衙门 就得有路 得有球场 有戏院 有学堂 诸后照拖着下巴 很认真地说着 他生怕遗漏一点什么 方济帆觉得 诸后照已经没救了 这家伙为了还债 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可恨啊 我方济帆开了一个坏头 诸后照说着 却想起了什么来 对了 老方 你方才说金服 你那金服 现在事情怎么样了 本宫还想着 刘瑾那个狗东西 已出海了半年多 迄今为止 没见他呢 也不知他是死了 还是活了 方济帆一摊手 不知道 殿下 谋士在人 成士在天 臣只负责将他们送出去 至于死活的事 就实在是鞭长莫及了 一处荒岛上 许多的船只 停靠于此 一个打着北方省 远东商贸的船队 便盘踞于此 名义上 这些商船 属于一个荷兰人 所谓的北方省 其实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荷兰 当时的哈布斯堡家族 统治了整个西班牙 荷兰 以及奥地利的区域 在位的卡尔武士 是此时弗朗基最有权势的人 北方省 因为位于法兰西 和神圣罗马诸诸侯的领地之间 因而一直作为哈布斯堡 与法兰西的缓冲地带 也是牵制北方神罗的一颗钉子 法兰西与哈布斯堡家族 虽是敌对 却也保持着某种默契 这北方省的地位 就变得尤其的重要起来 因为加在各个强权之间 再加上大航海之后 地中海的海权开始渐渐衰弱 威尼斯等著名的商业城市 也渐渐地失去了旧日的光环 而西班牙王国北方省的荷兰地区 却一下子 随着海帽的建立 开始变得繁荣起来 葡萄牙 西班牙 法兰西 以及海峡对岸的英国 甚至是北欧人 他们所需的货物 都在此集散 数不清的商人纷纷涌入这里 殖民地的财富也在这里挥霍 这里几乎是商谷们的天堂 每日进出港口的船只 数之不尽 大航海将世界的财富带到了这里 而因此受益的贵族们 在通过这里 采买法兰西的奢侈品 从北欧人那里换取上好的皮货 从英国人手里收购羊毛 而现在 一个荷兰商谷 开始拜访他的一些伙伴 这荷兰商谷在建着了玉京香之后 立即就看到了商机 当他向自己的客户们 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花卉时 所有人都惊呆了 紫色的花瓣 令人迷醉 在场的许多贵妇 看向荷兰商谷的妻子 她的妻子礼服上 正别着这么一只名贵的花朵 一下子 她成了整个沙龙最瞩目的人 第1325章 玉京香泡沫 自从大航海之后 无数的财富汇聚至佛朗基 这使无数佛朗基的贵族们 荷包日益地丰满起来 早在一百年前 位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出现 这给整个佛朗基 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气 奢靡开始变成了风尚 新的宫殿 新的城堡 东方的瓷器 波斯的毛毯 自新大陆掠夺来的黄金 白银 一切的财富 都变成了人们用于点缀和装饰自己 向人夸耀的饰品 他们渐渐地开始 将瓷器当作事物 挂在自己墙壁上 用最浮夸的颜色 装点着自己的宫殿 哪怕是教堂上的穷顶 也用上了此事昂贵的玻璃 建筑变得越来越宏伟 人们争相地穿戴着最华美的服饰 宛如孔雀开平一般 唯一美中不足 就是这世上最艳丽的颜色 价格时势高昂 因为紫色颜料的制作复杂 且极为匮乏 这种拜占庭宫廷所推崇的尊贵颜色 到了后世 哪怕是寻常的王宫 也无法消费得起 可现在 人们看着这朵别在人的胸前 那紫红色的花时 一下子 这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沙龙结束之后 留下的只是一群商人和贵族们的窃窃私欲 人们询问着 这从所未见的花朵 消息开始不进而走 紧接着 人们发现 北方省总督夫人的胸前 也多了这么一朵花 于是 它有了名字 叫做玉金香 这是一个极美好的名字 犹如花本身一般高贵 在十几天之后 法兰西王后 佩戴着这朵花 出现在了宴会上 不久之后 北方省开始有商人出售玉金香求金 有人开始看到了商机 开始收购这些求金 并且让农夫进行栽培 而求购玉金香的贵族 也开始日益地增加 如历史上所发生的一般 佛朗基人对玉金香 有一种病态的喜爱 这完全发自于 他们自身文化的传统 且 当人们渐渐发现 玉金香的求金 虽然有人在销售 可依旧还是一金难求 那些收购了玉金香求金的商人们 很快就将荷兰人经商的天赋 发掘了出来 许多商股 开始囤货居齐 而贵族们对这种求金 却是争相订购 据说法兰西王后 要求每日在自己的寝宫里 需要换三次玉金香的插花 她的胸前 永远都要保证 有一朵艳丽的玉金香 这可以生长出玉金香的求金 一下子开始流行起来 刘文善喝着白水 带来的茶叶 已经喝尽了 这是她此行最为苦恼的事 没有了茶 就好像男人没了根 似乎一下子 人生变得不完美起来 她细细地听取着刘锦的禀告 干爹 儿子真是佩服那些荷兰商人 他们囤货居齐 推而广之的本事 真是令人大开眼见 刘锦此前 对于弗朗基人士瞧不起 可现在 他发现 这些人的聪明才智 不在自己之下 此时 脸上不禁写满了佩服 荷兰商人持名弗朗基 几乎可以和威尼斯商人媲美 他们对于商品 具有极高的敏锐度 一旦觉得有利可图时 市面上 刘文善放出来的玉金香求金 他们立即大肆进行收购 收购之后 他们一方面 开始通过各种关系 向佛朗基王室和贵族们 展示着玉金香所带来的尊贵 不断地引发人们 对于玉金香的热爱 甚至 他们还聘请了画家 对玉金香 进行各种的艺术创作 一位宫廷画家 受邀去哈布斯堡的奥地利 绘画了一副 奥古都斯沃大维 指挥着军队 获得法萨罗战役的画像 在这位罗马奥古都斯 明晃晃的胸甲前 就别着一朵玉金香 她仿佛是在展示 玉金香所代表的 乃是胜利 荣誉 尊贵 在法兰西的宫廷 商人们向王后 献上了这样珍贵的花卉 立即获得了王后的喜爱 于是 玉金香在他们的 联手炒作之下 开始暴涨 短短半月时间 价格涨了三倍 而且 还是供不应求 不要急着要求精放出去 一点点地放 刘文善想了想 继续喝着白水 她沉吟了片刻 要一直保持着 供需失衡的状态 也要保证那些荷兰商人 有利可图 我们靠着一己之力 是不能让玉金香暴涨的 它之所以有价值 在于能够让无数的商人 能从中牟利 所以 只有维持着现在少量的放货 才可以 让那些囤积了玉金香的商人 继续为玉金香造势 并且 以更高的价格 对玉金香进行销售 可是 指出这点货 咱们 挣个什么银子呢 刘金嘴上咕弄着 刘文善微笑 时候味道 还在不断地攀升 到了这时 已经不再是商人 察觉到 有利可图了 哪怕是北方省寻常的小市民 甚至是法国的农户 亦或者 来自于罗马秀爵敏锐的教室 维也纳的小贵族们 也开始渐渐地感受到了这种热潮 对于任何人而言 图利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农户们需要辛辛苦苦地耕种 才能有些许的收获 水手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 久死一生 才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境遇 瑞士的雇佣兵们 更是拿着自己的血汗 争取的 也不过是迎头小利 可当有人发现 原来不需要去冒险 不需要拿自己的性命 别在裤腰带上 甚至 不需任何的劳作 只需 在法兰西北方的一些农户 开始卖掉了自己的羹牛 求购了一些郁金香的根金 而后 当他们的邻居 嘲笑他们痴心妄想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一头牛换来的球金 短短十几天 已经开始 有了希望 用三头牛来交换 身边的人 只因为购买的球金 居然一夜之间暴富 而拥有球金的人 更是反反复复地 向身边的人 讲述着一个 他们自己身性不移的故事 郁金香 高贵 奢华 它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每一个人都需要它 它的价值 远不止现在如此 每一个拥有它的人 都对此身性不移 甚至带着狂热 他们一遍遍地跟人讲述 不知疲倦 许多农户 挣了大钱 一些小市民 开始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他们也四处地宣讲着 各种这种球金的传说 他们讲故事的能力 又远比法兰西的农户们 更加的高明 他们窃窃私语着 关于王公贵族们 千金求购郁金香的传说 这球金 甚至没有人 愿意花心思去栽培出花卉来 而是珍藏起来 代价而沽 可是 人心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 当它价格翻了一倍时 人们在狂喜之余 只会将其藏在手里 希望涨得更多 等它价值翻了十倍 甚至有人直接开始 用郁金香的根金 去和人交易房产时 市面上所有的郁金香根金 都被人私藏起来 再不肯拿出来售卖了 没有人售卖 却有数不清的人在收购 人们开始相信这个神话 是不会打破的 因为每一个人 都认定了郁金香的根金 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 这已不再只是一小撮商人们 在背后作为推手了 甚至开始出现了 借贷大量购买 郁金香囚经的市民 贵族们意识到了 这可怕的风潮 他们也开始参与其中 没有人能抵御 资产疯狂增值的诱惑 想想看 一个小小的农户 就因为早期收购了郁金香 转眼之间 他的财富不断地增长 而自己的财务情况 却渐渐地变得不太乐观 在这种情况之下 贵族们既有用郁金香 来展示自己富有的需求 也有保持自己 财务状况稳健的需求 自大航海之后 西班牙人带回来了 数不清的黄金和白银 这使得贵金属 以及整个佛朗基货币的日益贬值 随着货币的贬值 财富的不断缩水 从而引发的通货膨胀 导致了整个佛朗基 所有阶层的焦虑感 积累了无数袋的财富 藏在城堡里 本来以为可以高枕无忧 可早在数十年前 人们就发现 祖先们的积累 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起来 而现在 郁金香出现了 贵族们开始争相订购 甚至有一株变异的郁金香 它不再是紫红色 而是紫红中 带着白点 在拍卖会上 它的价格居然拍出了天价 价值1300西班牙金币 宴会和沙龙上 那些衣冠楚楚 喜欢谈论绘画和战争的贵族们 再没心思去探讨这些问题了 他们反反复复地 不断地重复着自己所遇到的故事 这些故事被添油加醋 仿佛世上最美好的事物 被自己所发现 一个月 郁金香求金 暴增30倍 一头牛 变成了30头牛 法兰西负责财政的伯爵 向国王请求 希望从国库之中 取出一部分金币 作为购买郁金香之用 事实上 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国王 也同时在考虑着这件事 最先行动的是 哈布斯堡家族 在北方省的总督 他最先利用了库中的经营 进行了投资 而现在 北方省的财政 已经跃居整个佛朗基之首了 他的资产 翻了13倍 第1326章 时候到了 狂热的情绪 开始如瘟疫一般的感染开来 整个佛朗基 某种程度 也是处于刚刚开化的年代 大量的经营涌入 商品经济却并不兴盛 财富除了用来变现为奢侈品之外 暂时难以催生出新兴的产业 工业革命尚未开启 这也就意味着 人们的投资 大多还只是在 较为原始的囤货举期上 当玉金香开始蜂蜜时 几乎一下子 成为了所有阶层追捧的目标 世上竟有一种东西 它不但高贵 而且竟还可以抵御 可怕的通货膨胀 而在价格的不断暴涨过程之中 刘文善在背后 谋划着这个大局 下头为他效力的荷兰人 以及西班牙人 大多是由王熙作出面 王熙作改头换面 化身成了一个 自远东报复的葡萄牙商人 而他所招募的每一个人 都一厢情愿地认为 自己只是受雇于一个普通的商人 他们的工作非常细碎 有人只专门负责打探 北方省的玉金香价格 有人专门负责随时收购玉金香 或者对玉金香进行出货和盘点 有人进行对债券进行兑换 有人负责接引船只 他们就如生产线上 每一个工位的工人 只负责制造自己手头上的零件 而这些零件 最后如何总装起来 变成什么机器 他们就所知不多了 不止如此 一些有能量的人 也成为了王熙作的朋友 不会有人察觉到 这个叫王熙作的人 曾经出没于西班牙的宫廷 且不说数年的时间 足以让一个人 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且对于这个时代而言 北方省距离西班牙宫廷 也太过遥远了 北方省的财政 维系在了郁金箱上 这催生了不少的领主 甚至王氏将目标聚集于此 因为郁金箱价格的不断攀高 以至于人们 已经来不及进行货物交易了 聪明的人开始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 他们与有货的商股 直接定立买卖合同 货物虽然依旧还堆在仓库里 可是短短几天时间 这合同就已赚了七八个人的手 而合同的价格却已涨了数倍 至于库房中有没有郁金箱 或许到底有多少郁金箱 已经没有人去关心了 最次要的信心却最重要 只要所有人深信这合同具有价值 那么它就是无价之宝 这就如一幅名画 当没人在乎它 它不过是一张画在纸上的涂鸦而已 可一旦有人深信它有价值 那么它就价值连城 当然历史上的郁金箱 虽受追捧 其暴涨的过程 整整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可此时 在这背后 却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慢慢地推动 刘文善每日躲在市中 不断地提笔 验算着什么 它需要维持一个价格不断上涨的神话 而在这个神话之中 如何大致推算出市场上的需求 同时 确定需要出多少郁金箱求金 这都是极费功夫的事 每日服案 让它不得不带上极厚的镜片 它的脑海里不断地思索 脑子里全是数字 德雷斯顿是萨克森的首府 这里乃是神圣罗马帝国 萨克森帝选侯国的中心 维蒂娜家族 一直统治者这里 奥斯顿侯爵年纪不小了 大富翩翩 他拥有着神罗贵族们的老传统 哪怕是这样的年纪 还亲自带着他的骑士去打练 只是 今日 他却穿着狩猎的装束 提着鞭子 气冲冲地冲进了一个宴会里 奥斯顿侯爵的封城 已经他们的夫人们 诧异地看着闯入的奥斯顿侯爵 侯爵气冲冲地道 哪里都是那该死的郁金箱 哪里都是 你们 还有你们的夫人 农夫 甚至是驾车的车夫 还有士兵 他们都在谈论郁金箱 封城们惊慌不安地看奥斯顿侯爵 奥斯顿侯爵道 郁金箱在破坏我们的传统 这该死的东西 该死的东西 他居然当着众人的面 取出了一个郁金箱的囚巾 而后鲁莽地取出了刀子 将囚巾切为了两半 人们显得更加不安 是钱啊 囚巾就是钱 奥斯顿侯爵像一头发疯的狮子 当着所有的人面 切下一片郁金箱的囚巾 放进了嘴里 开始咀嚼 夫人和小姐们 已经发出了惊叫 他们无法理解 这世上如此美好的事物 居然会被人如此粗鲁地对待 奥斯顿侯爵不断地咀嚼着 一面道 你们尝尝它的味道吧 它的味道 并不比大蒜好多少 这就是你们凤若至宝的东西 它和大蒜是一个口味 你们要尝尝吗 要尝尝吗 还有它该死的花 这该死的花 有什么价值 你们告诉我 它既不能吃 也不能变成武器 为我们打仗 更不可能养活农民 它至多 只能用来喂马 他们根本不值这个价钱 你们都疯了 整个欧洲都疯了 封尘们皱眉 有人不禁委婉地道 阁下 若是以此而论 那么这个世上 没有东西是具有价值的 虽然人们进行反驳 可是 不少人心里打鼓起来 它当真是大蒜的味道吗 奥斯顿侯爵给他们泼的这盆冷水 令他们心声一斗起来 这小小的插曲 很快地传扬了出去 虽然几乎所有拥有郁金香的人 都对此嗤之以鼻 认为这位来自于德意志珠邦的君主 过于鲁莽 可是 王细作匆匆地寻到了刘文善 不妙了 刘先生 刘先生 不太妙了 在北方省 囚金的价格开始微跌 许多人开始生出了动摇之心 开始有人进行抛售囚金了 刘文善抬头 看着王细作 他显得很冷静 只微微皱眉 是吗 哦 知道了 刘先生 这确实是一件麻烦的事啊 刘文善下意识地端起了茶盏 只可惜 茶盏里只是白水 他又皱眉 而后道 玉金香囚金的价格 来自于人们对他价格不断上涨的信心 人们相信 只要购买了这个东西 不但可以随时卖出去 甚至还可以从中牟利 言外之意是 一旦价格开始下跌 那么 恐慌的心理就会加剧 到了那时 此前花费了无数努力所建立起来的神话 也就彻底地变成了幻影 刘文善笑音音地道 你去安排 通过我们的商人 大量地收购囚金 有多少要多少 今日以15个金益金收 明日用16个金币 这 王熙作惊讶地看着刘文善 可是 我们虽然此前 出售过许多的玉金香 可当时出售的价格 并不高昂 若是人们疯狂地抛售 我们 我们能承接得起吗 一旦承接不起 就完蛋了 刘文善淡淡道 同时放出消息 就说在大明 人们对于这样的囚金 也是极为推崇 据说 有人希望收购囚金 送去远东的旅送去 在那里 会有大明的走私商人 愿意以天价收购他们 好了 去吧 王熙作显得很是不安 这么高的价格 收购囚金 现在他们手头的金币 根本坚持不了今天 于是 在北方省 许多的商人 开始高价收购囚金了 起初的时候 略显惊慌的人 开始出货 且他们的囚金 一旦拿到市面上来卖 转眼 便销售一空 到了第二天 囚金非但没有下跌 反而开始上涨 这一下子 抛售消失了 人们对于此前的流言蜚语 一下子安下心来 几日之后 再没有人肯卖出 手头上的囚金 市面上的囚金 依旧是有价无市 再之后 更多人焦急地 开始收购囚金 且价格越来越高 转眼之间 那位奥斯顿侯爵 就成了整个欧洲的笑话 在无数的沙龙和宴会之中 贵族们肆意地 嘲弄着那个得意志的乡巴佬 因为几乎每一个 拥有囚金的贵族 身价都在日益攀升 在乡下 甚至还出现了 几十户农户联合起来 一起收购一个囚金 坐等升值的现象 商人们更是挖空了心思 四处都在寻找货源 一传传的囚金 很快就销售一空 甚至位于奥地利的 哈布斯堡家族 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人们开始根深蒂固地认为 这个东西 它不但具有价值 而且成为了抵御 贵金属价格不断低廉的利器 何止是欧洲 就算是奥斯曼 北非 远东的大明王朝 那击溃了西班牙远征郡的 恰恰是刘文善疯狂出货的时候 大量运输了囚金的舰船 源源不断地抵达佛朗基 一苍苍的囚金 以惊人的价格不断地出售 人们花费了一生的积蓄 将这些囚金买来 却从不流通于市场 而是将其储藏起来 等待着有朝一日 它的价格继续攀升 每一个人都在计算 在囚金的最新价格 而后折算自己的财富 增加了多少 刘文善却在此时 看着墙壁上 琳琅满目的数字 嘴角微微地勾起来 时候到了 第1327章 血洗市场 一场会议 持续了一天 紧接着 王熙作带着人 到了这座岛屿中的库房 库门打开 王熙作惊呆了 满满一仓库 全部都是囚金 不止如此 隔壁的仓库 到处都是 他们的船队出发之后 后续在吕宋等地 购置的佛朗基商船 一搜搜地接连出发 他们打着葡萄牙商队的旗号 一路深入佛朗基 将数之不尽的囚精送来此 接下来 好戏要开场了 王熙作眼里放光 他虽然不知道 刘文善到底在做什么 他唯一知道就是 那位大名的驸马 绝对不会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而至于那位刘先生 他拥有着绝顶聪明的头脑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了 按照刘文善的吩咐 接下来 囚精开始加大供应 每隔数日 都有一船囚精送到港口 换来了数不尽的金币和白银 市面上 囚精开始突然增加 当然 这一切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绝大多数人 先是惊喜若狂 因为囚精已到了 有价无市的地步 没有人愿意抛售这些宝贝 没有的人 却希望购买一些 而有的人 则希望买到更多 因而 当囚精出现在市面上时 很快就销售一空 紧接着 市面上又出现 又是受庆 直到了半个多月之后 人们才察觉到 好似这囚精 永远都卖不完死的 一下子 一些精明的伤骨 开始嗅到了一丝不妙的气息 他们开始渐渐出货 囚精的价格 开始下跌 当下跌的消息 传到了刘文善这里 刘文善好整以挟的 只看了奏报一眼 眼眸一张 大量出货 有多少 售多少 只要在五个金币以上 就卖 所有人行动起来 位于北方省的这仓库内 无数的囚精 直接推到了市面上 犹如开闸的洪水一般 在市场上 到处都充斥着囚精 甚至 直接向法兰西 和神圣罗马境内的农夫们出售 人总是后知后觉的 虽然大商谷们 总是更聪明一些 可是那些小商谷 贵族 农户 市民们 等他们察觉过来时 一切都已经迟了 囚精开始一泻千里 价格从30金币 跌破20 直到跌破10金币 无数人瞠目结舌地 看着眼前可怕的场景 疯狂了的人 挥舞着囚精的合同 到处寻觅任何 可以交易的场所 整个北方省 一片狼藉 甚至还有商谷 趁此机会 低价收购了囚精 骑着快马 送到偏乡中去 偏乡的消息 总是比港口要慢得多 他们还自以为 囚精可以和黄金等价 整个北方省 已经鸡飞狗跳 而接下来 价格跌至了5金币 短短半月时间 囚精的价格跌掉了8成 而此时 因为大量的出货 数不清的舰船 被雇佣着 离开了港口 他们奉命 运载着一箱箱的金银 直接前往西洋 刘锦的算盘 已经打烂了 连他自己都算不出 这些囚精 到底卖了多少银子 这几乎是一场屠杀 从北方省 到葡萄牙 到西班牙 到法兰西 和神圣罗马帝国 再到罗马 几乎各个阶层 没有人可以幸免 刘锦第一次 有了丰收的感觉 虽然这里的食物 让他作呕 一路地远航 将他肚子里的蝉虫 都饿死了个七七八八 可是 当他在如山的金币里翻滚时 他哭了 干店 干店 发财了 咱们发大财了 哈哈 若是干爷 若是知道 咱们干得这么漂亮 不知该有多欣慰 干店 儿子真真是佩服您老人家 干店 听说现在价格 已经降到了四金币了 咱们是不是立即出货 趁着机会 赶紧 刘文善显得很平静 他瞎了口白水 抬头看着刘锦 刘锦这才发现 本是盛年的刘文善 头上已生出了不少的白发 他整个人显得十分憔悴 骨瘦如柴 精神也带着疲倦 刘文善淡淡道 暂时停止出货 什么 刘锦惊讶地看着刘文善 干店 咱们还有这么多货呢 现在价格还在不断地下跌 此时不出货 这剩余的 不都烂在手里了吗 干店 鸡不可失啊 趁着这最后的机会 能挣得多少是多少 虽说现在 咱们已是盆满钵满了 可蚊子大小 也是肉啊 说到了肉 肚子里那已几乎要饿死的蝉虫们 像是回光返照一般 勾起了刘锦的食欲 刘锦又想啃点什么了 刘文善微笑 不 这才只是开始 开始 刘锦打了个冷战 他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干爹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怎么 又才是开始了 他一脸无法理解的刘文善 干爹 这 儿子不明白 你遵照着我的话去做 刘文善沉默片刻 现在开始 出货要放缓 干爹的意思是 咱们一旦出货放缓 价格会攀升 这 不对啊 这突然暴跌 已经让人血本无归了 谁还肯再藏着这玩意啊 明后日 只怕价格还要跌 再不卖 就来不及了 刘文善斧着暗读 你忘了恩师交代的话吗 刘锦顿时想起 恩师的嘱咐 一切都听自己干爹的 念及此 刘锦如斗败的攻击 他还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干爹 难道 干爹发了善心 不愿意争最后一个铜板 哎 干爹果然是个仁义的人啊 若换了干爹来 哼哼哼 定要杀得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整个北方省 已是混乱了 几乎所有的交易市场 都是一片咒骂 一封封的书信 送至佛朗基各地 紧接着 从佛朗基各地 开始有许多人赶来了这里 在这座港口的城市 哈布斯堡的神罗皇帝 西班牙国王的亲信 安德烈斯爵士 一脸疲惫地出现在了总督府 总督带着人 亲自前来迎接 同来的人 竟还有法兰西国王的宠臣 有来自罗马的教室 有来自威尼斯的商人会长 至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公国 后国 自是不在话下 甚至 巴伐利亚大公 居然亲自赶来了这里 每一个人 都是脸色惨然 安德烈斯爵士 摘下了自己的帽子 他是一个以精干著称的人 深受国王的信任 他开口用法兰西语道 卡尔国王听说了这里发生的事 对此 表达了强烈的担忧 他不希望事情继续恶化下去 相信 这也是你们来此的目的 来此的各国使者 平时的卧挫并不少 可现在 每一个人的脸色都是苍白 个个面如死灰 却不约而同的 所有人都不断地点头 赞同安德烈斯爵士的观点 无论是法兰西人 是德国珠邦 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是威尼斯和伦巴蒂的巨伤 现在都面临了最艰难的困境 现在 我们该怎么办呢 安德烈斯爵士看着大家 请先用餐吧 阁下 北方省总督惭愧地道 很好 安德烈斯点头 众人随他进入宴会厅 这一场宴会里 没有女主人 也没有任何人 携带自己的夫人而来 一群人纷纷落座 各自拿着餐刀和叉子 摆弄着餐盘里的食物 侍从药上甜点来 安德烈斯摆摆手 示意他们出去 紧接着 他手持着餐刀 抬头 我请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西班牙国王殿下全权代表的身份 在此宣布 他将不惜一切代价 捍卫这场灾难 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众人默默点头 紧接着 安德烈斯看向北方省总督 来说说您的计划吧 总督脸色铁青 我们无法承受这样的灾难 在北方省 我们的库房里 有大量的囚经 一旦这些囚经一钱不值 那么 北方省就破产了 我也深信 各国的情况都十分糟糕 在各国的国库之中 不少的钱财 都是以囚经来作为资产折算的 更不必说 皇帝 国王 大公 侯爵们 他们的私人财产之中 有多少和囚经有关联了 一旦放任继续暴跌下去 先生们 我敢保证 各国的财政状况 还有各国国王 王后们的金库 都将陷入可怕的境地 我们都将破产 与此同时 还有许多的商人 市民 农户 他们的财富 也将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各位 在北方省 已经出现了叛乱的苗头了 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 都将这一切 归罪于国王殿下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所以 我想 我们唯一能采取的办法 就是稳定囚经的价格 呼 所有人眼睛亮了起来 情况有多糟糕 大家心里都清楚 此前囚经的不断的上涨 已经不只是商人和市民 还有农户参与了 国王和贵族们 挪用了自己的金库 王后和夫人们 动用了自己的嫁妆 甚至 不少国家的国库 都有囤积囚经的开支 一旦囚经布置以前 首先受冲击的是各国的财政 紧接着是国王和贵族 再之后 是愤怒的民众 没有人可以预知 这个后果将有多么的可怕 总督深吸了一口气 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就是 只有让囚经的价格稳定起来 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么 这场灾难 才可能过去 就是 人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面面相去 第1328章 杂盘 总督看着所有人疑惑的目光 而后笃定的道 根据我们的观察 我们察觉了一个状况 在一个月之前 曾有人对于囚经的价值 提出过质疑 很快 囚经开始微微下跌 那个时候 市场上也有所不安了 可是 囚经只是短暂的微跌之后 不但价格稳定下来 而且开始上扬 这其中 就有背后有人大量 高价收购囚囚经的缘故 总督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所有人 那么 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做呢 通过对囚经的高价收购 稳定价格 重铸对郁经乡囚经的信心 先生们 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暴跌 若是这样的暴跌再不制止 对于我们而言 是灾难性的 只有稳住价格 让它的价值 回归到半个月之前 整个欧洲 才可以得到拯救 显然 许多人开始 对此有兴趣了 是啊 只要价格能回到从前 郁经乡囚经 到底有没有价值 其实在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只有如此 整个欧洲才不会陷入混乱和动荡 否则 就是灭顶之灾 所有的王室 贵族 封臣 商人 教室 市民 农户的利益 才可以得到保障 安德烈斯爵士 阴沉着脸 他虽然认为这样做 很没有道理 可他所代表的 乃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西班牙国王 甚至 在抵达这里之前 他还曾受过不少 西班牙宫廷内部有利人士的嘱咐 一定要保全他们的财产 安德烈斯皱眉 上一次 稳定价格的是什么人 总督摇摇头 阁下 您知道 在北方省 商会中的人极为复杂 我们很难确定他们的身份 北方省在整个欧洲 因为其绝佳的地理位置 以及神圣罗马帝国 西班牙王国的需要 这里本身就是整个欧洲的通渠之地 哪怕是西班牙人与法国互为仇敌 这里依旧没有禁决 与任何国家的交易 这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橱窗 是对外的窗口 正因为对于商人们纵容的态度 才会有法国商人、英国商人、北欧商人 甚至是斯拉夫商人和威尼斯 葡萄牙、罗马 甚至是奥斯曼商人再次盘踞 总督恪守他的职责 对此一直采取了宽松的政策 因为一旦过于严厉 对所有的商人进行严查 那么就没有商人们赶来冒险了 安德烈斯嘘了口气 他的餐刀轻轻地磕着餐盘 发出清脆的声音 沉音片刻之后 他站了起来 先生们 你们怎么看 没有人吭声 安德烈斯觉识到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认为 采取果断的行动 是极其必要的 我们有义务联合起来 稳定住囚金的价格 为此 我需要大家的鼎力协助 安德烈斯觉识说着 眼睛看向那位来自于法兰西的宠臣 法兰西乃是弗朗基第二强权 他的疆域 可能并没有哈布斯堡家族那般的广大 也没有大航海所带来的巨大财富 可是法兰西王国王是权力最为集中 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最有权势的国王 这位宠臣略义沉吟 这取决于你们的态度 我希望阁下能够拿出诚意 安德烈斯觉识知道他的意思 双方互为敌对 根本没有太多的互信基础 在这个前提之下 法兰西人采取什么行动 得看西班牙人怎么做 安德烈斯觉识道 皇帝陛下在我临行时 就曾有过嘱咐 希望我拿出一切必要的手段 这将是一场大会战 在此前提之下 西班牙以及奥地利和其所侠的各个领地 愿意从国库之中 拿出足够的金币和银币 来拯救玉金香囚金的市场 安德烈斯觉识道 我希望法兰西王国也能够做出表率 听了安德烈斯觉识的话 所有人都如吃了定心丸 西班牙王国几乎是最富有的王室 有他们决定敞开国库 挽救这一场危机 那么各国必然纷纷跟进 这可是堆积如山的财富 此时的弗朗基人 已经开始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了 他们以罗马的继承者自居 各国的财库 一旦拉动价格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 而只要求金的价格稳定住 那么现在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至少各国宫廷的那些贵人们 可以松一口气 否则 这一场灾难 不但会使各国的国库 出现可怕的亏空 几乎所有王公贵族的利益都将受损 无数的商人也将破产 而那些失去了一切 一无所有的自耕农 还有市民 他们的怒火也将燃烧起来 在紧急的磋商之后 各国已经拿出了一个 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个就事的计划 在北方省总督的调解 以及安德烈斯爵士的推动之下 迅速地达成了一致意见 随后 一封封书信 开始通往佛朗基各处政治中心 不久 数之不尽的金币和银币 迅速地送至北方省 某些大商股 安德烈斯反反复复地将他们请来 一次次地进行磋商 随后 市面上开始大规模地收购球金 有多少收购多少 从五金币 接着球金开始上涨 紧接着 价格开始微微地攀升 这一次的攀升 显得有些漫长 等价格到了十金币的时候 已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 那些紧急抛售的商人和市民们 一下子开始察觉到了这种情况 他们纷纷开始犹豫起来 眼看着价格开始上涨 再没有人愿意抛售 信心开始稳定 当突破了十金币大关之后 贪婪的人们开始意识到 球金的价格可能涨到更多 更有人狂妄地声称 球金此前的暴跌 只是受了某些阴谋者的影响 而他将恢复到他原本的价格 及三十金币 这时对玉金香的囤积 已经不再是各国的国库 还有大量的商人 他们仿佛已经收到了 来自于有利人士的消息 深知各国财库 捍卫球金价格的决心 人们如吃了定心丸 甚至有人四处宣扬 球金不只是一种奢侈品 而理应是整个欧洲的货币 它将比货币更加稳健 狂热又起 刘景跌跌撞撞地 冲入了刘文善的房里 他挥舞着手头的快报 23金币 23金币了 刘景感觉这个世界疯了 本来以前不值得球金 突然又开始疯涨 就好像过山车一样 当然 刘景不知道啥叫过山车 刘景扑通一下 跪在了刘文善面前 干爹 干爹 您真是英明啊 涨了 涨了 刘文善默默地观察着 市场里的一切波动 这些日子 他反而轻松了许多 因为 已经不必再进行计算 不必反反复复地 验算供需的关系 现在 他只需要等待最新的消息 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刘文善汗手点头 他微笑 只要突破了20金币的大关 这就突破了 所有人的心理价位 未来数日 价格将迅速地攀升 半个月后 不出意料 价格将回到30金币 做好准备吧 仓库之中 所有的球金 在10天之后 迅速地放货 一定要快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能放多少就放多少 5天之内 球金将一钱不值 而到了那个时候 也差不多是 我们回家的时候了 此前的金币和银币 都已经安排了船只出发了吗 已经出发了 足足7艘大船 已经出发 现在我们还预留了 十几艘大船 就等着满载而归 刘文善摇摇头 十几艘 只怕不够 想办法 再购置一批舰船来 随我们而来的 四洋商行人员 一定要控制住个船 这些雇佣来的水手 都要盯紧一些 左轮短冲 都发下去 要确保所有舰船的 绝对安全 有任何人敢有异动 可以不需请示 格杀勿论 刘景小鸡卓米 刺得点头 干爹 儿子真是佩服死您了 刘文善喝了口白水 他在尝试着 用白水喝出茶的滋味 他叹了口气 道 这是金府剑牙的第一仗 一切都是恩师的安排 今日在此 越发觉得 恩师深不可测呀 刘景 你我都是平庸的人 从前 你可曾想过 做这样的大事 刘景想了想 摇头 刘文善道 这便是了 能遇恩师 这是你我的福气 刘景道 儿子能为 干爷爷赴汤蹈火 哪怕是下辈子 还做燕人 那也值了 刘文善挥挥手 去准备吧 让王细作 立即行动起来 半个月之内 我要交这玉金香 一钱不值 等我们离开的时候 这里的一切 都将化为乌有 刘文善站起来 背着手 这个平庸的读书人 现在却是愁愁满志 要教他们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恢复不了元气 恩师之仇 可以报了 刘景点头 立即寻来了王细作 王细作十分振奋 他很清楚 自己正在创造历史 这一场酝酿而起的风暴 里头有一份自己的功劳 而以七国公有功就赏的性子 自己 可能成为世界上 最富有的佛朗基人 第1329章 最后的疯狂 就在整个北方省 上上下下之人 都渐渐情绪稳定的时候 一场风暴 却重新开始酝酿 早已运至北方省的囚精 开始疯狂地出货 囚精 已至29金币 一仓库一仓库的囚精 一车车地运出去 随即换来的是堆积如山的金币和银币 这些金币和银币迅速地装船 一艘船满 则立即驶离港口 可接下来 这市面上倾销的囚精 却依旧是源源不绝 根据安德烈斯爵士为首的各国协商约定 为了稳定囚精 他们必须稳住价格 因而 无论市面上有多少的囚精 他们都需以29金币以上收购 如此 才可保障恐慌不会蔓延 可是当日 他们就察觉到了异常 太诡异了 这囚精的收购量 是往日的数十倍 可是市面上 依旧还是数不尽的囚精 这囚精到底有多少 也只有天知道 安德烈斯爵士 是个果断的人 他绝不容许 价格再有下探 给予市场恐慌的机会 因此 他立即下定动用储备 这些早就从各国运来的 无数真金白银 也在疯狂地流出 以至于一天下来 人们根本无从计算 到底花费了多少的重金 收购这些囚精 或许 是某个大商家 突然想要兑现吧 安德烈斯爵士等人 在商讨了半夜之后 暂时得出这个结论 不过 此次吸收了这么多的囚精 想来 对方的货已经出尽了 虽然储备金已经伤金动骨 可只要价格还稳定 那么 一切就在可控范围之内 因为囚精还要还有价值 那么将来迟早可以 将这些兑换来的囚精 兑换成金银 这只是左手倒右手的游戏 不妨是的 可虽是这样的想 安德烈斯爵士 还是一宿未睡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令他产生了不安 若不是各国愿意 竭力支撑 差一点 这囚精的价格就要失手了 可到了第二日 更坏的消息传来 还有 依旧还是大规模的出货 安德烈斯有些疯了 除了以实价 大规模的收购之外 另一方面 他决定再调动一些 金币和银币来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昨日花费了重金收购 此时若是价格失手 让无数人恐慌地抛售 那么后果更加严重 现在的他就如一个书红眼的赌徒 他已经输得太多太多 想要翻本 就只能投入更多的金银 整个总督府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人们疯狂地议论着 胶着地等待 从市场上带来的各种消息 先生们 价格已经微跌了 市面上的囚精太多了 总督府的一个官员 满头是汗地冲了进来 他脸色惨然 到底怎么回事 是谁在捣鬼 总督疯狂地咆哮 他曾是囚精的最大受益人 他的家族 还囤积了大量的囚精 一旦在跌破 那么就完蛋了 不止如此 北方省的财库 也有太多的囚精 到时 整个北方省 除了破产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 巴伐利亚大公阴沉着脸 以愤怒地离席 若说一开始 囚精的暴跌 还只是损失惨重 可此后的就是 再到现在的情况 这几乎已经让各国 都有彻底崩坏的危险了 来自葡萄牙的特使 愤怒地道 抓住这些奸商 逮捕他们 去查明我们的黄金 和白银的去向 将这些暴徒搅死 他挥舞着拳头 到了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了 任何的办法 那么 只好动用暴力了 对 封锁所有的海岸 封锁他们的仓库 总督阁下 带着您的人 立即行动 绝不容许这些暴徒作乱 是的 必须要采取措施了 总督阴沉着脸 却几乎要哭出来 他看了安德烈斯绝世一眼 安德烈斯绝世痛苦地道 尊贵的先生们 我想 这绝不可能 有人诧异地 看着安德烈斯 到了这个时候 安德烈斯 居然还有优柔寡断 不止如此 那位法兰西宫廷里的宠臣 此刻苍白着脸 点头 是的 这绝不可能 为什么 有人红着眼睛 都到了这个时候 难道我们还要姑息他们吗 我嗅到了阴谋的气息 这是阴谋 先生们 安德烈斯看着这些愚蠢的人 最终咬牙道 如果现在 我们的士兵出现在街头 封锁了港口 去捉拿抛售的商人 那么 我们就完蛋了 想想看吧 消息只要传出去 谁还会相信 囚经有价值呢 还有任何商人 市民 农户 甚至是我们的士兵们会相信 囚经有任何的价值吗 一下子 所有人沉默了 不错 囚经的价值 在于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买卖 人们深信 只要自己愿意 这个东西只要自己需要 就可以随时兑换出足额的金银 甚至可以用它来进行交换 可一旦 士兵出现在街头和港口 那么这个消息 是无论如何都封锁不了的 市场上已经开始风声喝力了 在这个街骨眼上 任何的暴力行动 只会加剧人们对于囚经价值的担忧 到时 就不再是几个阴谋家们出货 而是整个欧洲 都将陷入抛售之中 各个阶层 每一个拥有囚经的人 都将疯狂地抛售自己的囚经 真正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彻底地完蛋了 是啊 当全民抛售的时候 哪怕是将所有的亡国的资产加起来 也未必能维持住价格 现在 我们的敌人 还只是一些不法的商人 可一旦事态严重 那么 我们要就是 要针对的对象 就是所有人 我们根本没有胜算 几个不法的商人 他们的囚经 总会有出境的识 而一旦人们不再相信 囚经的价值 人们认为 我们需要用士兵去打击 那些出售囚经之人时 那么 到了明天清晨 囚经就不会比地上的石头 更有价值 而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还剩下了什么 安德烈斯的眼里 布满了血丝 他痛苦地颤抖 这根本不是阴谋 这是堂而皇之的阳谋 这个阳谋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明明你知道 你的对手在疯狂地 吸取你的财富 你也明明知道 这样下去 他会榨干你的血肉 甚至 只要你动一动手指头 你就可以找到他们 然后将他们肉体上消灭 你还可以封锁港口 将那些持续外流的经营 统统留在你的港口 可是 你却不能动它 一根手指头 因为 交易的规则 已经定好了 或许没有白纸黑字 可明明之中 却早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在维系着这个不成文的规矩 一旦你破坏了这个规矩 那么反噬的后果 更是令你无法承担 安德烈斯他们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 现在各国的储备资金 已经消耗了近半 更何况 还有此前囤积囚精的损失 一旦崩盘 安德烈斯爵士 根本无法想象会有什么后果 对于对手们而言 他们唯一要考虑的 就是利润便是了 可安德烈斯爵士这些人 他们要关心的 并不只是国库 以及贵人们的荷包 除此之外 作为各国的使者 他们还需向国王 领主们负责 他们还需担心暴乱的风险 这已经不是财政问题 这样简单了 也就是说 使用暴力的话 对方所受的损失 远比欧洲各国遭受的损失 要小得多 总督府里的人 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有人不甘心地道 难道 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他们这样戏弄我们吗 安德烈斯爵士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目光 又变得坚毅起来 到了这个份上 他已经输得够多了 而现在 他狠狠地拍了拍桌子 至少 我们唯一庆幸的是 我们现在的敌人 只是一群不法的商人 而不是整个欧洲 我想 他们的货 一定会有出境的时候 我对此深信不疑 抱着这样的决心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 我们现在的就是计划了 很明显 我们现在的储备资金 显然还是不足 现在 先生们 我们已经绑在了这个战车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 现在的危机 足以让我们团结一致 捍卫囚精 就是捍卫我们自身 捍卫各国的王权 捍卫每一处领地 先生们 我依旧深信 他们的囚精 是有限的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市场依旧可以稳定 总督阁下 请您立即去安排 继续以现在的价格 收购这些囚精 有多少 我们就要多少 除此之外 安德烈斯爵士 看向所有人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为了确保一切都可顺利 先生们 我希望 增加在北方省的 就是储备资金 我希望 各国的国库 发挥更大的作用 没有钱了 已经没有了 有人难难道 这已经掏空了 他们所有的家底 各国的财政 已经枯竭了 可以筹措 据我所知 有许多威尼斯 和荷兰的商人 很乐意向我们接待 安德烈斯爵士 做坚毅状 宛如一名勇敢的将军 手挥舞在半空 拳头狠狠地握紧 斩钉截铁的道 胜利将属于我们 只要玉金香求金 还有价值 那么 我们手上兑换来的玉金香 就是捍卫各国国王 和领主们的监视基础 第1330章 王冠落地 对于赌徒而言 当他们已经输得 一五所有时 自会毫不犹豫地 妄图使用一切的手段 试图连本带力地挣回来 现在的安德烈斯爵士 心态大抵也是如此 总督府里的人沉默着 对于安德烈斯爵士的建议 他们首先感受到的 乃是刺骨的含义 可是 情况已经糟糕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还能有什么 比现在更加糟糕呢 借款 继续 只要坚持下去 那么 就可守得云开见月明 威爹的球金 价格依旧还在拉锯 偶尔威爹 偶尔又威上 可那数之不尽的倾销 也还在继续 安德烈斯 有些开始怀疑人生了 因为 他无法理解 怎么这世上 竟有如此之多的球金 这些球金 到底从何而来 西班牙的海军 打探到 有打着北方省旗号的商船 绕过了葡萄牙 向北非方向去 可海军打算伏击时 竟发现了大名的船队 这些再次接应的船队出现时 立即引起了 西班牙舰队的警惕 他们不敢贸然追进 可当他们呼唤了 主力舰队来时 那些舰船 早已远去了 舰船一旦出了海 在这个没有雷达和卫星的时代 想要寻觅其踪迹 不斥视大海捞针 除非对方沿着既定的海路而行 而且 哪怕是要做到伏击 也是极不容易 毕竟 整个西班牙亡国海军 不可能做到随时出击 成本太高昂了 本身国库 就已经紧张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捉襟见肘 这是名人的阴谋 安德烈斯爵士 后知后觉 此时 已到了第四天 清销还在继续 储备金几乎已经一空 甚至 他们还奢欠了 大量的商人的贷款 可是 那囚经 却还是源源不绝 继续兜售 要完蛋了 安德烈斯爵士心 彻底地寒了 当有官员来总督府奏报 又有三个仓库的货 正在疯狂清销的时候 总督府内 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安德烈斯爵士 脸色苍白如纸 还能够收购多少 阁下 储备金已经没有了 我们 已经被吸干了 阁下 有人冲了进来 道 消息走漏了 消息走漏了 安德烈斯爵士 打了个寒战 消息 怎么就会在这个时候 不偏不倚走漏了 唯一的可能就是 这是他的对手 散播出去的 立即澄清消息 安德烈斯果断地下达命令 可随后 他脸色蜡黄 澄清消息 储备金已经告庆 也就是说 各国联合起来 几乎掏空了国库 甚至不惜借贷的金银 已经彻底地清空了 一个铜板都没有留下 在这个时候 拿什么去澄清消息 安德烈斯爵士 一屁股跌坐在了椅上 他双目无神地 看着虚空 阁下 一个又一个 可怕的消息传来 消息已经传遍了 现在所有人 都在兜售他们的囚禁 到处都是 市场已经混乱了 人山人海 阁下 阁下 安德烈斯爵士 猛地从椅上跳了起来 立即逮捕那些凶徒 我们失败了 那就让他们陪葬吧 派出我们的士兵 士兵 总督一连死灰地 接受了命令 欧洲沉沦 已经不可避免 他已无法想象 在各国的财政 被洗劫一空 在各个阶层的财富 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 享受了数十年 殖民红利的欧洲 现在 已经站在了悬崖上 而现在 在被毁灭之前 他必须带着士兵 将那些该死的人 统统逮捕 可是 街道上到处都是混乱 到处都是走上街头的人们 他们拿着自己的囚巾 惊慌失措到 居然向路人兜首 就在清晨时候 囚巾的价格 还是二十多金币 可在一个时辰之后 当消息散播 这囚巾 居然已经不值一钱了 一个铜板都兑换不到 因为每一个人 都在兜售他们的囚巾 疯狂的人 甚至拦住了总督 和上百名士兵的道路 他们拿着囚巾 攻着身 祈求着道 先生 行行好吧 三个金币 我的囚巾 是世上最好的 滚开 总督心里想 我的囚巾更多 一个金币你要吗 很快 身后的士兵 开始变得犹豫起来 有一个家伙 溜了 看到街头上 如此恐怖的场景 想来他也拿自己 毕生的积蓄 换了囚巾 寄望于能够升职 这士兵一走 其他的士兵 更加地不安 远处 愤怒的人开始 将囚巾砸在了地上 这囚巾啪达落地 摔成了两半 一股浓重的大蒜味 便散发了出来 到处都是大蒜的味道 有人怒喝道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愤怒的人们 才不管是谁 洗劫了自己 因为洗劫自己的人 可能远在天边 可是出门左转 总能找着总督大人 一望谦卑的人们 在绝望之下 已经疯狂了 那种一夜之间 一切化为乌有的滋味 足以让任何温和的人 变成强暴 起初的时候 他们是用囚巾 朝着士兵身上砸去 愤怒的士兵试图反击 可随后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当总督带着士兵 艰难地寻到了几个库房 发现这库房里 还有没有抛售完的囚巾时 这里已是人去楼空了 他们艰难地 开始搜捕了几个 协同出货的商人 商人们战战兢兢地 看着他们 告诉总督 和他接触的是个 约克的英国商人 英国商人 只是委托他们 进行贩卖而已 在花费了半天的时间 查到了约克的踪迹时 这位英国商人 则老实交代 他受雇于一个葡萄牙人 而至于那位葡萄牙人 却早已不见踪影了 士兵们封锁了港口 这里早没有了船只出入 直到有人告诉他们 在海外有一处岛屿 那里曾被人租下来 有许多可疑的人出入 于是总督带着水兵 抵达了岛屿 岛屿里一切如常 倒是新建起了一些设施 可是依旧是人去楼空 据说早在两天之前 这里的人就坐上了船 不见了踪影 北方省的一支小舰队 已经预备出发 要将这些该死的骗子 绳之以法 安德烈斯爵士 一面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一面有信使 带来了更坏的消息 北方省的舰队 袭击了港口 他们宣布叛乱 而理由很简单 绝大多数的官兵 已经破产 他们已经预期到 西班牙已经支付 不起他们薪水 现在到处都是混乱 人们朝不保夕的情况之下 不满和怨恨已经滋生 原本奉命出海的舰队 早已明白 大海茫茫 他们根本追击那些伤人 于是 愤怒的官兵 决定有所作为 他们悬挂上了代表荷兰的旗帜 杀入了港口 非但没有得到抵抗 反而很快 得到了无数人的欢迎 人们愤怒地咆哮 无数人跟着水兵 迅速地在市政厅里 升起了新的旗帜 并且宣布 北方省 不再接受残暴的 西班牙王室统治 总督已经被杀死 一名贵族战战兢兢地 被士兵们拥戴着 戴上了王冠 而至于安德烈斯爵士 他手里提着鹅毛笔 一脸错愕地看着信使 信使道 阁下 我们应该立即取到法兰西 回到西班牙去 这里已经被愤怒包围了 到处都是叛军 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 安德烈斯道 其他的客人呢 都已经走了 我们应该向南走 通过洛林进入法国 因为法国北方诸省 也有暴乱的倾向 许多人声称 要杀死国王 绞死伤人 安德烈斯一脸痛苦之色 这群野蛮人 事实上 没有人比安德烈斯爵士更加痛苦了 一方面乱民们四处在寻找他 与他势不两立 到处都是要绞死他的呼声 可是 哪怕是回到了西班牙 那又如何呢 他将成为替罪羔羊 同样被王室所憎恶 人们只会将一切的错误 都归咎于他 可事实上 从他奉命来到北方省的那一刻起 他都没有选择的 命运哪 他发出了一声感慨 而后离了离自己头上的白色头套 衣冠楚楚地站得笔直 这只是个开始 不是结束 他朝自己的随从道 很快 这里将会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战火 王冠将掉落在地 数不清的城堡 将失去他们的主人 所有的财产都会贱卖 谁拥有金币和银币 就会成为这里的主人 我深信 那些该死的人 他们不会逃远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改头换面地回来 或许下一次 他们就自称自己是法兰西人 或者是英国人 又或者是威尼斯人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这个人将会轻易地 拾起掉落在地的王冠 可是 安德烈斯爵士痛苦地闭上眼睛 没有人会记得 这群人曾是巧言吝啬的骗子 是窃取了惊天财富的强盗 人们只会记得 他带着巨额的财富 登上陆地 成为许多人的大恩人 第1331章 新的王冠 安德烈斯爵士 说出了这番话之后 面容里满是悲哀 总督府已是一片狼藉 应当用不了多久 愤怒的士兵和乱民 就要杀到这里 那些各国的使者和贵族们 早已逃了得干净 而自己呢 已经无处可去了 安德烈斯爵士向随从道 一个混乱或崭新的时代 将开启 等待我们的 要么是漫漫长夜 又或许是晨曦出生 可这一切 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已是我的末路 请带着我最后的忠告 去告诉国王殿下吧 此时此刻 必须有力地团结法兰西人 不能再和法兰西人勾心斗角下去 只有结好他们 才能确保在未来 平定北方省的叛乱 若是任由北方省被叛军所占据 那么迟早这里 将成为瘟疫的发源地 随从一头雾水 完全不明白 安德烈斯爵士话里的意义 可此刻显然 他已经不愿意继续待下去了 因为外头已经传来了愤怒的声音 仅有的几个卫士 似乎和外头的乱民 已经产生了冲突 随从看都不看 安德烈斯爵士一眼 便慌乱地按键挤走 顿时不知踪影 安德烈斯爵士 看着那护丛去的方向 不禁连连苦笑 他知道 自己的那位护丛 不会为自己带话的 来到北方省之前 他还只是一个和所有人一样 倾心于参加宫廷沙龙和排队 偶尔为了女人争风吃醋的贵族 可北方省之行 被委以重任 才让他真正地意识到 原来世界还有这样的游戏 而现在 他开窍了 只可惜 游戏已经结束 胜负已分 之所以 他认为此时 西班牙必须和法国递结盟约 自然是为了保障北方省 依旧还在哈布斯堡的手里 叛乱必须被清除 而不幸的是 北方省紧邻着法兰西 同时和神圣罗马帝国中的 德意志北方诸邦相邻 法兰西一直与哈布斯堡 争夺欧洲的霸权 就在十几年前 西班牙军队还大败法兰西军队 以至于法国人不得不选择 和奥斯曼帝国构合 双方剑拔弩张 势同水火 哪怕是这一次联合起来 也只是暂时的 法兰西人显然乐见于哈布斯堡 失去对北方省的控制 毕竟 对他们而言 任何削弱哈布斯堡家族实力的事 他们都乐观其成 至于德意志诸邦国 虽然名义上臣服于那 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 西班牙国王 可事实上 皇帝对他们的控制力有限 这些诸侯历来对于皇帝阳奉阴违 甚至 他们对于皇帝权势的扩张 也心生恐惧 净临在一旁的北方省 这个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 也一直令他们寝食不安 而一旦叛军得到了他们的纵容 那么后果 可能更加糟糕 这一刻 大量的乱民 已经愤怒地冲进了市政大厅 他们拿着各色各样的武器 安德烈斯爵士笔直地站着 直到有乱民上前 一拳将他打翻在地 他是西班牙人 他疼得直咧嘴 然而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乱民又挥拳打在他的身上 而乱民们 也因一具西班牙人沸腾了 纷纷前扑后继地扑向他 舰队徐徐地顺着波涛而行 此时 为首的这一只挂着葡萄牙旗帜的舰船上 刘瑾和王细作 巨兜挑眉 喜行余色 刘文善低头看着书 事实上 这一次的成功到底多少 也只有天知道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来得及点算 所有的金币和银员 都仓促地装上船 而后一船船地拉出了外海 在外海 有大名的船队接应 可是刘文善的脸上 却不见喜悦 来之前 他努力地跟着王细作 学习着佛朗基的语言 此后 在其他的时间里 这个佛朗基显然有着不同的传统 这是一个全新的文明 这一篇大陆上有太多复杂的事 中国自居 天朝上国已久 将诸邦视为蛮夷 不过心学之中 倒不至于如此的傲慢 他更讲究实用主义 在对外上 更多遵从知己知彼这一套 刘文善现在所看的 是一本法兰西的骑士小说 足足看了一页 而后 他抬头 看着欢天喜地的刘瑾和王细作 刘文善闭了一下眼睛 立即又睁开 目光落在王细作身上 不禁叹息地道 王细作 在 刘文善很是认真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问道 你有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未来 王细作迟出 他不解地看着刘文善 刘文善笑盈盈地道 意思是 你将如何过这一生 我回到大明 那时 我会拥有许多的土地 我会有许多的妻妾 想来蒙齐国公的厚爱 我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官职 我会有更多的孩子 说到这些 王细作的眼里放光 一脸的向往之色 刘文善摇头 不 你可以得到更多 王细作诧异地看着刘文善 刘文善瞎了一口白水 笑盈盈地凝视着王细作 北方省的情况 你认为会如何 会有一场巨大的叛乱 甚至这个叛乱 会有蔓延的风险 接着呢 刘文善寻寻善诱道 王细作细细地想了想 才脱口分析 我想 接下来他们会推举出 一个新的国王 从西班牙的统治中独立出来 北方省在此之前 就一直对于他们的西班牙国王 不太友好 此次 是一个导火线 又或者 他们会像威尼斯或热亚娜一样 成为一个共和国 刘文善点了点 继续问道 接着呢 接着 王细作一愣 他已经无法继续畅想下去了 一双 看着刘文善的眼眸里 满是困惑 刘文善 嘴角轻轻 勾勒起一抹弧度 淡淡道 那么 我来告诉你 接着 这个新的国家会很快崩溃 无论他们推举出来的是谁 可能现在北方省的民众 会对他欢呼 可是你要明白 人们之所以选择新王 是认为 新王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 可事实上 并不会 因为所有人的财富 都几乎已经化为乌有了 无数人 将会债务缠身 绝大多数人 为了补偿债务 都将贱卖他们的财产 可事实上 他们的财产 没有人愿意购买 因为市面上 已经没有多少金币和银币了 这就会导致金价和银价高升 整个商业 都已经被连根拔起 那里的士兵 会继续欠想 那里的商人 拼命地兜售货物 却又无人问津 那些贵族 他们的地产 现在已是一钱不值 这个新王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曾经拥护 他们的人打倒在地 紧接着 混乱会继续开始 是吗 王熙作想了想 点头 没有错 整个北方省 已经彻底地被榨干了 曾经的富庶之地 现在却成了混乱之源 这根本不是一个 凭着新王 就可以解决的 刘文善见王熙作 已经明白自己所说 便又继续提点道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回到北方省去 啊 王熙作诧异地 看着刘文善 似乎完全不明白 是什么意思 混乱之源 他去做什么 刘文善朝他笑道 当下的北方省 甚至是整个佛朗基 谁拥有经营 谁就是北方省的主人 王熙作吓了一跳 刘先生明见啊 我若是去 被人识破了会如何 就是要被人识破 刘文善笑音音地道 对于北方省叛乱的人而言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 解决眼下的危机 可是谁可以解决这个危机呢 谁有银子 可以稳定市场 就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他们才懒得去管 拯救他们的人 是什么身份 再者 叛乱之后 整个北方省 难道就不担心 西班牙人进行评判 而这个时候 若是你自称 自己乃是奉命而去 乃是大明骑国公 垂连北方省的小明 我大明不久之前 曾击败西班牙大军 这个消息 在佛朗基 早有人知道了 若此时你的出现 足以让叛军们认为自己 有了一个靠山 虽说大明与佛朗基山长水远 可这些叛军 暂时多为乌合之众 他们岂有 不忌惮西班牙之理 你的出现 却又恰好迎合了 他们对于安全的需要 刘文善看着吃惊的王细作 不由停顿了一会 又认真而心细地做分析道 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还会有人有功夫 去顾忌你的身份 眼下 你唯一做的 就是抵达了那里 控制住叛军之后 立即交好法兰西人 现在法兰西人也是交头烂额 只怕也顾不得你 而至于西班牙人 暂时也是自身难保了吧 没有数年功夫 怕时也缓不过进来 到了那时 你若是能在北方省立足 齐国公自会派出舰队 与你里应外合 王细作脸色又清又白 他很清楚 刘文善虽然对他分析得明明白白 可是 王细作却明白 这里头有太多太多的困难 一个不好 自己便算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第1332章 方大善人爱你 王细作沉默着 不发一言 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于是他浅浅地眯起了眼睛 很是认真的看着刘文善 刘文善则是平静地看着他 王细作的心里 不禁在想 果然一个人 若是成日都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难免也会变得优秀起来啊 从前的王细作 只是想要发财 想要出人头地 哪怕只是 能挣一百个金币 他也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知足了 可现在 跟着齐国公 跟着刘文善 他接触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此后 他回头去看 那曾经一百个金币的梦想 却是说不出的可笑 这令他深深地明白 自己的未来 有无限的可能 于是乎 他深吸一口气 豁然抬头凝视着刘文善 很是认真的问道 我带多少金银回去 刘文善很满意笑了 看着王细作的目光里 透着欣赏 旋即便郑重地开口说道 一传就完全足够了 只此危急时刻 所有的东西都会暴跌 有一船的金银 足够你挥霍 成为整个佛朗基的大恩人 王细作道 我需要一个完整的计划 最好 我得有一些护从 需要四阳商行训练出来的人 他们还得配一些左轮火冲 得有一百人 刘文善便看向刘景 刘景高兴地要跳起来 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 且不说 若是王细作成功了 那么 四阳商行在佛朗基 就有了一个跳板 不只可以为四阳商行的生意 带来巨大的便利 而且四阳商行在北方省 也可招募大量的暗探 为刺探佛朗基的底细 清扫障碍 可若是王细作死了 那也不错了 此次 首功当然是自己的干爹 可赐要的功劳呢 王细作一死 那就很遗憾了 我刘景只好当人不让 这是横竖不吃亏的事啊 莫说一百人 刘景心里还是有些疼 咬牙道 便是101人 也不成问题 几日之后 王细作带着他的舰船 开始返航了 这一次 他站在甲板上 船下的波涛 却是知道 接下来 他将面对的是一个 艰巨的挑战 当王细作回到北方省的时候 事实上 这里已经面目全非了 暴乱的痕迹清晰可见 到处都是残还断壁 就在新的国王登基不久 很快 新的暴乱又开始了 成如刘文善所预料的这样 明辩的基础 来自于人们对于 一无所有的恐惧 可无论是谁登台 他们依然还是一无所有 曾经大量的投资者 现如今 陷入了最尴尬的境地 街道上 弥漫着一股大蒜的气息 人人都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高利贷者们 却无法收回自己放出去的贷款 所有的地产 都无人问津 除此之外 各种的流言蜚语 漫天的飞 有的说 法兰西已经发生了暴乱 国王已经被逮捕 也有的说 法王与西班牙国王 无法容忍这股风潮 他们已经纠集了强大的军队 将进入北方省 扑灭这里的火焰 王细坐下船 随后 他轻车熟路地寻到了所有的商骨 商会已经萧条了 因为任何货物 现在都已经卖不出去了 商人们好奇地看着王细坐 王细坐坐下 气定神闲 我奉大名齐国公的命令而来 齐国公窒息了这里的情况 对于这里所发生的事 表示遗憾 发生这些 完全归咎于西班牙人的贪婪 众人面面相去 这里的人 确实都将一切 归咎于西班牙的统治者们 尤其是当人们砸开库房 发现这些统治者们 囤积了数不清的囚经的时候 至于大名 人们似乎有所耳闻 那是一个遥远的国度 有人认为其强大 有人又认为他脆弱 不过 西班牙人在大名远征的失败 令这大名王朝 又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齐国公是个好人 他在东方 被称之为举世瞩目的慈善家 他富有 却又不令钱财 他帮助弱小 并且为大名皇帝所赏识 他有着崇高的品德 不止如此 他还多才多艺 他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 同时还是建筑业 最有力的赞助者 他还津津乐道于办学 热衷于投资绘画 艺术 他还是一个美食家 人们对于这个齐国公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太感兴趣 我奉了他的命令而来 是因为他不忍 看着这里继续混乱下去 在东方 众所周知 他拥有高贵的血统 他既是公爵 也是王冠的继承人 好吧 现在我来说一说我的计划 齐国公爱你们 正因为他对于佛朗基 和北方省的热爱 他善良的内心 无法坐视这里的情况 继续恶化 人们对于这一段话 是保持怀疑的 一个人再远在天边 来热爱自己 这实在有侮辱智商的成分 王细作也不在乎 他们此刻在想什么 而是继续神情淡定地说道 因此 他决定对市面上的房产 地产 进行收购 同时 他让我带来了十万金币 用以作为新政府的资金储备 用以保障军队的运行 同时 稳定新政府的日常所需 不止如此 在未来 七国公会持续地 对新政府 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先生们 我们必须要稳定住市场 不能让资产的价格 继续持续暴跌了 商人们不可置信地 看着王细作 现在整个北方省 经营齐缺 再加上大量的债务 以及混乱 市场已经萧条 曾经任何值钱的东西 到现在已经无人问津 可这时候 有人带来了经营 不只对新政府进行资助 而且还许诺拿出金银来 收购人们手上 不值钱的房产 以及一切商品 要知道 多少人陷入可怕的债务 可他们手头 一切曾经值钱的东西 现在都一钱不值 几乎所有人 都陷入了绝望啊 现在北方省 最缺乏的 恰恰是信心 而一个突如其来的人 却带来了信心 甚至 人家还许诺 在未来 七国公还会 源源不断地派人来到这里 对北方省进行资助 倘若如此 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商人们顿时雀跃起来 齐国公的善举 令人感动 请容许我们 向他致意 这些行将破产的商人们 热泪盈眶 没有人真正去关心 齐国公和王细作 是什么人 有什么图谋 对于一群落水之人而言 齐国公和王细作一下子 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他们只想狠狠地抱住稻草 别无他想 王细作很快就成为了 北方省最光鲜的人 他建立起了一个钱庄 此后 将随船来的货币 作为储备 资助新政府和军队的款项 很快就落实 当然 只是预付了一笔 可这已经足够了 随后 通过钱庄 大量的地产被收购 那些破产的小领主们 不得不卖了他们的城堡 哪怕是钱庄收购他们的土地 只有危机之前十分之一的价格 他们竟还是对王细作 表达了自己的感激 沉重的债务 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现在全欧洲 都在兜售自己的土地 可是 买家却是一个都没有 能够卖到这个价格 他们已经十分满足了 一位刚刚将土地 转让给了钱庄的骑士 忍不住亲吻王细作的手 留下了滚烫的热泪 他激动地赞美道 阁下 您真是一个好人 这番话 完全发自肺腑 因为就在昨天 他用更低的价格想要抛售 却没有人愿意理会他 而他的债务 若是再不清偿 会令他陷入更加窘困的境地 王细作甩了甩手背上的口水 朝他微笑 这都是齐国公仁慈的缘故 计番 方殿下 最见不得的就是正直的人 在遭遇了困境 却得不到帮助 他是一个善人 以能够救助他人为己任 所以 请不要感谢我 应该感谢那位尊贵的王子 以及国公殿下 那么 请您转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他的善举 将会得到来自天国的回报 王细作点头 不过他显得有些不耐烦 因为他很忙 他不但要大肆地收购资产 也要借机 联合商人们稳定住市场 除此之外 他还以方继番的名义 去接济一些失去了一切 沦落街头的人 这些事情 已经够他 忙得晕头转向了 所以 他没时间 去搭理每一个人 这里的贵族们 原本忧心忡忡 他们担心西班牙的 平叛大军来到这里 这些荷兰贵族 对于西班牙的统治 早已不满 而这一次叛乱之后 他们却又很快 清醒地认识到 或许 他们要大难临头了 王细作的出现 让他们暂时安心起来 王细作一再向他们保证 继番方阁下 对于他们的处境极为同情 继番方还是一位优秀的海军元帅 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将领 他在去年 带领军队打败了西班牙的侵略者 并且身先士卒 受了重伤 因此 如果西班牙人胆干来犯 那么继番方阁下 将会带着他的军队而来 保护荷兰的独立 继番方不介意 在荷兰 再一次击败西班牙人 第1333章 都督佛朗基 这种安全上的承诺 虽然是虚无缥缈 可这些叛军们 却很吃着一套 人总愿意 自己愿意相信的事 更何况 对方还拿出了真金白银 至少现在北方省的情况 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 人心开始渐渐地恢复 物价开始渐渐地稳定 商人们终于开始打开门做生意 士兵的薪水 虽然少得可怜 却也开始发放 苦难还在继续 可是希望还在 击败了西班牙军队的伟大将军 尊贵的王子 大善人 以及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甚至据说 还是一个对于教会抱有好感的人 这个拥有一切好名声的人 现在却已是声名雀起 人们坚信地认为 那位善良的国公会保护他们 王锡作在北方省的产业越来越大 他成了越来越土地的拥有者 可他谦卑地 自称自己只是方大善人忠实的奴仆 越是如此 人们对于那位大善人 便越发地心怀敬畏 许多商人 不约而同地 开始围绕在了王锡作的身边 毕竟 现在他已控制了整个北方省的各行各业 他所拥有的土地的财富 数之不尽 北方省并非没有保亡党 可是在经历了危机之后 保亡党已经身受重创 何况在这个时候 西班牙国王也已焦头烂额 正在紧急地处理着 即将要破产的政府 还有西班牙内部日益增加的不满 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部 离心离德的帝选侯们 这些潜伏起来的保亡党们 曾一度认为 杀死这个东方人的奴仆 掠夺他的财富 就可以解决当下的危机 可是 他们势单力薄 因为此时整个北方省 稳定下来的根本 并不在于王细作 带来的这些财富 而是来源于 王细作巧舌如簧 所提出的远景 一旦除掉了王细作 那么 势必要触怒那位传说中的 方大善人 哪怕方大善人不与之为敌 而后续方大善人 对于北方省的援助承诺 一旦落空 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 即翻 方援助计划 是北方省人心稳定的基石 任何人破坏它 都会是整个北方省 各个阶层的敌人 左右逢源的王细作 很快就成了贵族们的好朋友 商人们可以信赖的伙伴 市民们的衣食父母 以及农民们眼里的大救星 任何的沙龙和宴会 他都是最受瞩目 且最闪亮的那个 每到一处 他就登台 一遍遍地告诉所有人 方大善人在得知了危机之后 如何寝食难安 如何夜不能寐 他为北方省的人民操碎了心 人们于是欢呼 贵族们或许不相信这些鬼话 可是叛乱的贵族 本就希望稳定人心 所以他们接受这个说法 商人们何其精明 也未必相信这个鬼话 可他们却假装自己狂热无比 因为这些话 才可以稳定住 刚刚恢复了一些的市场 市民们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失去的了 除了这个希望之外 他们一无所有 因而他们振臂一挥 为之欢呼 农夫们凑钱杀了几头牛 将这些牛肉 送到了王细作的面前 希望王细作能够派船 将这些礼物 送去给方大善人 愿那位热爱美食的大善人 永远健康长寿 紧接其后 人们才意识到 此时除了王细作之外 再没有一个 能在困境之中 团结各个阶层 维持稳定的人了 当一个噩耗传来 这更促使了人们 更加依赖王细作的居心 卢森保大公国发生了叛乱 叛军和王军反复的拉锯 已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 此时 整个欧洲都在风雨飘摇 唯有这曾经的北方省 现在的荷兰 还维持着一定的稳定 于是 新政府在群龙无首之下 决心拥戴王细 作为荷兰护国总督 王细作当仁不让 在当当擦拭 干了血迹的总督府里 接手了权力 而后 一场盛大的宴会进行 无数人纷纷向新总督 表示了自己的忠心 总督阁下 人们围着王细作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您接下来 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 宴会里 许多狂欢的人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他们看着王细作 期待着答案 人们出于对混乱的恐惧 选择了这位方大善人的仆从 此时 他们极希望知道 这位总督阁下 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这要考虑到荷兰的需求 那么 荷兰现在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呢 有人想要打破杀郭问到底 王细作显得信心满满 他看着所有人 沉阴片刻 战乱已经开始蔓延开来 而荷兰必须稳定 荷兰的稳定 将会使他成为欧洲的孤岛 就说说卢森堡所发生的事吧 在那里 到处都是杀戮 不出意外 将会有大量的难民 涌入进荷兰 我们可以阻止他们吗 国界是无法阻止他们的 这一点人们深知 王细作道 当他们越过了边界 最需要的是什么 人们开始思考 总督阁下的问题 确实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启发 是啊 接下来 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子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房子 我需要 你们需要 每一个市民 每一个来到荷兰的人都需要 人们瞠目结舌 王细作豪气万千的道 我们应该招募大量的人手 建房子 从现在起 我宣布 荷兰建业现在成立 这是我的第一个命令 王细作看着这些 瞠目结舌的香巴佬 果然 都是一群没有见过太多世面的人 可话说回来 作为总督的王细作 有知懂这个 这个世上再没有人 比买了很多房产的人 更加懂房子了 新的顺天府 已经开始矗立在了新城 准确地说 是京南新城 大量的文力 无力被招募了进来 这巍峨的衙门 瞬间便开始人满为患起来 红治皇帝得知了此事 一言不发 他是有些猛逼的 卧槽 这两个家伙 想卖地已经想疯了 红治皇帝 倒是没有指责什么 居然决心 让太子和方细番去折腾 他算是想开了 随着他们去折腾吧 诸后赵和方细番政 得意非凡的时候 王宫厂附近的一次爆炸 却是一下子惊动了二人 二人迅速地被召回宫中 内阁和各部的大臣 早已到了 红治皇帝脸色铁青 跪在地上的 乃是萧敬和谋兵二人 这二人一个东厂厂工 一个是锦衣卫指挥使 对此却是猛然无知 其实这也怪不得谋兵 倒不是谋兵办事不力 而是自红治皇帝登基之后 先是裁撤掉了西厂 接下来 对于厂位的态度 也是极不明确 这使得厂位 非但早没了成化年间的威风 反而隔三差五 被御使们各种痛批 谋兵作为锦衣卫指挥使 自知陛下对于厂位 颇有几分戒备 因而许多事 他总是犹豫不定 再加上自成化之后 锦衣卫已经经过了几番的财撤 人手也开始微微不足起来 可现在 诸后赵和方济翻到了 朝红治皇帝行了礼 红治皇帝只汉手点头 你们来得正好 你们二人 一人是顺天府府影 一人呢 则是少影 王宫厂附近的仓库爆炸之事 你们可知吗 这可伤了17个人 正记得 七八年前 王宫厂也有过爆炸 可这一次显然不同 因为根据奏报 爆炸的当日 是有人混入了火药库之中 可见 这是有逆贼图谋 锦衣卫这里 已经打探到 这极可能和白莲教逆肥有关 这王宫厂 也算是顺天府的侠地吧 经理出了逆贼 厂位择无旁贷 你们顺天府 也可以坐视不理吗 诸后赵道 儿臣又没说不理 红治皇帝 他深吸一口气 看向方济翻 方亲家 你来说 方济翻道 陛下圣明 简重点 红治皇帝不客气地道 方济翻只好道 经理现在越来越多人口流入 难免会有萧小之徒 趁此混进来 这情有可原 顺天府一时失查 是顺天府的疏失 恳请陛下恕罪 红治皇帝 脸色缓和了一些 自宋以来 这白莲教匪 便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历代先皇无一不想 将其碎尸万段 朕本以为 自前些年的打击 这些逆贼 还知收敛 可现在看来 他们不但是狼子野心 还是胆大包天啊 此事 朕一命厂卫去查了 顺天府 倒也不必大张旗鼓 毕竟 厂卫才负有主要责任 朕之所以召你们来 训斥你们一通 是要让你们知道 别成日只惦记着修牙 要做做正儿八经的事 之后 照张口 想要说什么 方济翻连忙道 儿臣万死之罪 可这牙修都修了 总不能将他拆了吧 拆了 红治皇帝冷笑 你敢拆了 朕先把你方家拆了 红治皇帝淡淡道 朕听说 肖伴伴竟认了小帆做母亲 纪帆 肖伴伴成你外甥了 这 第1334章 卖花的方济翻 方济翻是不愿意认 宵敬这样的人的 总不能什么阿猫阿狗 都跑来叫一声爹妈吧 最麻烦的是 宵敬还是皇帝跟前的人 东厂掌印 私里间丙比太监 这么一个人 认了自己做侄子 皇帝若是知道 这还了得 可架不住 宵敬他不要脸啊 方济烦言 现在陛下质问起来 他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宵敬却是扑通跪倒在了地上 道 陛下 奴婢万死之罪 实是方小帆 救了奴婢一命 这救命之恩 奴婢是无以为报啊 奴婢这才斗胆如此 和齐国公并无关系 奴婢一介贱奴 怎么敢认公主殿下为姑母 这宵敬倒是极聪明 他没有说 认了方济翻为姑父 这毕竟 是有点忌讳的事 却是咬定了 有了这层关系 自己便是公主殿下的侄子了 这么算起来 陛下乃公主殿下的爹 这又该是啥呢 这个圈子 乱得很辣 牵一发而动全身 认了一个 这头上就漫天飞舞着各种长辈了 红治皇帝 他无法将肖静和自己的侄孙联系起来 你一个太监 你 倘若换作了其他人 肖静敢如此大胆 早死一百回了 肖静其实也是极聪明 他太清楚红治皇帝的为人 所谓阎王好惹 小鬼难缠 小鬼他是真惹不起了 红治皇帝便淡淡道 这真是胡闹 往后再敢如此 朕绝不轻饶 肖静盲事磕头如捣蒜 遵旨 白连教须将他们连根拔起 万万不可懈怠 奴婢遵旨 那牟兵跪在地上 嘴唇如孽 欲言又止 红治皇帝道 怎么 牟亲家有话说 牟兵道 陛下 其实 其实 自王工厂裁撤之后 那儿的火药作坊 已经改为了储存火药的仓库 此次王工厂仓库爆炸 威力害人 可是 陈命人根据爆炸的威力 还查阅了火药出入的数目 陈有一个怀疑 红治皇帝皱眉 你继续说下去 这些火药 少了 少了 是的 陛下 所以北镇斧斯预计 此次爆炸 更多的只是想要掩人耳目 入库的火药 有一万七千三百斤 可爆炸的威力 大致 却只在四千斤上下 剩余的一万多斤 十之八九 是早被人窃取 此次爆炸死伤的十几人中 大多都是守库的官兵 陈想 这可能是他们杀人灭口 同时 声东击西的行为 你的意思是 这一万多斤的火药 他们要偷偷用在其他地方 陈是这样认为的 朕来问你 他们要用在何处 这 可就说不准了 他们如此费尽心机 定是 花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运作此事 甚至可能被炸死的库钉 也有人与他们勾结 要窃取这么多的火药 还要藏匿起来 还要有用处 那么这些火药 对他们而言 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陈在想 他们想要用在宫中 可能性不大 毕竟宫中防卫森严 可其他人呢 这就说不准了 陈想 这白莲教匪徒 定是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杀死 他们认为 对他们作乱妨碍最大的人 谁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他们便会对谁动手 殿中一下子安静了 方济帆听到了这里 脑子发猛 他脸色惨然 下意识地道 谋指挥使的意思 意思是 他们的目标 是我 众人看向方济帆 谋兵沉默了片刻 不 齐国公 背下现在预计 他们针对刘公的 可能性最大 这一下 轮到方济帆猛逼了 这 啥意思 不是说白莲教要铲除的 乃是他们认为 对他们所图谋的大事 有最大妨碍的人吗 是我方济帆啊 我方济帆为国为民 对朝廷的贡献 难道不是最大 没有我方济帆 怎么 就是他刘剑了呢 刘剑听到此处 面上淡定 哼 老夫岂会怕区区几个逆匪 他们有胆便来 洪志皇帝面上露出了深深的担忧 谋倾家 锦衣卫物必要小心保护刘倾家 万万不可 让这些贼子 有可乘之机 谋兵正色道 陛下放心 臣一定有所布置 方济帆心有点乱 不禁道 可是我认为 白莲教的目标 更可能还是我 陛下 锦衣卫也要保护臣才是 诸后照在一旁 拍拍方济帆的肩 本宫保护你 洪志皇帝不置可否 他只当方济帆再打去了 既然锦衣卫不太给方济帆的面子 认定了白莲教袭击的目标 乃是刘剑 洪志皇帝自然不敢等闲是之 洪志皇帝道 朕挖第三尺 也要将这些乱臣贼子 一网打尽 洪志皇帝气得不轻 现在大明是百废待举 可这些白莲教匪 却还是在一次次的打击之下 死灰复燃 倘若朝廷施政倒也罢了 偏偏这几年 总还算太平 洪志皇帝深吸一口气 尽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接着 他道 无论如何 也不必为这些跳梁小丑 而弄得风声鹤唳 纪帆啊 方济帆心里还在琢磨 我方济帆这么重要 为大明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白莲教匪应该没有眼瞎吧 他们要谋害的 当然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这个人除了我方济帆 怎么可能是刘剑呢 这还有天理吗 白莲教匪人品如何 方济帆不做任何的评价 可想来 他们应该不眼瞎啊 看来 以后出门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得派千八百个人保护自己才是 济帆 方济帆方才回神 茫然地看向红智皇帝 红智皇帝冷着脸 朕虽赐你为顺天府少爷 可朕也命你开府建崖 可怎么至今 金府一点动静都没有 也难怪红智皇帝着急 这都已经快一年过去了 金府倒是见了 只是迄今为止 一丁点眉目都没有啊 方济帆道 陛下 而臣已布置妥当了 请陛下放心便是 红智皇帝皱眉 这如何放心得下 当初命方济帆开府建崖 红智皇帝起初时 可是有他的深意的 这金府涉及到的 乃是国际民生 关系着内堂 可谁晓得 方济帆除了游手好闲之外 金府尽无丝毫的作为 红智皇帝左等右等 终究是忍不住了 方济帆阵阵有词道 陛下 儿臣已经安排妥当了 陛下后爱儿臣 准儿臣开府建崖 儿臣自然是尽心竭力 赴汤蹈火 陛下难道忘记了 而臣命刘文善出海 前去佛朗基 卖花 嗨嗨 殿中立即传开了 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那花经历了一年之后 早已慢慢地在京市流行 玉京香嘛 现在谁家院子里 没有养几只 只是 这玩意 你千里迢迢卖给佛朗基人 你把佛朗基人当傻子 这朝中上下 虽将佛朗基人 视之如蛮夷 可是这些白皮肤 金发碧眼之人 可是能远航至西洋 在西洋建立其统治 甚至在黄金周 与新京郡王对峙 虽然大明击溃了一只 西班牙的远征郡 可毕竟 对方是远征而来 哪怕是大明 现在派出一只远征郡 前去佛朗基 也绝不敢自信满满地相信 能够获得胜利 这佛朗基 当然不可能是一群傻子 他们上你方济翻的当 你还真以为 你方济翻能在大明如鱼得水 快活得不得了 是因为你智商比别人高明啊 若不是 因为你又有脑脊 又是功臣之后 皇亲国妻 你怎么胡闹 大家都得灭着鼻子认了 你换在佛朗基试试看 且看看那佛朗基人 如何弄死刘文善 可看着方济翻 一脸真诚的样子 方济翻他所说的 乃是一件再紧要不过的事 他方济翻是当真了 洪志皇帝哭笑不得 这军国大事 到了方济翻口里 竟成了戏一般 他只好道 这花佛朗基人会买 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不会买 方济翻信誓旦旦地道 陛下要相信尔臣啊 而臣这些年 可曾吹嘘过什么 而臣是老实人啊 洪志皇帝和刘剑等人 交换了一个眼色 刘剑等人 却都无奈地摇摇头 这意思大抵是 你方济翻 无论说破了天 这事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他们也绝不相信 这佛朗基人 个个都是傻子 那花 遗数能卖十文钱 甚至一百文 或许他们能勉强信几分 再多 就没有了 可你送这么多花 万里迢迢地跑去佛朗基 这是佛朗基人有病 还是你方济翻有病 好好好 洪志皇帝苦笑 摇头 朕全且信你 可是济翻 金府总不能单单卖花吧 朕让你卖花 啊 不 洪志皇帝自己都有点乱了 朕命你见牙 是要你能为朕分忧 朕卖花 难道可以做这金府的主业 怎么不能 方济翻不禁道 陛下圣明 明察秋毫 可是金府不卖花 还能做啥 第1335章 首到秦来 方济翻的话 令洪志皇帝很不满意 这个家伙 什么都好 就是懒 你有这么多挣钱的本事 怎么就不用在正道上呢 洪志皇帝见这方济翻 似乎是一根金的下麦他的花 心里不禁透着失望 多么好的孩子啊 误入歧途了 只是身为天子 自也不便在点画他什么 洪志皇帝微笑 嗯 朕等你的金府 拿出点本事来 倘若在这般无所事事 朕要罚的 方济翻便行礼 而臣遵旨 方济翻和诸后赵 告辞而出 诸后赵为方济翻抱不平 老方 父皇也太不仗义了 你这般的大功臣 就因为偷了点懒 不要罚你 这啥意思 方济翻感慨道 或许 是因为陛下 想银子想疯了吧 诸后赵听罢 觉得有礼 咧嘴笑了 哈哈 本宫一直怀疑自己 不是轻生的 可现在一听 却觉得 嗯 可能还真是轻生的 本宫也想银子想疯了 卖点地 挣点银子 怎么就这么难呢 他见方济翻皱眉 老方 你在想什么 方济翻忧心冲冲道 我在担心白莲教 不怕贼偷 就怕贼电解 他们窃取了这么多的火药 肯定有大图谋 似我这般 功勋赫赫 且又为国公 在民间有极高声望 人人对我感激涕零的人 岂不正是这些白莲教肥眼中的眼中钉吗 他们一定要除我而后快 只有杀死了我 他们才可以安心地犯上作乱 我有些担心 不但担心自己 还担心公主殿下和正亲的安危 倘若让他们得逞 这可就糟糕了 我的性命 没了倒也罢了 男儿为国而死 能为朝廷尽忠致生命的尽头 实是我方济翻平生所愿 可是在想到 这世界上若是没有我 多少人要跟着遭殃啊 想到这些 我便心急如焚 诸后照想了想 为啥白莲教肥 不是想刺杀本宫呢 本宫也很重要 我会织毛衣 本宫名声也很好 方济翻瞪着诸后照 殿下 这个时候 还有闲心开玩笑吗 大货临头了 你还吃这个干错 好好好 诸后照不愿和方济翻争辩 便道 这个好办 你多派信得过的护卫 随时保护你 你且放心 若是人手 还不足 东宫的禁卫 本宫也调拨一批来 怕个什么 不过与其被动 不如主动出击 将这些教匪 一网打尽 方济手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这 便命王金元 去打探这些贼子的行动 他们赶来京师 我叫他们有去无回 诸后照点头 乐了 这才是嘛 所以本宫 叫你不要担忧 你偏生如此 方济翻道 我这也是为了苍生百姓啊 百姓们离不开我 没有尘 谁来给百姓们 建房子来住呢 诸后照沉默了很久 其实 本宫可以继承你的一致的 方济翻 王金元听说 有人要行刺少爷 整个人几乎都要炸了 他自觉的 自己是少爷身边 心腹中的心腹 那些乱臣贼子 保不齐会先从自己身上开刀 于是乎 他忙是将 星成上上下下的学员们招来 命他们去查教匪 这些学员 和许多灾民关系极好 几乎是灾民们的传声筒 他们见王金元 哀声叹气的样子 有人道 这些贼子 胆大包天 王掌柜不要急 师公身边 有这么多人保护他 想来可以安全无余 王金元跺脚 可是老夫身边 却没有人几百个 进位随时保护啊 所以 要赶紧拿住贼子 否则 我料定这些贼子 必定会拿我开刀 我乃少爷身边的复兴之人 一旦我没了 少爷行事 便多有不便 犹如断了少爷一臂 他们倘若刺杀少爷不成 势必要将主意打到老夫的身上 所以 行动一定要快 半分都慢不得 少爷已经名言了 立即发出悬赏 除此之外 要发动星成上上下下所有人 定然不要给这些贼子 有机可乘的机会 众人听罢 都觉得有理 纷纷同情地看着王金元 紧接着 大家开始背诵 这白莲教匪的特征 譬如 平时如何行事 家中会供奉着什么塑像 说话的语气如何 他们一一记下之后 便开始走街窜户 通知各家 当初的灾民们 早已在京市安顿了下来 绝大多数人 都已有了工作 食堂已经撤了 因为各自 已经有了养家糊口的谋生能力 事宜不再需要救济 在这京师的生活 虽也辛苦 可比这当初 不知好了多少倍 不止如此 许多人开始得了 西山钱庄的优惠贷款 只交了一些首付 便买下了西山建业 搭建起来的宅子 这种宅子 当然不能和工程附近的宅底相比 事实上 宅子就宛如一个小盒子 巴掌大 方圆不过十几帐 卖价 也不过八九十两银子而已 付了几两银子 其余的钱 慢慢地还 可无论如何 大家总有了一个 遮风避雨的地方 在这附近 有医院 有学堂 有整齐的道路 甚至连顺天府也搬了来 这导致八九十两银子的房价 涨到了一百二十多两 于是乎 许多人开始美滋滋起来 毕竟 生活有了希望 在这个时代 对于庶民而言 希望是极奢侈的事 绝大多数人 在一个小小的洞天里 一辈子都走不出 方圆三十里之内 去得最远的 也不过是市集而已 读书是别想的 哪怕一家人艰辛的劳作 还需承担沉重的杂役 可换来的 也不过是勉强糊口的粮食 而倘若遭遇到了任何的天灾 便有了全家死绝的风险 因而 每到灾年 不知多少面黄肌瘦的孩子 头上插上了草镖 用几乎低廉到 令人发指的价格贱卖 竟也无人问津 哪怕是在封年 人的价格高一些 可其价格 依旧高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代 是禁止随意屠杀牛的 因为牛 是极宝贵的资源 而与之相比 绝大多数时候 在衙行里 人的价格 甚至不及一头牛 此时 一听到有人 要行刺齐国公 新城的百姓顿时炸开了 以至于每一个人的眼睛 都好似是多了一宠警惕 但凡是外乡人来 或是觉得异常的 便毫不犹豫地报官 顺天府里 则是人满为患 到处都是来报官的 还有忙得脚步沾地的差役 倾听来者的描述 而后确定其是否可疑 此后还有人 专门负责去拿补 整个新城 可谓是热火朝天 一日功夫 竟抓了三百多个可疑之人 在旧城里 也没好到哪儿去 甚至在人流最大的 火车站站台上 新城和旧城兵马寺的人员 也纷纷开始进行盘查 整个京师 鸡飞狗跳 锦衣卫这儿 有点猛 某兵本来想趁此机会 立个大功 早就命格签护所 开始行动起来 锦衣卫上下有上万人 这么多的人手 本以为此次是首到擒来 可谁曾料想到 某指挥 背下早就盯着一个货廊 觉得起可疑了 因而一直都在暗中盯烧他 本想看看他还与什么人接触 可谁料到 他今早就被顺天府拿去了 据说是有他人检举了他 到现在 这人还没有放出来 还有一个店铺 新城签护所 一直注意他们了 可正无 一群差异呼笑而至 人就带走了 最惨的是刘签护 刘签护为了在指挥面前 露露脸 决心亲自带着几个自家的兄弟 装扮成了寻常百姓 在街头巷尾按查 可谁晓得 不知道被哪一个 桑尽天良的人检举了 十之八九 是觉得刘签护人等颇为可疑 于是又有差异们来 这些顺天府的差异们 凶得很辣 刘签护一见不对头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便想逃 那签护呼喝一声 便有数十上百个差异 和路边的闲汉子 将他们追出了四条街 被人按住 就是一顿猛打 血都吐出来了 刘签护要亮明身份 他们还不信啊 呼呼几下 又是几巴掌 说什么若是锦衣卫 为何要跑 定是贼子无疑了 一旁的百姓也跟着打 然后被带去了顺天府 回来的时候 身上没有一处不适于亲 谋冰 谋指挥啊 这下头的弟兄会们 可还怎么查啊 现在暗探不敢出门 怕被人当成是教匪 明探走上街头去 还未查到谁可疑 人就被人拿走了 这没法干了呀 谋冰深吸一口气 在从前 他眼里哪里看得起顺天府啊 可现在不一样 他是丝毫不敢招惹顺天府 还有那个刘千户 倘若是从前 大水冲了龙王庙 锦衣卫肯定不罢休的 可现在 谋冰发现自己 现在连知都不敢知一生 锦衣卫在凶 凶得过太子 凶得过方济帆吗 谋冰皱眉 常卫越发不被陛下所重视 倘若连这份内之事 都不及顺天府 外头最新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吗 当官不为名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若是办不好这个差 我们当真 要回家卖红薯了 第1336章 一网打尽 谋冰说着 虚了口气 他倒是不敢去 太子和方济帆争什么 只是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证明自己的能力 所以 现在锦衣卫各千户所 百户所 都给我动起来 无论有多难 也窃窃不可懈怠 谋冰只能如此交代 这个时候说再多都显得苍白 只希望锦衣卫上下 都能尽力而为 将白莲教那伙人缉拿归案 到了次日一早 红治皇帝召谋冰入宫 谋冰见驾 见红治皇帝手里 拿着最新的统计数据 宵敬在一旁伺候 这新的统计数据 看着极为害人 红治皇帝面上 露出了深思之状 方小帆设计了一个 新的统计方法 即将所有的产出 进行折价 而后 再根据税付 推算出各府各县的生产值 这种计算的方法 虽然未必完全做准 但是却可大抵看出一点 各府各县的产出 在最新一年的统计里 金氏的增长尤其之高 其产出 竟是去岁的一倍以上 这自然和大量的灾民涌入 以及各种建设 还有无数作放的产出相关 而其次 便是保定布正史丝了 保定布正史丝下辖的 不过是一府一州 在各省之中 辖区面积是极小的 可其增长 也是一齐绝尘 金氏加上保定布正史丝 产出竟已超过了 原本向来复数的江南诸省 以至于南直立 浙江 福建 江西诸省相加 竟还远远不及 红治皇帝又看了 税富的情况 这种差距就更加大了 因为金氏和保定布正史丝 商税的推广 国库的岁入 已高达1900万两文银 是其他诸省的十倍之差 各省采取的 乃是食物税 不过 红治皇帝拿起了 其他各省的奏报 各省巡抚和布正史 似乎也在世深的呼吁之下 希望缴纳赢税了 就其原因 从前大家乐 与缴纳食物税 这是因为 食物税有好坏和粮友之分 且还有大量的损耗 这就给予了不少人 还有好米和差米的分别呢 可送进了粮库 它就是米 至于粮食 总需要转运 运输的过程中 需动用人力物力 粮食也难免会损耗掉 这又是一笔镜像 可随着通货膨胀的缘故 人们就不再愿意 以食物纳税了 毕竟 同样一斤米 上半年可能价值三文钱 到了下半年 可能就是四文 人们意识到 资产的价值是随时变动的 且商业活动的增加 商品的出售 越来越容易 甚至许多商股 现在直接深入到各乡各里 直接收购粮食 免去了许多的麻烦 如此 为何不以银子来计价缴税呢 红治皇帝沉吟着 淡淡倒 而今 钱庄的银票已经推广开 这买卖是越来越容易了 不过 银票却也要提防 大明宝钞的钱车之鉴 保定府新政 已有成效 这是欧阳志的功劳啊 有了保定部正史司作为榜样 新政的推行 已经步入了正轨 正看 应当召欧阳志回京了 接着 红治皇帝喃喃自语 至于以银计税 施行一条编织法 正看 也到了时候 不过 两乃朝廷的根本 其他的食物 可以以粮计税 唯独是粮食 却不可操之过急 红治皇帝低头 提起朱笔 批了一个条子 交给萧敬 送去内阁 让那个讨论吧 朕的意思是 其他诸省 可以以银带粮计算税赋 唯独江南诸省 却是窃窃不可 让内阁拿出一个章程来 萧敬自然是 懂红治皇帝的意思 结果批条 便唯唯诺诺地点头 江南的粮税 占据了天下粮父的一半 倒不是说 江南的产粮 占据了整个天下的一半 而是江南与金师之间 有大运河连通 运粮方便 损耗最小 直接走水路 也节省人力 而其他诸省 若是收了一斤粮 能有半斤送到金里 就算是阿弥陀佛了 粮税的意义确实不大 去吧 红治皇帝朝点头的萧敬 轻轻一挥手 萧敬听罢 攻着身 硬了 举步要走 抬头 看了一眼谋兵 谋兵低垂着头 束手而立 红治皇帝目光 才看在谋兵身上 平静地道 谋亲家 你来了呀 谋兵立即拜道 臣见过陛下 朕一直都在等你来 怎么样 白连教 可有眉目了吗 红治皇帝对此 表示关切 盗取了这么多的火药 这还了得 而且这些人狼子野心 竟还要谋害大臣 这一世无法容忍了 早一日拿住 红治皇帝才能放心 现在 经理风声鹤唳 三个内阁大学士 红治皇帝都派了大臣 妥善地保护了起来 可这样下去 却不是长久之计 红治皇帝 只能寄望锦衣卫 早点将那些人抓住 因此 他看着谋兵的目光 透着几分期许 谋兵知道 此事非同小可 便郑重地道 锦衣卫上下 已再尽力了 请陛下放心 不出一月 陈定将他们一网打尽 红治皇帝 微微汗手表示信任 不过他沉吟了一会 便道 你是侍奉 在朕身边的老臣 朕知你稳健 白连教行事诡诀 又利来隐秘 一个月的功夫 是难为了你 可是眼下 是不急也不成 朕相信你能办好差事的 谋兵听到老臣二字 像是触动了心事 整个人激动起来 他不是一个极聪明的人 只不过当初 红治皇帝 在詹氏府做太子时 自己在敬前伺候而已 可以说 他是亲眼看着 红治皇帝长大的 此时 红治皇帝 已是满头滑发 而谋兵他自己 亦是垂垂老矣 虽然陛下不惜场位 可对自己 却是历来不错 谋兵眼睛微红 不禁哽咽 败倒在地 老臣能为陛下分忧 实事三生之幸 岂可不甘恼徒弟 纵是辅月汤祸 成甘乐之 红治皇帝微笑 虚了口气 便认真的同谋兵说道 朕不过命你 搅白莲教匪而已 什么辅月啊 汤祸的 你是锦衣卫指挥使 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 是 老臣万死 红治皇帝安慰他 好好干吧 你的孙子 年纪也不小了吧 让他进西山书院吧 等将来徐儿有成 朕自有重用 是 正说着 外头却有宦官匆匆进来 陛下 陛下 白莲教匪 拿住了 拿住了 红治皇帝一听 一脸诧异地看着谋兵 这个老家伙 很有一手啊 刚刚在朕面前说 一月之内 必定拿住白莲教匪 转过头 人就拿住了 牟兵一脸猛逼 完全是一副 怎么回事的样子 见牟兵 恍恍惚惚惚的样子 红治皇帝 也是疑云丛生 怎么 他一点都不知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红治皇帝 便看向那宦官 那宦官会议 是顺天府拿住的 包抄了一个仓库 寻到了那一批火药 当场就抓了13人 除此之外 在其他各个窝藏点 又抓了90余人 几乎算是一网打尽了 顺天府 这有点狗拿耗子之嫌啊 不过 狗还真拿住了耗子 你还真不得不佩服他 前些日子 太子可谓是可敬了折腾 这又是修心衙门 红治皇帝 只当自己这儿子 想要卖地想疯了 满脑子都是钱 这不像自己啊 一点大局官都没有 可谁料到 红治皇帝 看着那宦官 眉头不由一扬 问道 人在何处 就在顺天府大牢里呢 红治皇帝面上变换不定 顺天府 官不休雅 那两个家伙 却是把顺天府 修去了数十里之外 他是真佩服这两个家伙 红治皇帝沉吟着 朕去看看 陛下 谋兵心思复杂 回过神来 听说陛下要去顺天府 显得有些担忧 陛下 红治皇帝朝谋兵微笑道 朕有倾家保护 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走吧 顺天府乔迁 朕还没有去看过呢 不是百姓家乔迁都叫乔迁之喜的吗 要送礼的 看看咱们的顺天府府影 要送朕什么礼 谋兵猛逼 梁九 他深吸了一口气 陛下 百姓家乔迁之喜 是 是宾客送主人家礼 不是主人家送礼给 哦 红治皇帝点头 一脸回过未来的神色 原来如此啊 朕竟是想岔了 红治皇帝淡淡道 可细细说来 朕乃天子 朕才是顺天府的主人 不是吗 走吧 朕想看看 那些白连教 到底是何方神圣 谋兵心思复杂无比 可是红治皇帝 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此时 他哪里还敢怠慢 立即跟在红治皇帝的身后 红治皇帝摆驾 上了车 在敬畏的拥促之下 一路出宫 行了足足一个多时辰 那顺天府 才遥遥在望 远远看去 那顺天府 竟是极为巍峨 占地也是不小 有主楼 副楼数十 红治皇帝下了车 穷目眺望 心里不惊想 这只怕花了不少银子吧 第1337章 功劳不小 白连教的巢穴 是在昨夜里发现的 打着库房的名义 为首的艺人 自称是商骨 而检举的 却是附近的几个商骨 商人就是如此 喜欢寻觅商机 见这里有个仓库 又打出了旗号 这附近的商人 难免想要登门 这一来二去 就有人察觉到不对劲了 因为这些人 一丁点做买卖的兴趣 都没有 对于任何来客 哪怕只是见了 却都是不耐烦 问他做什么经营 也是云里雾里 商人们的世面见得最广 一般的话 也搪塞不过他们 再加上 现在到处都在 缉拿白连教匪 倘若是从前 商人们本着不惹事的原则 即便去破了什么 那也绝不会和官府打交道 报官 下 可别惹来麻烦才好 可现在 要刺杀齐国公就不同了 那是祖师爷的恩师 于是 报官 差役们警觉 立即开始布置人手 在货站左右 果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仓库中 到底有多少贼子 难以分辨 紧接着 直接调来了新城兵马司 新城兵马司来了一队人 预备了左轮火冲 紧接着 所有人暗暗地堵住了 各处的出入口 众人一拥而入 却说这些贼子 倒都不是省油的灯 不但在货站里设了陷阱 几个官兵 摔进了陷阱里 受伤不清 而且里头的人 各个武艺高强 他们早就 准备好了武器 这刀剑耍得虎虎生风 可功夫再高 也怕短冲 左轮短冲啪啪啪一响 跃在半空 手持长刀 刀刃银芒四射之人 便直接扑倒在地 身上四五个弹孔 血水涓涓 这些人硬气 口里啊呀呀地叫着 狗官兵 竟是霹雳雷 使诈 而后 便被人如死狗一般拖出来 一点焰 十三个人 顺天府和新城兵马斯认定 若是这仓库是巢穴 那么肯定还有同党 且一定就盘踞在附近 正好呼应 因而 附近的建筑渔徒 早在行动之前 便摆了出来 负责指挥的 乃是顺天府 新方司力徐业 盯着附近的渔徒 早将附近所有建筑的底细 摸了个清楚 哪些建筑比较可疑 可能窝藏着教匪 立即组织人力 进行袭击 这一切都在半夜中进行 到了辅小时 方济藩得知之后 难得早起 组织人进行拷问 而对于女侠 方济藩是 没有一丝兴趣的 这世上从来都不乏 年轻貌美的女子 至于所谓的江湖儿女 方济藩一丁点都不敢冒 人们对于这些人 往往会有 某种美好的想象 可实际上 一群敢于杀官的恶匪 就更不想小明放在眼里了 绝大多数所谓的江湖儿女 可能对于官府还有忌惮 若是遇到了老实巴交的小明 还不知什么凶恶的样子 所谓的江湖 哪怕说得再漂亮 什么替天行道 什么劫富济贫 可在这个时代 包去那一层神秘的外衣 其实不过是一群罪犯而已 徐叶是个老行民 一百多个人分开来审问 他一一过问 很快就察觉出了几个意志不够坚定的 而后 再从中选出地位更高的教匪来 此后 专门招待 不过很快 太子和齐国公变到了 在这水牢里 四周都是水泥 犹如铜墙铁壁 数十个差异分裂两边 那被抓起来的身份是个堂主 年纪在四旬 自称张景 他被吊在了刑具上 劈头散发 身上早已是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方济帆近来 皱眉 他不是一个喜欢滥用暴力的人 哪怕是对待这样的侵犯也是如此 你可以对他名正典型 但是这等肉体的折磨 却实在是不必要 面对这样的情形 这样一个遍体鳞伤的人 他竟是起了恻隐之心 毕竟严行拷打太残忍 当然 方济帆没有苛责徐业 时代是徐徐进步的 方济帆毕竟不是在云端上的人 自然晓得 任何时代都有他的愚昧 他怎么说 徐叶精神一震 便徐徐给诸后照 方济帆俩人到来 太子殿下 齐国公 他都招了 又交出了一份名册 不止在京里 还有保定 山东等地 都有他们的党羽 卑下已经拿着名册 命人继续捉拿羽党 暗图所记 不出数日 就可将他们统统一网打尽 还有呢 他自己招任 这一次 他们打算干一件大事 此次 潜入了大量白莲礁的骨干 他们和王公厂仓库中的人勾结 盗取了大量的火药 便是预备 要对刘公不利 方济帆 诸后照道 哈哈 果然了 方济帆道 他当真这样说的 这是当然 他们一起合计 认为只有杀了刘公 才可引发乱子 如此 才可趁机起事 说刘公乃是内阁大学士 是他们的眼中钉 肉中刺 方济帆咬牙切齿 这群昏了头的逆贼 我方济帆要将他们碎尸万段不可 他们约定了何时行事吗 徐叶迟疑道 不过 因为朝廷已有了察觉 陛下派了人 保护刘公人等 他们自觉的机会已失 因此 放弃了这个计划 方济帆呼了口气 这样说来 他们是打算无功而返了 不 徐叶摇头 玄机很是认真地回答道 他们又合计起来 认为 既然刺杀不了那个大学士 可来都来了 总要再寻一个重要的目标 于是思来想去 都在寻找最合适的人选 方济帆冷笑道 他们要选的这个人 一定要位高权重 而且还爱名如子 对朝廷忠心耿耿 拥有极高的声望 待人诚实 以信义为本 只有这样的人 刺杀了他 才可动摇国本 是吗 齐国公果真是神机妙算 料事如神 真是小人学习的楷模呀 徐叶振奋 没错 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 他们打算对礼部上书张生动手 连张不堂的府邸 他们都已暗暗打探过了 可谓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还好背下人等 抓捕及时 否则张不堂 非要遭这些贼子们的毒手不可 方济帆 诸侯照在一旁道 他们要杀的 不是方济帆啊 方济帆听闻 不禁看了诸侯照一眼 一时竟是克制不住情绪 怒气冲冲的 杀我和杀张不堂 没有什么分别 无论要杀谁 他们都是乱臣贼子 一群狗都不如的东西 居然如此胆大妄为 哪里有将朝廷后放在眼里 这狗东西虽然招供 已是死路一条 可是对待这样的乱臣贼子 不要客气 给我狠狠地打 打他十几个时辰 交代过了 方济帆气冲冲地出了求是 诸侯照连忙追出来 老方 喂 老方 走得这么急做什么 方济帆回头瞥了诸侯照一眼 见他匆匆忙忙追上来 便开口说道 我哪里走得急了 是你自己走得慢了而已 诸侯照朝方济帆 挤出一抹笑意 本宫奇怪得很 他们为何不杀你 方济帆哈哈笑道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咱们大明的心腹大患 竟都是一群酒囊饭袋 既没眼色 又无智商 这不正是天佑我大明吗 太子殿下 这是朝廷之福啊 诸侯照想了想 似乎觉得有道理 不过他没赞同地点头 而是连连调侃道 其实我觉得他们挺聪明的 别这样看本宫 本宫说笑而已 无论如何 咱们顺天府破获了一个大案 我早让人入宫报喜去了 正说着 有人急匆匆地来 太子殿下 齐国公 陛下来了 诸侯照和方济帆 都是精神一阵 完全没想到 洪志皇帝来得这样快 二人彼此看了一眼 连忙出去接驾 等他们出了地牢的时候 洪志皇帝 却已到了顺天府的正堂 顺天府上下数不清的官吏 纷纷败倒在堂中和堂外 洪志皇帝 加着顺天府如此大的阵势 也为之瞠目结舌 这里里外外 怕有上千人吧 这么多官吏 太子和方济帆 还真是 他没有急着问明 捉拿清犯的情况 牟兵则站在一旁 心里在想 但愿捉拿的 并非是正主 而是一群小贼 洪志皇帝 则捡起几份 暗读上的公文来看 这公文里头 竟多是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哪里失窃了 哪个作坊和周围的民宅 发生了纠纷 诸如此类 洪志皇帝细细看去 密密麻麻的 倒也津津有味 片刻之后 诸侯照和方济帆来了 二人拜下 洪志皇帝朝他们一挥手 这种汇报的是 诸侯照当人不让 一脸洋洋得意的道 而成人等 听闻顺天府里出了贼子 自是尽心竭力 彻查之下 在昨夜捣毁了 数个白莲教巢穴 拿住了一百多人 其中 多是顺天府上下的差役 处理甚多 尤其是行房思立徐业 此人是个大财 一抓一个准 连儿臣都佩服他 第1338章 记番是个厚道人啊 似徐业这样的人 一辈子都不可能为人所知 洪志皇帝 只听到私立徐业之名 自是毫无印象 他不禁恍惚 似乎在想自己在哪里见过 亦或听过徐业的名字没 在脑海过滤一遍以后 而后确定自己是第一次 听见徐业的名字 他便道 真是不易啊 这白莲教历来斩之不绝 乃朝廷心腹之患 朕一再姑息 而今 他们还敢放肆 朕已绝不纵容啊 太子和记番 长顺天府才多少日子 这顺天府上上下下的事 竟都能井井有条 这独当一面 足以令百官汗言 好 好的很 他不断地汗手 面容上露出笑意 来表示赞许 这些话 都出自真心实意 许多太子 地位尴尬 身处东宫 毫无建树 等到克基大统时 却是无法御下 免不得闹出许多的笑话 可诸后 赵实在令洪志皇帝刮目相看 简直深得他心 令他欢喜万分 监国得利不说 便是这顺天府 又何尝不是智里的风生水起 似这等白莲教逆贼 何等的猖獗 这么多年来 又有几个官府能拿住人 便连锦衣卫 也是无能为力 反观这顺天府 竟是将这等猖狂之人拿住 这实是有本事 红志皇帝看了一眼诸后照 这家伙 还是一副吊锒铛的样子 同样一个人 心境不同了 便觉得这太子 将来即便不是一个好天子 那也绝不会 愧对列祖列宗 红志皇帝心里一喜 再看一眼方济番 他的一双眸子里 透着满意之色 太子的改变 又何尝没有方济番的功劳呢 不说其他 这太子在顺天府的作为 分明可看到新学的影子 方济番在西山书院 传播新学 不但影响了无数性性学子 便连太子也影响到了 方济番真是他的成龙快婿啊 帮大明朝交出这么多人才 省去了他许多麻烦 红志皇帝 嘴角不禁勾勒出一抹弧度 露出浅浅笑意 他心里真的很满意 喜不自胜 想到这些 他不禁自言自语道 徐列 一个小小私利 竟有这样的本事 看来 果然非同一般 赐他一个武之官身吧 他只是轻描淡写一句 旁边的宦官 却是默默地记下 红志皇帝 又拿起了暗读上的各种公文 朝诸后赵举起来 饶有兴趣地问道 这些公文 都是你批阅的 诸后赵见父皇问自己 自然快言快语 还能有谁 难道父皇怀疑是老方 陛下明鉴啊 老方懒得很 他一面得意洋洋地说着 一面看着方济番 似乎在问老方 我说得没错吧 方济番心里乌鸣一声 这好为人失久了 见谁都像自己儿子 红志皇帝笑盈盈地 看着方济番 心里却想 济番想来 并非是懒惰这样简单 十之八九 是堂色太子的 他是希望太子 能多亲力亲为吧 济番这番苦心 在太子眼里 就成了懒惰了 他竟给方济番 一个同情的表情 委屈他了 也真是难为他了 红志皇帝高兴起来 朝着诸后赵萍萍点头 不错 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 能治一家 便能治一府 能治一府 那么平定天下 就可期了 好啊 很好 这顺天府中的琐事 你尚且能亲力亲为 将来 这国家大事 便也可灵机应变了 诸后赵没想到 父皇一痛夸 倒是显得有些 不好意思起来 笑呵呵地挠头 红志皇帝面容里 露出满意的笑意 随即目光 落在方济番身上 夸赞道 当然 顺天府治理得好了 济番也是有大功劳的 济番这个少影 很好 很好 令朕很欣慰 方济番立即道 陛下 而臣惭愧得很 很好 不过方济番 向来如此 不邀功 红志皇帝 很喜欢方济番 这种不骄不躁的性格 因此 他朝方济番 点了点头 随即便到 去将那白莲教的人压来 正想亲眼 看看他们的样子 牟兵在旁紧张无比 他心里在想 或许顺天府 拿住的只是一群 小鱼小虾 否则 这锦衣卫 真的无法做人了 以后还怎么 再精力立足 他心里蹉跎 有一种寄生鱼 和声量之感 的唐主赵大 便被拉了上来 徐叶很实在 果然揍得他面目全非 这赵大被人摔在地上 此刻他狼狈不堪 伤痕累累 一点脾气和骄傲都没了 竟是匍匐在地 呜呜地哭 红志皇帝 打量着此人 面无表情 抬头 看向左右道 此人是谁 徐叶上前禀报道 禀陛下 此乃白莲教唐主赵大 除此之外 拿获的其他人 自教主到圣女 自道各唐唐主 乡主 有十六人 还真是一网打尽啊 此刻他面色惨白起来 然而他拼命假装镇定来 掩饰自己的失态 心里虽然无比的震惊和佩服 可他依旧要保持着平静 不然显得他无能之辈了 而红志皇帝 却是非常的高兴 但依旧一副威严地 朝那赵大道 将头抬起来 是 是 赵大虽哭 想来是被揍得很了 心里怕了 竟是没有半分的桀骜 乖乖抬头 眼睛闪烁 红志皇帝 看着眼前披头散发 面目全非 目光没半分傲气的赵大 竟是吃惊地开口问道 你这样的人 竟可尊为堂主 赵大 这白莲教 有多少相众 赵大此刻不敢欺瞒 如实交代起来 咦 已大不如前了 成化年间的时候 两经十三省遍不相众 有十万之众 而今 却是 却是 红志皇帝 倒是显得心平气和 你们御徒谋害何人 赵大道 自是谋害齐国公 齐国公 为国为民 嗨嗨 效忠朝廷 有惊天伟帝之能 我们要行大事 非要害死 齐国公不可 小人万死 被人 被人蒙蔽 差一点 筑成大错 诸后赵听着 不由道 不是说张声吗 第1339章 刮目相看 诸后赵说话 总是能让人有些尴尬 当然 红志皇帝 对于诸后赵的怪话 已经见怪不怪了 自己的儿子 是什么德行 他是清楚的 什么都好 就是总会发出惊人之语 说一些不拙边的话 从前 红志皇帝总为此而生气 堂堂储君 总是不分场合的胡言乱语 这还了得 可打了这么多年 依旧还不见长进 显然 这是改不了了 打了不改 不改还打 最终打不动了 所幸 只好妥协 因而 诸后照任何稀奇古怪的话 红志皇帝都会自动地过滤掉 当作没有听说过 只是听到这些白莲教匪 竟是要刺杀方济番 红志皇帝心里后怕不已 整个人竟是有些发抖 双手不由握成拳头 他脸色变得严厉起来 微眯着眼眸 屁腻着赵大 从鼻孔里冷哼出声 真是好大的胆子 正平日待名如此 虽也有缺失之处 却也问心无愧 你们如此胆大妄为 简直可恶至极 说着 他不由沉默了一会 接着又开口问道 你们如此猖獗疯狂 为了杀害朝廷命官 连性命都不要 莫不是有什么冤屈 赵大沉默了片刻 他眼睛有些飘忽 可看了一眼 一旁压着他的行李 便打了个寒颤 道 小人此前只是寻常的农夫 因为虔诚 随时事后在教主左右 才一路被他提拔起来 众庄家太苦 在教中却有人供养 这是大实话 已经无关其他问题了 红之皇帝 已经懒得再去问了 厌恶地皱了皱眉 便冷冷道 将他压下去 移交锦衣卫 送赵玉吧 行李们没有怠慢 将人压下 对于赵大的回答 红之皇帝显得有些焦躁 这世上终究 还是有许多野心勃勃之人 只要能鼓动百姓 便可脱离生产 打着各种旗号 在内部各自封官许愿 自会有被蛊惑的百姓 供养着他们 等那赵大压了下去 红之皇帝深深吐了一口气 竟是忍不住发表感叹 想来 这就是所谓的人心吧 一声叹息 红之皇帝又继续道 因而 朝廷还是任重道远 今日诛灭一个白连教 明日 自会有其他的道门 将其取而代之 他们现在固然 闹不出什么乱贼 可一旦天道有变 就是他们有机可乘之时 红之皇帝看着太子 心里略有担忧 自己当政 这些人的危害不大 自己的儿子 也有几分模样 想来 区区白连教 也翻不起浪来 可是自己的孙子 自己的曾孙呢 这其中 实在有太多 太多变数了 想到这些 红之皇帝不禁有些害怕了 双眸浅浅一眯 环视着众人一圈 问道 朱卿 怎么看待 谋兵在一旁 羞愧地说不出话来 堂堂锦衣卫 捉拿清犯 还不如顺天府 现在还能说啥 红之皇帝 见身旁的谋兵 皆莫不语 不由一脸期待地 看向方济帆 方济帆徐徐道 陛下 此次捉拿清犯 除了行力和 新城兵马司用命之外 这百姓 也给予了不少的帮助 若是没有他们为之 通风报信 随时刺探周遭的异常 要捉拿这些教匪 人教这等道门 层出不穷 想要解决根本之徒 而臣以为 重在教化 自然 此教化非比教化 以往朝廷教化百姓 只讲仁义道德 可百姓们 又有几人听得懂吗 在儿臣看来 读书可以明理 所谓教化 不是靠几篇 仁义道德的文章 宣誓于众 便可做成的事 也并非是考了几个秀才 浮现中有几个声援 其根本之徒 在于 让更多人入学读书 读书可明智 可明理 自然也就不太容易 被人蛊惑了 红智皇帝听言 若有所思起来 随即便又点了点头 你继续说下去 方济翻道 以往的读书人 只能去科举 因而对于庶民而言 这科举的途径 实在地过于狭窄 三年之中 朝廷能录取多少进士 又有多少举人 亦或有多少的秀才呢 这样的人 都是凤毛麟角 百姓们又是贫困 自然不敢让子弟们读书 因而 要推广这等教化 首先要做到的 而臣以为有三 其一 需大力的新办工学 尽力的减少读书的资费 其二 使百姓们较为富时 能够吃饱穿暖 可以勉强供养子弟读书 这其三 才是最重要 是要让人真真切切地 看到读书的好处 若只是仁义道德的教化 却不告诉人们 读书能获得什么 而臣认为这是不妥当的 在新城 人们就养成了读书的风气 倒不是因为读了书 就可参与科举 可以做秀才 可以做举人 而读了书出来的人 不但工作较为清闲 兴奋也是不菲 因而 人人都愿意让自己的子弟 成为那样的人 陛下 大明的百姓 是最实在的 他们从不敢有太高的奢望 也不曾好高骛远 对他们而言 金榜提名之事 远在天边 那远在天边的事 与他们何干 只有近在眼前 实实在在的好处 方可使他们下定决心 自太子殿下长顺天府之后 一直将教化当作是头等大事 在经师里 设置了一百多个盟学 三十多个职学 还将这幅学和宪学 改变了职能 用来招募想要学大学问的读书人 甚至将西山书院 引入旧城和新城 开办联合学堂 而今 金中入学的儿童 少年 青年 已有十三万人 二十三万人 这个 倒是洪志皇帝不曾关注到的 可如今听来 这个数目 实在是吓人 这几乎士林之人 有近四成 都入学了 这需要很大一笔银子 洪志皇帝在心里暗暗算着 也没答案 便开口问道 那这要花多少银子 方济翻道 太子殿下和尔臣 也曾为此而烦恼过 不过 效果 还算不错 太子和尔臣 将顺天府的礼房 专职划播出了一批人 负责统一教材 对工学进行管理 教材统一 便可直接印刷出书本 且入学的孩子多 一个老师 可带数十人 虽不及私塾那般 可这样算下来 其实 成本都被均摊了 这个时代的教育之所以昂贵 不但在于书本值钱 而且还让孩子读书 不是生产 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 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 没有真正意义的工学 也没有一个教育的统一标准 一旦设立了标准 一个老师 带着数十个孩子 虽是紧张一些 却可以给更多的孩子 读书的机会 红之皇帝汉手点头 原来如此 镇静不知 这是太子的主意 还是你的主意 方济翻道 当然是太子殿下 为了教育 呕心立血的结果 太子殿下常常对人说 北直立的顺天府 乃是守善之地 若连这里读书的人 尚且都是凤毛麟角 那么便是顺天府尹的独职 为了工学的事 太子殿下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甚至每一个教材 都是他精心地挑选过的 红之皇帝显得有些不幸 却又不免生出了几分欣慰之心 这可是从前从未有过的事 想不到自己的儿子 在这里任府尹 居然做成了 虽然红之皇帝不知道效果如何 可白连教反手之间灰飞烟灭 足见太子是有几分本事的 最重要的是 太子能想到通过来推行工学 来提倡教化 这本身就说 明太子有爱民之心 也渐渐地掌握了治国之道 红之皇帝饶有兴趣道 什么教材 取朕来看看 诸后照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如木庄子一般 站着不动 倒是堂中 站在角落里的礼房私利 忙是取了一本教材来 红之皇帝一看 这是一本 只至极普通的盟学书 红之皇帝翻开第一页 一 上头还有插画 画中的是 是其在马上开弓引荐的诸后照 红之皇帝 罢了 太子就是这一副德性的 习惯了 第二页 还是插画 这一次是拿着扳手 在蒸汽机车边的诸后照 红之皇帝 这就有点让人无法忍受了 又是你 红之皇帝耐着性子 又翻一页 怎么还是你 第三页 是指着毛衣的诸后照 第四页 在蚕食里拿着手术刀的诸后照 第五页 在耕田的诸后照 认真而又专注 第六页 诸后照抚摸着一头羹牛 露出笑容 就仿佛 他和牛之间 有着冥冥之中的联系 这一页 似乎宣示着诸后照 是个爱牛之人 而牛总是和农业相关的 每一页都是诸后照 或是阴气逼人 或是儒雅 或是专注 红之皇帝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觉得自己的心口 有点堵得慌 然后他抬头看了诸后照一眼 诸后照朝他乐 第1340章 新我大名者 太子眼 呼 翻到了第七页 红之皇帝居然看到了自己 嗯 是一幅画像 头戴通天官 穿免服 端坐齐上 威势十足 居然还有自己 自己该是喜还是妖呢 这逆子 真是胆大包天 这岂不是骑在了朕的头上 天地君轻师 你占了前头六页 朕却在 红之皇帝抬眼 狠狠地瞪着诸后照 这太胡闹了 这是书本啊 是要教授给孩子们的 若是别人看了 那么这岂不是君臣父子 刚常乱了吗 朱后 照眨眨眼 仿佛感受到了 父皇的愤怒 不过他却是老神在在 父皇 而臣知道父皇的意思 父皇一定是想问 那个 那个 为何父皇的画像 却在后头 哎 哎 父皇注意看看 朝下看 红之皇帝 半眯着眼睛 朝下看去 却见那画像下头 写着赫然的一行字 第一页 然后他翻回了诸后 照那幅真正第一页的诸后 照骑马照 那下头 却写着第二页 这几乎形同于是掩耳盗铃 侮辱人智商了吧 红之皇帝还是忍不住道 真是岂有此理 诸后赵盲是解释道 父皇 这不挂臣啊 而臣起初排版时 父皇就该在最前的 可是那些该死的印刷匠人们 弄错了 而臣就想 这印都印了 可不能糟蹋了银子 重新印过不是 要不 若是父皇实在是生气 那么索性将那印刷作坊 上上下下几百人 统统抓来 砍了他们的脑袋 来给父皇赔罪吧 红之皇帝想要张口 最终 猴头滚动了一下 忍了 他只淡淡道 下一版的课本 先送宫中 镇珠批之后 才准印刷 诸后赵顿时没开眼笑 心里说 没有下一版了 这辈子都用这一版 面上却带着笑意 公顺地说道 而臣遵旨 红之皇帝继续向下看 到了第八页 却是见着了方济帆 方济帆头戴方巾 穿着如衫 儒雅的模样 悦然于纸上 天地君清诗 方济帆创西山书院 乃是当下不知多少 读书人的祖师爷 可谓是逃离满天下 这里头 有他的画像 倒也说得他过去 再往后翻 第一篇文章乃是百家姓 此后是千字文 再之后 则是三字经 紧接着便是诗词 李白 杜牧之类 红之皇帝细细看着 却发现 这课本里 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他努力地回想着 想了很久 红之皇帝才突然有了觉悟 这课本看似简单 却是先义后难 从最初的百家姓 再到简单一些的诗词 紧接着 越来越深 这先义后难 想来是让学生们 慢慢地理解消化 表面上很简单 实则里头的每一篇文章和诗词 都是经过仔细地推敲的 虽然方才被诸后召的小动作 弄得自己哭笑不得 可这课本看完 红之皇帝的心里却是翻江倒海 太子要做的这些事 都是前无古人 沉吟了很久 无数的念头 在红之皇帝的脑海中掠过 红之皇帝突然点头 心我大名者 太子爷 他留下了这番话 便再没有说什么 默默地起身 朝谋兵一个眼色 谋兵会议 忙到 陛下起驾回宫了 诸后赵和方继帆 忙事恭送红之皇帝摆驾 等红之皇帝上了车 远去了 诸后赵才朝方继帆 美滋滋地道 我就说了 父皇也喜欢这样的插画的 哈哈 唐英这个家伙 还是很有一手的呀 将本宫会得栩栩如生 难怪父皇见了 竟有新我大名者 太子爷的感慨 哎呀 这样一想 本宫觉得这番话 该印在下一版的课文里才是 本宫以后不叫太子了 叫忠心太子 明儿就去刻一个印去 这可是父皇说过的 方继帆嘘了口气 一脸无语地看着诸后赵 他一直在怀疑 诸后赵是个脑残 而且症状还不轻 方继帆便正色说道 咱们做正经事 你饿不饿 饿了 诸后赵扁了扁嘴 做出一副饿坏的神色 很好 果然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方继帆心里倍感欣慰 陛下对于太子的夸奖 已是不进而走 新大名者 太子爷 这短短的一句话 看似是轻飘飘 却又沉重无比 显然 这是陛下顺天府的认可 顺天府虽然破坏了 官不休衙的规矩 也虽然开设公学 教授的却是新学的学问 总让一群老古董们看了生气 可是 又能如何呢 无可奈何花落去 人家既有宫中支持 又很凶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明心在彼 这浩荡的潮流 已不是几个酸秀 才可以阻挡的了 而此时 保定巡抚欧阳志奉旨 交卸了自己的职责 随后入京 抵达京师时已是傍晚 当日是不可能面胜的了 欧阳志先来见方继帆 师徒二人 许久不曾见了 欧阳志见了方继帆 那头败下 眼里热泪盈眶 哽咽到 学生见过恩师 欧阳志是个有良心的人 他比任何人都珍惜自己的恩师 没有恩师 自己不过是个小秀才 而如今 却是封疆大力 受了恩师的传授 自己才有了今天 想到自己在 保定部正史思所作所为 再多的成绩 终究也是饱受质疑 若非是恩师在经理 为自己遮风避雨 挡着那些鸣枪案件 哪里轮得到自己 在保定大刀阔斧 欧阳志累撒了衣精 恩师他老人家 越发地显得年轻了 反而是自己 也有了几分老态 毕竟 已经年近四旬了 方济帆坐在椅上 朝他点头 嗯 不错 不错 你回来了 还记得为师 很不错 这话却让欧阳志颇为恐惧 什么叫还记得为师 莫非是恩师责怪我不公吗 他不敢抬谋卡方济帆 而是诚皇诚恐道 弟子在保定 无一日不仅记着恩师的教诲 也无一日不挂念着恩师 这几年 弟子繁忙于公务 操劳于暗读 疏忽了侍奉恩师的职责 实施弟子该死 方济帆虚了口气 心里想 他怎么怕成了这个样子 我这个做恩师的 难道这样可怕吗 他细细想来 自己并不是凶神恶煞之人啊 唉 想不通 欧阳志怎的如此怕自己 不过也没关系 徒弟对自己有敬畏之心 还是好的 因而 他便朝欧阳志招手 起来吧 不要如此 你坐下 来 喝口茶 欧阳志沉默片刻 方才起身 欠身坐下 方济帆道 此次陛下召你回京 想来是另有布置 只是 为师在想 接下来 接替你在保定 推广新政的新任巡抚 可有人选了吗 这保定不正史丝 关系重大 陛下到时 一定会询问你的建议 你心里可有人选 欧阳志沉默 方济帆觉得 和他交流会气死自己 拉长了脸 等他反应过来 欧阳志才道 恩师 弟子已经有人选了 此次挑选的人选 不是别人 乃是杨艺青 方济帆吓着了 卧槽 杨艺青 这人不是和自己 有仇的那位吗 他当初可是山西巡抚 此后进了督察院 为了对抗新学 甚至不惜去做一个 通州的知州 可谁料到 最后他弄得一塌糊涂 红治皇帝大怒 扁他为通州的一个小丽 这家伙 居然还能闲于翻身 他当我方济帆是啥了 真以为我是方大善人啊 建恩师脸色更不好看 欧阳智耐心道 杨艺青自为通州小丽之后 工作极为负责 学习得很快 进步神速 他先在通州下辖的县里做文例 此后几经升迁 对于工商业的了解 已不在其他人之下了 而且他是一个 有独当一面的才干之人 学生在保定 有时也会焦头烂额 虽然身边有不少得力的人才 可这大局观最强的便是他 此后他接任了县令 保定府通判等职 也一直做得极好 保定部正史司 在一年多前 建起了一个新区 主持着这新区 其政绩 在保定部正史司所辖的州府 还有各县 都是一等一的 欧阳智又沉默 而后道 不止如此 他对新学 也有建树 曾多次因新政和新学之事 请教学生 起初的时候 学生还指导他 到了后来 他竟能举一反三 来为学生解惑了 此人是个大财 而今已是喜心革面 且是政绩卓著 观生极佳 所以学生以为 他是当下最适合的人选 方济番 杨艺青确实是个 有真本事的人 他本就是个 做过封疆大吏的人 还管理过马政 当初之所以获罪 根本原因就在于 他有属于他的时代局限性 而一旦这样的人 他意识到 从前的路走不通了 开始真正放下了 自己的高高在上的姿态 俯身去学习新学核心症 他所爆发出来的潜能 与他此前的人生经验结合一起 某种程度而言 绝不是那些平庸之人 可以相比的 方济番嘘了口气 人精就是人精啊 第1341章 君臣相得 方济番在心里 私喘了一番 便对欧阳智道 哦 不曾想到 这杨毅清 居然从一个小利 又重新爬起了 还真是不容易啊 这样说来 他倒真该谢谢我 若不是我一巴掌 把他打翻在地 叫他差一点永不翻身 只怕他还没有这样的机缘 欧阳智一时竟是 无法答不上话来 说实话 欧阳智不太认同恩师这句话 总不能因为你杀了某人爹 结果他儿子奋发图强 因为没了父亲 所以悬梁刺骨之后 金榜提名 做了大官 人家还要感谢你杀爹之恩吧 这是强盗罗剑 这种思想可是要不得 当然 欧阳智不敢反驳恩师 一只恩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因此他只点头 此次 杨毅清也到京了 学生曾给陛下上书 提及了他 陛下召他一道入京 想来也有 考教的意思在 方济番很诧异 眉宇轻轻一扬 很认真地问道 你们明日面圣 欧阳智沉默片刻 便重重点头 是 方济番打了一个哈欠 才淡淡开口道 那么 为师只怕 也得明日和你一道去了 接下来 却不知陛下怎么安排你 你现在是封疆大吏 又立了大功 为师很为你的前途着急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这仕途 可是一步都不能走错 欧阳智心里感动 自己的恩师 真比自己的亲爹还轻啊 能遇恩师 是自己三生之幸 他眼里又不禁模糊了 毕竟是多愁善感的人 哪怕是 在外成为封疆大吏 独当一面 早已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 可到了这里 依旧还是金刚泪目 方继帆安慰了他一番 让他不要哭 就算要哭 现在也要收着眼泪 到了皇上面前去哭 陛下这个人 醉是心软 立了大功 再哭一哭 这忠诚和能臣的形象 就全部出来了 还怕将来不能飞黄腾达 当日无话 到了次日清早 方继帆带着欧阳智入见 奉天殿外头 方继帆遇到了杨艺青 杨艺青还是老样子 反正都是一把老骨头 在方继帆眼里 没有什么分别 杨艺青见着方继帆 心思却是复杂无比 当初 他想要打击心学 毅然决然地前去通州 可是 当通州的实际民情 赤裸裸地展现在自己的面前时 他心头是震惊的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 在自己治理下的百姓 居然如难民一般 纷纷往宝定去 无数的百姓 是自己如豺狼 这几乎有人 如用刀子在弯着他的心 当初的杨艺青是自负的 越是自负 遭受的打击越大 简直可以说 他一生的学识都被颠覆了 他根本就接受不了的 紧接着 陛下震怒 将他扁为小丽 他先是浑浑噩噩 可慢慢地 当他用一个小丽的眼光 去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身边的人和事 再去思考理学和心学时 静一下子 让他开始动摇了 他开始慢慢地 吸收这些新的事物 还有那新的学问 先是内心深处 还有底处 再后来 却已能够如其他的小丽一般 招待商骨 甚至和人谈及国富论的观点 他也开始 拿起求所期刊 刊中的文章 紧接着 对这个世界 开始了新的思考 他越来越干练 从小丽 变成了私利 接着 成为了点部 成了县令和通判 人生的际遇 真是奇怪 当初的他 是最捍卫科举公民的人 可偏偏 当他成为小丽之后 却成为了 选丽为官的最大受益者 若不是选丽为官 只怕现在的他 再不会有任何出头之日罢了 杨毅清沉默之后 朝方继帆行了个礼 方继帆直着腰杆 大喇喇地接受 完全没觉得 有丝毫地尴尬 意乎不妥 杨毅清恭恭敬敬地道 齐国公 嗯 方继帆 模棱两可地点点头 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谢谢啊 杨毅清很诚挚地开口道 可以说是 发自肺腑的感谢之情 方继帆乐乐 朝欧阳智眨了眨眼睛 含笑道 你看 果然 他该谢为师 欧阳智 好吧 欧阳智已经习惯了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呢 所以 他面无表情 方继帆拍了拍 杨毅清的肩 不必谢 看着你能迷途知返 也算是没白费 我的一番苦心了 我方某人做好事 历来不求回报 你若是谢 就太见外了 听说你还 轻较了欧阳智不少学问 这样说来 你是将他视为 良师一友了 这就更好了 以后都是一家人 不介意的话 你叫我一声施工吧 杨毅清陷入了沉默 说实话 自己这年纪 还真叫不出口 老夫也是要脸的呀 可是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说实话 现在他满脑子所想的 何尝不是新学呢 跟着欧阳智 确实学习到了许多东西 虽未拜师 没有师徒之名 却已有了师徒之识 他看着乐不可知的方继帆 拜下 行了个礼 学生所学 句都来自欧阳先生 学生 朽木也 若非欧阳先生指教 何至今日 齐国公当受学生一拜 方继帆一挥手 大胆咧咧地微笑道 起来吧 我不过是戏言而已 你不要当真 杨艺青 说实话 若换作当年杨艺青的脾气 早就想将方继帆砍翻在地了 好歹杨艺青也是管理过马正 带过兵 出过关 在大漠里砍过人的人 老夫失礼都行了 你现在才来说戏言 你当老夫 是新城里的公厕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他深吸一口气 成为小丽 让他人生有了新的魔力 新的启程 所以 他此刻一点脾气也没 依旧是面色温和 此非戏言 实乃学生默尽肺腑之词 施功勿弦 方继帆嗷了一声 却在此时 有宦官出来 陛下靴 知道了 方继帆应了一声 率先入殿 欧阳志和杨艺青 不敢怠慢 跟在方继帆的身后 鱼贯而入 红志皇帝瞎着清茶 坐在寓椅上 听说欧阳志要来 心里也颇为激动 君臣相得 实事不易 何况欧阳志九在宝定府 虽然距离京师不远 可他在宝定日理万机 红志皇帝又何尝不是如此 现在欧阳志实力大功回朝 更是难得 若非欧阳志在宝定府 打开了新政的大局 现在红志皇帝 还摸不透未来的方向呢 须知任何的学问 或者说 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都需要有实际的治理来 相互辉应的 毕竟理论需联合实际 诚如当初 汉武帝独尊儒术 也需有一个儒家治理天下的样板 推行凭准 军书 算明 告明等措施 意志豪强 诸如此类 而欧阳志 则为天下提供了一个样板 向全天下宣示 心学以及心政这一套 行得通 三人进来 方济帆和杨艺清 已是败下行礼 欧阳志一脸茫然 却还站着 红志皇帝见着熟悉的面孔 还有那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淡定从容之色 顿时眼里湿润了 他豁然而起 与欧阳志四目相对 想当初 他还记得 在殿中有人行刺 是欧阳志挡在自己的身前 一桩桩的往事 走马灯似的 在红志皇帝脑海里划过 欧阳志这才反应过来 他要躬身 预备行大礼 欧阳清家 你不必多礼了 红志皇帝下了经店 快步地行至欧阳志面前 将欧阳志搀扶而起 与他对视 欧阳清家 还是老样子 荣辱不惊 哈哈 镇知子房啊 红志皇帝激动的面色通红 眼眶湿润 缠着欧阳志的双臂 听说清家昨日傍晚就到了 本是要传箭 又想清家一路远来 想来也辛苦 让你歇一夜 哈哈 你比从前 可轻瘦了 瞧瞧你 双臂和朕一样 也白了 欧阳志 红志皇帝 习惯了欧阳志沉默的样子 欧阳志本来就是个 忠厚老实的人 也不指望他口里 说出点什么沉万死之类的话 或许 正因为这一点 才显得难得 满朝公卿 唯有欧阳清家 鹤立鸡群 红志皇帝感慨道 来 给欧阳清家赐座吧 萧敬早就殷勤地搬来了井敦 他见欧阳志 也颇为高兴 真心的 似萧敬这等奸诈的人 这辈子 对任何人都心怀防备之心 可唯独对欧阳志 却知道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能见着这样纯粹的人 哪怕关系并不好 也依旧让萧敬心怀敬重 方济帆 则是一脸忧怨地 看着红志皇帝 别别嘴 有些委屈的样子 红志皇帝这才想了起来 朝着方济帆微笑道 方清家 你也起来吧 给方清家也赐座 方济帆忙是坐下 腿脚有些酸妈了 倒是杨毅清 依旧还败在地上 上一次 红志皇帝巡视通舟和宝定 对于杨毅清的印象 可是糟糕得很 今日再召见他 已是网开一面 自然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好眼色 红志皇帝 见方济帆和欧阳志坐定了 方才转身 上了金鸾 坐定了 第1342章 吏部天官 红志皇帝说着 拿起了手头上的报表 这一份份的报表 上头都是关于保定不正史司的 政绩斐然都算是清的 而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红志皇帝道 欧阳清家入保定 已有五年了 这五年来 保定可谓是一日千里 让人叹为官职 正常勉力摆官 要多向欧阳清家学习 勇于认识 治理地方 上报国家 下安黎明 欧阳清家在保定所为 证据都知息 保定不正史司 人口增长七倍 每年所纳税赋 尽可与江南等税赋 重地相比 所修建的道路 铁路 多不胜数 安置的百姓 孩子们入学读书的数量 也是数不胜数 自太祖高皇帝以来 哪怕是追溯至 先秦至今 古今封江大吏 可有如欧阳清家的吗 欧阳志面无表情 立大功 受君上褒奖 却能如此平静 足以令所有人心悦成福 方济帆趁机到 回陛下 而臣也读使 如欧阳志这般的 没有 红治皇帝点头 这都是大功啊 在治理保定期间 朕听说过许多的闲言碎语 也听说过许多人 对于欧阳清家的疑虑 朕甚至差一点 悟信他人 可这些年来 时至今日 朕方知 欧阳清家是对的 这些年 不容易啊 方济翻道 是啊 真是极不容易 陛下 而臣对此 感同身受 这些年来 而臣也受过人屡屡重伤 有说臣懒惰的 有说臣贪财的 有说臣怀有私心的 有说臣胡闹的 更有甚者 说臣欺君往上 而臣正因为 受过这样的流言重伤 才知被人冤枉的委屈 可谓是有血有泪 往事不堪回首 若是寻常人 只怕也承受不住 这样的压力 好在臣渐渐走了出来 心知只要一心报国 而当今皇上盛名 自会明察秋毫 是非功过 何须与人计较 欧阳志是学生的门生 这些年 他受的委屈 而臣也是 看得见的 他生心目呢 也不擅长与人争辩 而臣一直告诉他 方家门人 就该受这些委屈 外人的不理解 他们的谣言重伤 还有那些心怀 叵测之人的非议 何须放在心上 咱们为陛下尽忠之人 哪怕是立即割下头来 身与名俱灭 可只要有益于国家 那也定当眉头都不眨一眨 这些小委屈 又算什么 是吗 洪志皇帝 看向欧阳志 欧阳志木然 其实出入殿时 倒也还好 脑子还勉强跟得上 可听恩师这么一通话下来 脑子已经开始在 当机的边缘了 两久 他呼出一口气 是的 恩师说过 洪志皇帝感慨 朕怎么可使忠臣一世寒心 让小人们猖獗 自以胡言呢 即便如此 欧阳清家还立此大功 实是不义啊 前几日 吏部尚书王敖 恳请治世 他年纪大了 想一养天年 朕一再挽留 可念其劳苦 实为不忍 欧阳清家在保定部正史司 由此政绩 朕思来想去 除欧阳清家尽心竭力之外 只怕也与能用人 能识人有关 朕为这吏部尚书的人选 思虑了两久 这吏部乃天官之职 长百官荣辱 非大功无私 且能明察秋毫之人不可 欧阳清家 是朕最主义的人选 且等停一公推吧 方济帆心里诧异 吏部尚书 这吏部尚书可是天官 其地位 已经不在那个大学士之下了 要知道 哪怕是一个吏部的主事 在经里都是无人敢招惹 人人巴结的对象 陛下居然 当然 这只是陛下的意思 似这样重要的位置 按照规矩 往往是需要停推的 也就是说 皇帝开庭议 让大臣们来推荐 不过一般情况 皇帝都会和内阁事先有过沟通 而后进行公推 有了内阁大臣们的支持 只要这个候选之人 不是名声太糟糕 遭到大家的极力反对 一般情况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红制皇帝 看向欧阳志 欧阳志面色平静 片刻之后 才到谢陛下恩典 方济帆忍不住道 欧阳志 为师这就要批评你了 陛下如此红恩 你怎么不推辞一下 须知为师一直教导你 做人要谦虚 虽然你的同僚们 都是土鸡娃狗 不值一提 却须知目秀于灵 封闭催之的道理 欧阳志 红制皇帝乐了 济帆 你这是什么话 欧阳倾家才是真性情 既然愿意接受 何须虚情假意 方济帆便道 是 是 而成万死 力不天官 非要陛下 最是信众之人不可 这权柄实在太大了 因而 本来所有人都猜测 这力不天官 定会出自于 当初红制皇帝 为太子时 沾世府里的汉陵官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 毕竟 当初太子的蜀官 且是一师一友的身份 是最受皇帝信任的 可哪里想到 竟是欧阳志 杨义清显得很诧异 其实对于杨义清 这样幻海浮沉的老游条而言 他对欧阳志虽然佩服 可对于欧阳志 这永远不冷不热的性情 却是很担忧的 欧阳老师这样的性责 混官场 怎么看 都不像有前途的样子 想来 一定是他的恩师方济帆 给他撑腰吧 若是没有这个恩师 早被人撕成碎片了 可现在 杨义清不得不认为 自己算是瞎了眼了 因为力部天官之职 已经完全超出了 他的恩师能力之外 他的恩师能保护他 可要为他争取天官之职 这几乎是痴人说梦 唯一的可能就是 欧阳志减在地心 得到了陛下百分百的赏识和认可 以及对他完全的信任 这样的性情 也可以 杨义清又一次 觉得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彻底地崩塌 人生啊 他都是水 水无常行 变换不定 红之皇帝抿了一口茶 只是 朕一直都在疑虑 欧阳清家若是入京 掌力部 可这新政 却还需推行 谁可继任呢 他手轻轻地磕了磕暗毒 目光落在了杨义清身上 对于杨义清 他依旧是反感的 在通州和宝定的威富思巡 让红智皇帝 记忆尤其的深刻 论起来 杨义清还是欧阳志的敌人 他本以为 欧阳志会推荐自己 在宝定府提拔起来的那些官吏 这些人统统都是欧阳志一手交出来的 没有理由欧阳志不推荐他们 可万万不曾想 欧阳志推荐的 竟是这个曾经对其抱有敌意之人 当初通州和宝定之争 可是历历在目 出于对欧阳志的尊重 红智皇帝还是决心见一见这杨义清 红智皇帝道 欧阳清家举荐了杨清家 说是杨清家能够独当一面 推行新政 已有大功 且为人公正 两袖清风 实乃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 杨义清听到此处 内心涌出了一股暖流 说实话 当初他是怨恨欧阳志的 若非是他 自己何至于遭遇如此变故 只是慢慢地 他意识到自己错了 渐渐地去理解 这些新政和新学的东西 居然受了欧阳志的赏识 一步步将他提拔起来 现在 更是向皇帝对自己 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 欧阳老师 真是制成君子 美誉无瑕呀 杨义清眼眶微红 叩首 老臣惭愧 愧愧 不敢当 红智皇帝冷漠地看着杨义清 却是平静地举起了暗读上的一份奏书 心平气和道 前些日子 各省上奏 希望税赋改为一条边法 尽力以迎来作税 改变此前食物缴纳税赋的情况 杨卿家 你怎么看 考验来了 杨义清稍稍沉默片刻 这些奏书镜上 其根本就在于 国朝自新政以来 通货膨胀开始盛行 赢价和银票日渐 这样的通货膨胀 是有益的 而对于地方士绅们而言 却是有害 因此 缴纳赢税 对于他们而言 才如此的迫切 杨义清顿了顿 可对于朝廷而言 食物税的损耗过大 且大多食物 想要调配 却也是麻烦 因而 实施薪税 采取一条编织法 对于朝廷 对于地方而言 都是浩荡潮流 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陛下以此顺势而为 对朝廷和各省 都有莫大的好处 红治皇帝 微微汗手点头 这利害分析 还算是重规重矩 并不迂服 杨义清道 可要立即实施 老臣却以为 有些操之过急 朝廷可以徐徐地更改 一步步地来 先取一省 率先尝试 寻出问题 进行改正 而后再推及各省 当然 老臣以为 有的税妇 也不能完全采取食物税 譬如粮食 所谓无粮不稳 这粮妇 暂时还是不要轻易地 改营为好 否则 一旦遇到了灾祸 到时必定粮价高涨 朝廷哪怕收来的是银子 有大量的银子可以挣紧 可没有粮食 如何稳定人心 平易物价 江南乃是大名粮妇重镇 这江南收取粮妇 乃是朝廷的底线 至于其他布匹 丝绸 生丝 生铁 煤炭 木材等等 用银做价 并无不可 第1343章 天大的利好 杨毅清一番话说完 洪志皇帝接连点头 不得不说 杨毅清还是拎得轻的 洪志皇帝道 有几分道理 不过 若朕赤命轻为保定巡抚 轻当如何 保定布正使司 工商农朱士 已渐渐上了轨道 杨毅清道 现在要做的是萧归曹随 老臣在大方向上 还是照着从前的方子走 小细节处 却要随时应变 发现了问题 再想办法去妥善解决 洪志皇帝皱眉 发现了问题 才妥善解决 为何不是先有所预备呢 杨毅清道 老臣切以为 新政本就是开历史之先河 世上从未有前人走过 想要做到防范于未然 未免过于夸口了 老臣在保定自小利而起 在乡中 县里 府里 新区 都担任过职务 最是明白 新政推行 复杂无比 每一线的新政成效不同 甚至每一个产业 譬如钢铁作坊 和纺织作坊 也有不同 想要处处做到有备无患 难如登天 反不如随机应变 洪志皇帝似懂非懂 朕听清家所言 颇有道理 可你是戴罪之臣 此次正受欧阳志举荐 便准你任保定巡抚吧 可清也要明白 倘若出了差错 这边是两罪并罚 朕绝不饶你 杨毅清心里感慨 叩首 臣敢不尽力 洪志皇帝虚了口气 欧阳清家带着人 在保定立下 如此多的功劳 计番 方计番道 臣在 洪志皇帝淡淡道 你的弟子有这般的本事 这里头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方计番谦虚地道 哪里的话 儿臣不过是教了他一点学问而已 这不算什么 儿臣教授的弟子 多如牛毛 难道他们有功 都是儿臣的功劳吗 倘若如此 那儿臣岂不是有奇功伟绩 这是很没有道理的事 洪志皇帝脸微微抽了抽 请有功劳 朕自然赏你 赐你一千万斤吧 方计番深吸一口气 吾皇大恩大德 而臣无以为报 无功不受禄 实事惭愧 洪志皇帝也懒得和他计较 却是想起了什么 弟子都这么厉害 你这个做恩师的 成日游手好闲 洪志皇帝微笑 计番啊 欧阳志志保定 你看 朕持他为吏部尚书 现如今 亲至金府 想来一定也卓有成效吧 方计番道 儿臣这些日子 为了金府 可谓是尽心竭力了 洪志皇帝拉下脸来 若是尽心竭力 可竟来 为何四扬商行 至今不见动静 方计番 这就是介绍人买骨的下场 赚了 是人家眼光好 亏了 就是总有刁民想害阵 方计番只好汗言 儿臣一定努力 也不知刘文善这些家伙们 到底怎么样了 不会被佛朗基人抓住 多了吧 诱惑者 出了什么差错 任何事 都有风险 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且此次让刘文善等人去佛朗基 一切都是只是理论而已 经济理论再好 可若是石操中出现任何问题 都可能沉沙折戟 但愿别出事才好 方计番心里担忧 过了两日 停一开始 停推力部尚书 刘健当先推荐了欧阳志 此时满朝文武 心里便回过未来了 这历部尚书的人选 想来内阁和宫中 已经交换过了意见 因此 不少以为自己大有可为之人 不禁心灰意冷 也有人心里不愤 想要跳出来反对 只是 倘若是别人 哪怕是王守人 或者是唐宁 大家尚可以跳出来 大家踏伐 唯独是欧阳志 却是每一个人都沉默 欧阳志的名声太好了 好到想黑都没地方下嘴 何况宫中和内阁 极力支持 想来齐国宫那狗东西 早就提着板砖 埋伏在宫外头 就等哪一个不开眼了 如此细细一权衡 索性装聋作哑 可欧阳志如历部的消息一出 顿时 交易所里 一片哗然 这股价的涨跌 不但要看市场 其中对于许多商股而言 朝廷对于新政的态度 也是至关重要 现在 这新政的急先锋 欧阳志 直接成为了天官 在这位历部尚书的主导之下 将会有多少实干派 被提拔起来 继而开始吩咐天下各地 成为地方官员呢 这样的人 若是去了各个州线 也就意味着 哪怕是那里不值得扩大投资 也可以成为大量货物的清销底 商股们可以借此 扩大经营 这对于各行各业而言 都有极大的好处 因而 消息一出 交易市场里 各股的牌子 开始疯狂地轮换 新的价格 随着红牌子不断地上扬 整个交易市场 欣欣向荣 那些作坊主和商股们 也开始变得大胆起来 商人们虽然图利 却也有小心谨慎的一面 毕竟这里投资的并非是郁金香 而是实打实的作坊 作坊的投资都属于重资产 是真正要投入真金白银 买下土地 购置设备 培训匠人 囤积原料的 而一旦生产或者是销售环节 出了任何问题 都可能血本无归 可在利好消息的影响之下 一个个商行 趁着日益高涨的股价 分分日 推出了自己扩产和新建作坊的计划 如此 交易所里人们四打了鸡血一般 各个激动得厉害 王不是眼里布满了血丝 事实上 早在陛下赵欧阳志入京之前 他就嗅到了风声 此次增长 他可谓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可这半年多来 他一直都在琢磨着一件事 为何刘文善出海 为何同去的人 乃是王细作 是这么个佛朗基人 为何刘景也跟着去了 又为何 大量四扬商行的船只 带走了数不清的郁金香 他不明白 可是他明白一件事 方济藩那家伙 向来诡计多端 他不会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 而且此次出动的 乃是他的得意门声 为此 王不是买了许多郁金香 放在家里 他不断地研究 和观察着郁金香的特性 王细作是佛朗基人 这可能和佛朗基有关 在大明 有一批佛朗基的俘虏 王不是也和他们接触 他拿出郁金香 不断地盘问这些佛朗基人 再一次次地分析 之后 时间已过去了太久 而这时 一个规模宏大的阴谋 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块的评图 难道 王不是倒吸一口凉气 难道真是如此 他还是有些拿不准 事实上 四阳商行的股价很诡异 因为他涉及到的 乃是海中的交易 因而在此轮的增长之中 他的价格一直泛泛 相比于某些股票价格的暴涨 他时事不值一提 以至于不少拥有 四阳商行股票之人 纷纷转卖四阳商行的股票 去购置最新的热门 这四阳商行 价格竟有摇摇欲坠的趋势 王不是坐在自己的工坊里 他脸色变换不定 郁金香 可以做到吗 又或者是 刘文善是否可以完成 这个自己推测出来的计划 有太多太多的疑惑了 他不断地猜测 脑海里在进行着天人交战 天色不早 有疏离进来 王公 该下职了 哦 王不是恍然 抬头 面上若有所思 他起身 戴上了墨镜 这最新款的墨镜 更拉风 镀金的近况 而玻璃 乃是最好的匠人 精心磨制 造型也是时下最时尚的 配上他这大金链子 使他的气质 格外的鹤里肌群 书丽羡慕地看着王不是 王公 最近 想来您又赚了不少吧 是啊 是赚了一些 王不是一副 若有所思的样子 随口道 书丽又倒吸一口凉气 赚 累一些 这一些对于寻常人而言 可能还真是三五两银子 可若是这个计量单位 从王不是口里说出来 那可能就是数百万两文银了吧 书丽差点要贵了 恨不得将王不是一声爷爷 爷爷带小人发财啊 最近交易市场火爆 以至于连书丽这般的人 也忍不住手痒 去买了一些 书丽鼓起勇气 王公 您说 现在买什么好 他一面说 一面显得不自信 毕竟 王学士和自己的地位悬殊 自己实在没有资格去问的 王不是却依旧是浑浑噩噩的样子 好在他戴上了墨镜 遮盖了他的心不在焉 在书丽看来 依旧是格外的霸气威武 王不是下意识地道 四扬商行 什么 四扬商行 书丽脸色一变 一副震惊的模样 难道就是那个 传说中的交易市场中的咸鱼 一两年没翻过身 别人掌了他不动 别人不掌他就跌的那个 卧槽 虽然心里震撼 可是 这书丽二话不说 立即恨不得掏出纸和笔来 将这四个字赶紧记下 管他是不是咸鱼呢 买了再说 王学士推荐的 准不会错的 何该我发财 可此时 王不是却已是扶了扶近况 徐徐而去了 他虽完成了这个拼图 在耗费了无数的心思之后 凭着他对市场和投资的理解 已经窒息了方济帆和刘文善的计划 可是 他依旧还在天人交战 应该相信刘文善吗 他真的能做到 第1344章 神器呢 王不是心思复杂 还在反复地权衡 对他而言 这确实是一件难以预料的事 因为哪怕他清楚 会如何具体地操作 可弗朗基远在万里之外 任何一个细微的偏差 都可能会造成结果的不同 现在唯一能相信的 就是刘文善是否有能力 随机应变了 刘 文 善 无数自己和刘文善相关的互动 犹如幻灯片一般 在王不是脑海中划过 一幕幕的清晰无比 此人在经济学中 属于开宗立派的人物 水平是无可挑剔的 他敢出海 尊奉师命行事 胆子倒是不小 想来行事一定果决 而最重要的是 王不是倒是想起了什么 当初 刘文善和自己对谈时 一再提及方济帆的众弟子之中 他资质平庸 资质平庸 这当然只是签词 能成为方济帆弟子的人 没一个省油的灯 可是 王不是回到家之后 猛的眼睛一张 可是 刘文善是自卑而敏感的 他急需要证明自己 这样的人 一定会不择手段 为了成功 而不计任何后果 那么 王不是整个人激动起来 铺开纸 又开始不断地验算 两久 他将笔割到了一边 朝外头高声喊道 来人 来人 外头 邓剑早已是准备好了 不得不说 在王家的生活 真的很开心 邓剑几乎是这里的半个主人 数不清的银子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可以说怎么任性怎么来 这样的生活 真是美滋滋的 更开心的是 他花了多少 都没人过问 为了让这天下人知道 王不是是怎么花银子的 邓剑当然也毫不犹豫地 给自己配齐了装逼三件套 一副时下最新 价格不菲的墨镜戴着 脖子上也挂着大金链子 你看看 什么叫有钱 什么叫做嚣张 就连身边的狗腿子 一字排开 数十个人 各个大墨镜 大金链子 穿着名贵的丝绸 那才叫不差钱 斯娜等 有了点银子 便给自己置办一身好东西的 那算什么 在王家 就算是一条狗 那也是一身珠光宝气 邓剑来到王不是跟前 笑音音地问道 老爷 有什么吩咐 王不是看了邓剑一眼 见邓剑一脸笑意 便朝他郑重地说道 拿出可以动用的资金 立即买入四阳商行 要快 有多少要多少 呀 邓剑眼睛一亮 面容里满是笑意 卧槽 王老爷神了 这大手笔啊 毕竟邓剑一直都在绞尽脑汁 怎么帮着王不是花钱 可怎么花 这银子都越来越多啊 只是 买四阳商行 这就不一样了 你看 四阳商行这等扎骨 王老爷居然都是 眉头都不皱一下 说买就买 而且还动用大笔的资金 这天底下 还有谁比王家狠 可以说 放眼天下 找不到第二个 王不是这样豪气的人来 好呢 邓剑精神一震 朝王不是连连点头 小人这就立即去安排 明日保证交易完成 王不是推了推墨镜 邓剑 你跟了老夫几年了 老爷 两年了 邓剑一面黑黑笑 一面朝王不是 竖起两个指头 花钱花得开心吗 王不是看着邓剑 戴着的金丝大墨镜 还有脖子上比自己 还粗的大金链子 就忍不住心里想要吐槽 邓剑高兴得乐不可知 眼角眉梢都扬了起来 开心就好 要努力啊 王不是微笑 鼓励他 邓剑虎去一阵 笑呵呵地说道 老爷放心 小人一定使出吃奶的气力 绝不辜负老爷 呼 王不是已没心思 调侃邓剑了 讽刺这个家伙 没什么意思 因为任何讽刺 人家都自动免疫 似乎自己说的 不过是笑话而已 然后人家变本加厉地挥霍 事实上 王不是有些紧张 他在赌 将自己半副家当 都压在了刘文善身上 到了他这个地步的人 银子多少 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反正都是十八辈子都花不完 他只是 想要向人证明 自己是对的 且会一直对下去 次日 就有消息在汉林院里 不进而走 那老厉还是嘴巴不言 或者说 他买了四阳商行之后 心里稍稍有一丢丢的没底气 因而放出了消息 汉林们现在本也无所事事 陛下现在更看重科学院 将来他们的前途 只有天知道 反正 靠着汉林的身份 别想轻易地平步青云了 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也比较有先功夫 从前他们愤愤不平过 可时间久了 该骂也骂了 还能怎么样 自然是乖乖接受了现实 反正折腾也改变不了现状 四阳商行 这四阳商行可没有利好啊 据说 他们在西阳的局面 并没有开拓出来 西阳诸国 多数人衣衫蓝绿 哪里有这么多银子 买咱们大明的宝货 而且 二的弗朗基人 对我大明 历来是敌视的态度 禁绝了往来 因而四阳商行 这一次 股价涨了这么多 可四阳商行 也没什么动静了 是王学士说的 我还是得去买一点 说不准 就中了呢 是啊 是啊 王学士都放出来了话 众人七嘴八舌 倒是有不少人心动了 可是 想要下定决心 还是有些难度 毕竟 其他股票都涨了不少 其中有钢铁股 居然增长了一倍 未来可期 既然有躺着挣的钱 这四阳商行 虽是价钱便宜 可毕竟 有点风险 汉林院里有人去买 也有人不为所动 欧阳志的任命终于下来 他接了旨意 而后 第一件事 便是拿着旨意 先去拜谢施恩 学生蒙恩师教会 方有今日 师生如海 学生永远铭记于心 恩师 请受弟子一拜 说着 欧阳志结结实实地 拜倒在方济帆面前 这可是堂堂的 吏部尚书啊 方济帆凝望着 诚诚恳恳的欧阳志 心里感慨 吏部天官跪在自己的脚下 是什么感觉 这滋味 总算 自己的弟子之中 有人算是真正成才了 看看其他几个 还差得远呢 方济帆心里想着 就恨恨地瞪了一眼江城 江城惭愧地 想要钻进地缝里去 方济帆也没责怪他 而是开口安慰他 江城啊 你不必惭愧 所谓龙生九子个有所别 你的师兄弟们 不乏优秀的 可你也不差吗 你 不是还 还啥来着 你现在认什么官僚 江城扑通一下 跪倒在地 不经乌业 学生惭愧 方济帆面带笑意地 朝江城挥挥手 不打紧 不打紧 为师身边 总要有一个资质平庸 没什么出息的弟子才是 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方济帆本事这么大 各个弟子都了不起 免得使人妒忌 你这样 不也很好 该吃吃 该睡睡 有了你 为师出门 面上也有光 至少也可告诉别人 看见没有 人若是不努力 哪怕有名师 照样可以没出息 江城脑子嗡嗡地想 这话真是叫他想死 跟着恩师 压力太大了 可他很清楚 这些话 不过是恩师 想要激励自己而已 这是故意讽刺 实则是让自己发愤图强啊 正说着 却在此时外头传来王金元的声音 少爷 少爷 好消息 好消息 方济帆才打起精神 心里不惊于心不忍 抿了一口茶水 才淡淡开口说道 江城啊 罢了 你自己好生领会吧 你年纪也不小了 说着 摇摇头 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方济帆是个有良心的人 正因为如此 他的这些弟子 譬如欧阳志 譬如唐颖 譬如刘文善 七景通 王守仁 又譬如 那个谁谁谁 哪一个不是将他们当自己的儿子看待啊 当爹的 哪里有不希望自己儿子好的呢 可即将了几句江城 又担心过于打击了他 只好敷衍过去 此刻王金元已经进来了 他不由朝王金元道 做什么 又出了什么事 戏虫 戏虫 王金元激动得手舞足蹈 面带笑意 戏虫被发现了 被发现了 不是早被发现了吗 方济翻弃地想要打人 白了王金元一眼 便不耐得道 你这蠢货 平时不看书的 不看书 也该听说过戏虫论 不 少爷 王金元气喘吁吁 却又怕挨打 硬生生地后退了几步 才敢禀报 少爷 戏虫被人亲眼看到了 亲眼看到了 西山研究所 打磨了一个奇特的镜子 这镜子 可以放大许多许多倍 当初 还是少爷拨了大量的银子 让他们研制和打磨的 这镜子 成了 医学院都已轰动了 苏月亲自带着人 凭着肉眼 看到了戏虫 看到了 方济翻打了个机灵 心情竟是也跟王金元一样 雀跃起来 卧槽 厉害了呀 显微镜出来了 这显微镜 是神器啊 甚至可以说 她是科技之母啊 第1345章 宝贝啊 方济翻兴冲冲地 随着王金元到了研究所 在这里 早已是人满为患 医学院和工学院的人都来了 苏月激动得不得了 等众人 见了方济翻来 才压抑住了激动 来给方济翻建立 方济翻懒得理他们 我方济翻是在乎这些虚理的人吗 紧接着 她进入了一个封闭的密室里 这密室里 一台仪器展现在自己的面前 这是一个纯铜的镜子 里头是一个小透镜 并做了一个架 把这块小透镜 镶在架上 又在透镜下面装了一块铜板 上面钻了一个小孔 使光线从这里射件 反射出所观察的东西 不得不说 这显微镜有些原始 可即便如此 可至少理论方向却是对的 在透镜对着的铜板上 成了水 方济翻上前 一只眼睛眯着 进行观察 这铜板里的雨滴 在显微镜之下 骤然变得面目全飞起来 在方济翻的眼前 仿佛这雨滴 就成了整个世界 世界中数不清的虫子在蠕动 方济翻深吸一口气 抬起眼 朝身后的人道 可以放大多少倍 大底是在三百倍上下 不过暂时没有细算 苏月喜自知的道 细虫 果然被观测到了 这是真正的理论 变成了现实 此前虽然细虫论已经被人接受 可依旧还有人提出质疑 毕竟人们相信 眼见为实 不止如此 细虫一旦可以观测 那么 这对于未来研究细虫 便有了莫大的好处 它长什么样子 它们之间是否有分别 哪一些是有益的 哪一些是有害的 甚至病人身体里的细虫 和健康的人 有什么分别 什么样的药液 可以针对性地杀死某些细虫 而这样做 又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这其中 实在有太多太多 通过这显微镜 可以观察的东西 三百倍 三百倍了 而一旁工学院的人 也各个激动得脸色通红 这是真正的神奇啊 所谓的工学研究 越是深入 便越发地开始进入精细化 甚至许多机械的零件 对于精细的要求 极高 所谓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可是想要制作精密的零件 从而大大的提高机械的效率 却又是难上加难 因为人们发现 人的肉眼是有极限的 一条线 在肉眼之下 是平直的 可是若放大十倍 人们就察觉到 它开始有些歪斜了 若是放大一百倍 这条线可能就是坑坑洼洼 凹凸不平 以往将人们使用放大镜 大大的提高了精密零件的水平 可即便如此 却还是不够 尤其是对于机床之类 对精度要求较高的母鸡而言 若是连它们的精度都不能保证 那么生产和锻炼出来的零件 是什么样子 就只有天知道了 因此工学院一直都处在瓶颈期 想要再进一步 实在太难太难 因为你连精度是否准确 都无法弄清楚 肉眼和放大镜之下 亦无法观察出问题 那么 又怎么可以进入更深的领域去研究 三百倍 方济帆心里想 还是很原始啊 不过 对于这个时代而言 已经完全足够了 倘若说 下夕阳 是给所有人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让大明意识到 原来世界如此的广阔 从而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冲动 那么 这显微镜 也是将所有人引领到了一个世界 对于这个细微的观察 方才可以提高所有人的认知 而在这认知之下 无数的领域都将飞快地发展 方济帆正想说什么 外头却是吵嚷起来 在哪里 在哪里 本宫看看 诸后赵穿着一件礼衣 脚上他鞋 这家伙正在午休 听到消息之后 衣服也没有穿 他鞋而起 一路狂奔来 不过 似乎 他也不太习惯穿衣 暴露惯了 诸后赵将若不禁风的苏月推开 激动地凑上来 左看看 又看看 打量着显微镜 也来不及和方济帆打招呼 研究了老半天 等他眼睛通过透镜 看到了那水滴中的世界时 诸后赵阿鸦一声 哈哈 哈哈 宝贝阿 这是宝贝阿 这玩意 可值百万金 方济帆不知他的这个金 是否和陛下的金 是同样的伎量单位 诸后赵整个人龙金虎猛 倘若如此 那么 蒸汽研究所 就大有可为了 还有 许多的构建 哈哈 许多的构建 蒸汽机的许多零件 是可以用机床和洗床来制造的 这些日子 诸后赵都将心思放在了材料方面 他专门组织了一批人 不断地实验各种材料 可因为肉眼的问题 许多的构建 依旧只能用人工打磨 究其原因在于 机床和洗床的精度 尚且不能保证 他们所产出的构建精度 就更加不堪忍睹了 寻常的构建倒也罢了 倘若是要求高一些的构建 却非要那些技艺 极其高超的匠人 细细打磨才好 这便导致 许多机械的产量极低 因为这样技艺高超的匠人 毕竟凤毛麟角 可现在 来人 来人 将这镜子 给本宫搬走 搬去争气研究所 诸后照一丁点都没有 将自己当外人 于是乎 苏月等人 则是一脸忧怨地 看着诸后照 这眼神 像极了被屎乱中气的气负 方济帆咳嗽 别急 别急 殿下 慢慢来 这边研究所 自然会想尽办法 多造几台 过一些日子 自然将东西送去 诸后照红光满面 哈哈 这也成 半月为期 其实本宫脑子里 有许许多多的东西 可惜 都无法实现 现在有了这个 那些奇思妙想 或许就可以变成现实了 老方啊 这些人要赏 重赏 方济帆道 这是当然 赐他们一千万斤 也不为过 不过 方济帆将诸后照 拉到了一边 是否向陛下 禀报一下 臣觉得太子殿下去 禀报最后 陛下对太子殿下 已经既以厚望 再有这份功劳 殿下 往后 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诸后照看了方济帆一眼 老方很厚道啊 他拍了拍方济帆的肩 可是父皇懂吗 就算是扳到他的面前 在他眼里 那也是奇迹银巧的玩意 虽然太子 有诽谤君父的嫌疑 可方济帆还是汉手点头 表示理解 这样看来 得想想办法才好 诸后照道 且让本宫先拿这东西 造出点东西来 到时 父皇也就明白了 哦 方济帆道 其实 我也有一个主意 嗯 诸后照看着方济帆 你也想造出点什么 当然 方济帆道 我方济帆 乃西山书院之长 万千深深学子的祖师爷 岂可落后于人 诸后照乐了 好了 本宫 正想要大开眼界呢 有了显微镜 让诸后照情绪极好 或许对于许多人而言 这只是稀罕的东西 可对于诸后照 这样的内行人看来 这玩意便是千金 也不换的 眼下镜片的领域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接下来 就是不断地利用显微镜的原理 继续探数更高的倍数了 而这 只是时间的问题 显微镜的应用 也将爆发出巨大的潜力 方济帆和诸后照 正无请温先生 做了一桌韭菜 喝了一些酒 诸后照又是兴冲冲地 放了一番豪言壮语 方济帆心里 则想着自己 要制出来的东西 一支船队 已浩浩荡荡地 经过了泉州 刘文善等人 在将一船船的金币和银币 运出了佛朗基海域之后 早已命了大名的船队 在北非一带接应 如此 佛朗基船来回倒腾 而今 这数十艘舰船 吃着极深的水 徐徐地游溢在了东南沿海 此一行 仿佛做梦一般 刘文善站在船舷上 虽然肉眼还看不到故土 可看到这故乡的海水 也忍不住感慨万千 只有出了海的人 方才知道 徐师弟的伟大之处 这海中的寂寞 病痛 足以让任何一个 心智不够坚定的人发疯 刘文善抱着一个 竹筒制的大缸子 到了泉州 终于有了茶叶 他已不喜欢那茶盏 一点点的闽茶了 实在是馋得厉害 咕噜咕噜 便是一大口大口的茶水喝尽 因而 他养成了大口 喝茶的习惯 寻了一个大竹筒 装满了茶水 背在身上 心里踏实 一大口茶饮尽 刘景吃着蚕豆 从后而来 干爹 再往前 也就是后日的功夫 他就要到天津位了 嗯 刘文善点点头 叹息了一口气 不知恩师 现在如何了 他身体不好 真怕他出了什么事 不会的 干也好得很 全天下人都死绝了 他也能活蹦乱跳的 刘景在这一点上 显得很有信心 刘文善 此次 也算是不如使命了 刘文善嘘了口气 至少 可以给恩师一个交代 刘景哪 干店 这一路往返 刘文善和刘景 几乎是相依为命 现在 真是不是父子胜死父子了 二人对视一眼 眼里 都流露出了别样的情感 第1346章 金山银山 首先 刘文善和刘景都姓刘 其次 他们是甘父子的关系 若说此前 这还只是一个名义 可汪洋之上 父子二人同舟共济 经历无数血腥患难 想来不久之后 俩人也将同富贵 这是何等的缘分 刘文善拍了拍刘景的肩 而刘景则抬头 看着刘文善 彼此的目光之中 都有着信任和依赖 此时 身份已经没有意义了 刘景是宦官 那又如何 他还是自己的儿子 刘文善嘴角一勾 朝着刘景一笑 淡淡道 等回了金师之后 置乡中一趟 去记记组吧 到时 刘氏的族谱之中 会添列你的名字 刘景赶紧吃了一颗蚕豆 压了压惊 一般的宦官 对于自己的原生家庭 都没有太多感情的 毕竟 你都把我送去做太监了 这轻轻的纽带 也就彻底地断裂了 刘景点点头 哦 好 刘文善又拍了拍刘景的肩膀 脸去嘴角笑意 认真的道 吴儿 也就是你弟弟 他已十二岁了 年纪不小 再过两年 他也要娶妻生子了 刘文善微笑地看着刘景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 也透着诚恳的笑意 他若是生下的儿子 微妇打算将他过祭给你 将来 你临到老了 身边至少有个子嗣 给你养老送终 将来 也不至无人祭奠 刘景沉默了片刻 残都不嚼了 归宗 敬宗词最大的好处 就在于 将来人死之后 有子孙们祭祀 这叫延续香火 四刘景这样的宦官 其实也不可以不收个干儿子 可事实上 太监收的干儿子 往往都是一群泼皮 人家心里是瞧不起你的 不过是想在生前 从你身上得点好处 等到你一死 他卷了你的财富 便翻脸不认账了 何况 这些人都是下三滥 没一个是正经人 可刘文善不一样 刘文善是正经人 他的恩师是方济帆 前途远大 将来的刘家 势必是大族 何况本身就有 师叔传家的底蕴 哪怕是此前不富有 可出了一个刘文善 那宗词牌坊上 可是竟是吉地的牌坊在呢 刘景和刘文善的儿子 现在是兄弟的名分 将来 甚至可能刘文善 将自己的亲孙 后世的子孙们并不介意 将刘景一并祭祀了 这等士大夫的家庭 居然接纳了自己 延续香火 刘景一下子 将口里嚼烂的残豆吐了出来 眼眶里 泪水呼啦啦地落下 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他恭恭敬敬地 朝刘文善喊道 爹 爹 你是我的亲爹啊 我要有儿子了 哈哈 要有儿子了 他咧嘴 这儿子可是正宗的 不是那些想要巴结讨好的人 将来会受到极好的教育 会有家族的熏陶 最重要的是 他的大父 他的亲爹 都和自己有真正的亲缘关系 自己 没有后顾之忧了 刘景本下意识地 想要从秀里掏出残豆来 这是习惯 可很快 他手又缩了回去 这臭毛病 要改 要攒钱 给未来的儿子置产 要给他盖很多很多的府邸 给他那数不清的妻妾 生数不清的娃娃 哈哈 刘景咬了咬自己的舌尖 很疼 不是做梦 顿时 心里开始立下无数的志愿 要改变身上所有的臭毛病 尤其是贪嘴 在脑海里畅想了一遍未来 他便恭恭敬敬地 给刘文善磕了的头 刘文善微笑 做出这个决定 是很不易的 可又如何呢 人生不易 高兴就好 舰船至天津港 天津港里 人们早已习惯了 无数的船队入港了 若在几年前 这可能是稀罕的事 可现在几乎每个月 都有六七波的船队抵达 港口已经渐渐地建立起了制度 所以自有专门的饮水员前去接引 而后 税吏和专门的士伯斯人员抵达 士伯斯的人员 对舰船开始进行登记 而税吏 却已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早已猴着 这士伯斯的提举 乃是宫里的人充任 是个宦官 在这港口的一亩三分地上 他可是神奇得很 早有人给他端来了椅子 他胆胆身上的灰尘 坐下 轻描淡写地接过了茶水 见那船椅靠了战桥 身后一个随护 给他撑着伞 他瞎了口茶 举起了望远镜瞄了一眼 见一群衣衫褴褴的人下船 提举嘴角微微勾起了微笑 瞧这些人 各个叫花子的模样 根据他多年的经验 这应该是出海有一年半的 黄金周来的吧 紧接着 那群衣衫褴褴的人 步行走到了战桥的尽头 提举没有站起来 这是他的一亩三分地 身边几十个税吏 和士博司人员拥促着他 来者何人啊 报上大名 为何这船上 没有船号 此前 又为何没有报呗 提举宦官道 这可不成啊 来人 准备登船吧 他话音落下 一个衣衫褴褴 满面油污 面黄鸡兽的人上前 提举宦官一愣 这人 好像很没规矩 他心里非常的不悦 便开口质问道 你 你 你这是要干啥 此人抬手 而后啪的一下 一个耳光 就打在了提举宦官的面上 提举宦官打猛了 脸上一个血印子 他不可思议地 看着眼前这呲牙咧嘴的人 身后的随护和税吏 吓了一跳 各个剑拔弩张 行凶的人说话了 狗东西 敢坐着和咱说话 瞎了你的狗眼 告诉你 现在立即给咱 带着人登船 要多挑选手脚干净的人 你们这数十个人 怎么忙得过来 调天惊卫的水师来才够 赶紧的 要不然 我刘警宰了你 一听到此人自称 咱这提举宦官 顿时心里有了几分亲切感 呀 他声音这么粗 竟还是同桑 可又听此人自称刘警 提举宦官打了个哆嗦 眼眸不禁睁开 看着眼前衣衫蓝绿 满面油污 面黄鸡兽的人 刘 刘公公 宫里头有几个人 是一般人不能惹的 一个是丙比太监 一个是御马间的太监 这两位一文一武 是宦官们的首领 还有一人 便是詹氏府 太子殿下跟前的伴伴 刘警 恰好就是太子的心腹 听说 还是方继帆的干孙子 何况 现在人家还长着四阳商行 提举宦官猛了 方才还预备指使着人大骂 将这些人拿下 可转瞬之间 面上的怒气神奇地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谦卑的笑容 顺势着 整个人就跪下了 臀部撅得老高 老老实实地败在刘警脚下 哟 原来竟是刘公公 刘公公 奴婢这是有眼不识泰山 刘公公拧着一巴掌 干脆利落 虎虎生风 打得真好 奴婢 刘警 微眯着眼睛 打亮了下提举 见他没了方才 神神气气的姿态 而是恭敬而又乖巧 不禁抿了抿唇 冷哼一声 狗东西 小的有眼无珠 提举盲势磕头 刘警狠狠瞥了他一眼 便嚎叫 愣着干嘛 干活 哦哦 干活 提举宦官盲势翻身起来 立即开始指挥着人 他为了显得卖力 一副灰汗如雨的模样 亲自带着人 登上了第一艘船 可当他登船之际 整个人却是 惊呆了 这船舱里头 惊灿灿的 在带着烛火进去的那一刻 底舱顿时生灰 璀璨的光芒 刺痛所有人的眼睛 是金子 数不清的金子 提举宦官下尿了 他下巴不断地颤抖 一时间之间 嘴巴都合不拢 这么 多金子 身后的顺利和随护 也一个个眼睛瞪得有同龄大 完全惊呆了 手脚要干净 提举宦官是知道轻重的 刘公公的东西 不能拿 一个字都不能 他发出了怒吼 让人在战桥上设卡 所有人搬运东西下船 都要搜身 都愣着做什么 搬啊 是 是 是 人们看着 这堆积如山的金银 终于反映了过来 这一次 显然比这当初徐金回航时 还要可怕 这提举宦官 曾有幸见过那一幕壮举 可现在却发现 这是小屋见大屋 不说其他的 此次回航的船 比徐金的船队还要多 而且 他取了一个金币 咬了咬 这金子 肯定不是从黄金周带回来的 黄金周那儿的金子 或许是因为当地土人的 熔炼记忆有限 纯度并不高 可这金币 这纯度 好东西啊 这哪来的 他已来不及多想了 干活吧 一艘艘的舰船 开始进入了各处的战桥 而后 搭上了板子 数不清的人 开始预备登船 提举宦官 要求每一个人 赤身上船进行搬运 这是为了减少 严查夹带 和私藏金银的检查难度 数千人穿流不息 将一箱箱的金银 气喘吁吁地搬上了码头 很快 码头附近就堆积起了 一个金山和银山 可是 人们依旧还在忙碌 仿佛搬运不完一般 第1347章 发了 整个天津卫 已经轰动了 那堆积如山的金银 根本就藏不住 毕竟 实在太矮眼了 这边刚刚堆了一堆 另一边 一堆又起 不得已 那士博斯的人 去寻了詹布来 妄图用詹布 将金银遮盖起来 天津卫的各牙都惊动了 纷纷带着各路兵马来 在外围负责警戒 税吏则对所有的金银 进行清点 他们很快发现 这些金币和银币的分量 相差无几的 只需一枚枚 去数就可以了 只是 哪怕是数 都是让人头皮发麻的事 剑船的载量是极大的 一批水师利士 几乎已经泪断了腰 可也不过运了一小半 于是盲氏 又挑选一批利士 将他们替换下来 刘瑾被士博斯的人 好生地伺候着 原本给那提取 宦官准备的散和茶几 茶盏 都一股脑 用在了他的身上 而刘瑾 则又乖乖地 让刘文善坐下 给他去端茶地水 这一边 士博斯已派出了 人往经理 去报信了 而天津卫的 陈济商行大掌柜 早就闻讯而来 陈济商行 乃是经理最大的商行之一 经营的业务多种多样 有药材 有棉坊作坊 有船物 这大掌柜 就负责船物方面的事 造船的人 往往和水师的关系比较近 一看水师的人员 突然调动异常 一问 更觉得不简单 于是乎 他忙是赶来 举了望远镜 看着那堆砌起来的金山和银山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是什么船 从哪里要的 去打听 去打听清楚 片刻之后 伙计便打探来了消息 紧接着 这大掌柜深吸了一口气 带回来的金银 无以数据 这是什么概念呢 船是四扬商行的 乃是四扬商行的收益 这四扬商行 一直低调 想不到 他们 呼 大掌柜长长地 呼出了一口气 目光流转 而后 他神色一正 命人将自己的亲儿子 叫到了自己的面前 肃然道 你得去金师 用快马 用最快的马 要不惜一切代价 立即 立即去给东家禀报 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事 记着 沿途不要耽误 你若是饿了 就在马上吃 吃喝拉撒 都给为父记着 都得在马上 耽误了一刻 我扒了你的皮 东家对咱们不薄啊 该到报效的时候了 他儿子还想说什么 大掌柜已是将他推开 瞪着眼睛朝他怒吼 走 快走 马早就准备好了 最好的马 人也是自己的儿子 最值得信赖的人 人和马 飞快地奔驰而去 这大东家又回头 举起了望远镜 看着那远处 被人强所围住的 一座座金山和银山 眼睛一眨不眨 他彻底地吃了 汉林院里 又是平常的一天 每一个人 按时点卯 按时开始了忙碌 到了正午 汉林们开始休憩 他们往往会凑一起 喝一口茶 吃一点糕点 彼此之间 聊得最多的 还是股票 现在前途无望啊 而金的汉林早不似当初了 可在金师居不易 谁不想让自己日子好一点呢 赵丽 几个汉林们开始头头是道地 讲着他们的股票金 什么市场利好啊 什么多头啊 什么抄底啊 毕竟是人精 当初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人 这样的人 若是把自己聪明精放在正道上 比如研究研究炒股什么的 其爆发出来的潜能是无穷的 他们不但能讲 而且还擅长于归纳 一番归纳下来 年轻的汉林听得如痴如醉 不少人都跟风买了四洋商行 譬如柳金水 柳金水家境不坏 中了近视 在经理家中也给他治了宅 他心思大 想挣银子 时事不愿再让家人破费了 听说这是家里人 卖了几百亩祖地的银子 一想到如此 他心里便难受得很 这四洋商行 他是投入了全部的身家买的 就因为他姓王不是 可时间拖得越久 他越是不自信起来 尤其是听着几个老汉林 坎坎坎谈 他心里更是虚得很 此时 一个书丽进来 给他们奉茶 这时 有汉林起身道 杨书丽 你来 你不是说 王学士让人买四洋商行吗 可现在你看看 这已近一个月过去了 竟还没动静 这是什么意思 杨书丽面上又清又白 小人 小人 哼 你是不是听错了 没 没错的 这样看来 问题出在王学士头上了 老夫观古数年 这四洋商行 这么多年没有动静 迄今为止 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利好 这 这不是开玩笑 说话的是个老汉林 这一年来 炒股倒是挣了一些 因而 现在说话的底气很足 这汉林院的古王 看来得换换人了 当初你们 若是听老夫的话 多买一些流济纲页 其新号书 新号网 新号 W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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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号 Q新号 I新号 S新号 U新号 W新号 A新号 N新号 G新号 新号 C新号 O新号 M何至如此 你看 老夫三万五千两银子投进去 现在多少了 现在已是六百两了 这老汉林 乃是学 官不小 可资历高 他老神在在地瞎了口茶 就差喊出一句 江山带有人才出 长江后浪推前浪 那王不是 自是前浪 而自己呢 则是后浪 他一脸担忧地 看了柳金水一眼 又道 柳边修 你身家性命 都搭在了四洋商行事吧 当初你们要买的时候 老夫就想劝 可是呢 这等事 怎么好出口 看看吧 这四洋商行 能有什么前途 陛下命齐国公建金府 金府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在经营四洋商行 可你看 四洋商行可有起色 连齐国公都对四洋商行 没有办法 你想想看 这四洋商行 可还有旧吗 听吧 柳金水脸色苍白 整个人都梦了 其余汉林 也有不少脸色苍白起来 却在此时 外头突然发出了哗然的声音 有人皱眉 不知发生了何事 却见有人冲进来 大吼道 不得了 不得了 快去证券市场 出事了 出事了 四洋商行暴涨 暴涨 一下子 所有人豁然而起 却见有人匆匆地 进了王不是的工房 这工房里 却见王不是急匆匆地出来 一群人围绕他左右 匆匆地出了汉林院 出了什么事 这是出了什么事 汉林们也坐不住了 纷纷跟了去 证券市场 谁也没有料到 这四洋商行 开始逆势而行 明明没有任何的利好 却不知何故 似乎是有大商家疯狂地收购 而这背后的大商家 似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只要市面上有股 有多少要多少 你开什么价 他便多少钱收 人们诧异地看着这一切 这太诡异了 第1348章 国际名声 王不是已经赶到了 汉林们也随这来 那位老汉林 看得脸都变了 嘴角轻轻抽搐着 出了什么事 许多股票都在纷纷下跌 却只有四洋商行一只独秀 不断地攀升 这分明是有大商家 在不断地抛售其他股票 汲取资金 而后重仓压在四洋商行上 许多股票一抛售 其结果可想而知 可谓是惨不忍睹 一开始 行情倒还稳得住 到了后来 有些股票 已经开始直接地腰斩了 好在腰斩之后 局势开始徐徐地回稳 而那老汉林 却是瞠目结舌 银子啊 这才多久 却看那四洋商行 却已直接攀升了一倍 而且 照着这趋势 还在疯狂地增长 到底是什么人 在背后不断地推高价格 那年轻的汉林柳金水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不停地 在板自己的手指 他这是在疯狂地计算着 自己买了多少四洋商行 现在这些股 已价值多少 可每一次 他勉强地计算出来 新的价格又出现了 那老汉林 不禁恼羞成怒 并没有利好啊 这肯定 肯定是有人背后操作 这 诸位不要慌 这是技术性的调整 四洋商行冲得这样高 是有人故意推高 没有大利好的情况 这分明 分明 王不是对这一切 充耳不闻 他只是抬头 凝视着墙面上的大盘 此时他已确定 刘文善成功了 王不是心情复杂无比 固然他的收益 可以增加不知多少倍 可是 和刘文善相比 真是小巫见大巫啊 那刘文善 未必比自己聪明 可是 他拜了方济藩为师 不但受齐国公的点拨 撰写国父论 而且 还被齐国公送去了佛朗基 这是何等大的机缘 这又是何等大的功劳 倘若当初 自己也上了船 又或者 自己也是刘文善 自己一定做的 并不会比他糟糕吧 可是注定了 刘文善想标柄史册 而自己 终究不过是个傅家翁而已 人生短短几十年 他王不是 不会被人记住 而刘文善 却能永垂历史 他在心里深深赶窥着 人生的际遇 真是天差地别 王不是毕竟是传统的读书人 他虽也爱钱 可那四书五经读得多了 内心深处 又何尝不渴望大功业呢 现在 看着同行的刘文善如此 自己内心深处 竟没有喜悦 有的 却是几分失落 他摘下了墨镜 经不住擦拭眼睛 一旁 柳金水惊喜地道 王学士 王学士 长了 长了 王学士 你哭什么 莫非 是喜极而泣 这柳金水也想哭了 真是太开心了 从来没这么开心过 在短短的时间里 竟是挣了这么多钱 应该不仅仅是柳金水想哭 是买四阳商行的人都想哭 这一下转大发了 然而 王不是却没有立即回答柳金水 而是重新戴上了墨镜 轻轻咬了一下唇 便开口道 只是哀叹自己命运多舛 哀叹命运弄人罢了 哎 他声音透着疲倦和沙哑 神情淡淡的 没一点喜悦之色 哎 连叹了几口气 他便朝着柳金水摇摇头 那些跟着王不是 买了四阳商行的汉林们 本是各个喜笑颜开 纷纷围拢上来 殷勤无比的模样 可听了王不是的话 各个面上惊讶 有人笑容逐渐消失 王学士的意思是 现在见好就收 四阳商行到了现在 已是见顶了 得赶紧抛售 王不是见着一群兴奋的人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 他一脸眷容地朝他们摇头 淡淡道 不 这才只是开始 说着 背着手 对于大盘 已经没有了多大的兴趣 转身便走 许多人想围着他继续求教 可又舍不得大盘 却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王不是 逆着人流而行 最后 消失在热情的人流之中 留下了一个寂寞的背影 老汉林还在跳脚 非常的不甘心 他曾起心动念 想要抛售掉手里的骨 可发现卖不掉 因为恐慌式的抛售迫在眉睫 越是抛 越是助长了颓势 反观四阳商行 依旧还是飘红 竟是一柱晴天一般 听着柳金水等人兴奋地呼喊 老汉林脑子有点梦了 真的不敢相信这件事 时他便难难安抚自己 这是背后有人操作 没有利好支撑 肯定是要跌的 洪志皇帝一大早 升作于奉天殿 内阁和各部的人都来了 所义的 正是最新的一条边睡法 刘剑 李东阳 谢千仁等 还有各部的上书 如欧阳志 马文生 张生等 大家都赐了座 而太子诸后赵也被叫了来 如此重要的国家大策 让太子听一听也好 方济帆开设新政 许多睡法 都是方济帆的门声起草 方济帆也一大早 拎了来 不过方济帆明显一脸眷容 隔三差五地打着哈欠 像是没有睡够 这引来许多人的侧目 方济帆四眼十去 忙是一副抱歉的模样 朝着众人挤出一抹淡淡笑意 昨夜看书 到了三更 刘剑有点恼火 这家伙的哈欠 打断了自己好几次话了 刘剑便屡须 凝视着方济帆 微笑问道 不知读得什么说 方济帆想了想 便笑呵呵地回答刘剑 四书五经 还有资质通鉴 刘剑 似乎也挑不出毛病 这个回答很妥淀 挑不出问题 刘剑只好不再跟方济帆计较 而是继续奏臣 陛下此前定下的章程 老臣下发 给各部 以及各地的不正史思 反馈来的意思 却是参差不齐 有的认为如此甚好的 也有人颇有疑虑 红治皇帝若有所思 目光不由在众人身上游走 最后才皱着眉说道 正前些日子 也见了他们上来的奏书 确实是颇有争议 欧阳清家 红治皇帝说着 不禁看向欧阳志 欧阳志沉默片刻 陈在 红治皇帝凝视着他 眼眸里透着期待 欧阳清家怎么看呢 欧阳志陷入了思索 这是红治皇帝最欣赏他的地方 许多人都爱表现 皇帝问起来 生怕皇帝不知自己博学一般 有啥问题 都抢着答 唯独欧阳志却是老神在在 不疾不徐 欧阳志沉吟道 陛下 各地的情况不同 因而不可一蹴而就 此次薪水推及天下 势必要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朝廷已有了大方向 现在 就是根据不同区域 进行调整的事了 陈以为 因广泛派遣钦差 于各地清查 前些日子 陈在保定时 听说陛下设了统计司 何不让统计司派出人员 以钦差的身份 先了解到地方的民情 和各方面的数据 陛下再做决断 这等事 万万急不来 一旦出了乱子 百姓们就要吃苦头的 行心政 须大胆 更须勇于认识 这是因为 若是不够意志 不够坚决 则定会动摇 动摇得多了 事也就办不成了 欧阳志顿了顿 接着又继续说道 可是推广心政 却须瞻前顾后 要再三观望 慢慢地推敲 更须如履薄冰 万不可想当然 更不可一概而论之 红治皇帝眼前一亮 是了 统计司 差一点 红治皇帝 却是忘了统计司 红治皇帝笑意满满地 朝欧阳志点了点 卿家所言 甚何振兴 朕还以为 你在保定推广心政 已是卓有成效 还当你定是巴不得 将这新税制 立即推行天下才好 原来 你竟如此稳妥 红治皇帝看了刘建一眼 征询刘建的意见 刘卿家认为可行吗 刘建也是赞同欧阳志的方法 不禁开口说道 如此甚好 此某国之言 顿了一会 他便补充道 老臣以为 可以照着这个方子 朝廷这边再想一想 张成呢 再修一修 百官们再议一议 另一边统计司委派人员 吩咐各地 再做一次详实的调查 各省部政史司 还有各府 各县 也让他们集思广义 多沉一下地方民情 这是百年大计 急不来的 红治皇帝心里松了口气 朕还是急了 总以为 这有好处 便巴不得推及天下 现在看来 还是有些冒进 他侧目看了方济帆一眼 见方济帆一脸疲倦的样子 咳嗽一声 方济帆立即打起精神 朗声道 吾皇圣名 吾皇万岁 红治皇帝凝视着方济帆 摇摇头 露出苦笑 正说着 萧敬匆匆地入殿 陛下 陛下 红治皇帝皱眉 目光扫向萧敬 萧敬拜倒 陛下 天经卫传来快报 说是有船队回来 这回来的船队 乃四阳商行 他们从佛朗基回来了 红治皇帝大吃一惊 回来了 萧敬激动地说道 何止是回来 此番敌岗 已是震动了天经卫 他们带回来了无数的金银 数不胜数 据说 金银都堆砌成了山 一座又一座 连绵不绝 望之令人生畏啊 第1349章 皇天保佑 红治皇帝以为自己听错了 在脑海里不停地回味着萧敬的话 似乎没有听错 他沉默了很久 而后 一脸狐疑之色 看向萧敬 你说什么 奴婢 奴婢 萧敬一脸艰难之色 没错 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也是震惊的 卧槽 那个干娘没白认啊 再迟一点认 自己就算想要抱着人家的大腿 也抱不住了 他戚戚爱爱的道 陛下 刘文善 刘金等人 他们从佛朗基回来了 带来了如山一般的金银 数都数不清楚 佛朗基 他们区区几艘舰 这四阳商行 他们能抢了佛朗基人 红治皇帝不可置信 脸震惊的问斗 除了抢 就没有其他的解释了 这佛朗基人看来 并不雷若 若是大名水师 兴师动众而去 或许 还有这样的可能 可是 据洪志皇帝所知 刘文善人等 不过带了一些商船去 怎么可能搬回 数不清的金子回来 方济帆听着 顿时龙金胡蒙起来 他精神一抖 面露喜色 自己至亲至爱的弟子 和孙子回来了 还以为他们死在了外面呢 这般一想 方济帆忍不住 想要热泪盈眶 皇天保佑啊 可一听到抢字 方济帆不禁激动地说道 陛下 不是抢 不是抢 刘文善身受而成的 道德熏陶 岂会做这样的事 洪志皇帝 还没有缓过神来 他痴痴地看着方济帆 这个消息太震撼了 事先没有任何征兆 洪志皇帝 便一脸困惑地看着方济帆 不解地问道 济帆到底是怎么回事 方济帆解释道 陛下难道忘了 而臣 让他们前去佛朗基 卖花 卖 花 这个行得通 哪怕方济帆是神仙 大家也觉得 方济帆卖花是不靠谱的 这已经完全颠覆人的认知了 好吧 即便那花能卖 且能价格不菲 可是 又怎么可能 如宵敬所言 这金山银山都搬了回来 洪志皇帝一头雾水 他凝视着方济帆 这件事 显然是金府一手筹画的 不找你方济帆找谁 刘剑等人 都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 通通不解地看着方济帆 方济帆 已给大家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可今日这惊喜 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方济帆知道 卖花说福利不够 因而他郑重地开口道 陛下可曾记得 刘文善的国父论续片之中 曾有过泡沫论的阐述 洪志皇帝搜长瓜度 勉强记得了一些 当然 当初看的时候 只是走马观花 并没有重视 在洪志皇帝眼里 所谓的泡沫 不过是一个不值钱的东西 突然价格暴涨 可事实上 他本身不具有如此大的价值 当然 这 方济帆见洪志皇帝 似乎没明白 便认真地解释起来 此次刘文善 便是去佛朗基实践这个想法 玉京香本是没有价值的 可起初的时候 因为稀少 且又因为其显得名贵 此后 到了佛朗基 只要联系某些投机的商人 便可让这些商人们 四处造势 使其成为王公贵族们的装饰品 洪志皇帝点头 玉京香张皇后也极喜欢 哪怕是在现在的京师 线下也很盛行 可是 会有多少王公贵族 清净家财 就为了买这些花泥 方济帆微笑 陛下 若只是单纯地 将玉京香当作是点缀品 这玉京香 当然花不了多少银子 可陛下应当知道 玉京香的培育 需要大费周章 可它的种子 哦 也就是囚经 却极容易保存 而所有的玉京香 都控制在刘文善的手里 那么 只要这东西 获得了贵族们的青睐 而刘文善 只要控制住 玉京香的出货 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说实话 跟皇帝和刘建 这些半调子经济学家们 讲解这个 真的很费劲啊 红治皇帝若有所思 也谋一量 价格会涨 见红治皇帝有些领悟了 方济帆又继续说道 对 只要合理地控制住出货量 确保价格不断地上涨 那么而臣敢问陛下 接下来 又会发生什么 红治皇帝顺着方济帆的思路 价格会上涨 就如一只 可以持续上涨的股票 这世上 谁不想挣银子呢 自然 会有许多人囤积 希望能够借助这玉京香盈利 方济帆乐了 正是如此啊 陛下 如此 这玉京香已从装饰品 变成了一种 可以对抗通货膨胀 可以以此 来牟利的产品了 它已脱离了原先是属性 人们购买它 不再将它用来消耗 红治皇帝点头 你继续说下去 如此 难免就会引起风潮 那些囤积了 玉京香囚精之人 自然巴不得全天下人都购买玉京香 如此 才可水涨船高 也就是说 借助着玉京香 其实 刘文善已将无数因此而获利的贵族 商人 捆绑在了一起 他们尝到了甜头 不需去求助 他们便会自行地四处推广 玉京香囚精的好处 他们会反反复复地向人宣称 玉京香是如何的珍贵 如此一来 这样的概念 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之下 就会深入人心 佛朗基的处境 与我大名相同 因为出海 导致通货膨胀盛行 绝大多数的百姓 积攒了一丁点的积蓄 可很快便开始贬值 事实上 整个佛朗基都纠结于一个问题 如何让自己的积蓄 保持应有的价值 在大名 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方法 譬如证券市场 人们通过将会积蓄 投入进股市和房产 以此来抵御这等货币的贬值 而股市的银子 在流入商股手里 商股们进行生产 于是 开始建设和扩建作坊 生产出无数的货物 借此牟利 最后 绝大多数人 都在这个过程之中 得到好处 可是 眼下的佛朗基 虽是手工业 已是大发展 可其 却是诸侯林立 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 这也导致 他们的股市和作坊的发展 还不过是刚刚崭露头角 郁金香囚经的出现 却解决了 他们所有人最迫切的一个问题 那便是 保值 如此一来 越来越多人开始接收 郁金香 上至王宫 下至庶民 这郁金香 不但有了投资属性 甚至完全可以取代货币 因为在人们眼里 郁金香是可以随时转手的 因而 甚至在许多的交易中 人们甚至可以直接拿郁金香 兑换任何货物 洪志皇帝 已经开始渐渐地 明白了一点什么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方济帆虽是说得轻松 可是 洪志皇帝便是再愚蠢 也非常清楚 这其中的过程 一定是惊心动魄 他举意反三 这是否意味着 郁金香囚经 就如西山钱庄的银票一般 银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可因为钱庄的金银作为储备 可以保证 随时将银票兑换足额的金银 于是 越来越多人接受 不错 到了这一步 郁金香囚经 其实就已和西山钱庄的银票一样了 只是银票的背后 不只是西山钱庄 还有宫中以及朝廷 在作为其信用 因此 西山钱庄发放银票 极为谨慎 非要确保拿着银票的人 可以随时进行兑换 因此 钱庄之内 有充足的储备金银 随时可供人兑换 而郁金香 却如水中浮平 它唯一的价值 不过是稀缺性 可事实上 绝大多数的郁金香 并不稀缺 在大明 这些东西 多不胜数 甚至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 自然而然 刘文善见时机成熟 就可快速地放货 如此一来 便可从中 大赚一笔 原来如此 红之皇帝 感到很欣慰 这个刘文善 真是人才啊 这等事 亏得他能想到 这么说来 这些金银 就是靠炒糕来牟利的 一些毫无价值的花卉 结果却成了 天下最值钱的东西 真是 可是 方济帆微笑 当然 靠这个 刘文善足以大赚一笔 可是单凭这个 还不够 还有 此时的红之皇帝 就如一个小学生 至于刘建仁等 似乎还处在 保育院的水平 他们一个个 瞠目结舌地 看着方济帆 方济帆 还视了众人一眼 便又继续道 一旦刘文善大量的放货 郁金香的价格 势必要暴跌 可是 陛下有没有想过 这暴跌受损最大的是哪些人 是什么人 拥有最多的郁金香 又是什么人 最害怕郁金香暴跌之后 无数人血本无归 引发的可怕后果呢 红之皇帝打了个寒战 他又开始渐渐明白了 这一手 可能更多 他心里想 倘若大明的百姓 都买了郁金香 无数人付出了 自己的身家性命 而宫中和朝廷 也储备了一批 那么 自己和朝廷 也一定是最害怕 郁金香价格暴跌的吧 毕竟 宫中和国库处了问题 是要闹出大问题的 而百姓们的财富 若是被洗劫 一无所有 势必会怒不可遏 第1350章 四海之地 晋王土也 红之皇帝觉得自己的脑子 开始转过弯来了 他凝视着方济帆 那么 这佛朗基的王公们 一定要尽心竭力来 将这郁金香的价格涨起来 如若不然 就是万劫不复了 刘建意识注视着方济帆 也开始生出了兴趣 方才所有人都听得如痴如醉 不过许多人虽有疑问 却是不便相问 刘建不同 他咳嗽一声 道 难道这些王公 不会对刘文善不利吗 不利是肯定有的 不过佛朗基一盘散沙 所以刘文善所选的地方 乃是北方省 那里商业气息浓厚 西班牙人虽然统治那里 却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控制 这也是为何刘文善 选择北方省的原因 何况 刘文善暗中用的是 大量的人头交易 他们想要追查 也需要一些时间 更不必说 若是他们大张旗鼓的拿人 反而会引发巨大的恐慌 陛下 刘公 你们想想看 若是这有郁金香囚金的人 想要出货 却还要被人拿了 这等消息 是捂不住的 一旦传出去 郁金香囚金的价格 就更加是一泄千里 便连半分营救的可能都没有了 许多王公事必会联合起来 疯狂地开始 收购郁金香 他们定要 将这郁金香的价格拉抬起来 可这一边 王公们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和国库的资金 疯狂地收购 另一边却是刘文善人等 疯狂地将这不值以前的郁金香 换成数不清的金币和银币 无数的金银 就如同是从天而降一般 落入刘文善等人的口袋里 直到各国的国库枯竭 甚至是信用破产 最终 他们非但没有将郁金香拉抬起来 反而是一泄千里 输了个金光 真有苏秦 张仪之才啊 是啊 这不就是联中的苏秦和张仪吗 靠着一己之力居于幕后 料准了佛朗基各国的心思 暗中操作 这样说来 佛朗基各国 他们已经被吸干了 方济帆很肯定地给出答案 虽然没有接到准确的消息 可既然刘文善等人安全回来 而且还带来了这么多的金银 这就说明计划已经成功了 方济帆笃定地道 郁金香这等事要么不卖 而一旦卖了 便是不死不休 不压杆榨禁是断然不会结束的 哪怕是刘文善想要结束 佛朗基人也绝不会甘心结束 只有当他们最后一个 铜板耗尽才会结束 这便是人心 人的贪婪放大了无数倍 当他们借助于玉金香资产 不断地翻倍增值时 便已经无法再忍受 自己的资产缩水了 这就如一场豪赌 不到最后 绝不会罢首 洪志皇帝眼中闪过金银 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 竟觉得森森然的 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花 居然直接导致无数人的家破人亡 数不清人的积蓄 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这玉金香 甚至比一支军队还要可怕呀 所取得的成果更是可怕 方济帆又道 陛下 其实 儿臣 你继续说下去 这又是一个新的大门 洪志皇帝对此极有兴趣 儿臣这样做 原因有三 其一 是为了报当初西班牙人 袭裂我大明 以及新京之仇 此乃国仇 区区西班牙 竟敢亲门踏户 冒犯大明天威 是可忍 孰不可忍也 其二 是陛下赤面 陈开府见牙 金府须有所成效 不得已而为之 而这其三 却是因为尔臣的身体 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啊 奉天殿里 许多人本是心里森森然 听到方济帆这一句 道德的血液 顿时梦了 刘剑 谢谦 李东阳等人心里剧都想 姓方的 还真是狗一样的东西啊 方济帆却是阵阵有词地道 我大明以仁孝至天下 天子与诸臣也多以时为鉴 而如今 新政已经开启 资产的价格高低起伏 未来 又何尝没有此等泡沫化的风险呢 郁金香本是最不值钱之物 却可认为将其炒高 其危害 甚至可以使无数人家破人亡 泡沫从经济学而言 其实有它的好处 可以使大量的资金 调配至这个领域 加快生产 使一个又一个的新兴产业 疯狂地壮大 可一旦 这泡沫出现在郁金香这等无用之物上 那么其危害 也是显见了 因此 儿臣如此做 便是要立下一个榜样 让天下人都知道 在佛朗基发生了什么 等刘文善回了金师 儿臣还要命 他将这郁金香著写出一部书 详细地寄述郁金香的成因 发展 结果 如此 方可使后人铭记 所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以史为尽 以前人为戒 对于佛朗基人而言 对他们又何尝没有好处呢 他们今日不吃这个亏 以后还要吃 不给他们一点教训 他们的跟头会摔得更惨 而臣命刘文善 刘景 以及佛朗基人王熙做人等 万里迢迢前去佛朗基 正是抱着这悲天悯人的情怀 要使天下四海之人 小其厉害 如此而已 洪志皇帝 刘剑咳嗽 略显尴尬 谢谦脾气就不一样 好在这次他忍住了 李东阳微笑 嗯 他习惯了 张生 马文生人等 脑子还跟在方济番话里 藏着的道德迷宫里 转着弯弯 只有欧阳志 一如既往地露出一脸佩服之色 洪志皇帝深吸一口气 才道 忌番说得没错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此当引以为戒 刘青家该当修书 此次 忌番 干得不错 而刘青家人等 万里迢迢 不辞辛苦 死去佛朗基 又何尝不是九死一生 可谓是劳苦功高 此不是大功 定了调子 洪志皇帝心里顿时舒畅了起来 却不知 他们带回来了多少经营 方忌番面带微笑 想来 士博斯过几日就会有奏报来 没几天也算不清楚 当然 到底带回来了多少 也只有天知道了 可是 果然在这时 有宦官匆匆地入殿 殿下 殿下 证券交易所 封了 四阳商行股价暴增 价格在一个多时辰之前 四阳商行就涨了三倍价值 洪志皇帝嘴张开 有鸡蛋大 啥 这奏报 才刚刚送到朕的手里呢 一个多时辰之前 消息还没传出去 四阳商行就涨了 这些商股的反应 竟如此迅速 四阳商行的股值 一直是不温不火的 许多商人 持有的并不多 多是市场上某些人零星的持有 这股票的大头 多是在宫中和西山 当然 也有一些大鳄 如王不适 持有了不少 洪志皇帝倒有几次想检持了四阳商行 毕竟这四阳商行 足足两年没有过动静 完全是出于对方忌番的信任 才将这四阳商行放在手里 而现在 转眼之间 翻了三倍 而且 现在消息 应当已经在京师里传开了吧 接下来 洪志皇帝的心绪流转间 已经红光满面 就恨不得在自己脸上写着 镇手里有许多四阳商行了 他不禁道 刘青家人等 此旷世之功也 来人 诉传刘青家人等境界 萧竟哪里敢怠慢 方才陛下还说是劳苦功高 现在就已是旷世之功 这还了得 这刘文善 还有刘景 一想到刘景 萧竟心里就忍不住酸酸的了 当初的刘景 算个什么东西 自己正眼都不会去瞧的 可现在看看人家 萧竟自是把范森的心思收好 面带微笑道 奴婢这便亲自去请人 说着 一溜烟的去了 洪志皇帝的心情 自是带着几分激动 努力地定了定神 深吸一口气 才又道 带回来了这么多金银 是四阳商行的 这些金银 金服有什么看法 方济翻道 陛下 有了这些金银 自是存入西山钱庄 作为储备 此后 只怕这市面上的银票 要更多了 倘若统统流通于市场 只怕会引发市面上 剧烈的通货膨胀 而陈的意思是 一方面 借着这笔本金 加大一些投资 另一方面 还需将这些银票 流通至各国去 如此 方可减轻关内的压力 而陈希望 借助于四阳商行 于西阳诸国 甚至其他地方 也开通西山钱庄 使其通行银票 通行银票 洪志皇帝 一下子就明白 方济番的心思了 现在 银票已在大明流通 银票是靠金银的储备 来背书的 现在有了足够多的金银 哪怕是将西山钱庄 开设在各国 可只要储备金银足够多 慢慢地让各国接受 也并无不可 毕竟 只要西山钱庄 可以做到随时取对 且随时交换足额的金银 就足以让银票 畅行四海 最重要的是 四阳商行 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 现在该是他施展拳脚的时候了 洪志皇帝凝视着方济番 饶有兴趣地道 你继续说下去 第1351章 不适之功 方济番迎视洪志皇帝的目光 便徐徐道来 陛下 四阳商行在刘锦的带领之下 虽是这两年不温不火 可实际上 刘锦此人 早已在诸国有了布局 不说贸易据典 单说这两年来 打探到的诸国讯息 就是数不胜数 说着 他顿了顿 歇了一口气 才继续说道 而臣道并非是夸奖刘锦 这刘锦和儿臣无亲无故 且慢着 洪志皇帝看着方济番 目光透着质疑 刘锦不是拜你做了大副 陛下就是陛下呀 果然是明察秋毫 可是陛下 而臣见西山书院 徒子徒孙何其多也 一个认来的甘孙子 不算什么 就比如萧公公 他还自称是儿臣的侄子呢 可儿臣 可有半分袒护他的意思 方济番看了一旁的萧静一眼 吞了一口唾沫 才又开口说道 而臣做事 公私分明 心里只有陛下和朝廷 除此之外 再无私情 而臣之心 天地见证 日月可见 洪志皇帝汉首 有那么几分道理 方济番继续道 这四扬商行的许多讯息之中 都表明了一件事 那便是 各国都没有建立起一个 稳健的货币体系 落后一些的 甚至还处在以物换物的阶段 好一些的 虽也筑钱 可各国要么 相互之间攻伐频繁 新的货币 随时取代就有的货币 再加上私钱的铸造 其金币 银币的含量 都没有统一的标准 以致人们买卖 往往这货币的交易 最是繁琐 而臣以为 西山的银票 在大明已经推广 却现在信用良好 一方面 是钱庄受到了 宫中和朝廷的监督 又有专门的细则规定 更有足够的储备经营 可保证永不受挤兑风潮所害 那么 何不在各国 也经营钱庄 使四洋商行 未来和各国的贸易 可以更加称心如意 且若是各国接受了银票 那我大明便可使用银票 进口各国的特产 以丰富我大明上下的短缺 再其次 大明统领诸国 从前只是单以朝贡 而挟制诸国 而臣认为 这很不稳固 有了钱庄 通行了银票 再通过银票 可大量购置各国资产 使其永不相判 再有 就是大量的经营 输入我大明 缓解大明的通膨 将这些通货膨胀 引入各国 减小压力 同时 也可借机壮大西山钱庄 和四洋商行 由此三大力 陛下以为如何 洪志皇帝 现在心情好得很 面容里不由泛起了笑意 方济帆说的 他听懂了一大半 虽然有些地方不太懂 可天下各国 都用大明的钱票 没什么不可 洪志皇帝想着 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天下各国 都用大明的钱票 这可是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事 可想念 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不禁睁大眼睛 凝视着方济帆问道 可以实现吗 倘若各国不肯顺从呢 方济帆朝洪志皇帝微笑 陛下 钱票的推广 在于利害关系 对各国的王公贵族和商骨 甚至是寻常百姓而言 只要这东西稳定 且能一直保证其价值 他们自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绝不是一国国君 想要禁止 就可以禁止的 当其国内没有比银票 更稳定的货币时 人们自然更愿意 接受银票的交易 这也非是一国国君 单凭一旨诏令 就可以解决的 洪志皇帝听罢 汉手点头 微眯着眼眸 若有所思起来 你上一道章程来 这件事 金府来办 这金府的作用 一下子就出来了 大明已经出现了许多巨无霸的商行 无论是钱庄 还是四洋商行 又或者是幸福集团 又或者是钢铁 仿制 蒸汽机车之类的巨头 若是在这旗上 没有一个机构居中协调 是不成的 偏偏朝中对这个 懂得不多 方济翻道 儿臣遵旨 洪志皇帝感慨 朕终于盼来这一日了 过不了几日 便是太皇太后的大寿 这是双喜临门啊 哈哈 有了银子 洪志皇帝整个人都精神抖索 面容焕发 倒是刘建等人 一个个无言 早知如此 国库也应当适当地 购入一些股票资产才是 哪怕是国库不成 自己当初也该买一些啊 洪志皇帝差人又去问 就在这说话的功夫 小半时辰不到 便又有宦官来报 陛下 涨了又涨了 已增长了四倍 涨了四倍了 洪志皇帝反而淡定下来 压压手 这不算什么 不必激动 刘建等人 则是忧愿地看着洪志皇帝 刘文善 刘景二人 受了诏命 心夜至今师 此时才天刚腐晓 却已有宫中的车马 迎其入宫 刘文善和刘景坐在车中 他们的车抵达了五门 五门外头 是预备入朝廷义的百官 可是车马并没有停下 百官们不得不纷纷让出道路 而后一个个地看着这马车 直接经过五门 进入宫中 呼 百官们一个个看着那远去的车马 眼睛都要流出泪来 宫中坐车的待遇 这可是那个大学士们 一年到头也享受不到的待遇啊 虽是难免有人羡慕极度狠 可是 有不少汉林 却是眉飞色舞 他们低声议论 方才过去的 可是刘文善刘宫 听说此次 他是奉命去了佛朗基 以一人之力灭佛朗基诸国呀 是吗 我也听说了 就凭那什么什么金香花 了不起啊 四阳商行的股价 已经高涨了十三倍了 那汉林边修柳金水 更在人群之中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确实是十三倍了 才几天功夫 当初 他是听了王不适的话 拼上了全部的家当 现如今 终于咸鱼翻身了 终于变成有钱了了 不用再过得苦哈哈的日子了 他心里真是激动 一面流着泪 一面不停地念叨 刘文善流功 真是有大德之人 为我大名立下的是不适之功 也有脸色阴沉的 站在一边 不吭声 王不适身边 现在永远都不差狗腿子了 他们嘘寒问暖 呵护备至 王学士 您累不累 王学士 冷不冷 要不要加一件衣衫 来 批我的吧 于是 便开始宽衣 边上的人 纷纷也急切地要宽衣 批我的吧 批我的吧 暖和 王不适目光移动着 扫过一张张熟悉 一火陌生的脸 抿了抿唇 便朝他们一摆手 多谢各位 不必了 一般的仇子 老服穿了不自在 于是 众人忧怨地看着他 是呢 听说王不适的朝服 都是定制的 最好的匠人 先量了他的全身 确保完全贴身 而且所用的料子 都是薄如禅意 每一层 都是最好的织工缝制 莫说是料子 便是缝衣的线 那都是精挑细选 这档次 一下子就拉开了 想做朋友都不可得 人家谈论的东西 你只有嘖嘖称齐齐的份 或者嘴巴张得 比鸡蛋还大 怎么养身 每日该吃啥 穿啥衣 靴子该怎么穿才好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 这些贫穷汉林们的想象力 许多人又想哭了 更有汉林窃窃道 王学士 您说 这四阳商行的股票 是否还有加持的必要 所有人如狼似虎地 盯着王不适 王不适淡地道 股票这东西 终究是投机重了一些 我辈乃是读书人 圣人门下 岂可成日严厉 倒是听说 顺天府在推广公学 带圣人传播圣学 将这圣学深入人心 这才是大功德 大教化 谈古 俗了 老夫倒是有心 成立一个助学的善堂 捐几十个上百个学堂出来 资助顺天府 只是 想要捐那学堂容易 营造设施也容易 甚至资助人读书 亦是亦是尔 唯独想要招募 称心如意的博学之才 却是难如登天 主公 老夫现在每日头痛的 就是此事啊 已经好几宿 为此操心了 主公倘若有什么 顾旧朋友 若是有才 不妨推荐一二 最好是为人正直 品学兼优的 倘若对心学有所涉及 那就更好不过了 再有 前几日 听说有一老夫 收养了不少孩子 他每月靠针线养活了别人 此乃一举也 值得提倡 老夫听说 他并不宽裕 却不知此老夫 现居何处 真是想去败望 另外也想赠予一些金银 好教他以此 帮助更多孤儿孤女 这个 这个 许多人开始面红耳赤 王不是还事了众人一眼 便背着手 叹了口气 天下罪易的 便是俱才 可天下罪难的 却是俱易 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为其易境 所以人质 独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儿后 树鸡无愧也 圣人之学 高如泰山 不可攀 又如大海 身不可测 五等凡胎肉体 若能以仁义为本 量力而行 哪怕只是掠尽绵薄之力 此生亦无憾了 第1352章 千里蜜蜂猴 众人听了王不是的话 竟是无言 你大爷 你倒是挣钱了呀 可咱们 还是苦哈哈 背着贷款 熬日子呢 你倒是说得轻松 站着不要痛 果然 有钱的人 都是狗一样的东西 有一个算一个 把姓方的 还有姓王的这些人拉出来 砍他们脑袋 没一个冤枉的 可是众人心里 虽是破口大骂 面上却都是笑容可掬 王学士所言 诚如是也 王学士之善举 更是令人钦佩 佩服 佩服 王学士真君子也 哪里算什么君子啊 王不是摇摇头 扶了扶自己的墨镜 这墨镜 感情又换新款了 前几日 近况还是金灿灿的 现在又不知换了什么名堂的材质 王不是道 只是虽偶尔也挣了一点小钱 却依旧还谨守着圣人的教诲 人之一于禽兽 再于禽兽不知有理 而人心怀仁义里信也 你看 忠鼓起了 我等还是快快入宫才是 此时 王不是给人的 却是一种无力感 你有钱 你说啥都对 大家还盼着有一天 这位满口慈善的王学士 随口透露出一点风声 好让大家跟着发一笔财呢 他的话 就是银子啊 咸鱼都能跟着他翻身 于是 众人鱼贯入宫 而与此同时 刘文善和刘锦父子已下了车 刘文善深吸一口气 心情异常地激动 刘锦更是额上青筋都爆出来了 宫中行车 是刘文善的理想 而对于刘锦而言 本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要知道 他是太监 是阉人 是宫中的奴才 哪怕将来地位再高 也断不可能有此待遇的 而现在 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完成了 刘锦心情荡漾 眼睛通红 不禁道 多亏了干爷 没他给咱们一个机遇 刘文善点点头 施恩四海 这是天大的恩德 固然自己努力是一方面 可没有这个机遇 努力是无用的 萧敬笑盈盈地走了出来 他先是朝刘文善友善地点头一笑 而后目光落在刘锦的身上 这表情格外地怪异 随即 萧敬笑得更加灿烂 两位大功臣 陛下可是酒侯多时了 快请 快请 刘文善和刘锦二人 这才定神 忙事入殿 殿中 红至皇帝升座 金鸾之下 分别占着诸侯赵和方济帆 刘文善和刘锦二人进来 便立马败倒 口呼万岁 而后二人抬头起来 接着偷偷去看方济帆 恩师 干爷 气色极好 依旧还很年轻 气质浊然 风度翩翩 还是那般细皮嫩肉 白细的皮肤 似又带着红润 至于刘文善和刘锦 因为穿越了重阳 虽是换上了巢服 可是面上的封尘 却是怎么也掩不住的 他们肤色骨瞳 眼角略有皮类之色 显出了几分老态 二人行礼之后 红治皇帝便从玉椅上起身 感慨道 来人 给两位倾家赐座 刘锦更显得局促 心里很是不安 他毕竟是宦官 还没受过这样的待遇 此时 百官已经鱼贯而入 红治皇帝倒是想到了什么 道 不是还有一个王熙作吗 此人何在 回禀陛下 刘文善正则道 王熙作乃是佛朗基人 却心向大明 郁金香泡沫被戳穿之后 佛朗基大陆 已是一片狼藉 土地 资产的价格暴跌 臣觉得 倘若只是满载而回 还是有些不足 于是命王熙作 带着一船金银 回北方省 北方省 红治皇帝 浓眉轻轻一挑 打断道 哪里是北方省 来人 取渔徒来 萧敬连忙让人取了渔徒 铺在了奉天殿的地上 红治皇帝 快步下了金鸾 才他在这巨幅的渔徒上 目光专注地细看起来 刘文善起身 指出了北方省的位置 在这里 他们自称自己为 荷兰人或弗里斯人 陛下且看 他们被神圣罗马帝国 和法兰西王国所包围 这法兰西边上 便是西班牙王国了 这北方省的位置 恰好向北 隔海与英吉利相望 向东 则为德意志诸邦 向西 便是发法兰西 其位置 得天独厚 红治皇帝 抿了抿唇 若有所思 随即口里道 倾家继续说下去 刘文善便道 北方省的军民 本就不满西班牙国王的统治 以臣的预计 此次郁京乡大灾 各国的损失惨重 北方省势必要引发变乱 而臣以为 倘若王细作带着金银 抵达北方省 借此机会 大量以及低廉的价格 疯狂地收购土地 房产 以及城堡 并且对北方省的军民予以资助 那么 最先度过危机的 理应就是这北方省了 而王细作 也可借此机会 一举掌控北方省 若是他当真能够成功 这稳定的北方省 与整个混乱的佛朗基相比 就成了一处孤岛 孤岛 红治皇帝 饶有兴致地看着刘文善 他本只是想见了刘文善人等 好好地夸奖一通 可谁晓得 还没开始夸呢 接下来 刘文善却又向自己禀报一个计划了 他看着刘文善的 不禁浮出了显而易见的心上 问道 何谓孤岛 刘文善心里不激动是假的 倒是在军前保持冷静 对于心中所想所思 侃侃而谈道 各处的危机会加剧 势必会发生大量的叛乱 到处都会是战火 那么 哪里先稳定下来 就会有大量的商人 百姓 前往避难 倘若如此 这北方省 自会成为整个佛朗基的守善之地 红治皇帝恍然 原来如此 便道 你指的是 这北方省就相当于是经师和保定部正史司 因为这里 生活比寻常州府好 因而 但遇天灾人祸 势必会有大量的人涌入 陛下圣明 正是如此 臣有万死之罪 正是基于如此 才擅自做了这个主张 这也是臣的构想 用经济学而言 这北方省 一旦率先稳定 自然而然 会产生红西效应 而到了那时 这里将会成为一个示范区 将来 也可成为大明在佛朗基的一个支点 未来大明 无论是要对佛朗基用兵 又甚或者是 与佛朗基进行贸易 这北方省 既是一个跳板 也将成为一个橱窗 洪志皇帝恍然 顿时大远 朕明白了 佛朗基距离大明何止万里 而佛朗基 倘若不加一指 迟早会是我大明心头之患 卧榻之下 岂容他人酣睡 这北方省 就是一颗钉子 正是 刘文善目光中泛出神采 道 若是操作得好 则更加事半功倍 洪志皇帝高兴地点着头 面带笑容 好好 连说了三个好字 一传经营 倘若当真可以发挥效用 那就再好不过了 若是如此 那么又是大功一见 不过 洪志皇帝脸上表情多了几分认真 凝视着刘文善道 倾家有几成把握 臣不敢敢夸大 鉴于现在 佛朗基已经极其缺乏金银 大量的财富 已经化为乌有 此时此刻 那王细作 还有那一传金银 其效果极大 若是王细作能够加以运用 臣有三四成把握 只有三四成 不过鉴于只是用如此小的代价 去换取那更大的收益而言 对于洪志皇帝而言 已经是一笔好的 不能再好的买卖了 洪志皇帝又露出了几分笑意 感慨道 刘青家远在万里 尚且随时可谓朕分忧 此真忠臣也 且不说这北方省的计划 能否成功 单凭他带回了如此多的金银 且削弱了朕的心腹大患 这便是天大的功劳 朕昨日就曾和内阁商议过 来 刘青的功劳 不亚于灭国之军功 有军功者 封侯 这是祖宗之志 来人 下旨 赤命刘文善为定海侯 众臣听罢 纷纷羡慕地看着刘文善 且不说刘文善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现在得了一个侯爵 这是多少人奋斗了一辈子 都得不来的 文臣之中 能获封爵者 实施凤毛麟角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这刘文善 单凭这个 就足够吹一辈子了 方济帆乐呵呵地 一脸欣慰 在听到必要赤丰自己为侯的时候 刘文善下意识地 一脸感激地看了方济帆一眼 红智皇帝又看向了刘瑾 刘瑾 刘瑾 刘瑾忙是败道 奴必在 红智皇帝看了他一眼 清掌四扬商行 这两年来 由此佳绩 可谓是劳苦功高 当初 太子和济帆举见你 朕还上有几分疑虑 现在看来 他们是对的 此次你随刘青家前往佛朗基 安前马后 这功劳 也有你的一份 你虽为阉人 乃是功奴 可朕也绝不会厚此薄彼 几位大臣都认为 阉人不适合封赏 可朕细细思来 天下臣民 但凡有功者 岂有不予赏赐的道理 朕持你为南安伯吧 南安伯 刘瑾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他一脸错愕地抬头 看着红智皇帝 整个人有点梦了 咱 一个太监 咋就成了一个伯爷了呢 第1353章 猎土封王 太监都封绝了 这可是稀罕事 可说实话 刘瑾当得起这个爵位 只是对刘瑾而言 他却是哭了 眼泪哗啦啦地落下 这下好了 自己的儿子爵位都有了 现成的 将来我老刘 是真的可以延续香火呀 刘瑾立即磕头如捣蒜 奴婢谢陛下恩典 天恩浩荡啊 相比于刘瑾的没节操 刘文善就显得谦虚多了 红智皇帝微笑 汗手 他已经不吝啬于爵位了 自下夕阳以来 这大明历经的变局 已不亚于开国时期 正因为如此 才需要涌现无数的 名臣和名将 现在这一批新秀 和当初的开国功臣们相比 都是不遑多让 大明未来 需要谋四海之大业 倘若连爵位都吝啬 那么有谁肯定海浮波 开疆拓土 这笔账 红智皇帝算得比谁都清楚 何况刘文善和刘瑾二人 所带回来的收益 比之那爵位 不知高了多少倍 这绝非是区区爵位可以相比的 红智皇帝陈印道 至于王细作 此人为何要取如此的汉名 这个问题 满朝公卿 巨都疑惑 是啊 这王细作之名 就和赵狗 张启丐差不多 这人倒也是爱好特殊 啥名不好 偏叫这个 下贱 方济翻脸微微一红 盲势站出来 为王细作转环 启禀陛下 想来是王细作心向大明 忍辱负重 以这细作之名 借此机会向我大明敞开心胸 言明自己的志向 我大明怀柔远人 尤其是陛下仁德之名 四海皆知 他沐浴圣恩 取此名 难道不是很合理吗 这 好像说得很有道理的样子 红智皇帝苦笑 自然也就不再计较了 便道 王细作此番也有功劳 他虽为疑人 可若是心向大明 在朕眼里 便是朕的子明 他的功劳不浅 亦赐其为心安伯 只可惜 他现在远在佛朗基 生死未卜 朕不能亲自命他在御前恩赏 却也是遗憾 方济翻道 王细作虽在万里之外 可心在御前 陛下赏他 他若是心有灵犀 不知该有多高兴 定当是喜不自胜 万里之外沐浴黄恩 更加舍命报笑 粉身碎骨 也要为陛下分忧了 红智皇帝满意地点了点头 呼了口气 面上红光影线 说实话 虽觉得方济翻的话里 溜须拍马的意味是重了一些 可架不住这话很悦耳 很好听啊 红智皇帝看向方济翻 笑了笑道 说起来 方才刘青家所言的橱窗计划 朕倒是极有兴趣 倘若能成 使我大明彻底控制住北方省 由此北方省 更可使我大明如虎添翼 若是能成功 此乃天佑大明也 只是 济翻 你对此 如何看待 方济翻想了想 其实这事儿 是刘文善自作主张 可细细想来 若是自己也在佛朗基 或许也会布下这一招险棋吧 这一步虽险 可若是成了 收益就更巨大了 埋下这一颗钉子 几分胜算 方济翻咬咬牙 谁让这都是自己的徒子徒孙呢 信誓旦旦地道 请陛下放心 王熙做这些年 一直为而臣所用 此人对我大明赤胆忠心 定不负陛下所望 洪志皇帝 心里稍稍放下了心 这方济翻的言外之意 仿佛是在说 这个是我方济翻的人 我方济翻拿人头给他做饱了 洪志皇帝 便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方济翻的脖子 而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那么 朕便盼着佛朗纪的佳音来 今日洪志皇帝的性质 格外的高昂 可方济翻感觉很奇怪 陛下老是盯着自己的脖子 看做啥 很没道理啊 一次便丢出了一个侯爵 和两个伯爵 这对于大明而言 却也算是一桩盛事了 这满朝公卿 心头巨斗一震 此时 难免会有要发财找王不适 要封决寻方济翻的念头了 虽然有人心里微酸 可说实话 这是真福气 大家一丁点脾气都没有 人都是很实在的 毕竟吃喝都要钱 更别说许多人是背负着房贷的 而这里有多少人 是靠着刘文善和刘景 在股市里赚了一小笔啊 他们恨不得 再多几个刘文善和刘景 这样的人呢 至于那些后悔不迭 没有买四扬商行的 心口振振发痛之余 却也只能怪自己 当初没有听从王不适的建议了 洪志皇帝 似乎已经被勾起了兴致 他对北方省 格外的关注 还有方济翻的西山钱庄计划 这两样东西 若都能成 那便真是比大明 在海外获得了两场大截 还要令人振奋 只是 虽是方济翻作宝 可关乎国家大计 洪志皇帝的心理 却依旧还是有些没底气 尤其是北方省 一方面是拿不准王系作 是否愿意真正效忠大明 毕竟山高皇帝远 他在北方省 若是自立为王 大明也拿他无奈何 另一方面 他若是失败了呢 洁身一人 只带着一批四扬商行的 立士童趣 还有一船金银 一旦被人揭穿 或者索性有人 无端对他动手 他的性命也就没了 洪志皇帝心里唏嘘一番 心里却还在想 无论如何 总要试一试才好 济翻看人 理应不会差吧 他信王系作 正信济翻便是了 心头千回百转间 他低下头 深深看了一眼鱼徒 心里又感慨 北方省的地理 时事得天独厚啊 而方济翻和诸后 赵从殿中出来 诸后赵就忍不住哀叹道 早知如此 你为何不提醒本宫 让本宫也买一些四洋商行 看着别人发财 措施良机的心情可不好受 方济翻便安慰他道 当初这是能不能成 臣也无法预料啊 何况殿下借的钱已太多了 每一次我见了沈学士的样子 都觉得好似我欠他银子似的 实在是不忍心 再让他们破费了 若是成了道也还好 可若是刘文善他们失败了呢 诸后赵呲牙咧嘴 可想了想 方济翻这番话 说得完全没毛病 的确有道理 方济翻随即道 殿下 接下来咱们的银票改改版了 诸后赵露出诧异之色 改版 方济翻道 当然要改版 要顺应大事嘛 这西山钱庄要向外扩张了 先从西洋诸国开始 还有倭国和朝鲜国 岂可不改版呢 诸后赵点头认同 便道 这个本宫在行 想想很激动啊 这银票的版面 本宫来负责了 方济翻自是由着他的性子 脸上带笑道 那么就拜托殿下了 不过 银票得改改名 宝钞如何 现在大名宝钞朝廷 已是不再印制了 咱们西山钱庄 便接手了吧 除此之外 为了防伪 还需再游墨和刁板 还有纸张上头 做一些功夫 诸后赵想了想 一脸自信地道 这个好办 这就牵涉到了技术层面了 本宫亲自组织一批人来 细细研究一番便是 关于这个 方济翻是极放心的 方济翻笑音音的点头 那么 就有劳殿下了 只是 过几日便是太皇太后的大寿 诸后赵看着方济翻 一副催命鬼的模样 本宫若是分了心思 这寿理该怎么办 本宫进来又借据了 帝倒是卖了不少 可是投入也不低啊 周转不开 可若是送得少了 本宫又怕 方济翻拍着胸脯 放心 这里成包了 咱们一起送 定要送一件普天之下 最贵重的寿理 保管让太皇太后喜欢 诸后赵一听 顿时乐 他等的就是方济翻这句话 却又有点不放心 老方 本宫这曾祖母 年纪大了 他一向对我好 可不能小气了呀 定要哄得他老人家开心才是 不然 咱们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惹怒了他 父皇非接了本宫的皮不渴 方济翻只笑着答应 诸后赵才放心一些 满脑子 便开始想着 改版保抄的事了 方济翻倒是对寿理的事 心里已有了计较 胸有成竹 不过 唯一让他担心的 却是北方省的事 刘文善这小子不错 果然不愧是自己的得意门生 只不过 王熙做这家伙 到底能不能办成这件事 又或者办成了 是否会过河拆桥 这可拿捏不准 我方济翻是个有胸襟的人 对待别人 历来是掏心掏肺 可是 这人心隔肚皮 难保 不会被人所出卖啊 这可是大事 关系着未来精略佛朗基 彻底捣毁当下的海上霸主 西班牙 一决雌雄的大事 若成 则是大名之姓 以往 还可以靠宅子 来羁绊住王熙做 可这一次 一些房产 已经无法对王熙做 产生任何的控制力了 谁不希望 能够猎土封王呢 方济翻背着手 心里虚了口气 想了想 还是为自己鼓气 不怕 不怕 我方济翻平时和蔼可亲 对人和气 凭着我方济翻的人格魅力 怕啥 王熙做不被我方济翻的 道德所感化 那才怪了 第1354章 四海生平 北方省 总督王熙做 已经就任了一个多月了 北方省已经渐渐稳定 倒是北方省之外的叛乱 却是接连不断 法兰西倒还罢了 毕竟法兰西王国实力强大 国王的控制力 非同小可 可是格毕德德意志各邦国 却已是乱成了一国州 各种混战不断 打得你死我活 骑士们所面对的 再不是以往 所谓的骑士 而是拿着各种武器的农夫 一群破产的骑士 甚至也加入了叛乱 各邦国之间 一时摩擦不断 名义上的神圣罗马皇帝 对此鞭长莫及 大量躲避战乱的人 纷纷逃往北方省 在这里 却好似是一处世外桃源 王细作甚至是用极低的价格 雇佣了一批瑞士雇佣军 同时 建立了一支北方船队 他的使者 已经开始和法兰西沿河了 表示愿意拿出一点金银来 帮助王室解决眼下的一些小麻烦 法兰西王室 显然不希望北方省继续混乱下去 毕竟继续混乱 极有可能使法兰西的边界省份 也出现混乱 当然 在此之前 法兰西一直处于哈布斯堡家族治下 从西班牙到北方省 再到德意志诸邦的包围之中 这甚至导致 法兰西为了自身的安全 与奥斯曼人握手言和 被欧洲诸国所比夷 可如今 一个脱离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北方省 显然对于法兰西而言 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是 法兰西本身就处在了火药桶上 此时更不可能对外有任何过火的举动 能在这场风暴之中保全下来 就已是万幸了 相比于其他地方的混乱 安定下来的北方省 市面虽还萧条 却渐渐地开始恢复起来 荷兰人和弗里斯人 因为一直处于大国决力中心的缘故 他们对于政治和军事并不感兴趣 却对于商业和农业 有着极高的天赋 人们依旧各司其职 生活变得稳定下来 沉重的债务 也开始在总督王细作的梳理之下 渐渐地清理了不少 王细作颁布了抵押法案 即通过抵押物来清理债务 对于抵押来的土地 他给予的价格还算公道 与此同时 一封快报送达了王细作的手里 王细作捏着快报皱眉起来 在许多邦国 许多犹太人开始背井离乡 一方面是当初玉金香风暴之中 各邦的贵族和农夫们 为了购买玉金香四处的借贷 而借贷的对象多是犹太人 如今 这些债主显然成了一群可恨的家伙 另一方面 犹太人的信仰与许多的不同 多被当地人视为异类 平时至多也不过歧视罢了 可如今 却变得憎恶起来 到处都有人没收他们的财产 驱逐他们 甚至还有人犯下了可怕的暴行 真是一群可怜的人啊 王细作拿着快报 对几个已经跟着他一起 吃香喝辣的工作人员道 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却得到了这样的对待他们 传达我的命令 接纳他们 他们理应找到一个理想之地 怕重新落脚 建设新的家园 说吧 王细作眼里带笑 我听说 他们无论在任何时候 身上都会藏匿着财产 是吗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 保护他们 某种程度而言 是有助于北方省的稳定的 王细作接着继续服案 他在写书信 这是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 是写给王细作的主子方继帆的 不 现在不该叫方继帆 也不该叫齐国公 而是应该叫方大善人 他必须得向方大善人 汇报这里的情况 并且提出一些可能的帮助 当然 最好北方省与东方的贸易 要建立起来 甚至 他还提出了 建立一支汉人雇佣军的构想 最好这支雇佣军 能够装备短冲 除此之外 他得汇报一下 关于自己的财产状况 王细作很明白 自己单枪匹马来这里 自己既非贵族 又非一位百战百胜的将军 现在之所以能够立足 只是暂时人们 需要自己而已 自己的根基 实在太浅太浅了 一旦西班牙王国 或者法兰西王国缓过神来 就会像掐死一只蚂蚁一般 将自己碾成粉末 为了应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他必须得抱住方大善人的大腿 至于自己再次购置的大量财富 这些 当然不是属于自己的 这一点 他很清楚 这倒不是他不贪心 而是他曾跟在方大善人身边 非常清楚方大善人 是怎么对待自己敌人的 包括了这一次玉京香的风暴 他也是主要参与者 这等神乎奇迹的手法 到现在都令他头皮发麻 所以 不要让大善人不高兴 必须忠实地扮演自己奴仆的角色 他将所有的房产 地产 以及一切被抵押的财产 都记录下来 这是一封长信 而且用汉字所书 所以也不担心被人破译 就在他几乎要落笔的时候 一名守卫进来 总督阁下 一位农夫希望能够亲自见您 向大善人和您致敬 他的七十亩土地 抵押了1.5个金币 他十分感谢大善人和您的帮助 七十亩土地 在玉京香风暴之前 足以换来七八个金币了 可现在 只能换来1.5个 不止如此 就这 还收获了人们的感激 王熙作手持着鹅毛笔 抬起头来 叹口气 啊 这样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作为行善的好人之奴仆 算了 请他进来吧 一个戴着破旧帽子的农夫 微微颤颤地进来 他脸上显得格外的素目 先是一步步地 走到了总督府的画像前 这幅画像 是一名画像 花了一个月的作品 里头是一个东方人的脸 面目俊秀 带着憨厚的笑容 眉宇之间又仿佛有阴气 农夫脱帽 口里念叨着什么 而后 他转过身 走到了王熙作面前 眼眶就红了 他弯下腰 王熙作则伸出了他的手 农夫亲吻了王熙作的手背 感谢方大善人 感谢总督阁下 感谢你们 王熙作宛如所有贵族一般 只矜持地点点头 农夫退后一步 又鞠了一个躬 才转过身 带着敬畏和感激而去 对于这样的场景 王熙作早已习惯了 第1355章 受理 王熙作随即站起来 而后 他接见了一群贵族和骑士 这些荷兰的贵族们 正是当初叛乱的主力 他们对于西班牙王公的不满 早就蓄谋已久 而现在 他们除了对王熙作 以及他背后的方大善人钦佩之外 同时也对即将到来的 西班牙人的报复 忧心忡忡 王熙作从中选出了一些人 他们将乘船前往大明 作为交流和拜访之用 一个交流的使团很快就成立了 而后 这些人携带着书信 随同数十个汉人 上百个水手登上了舰船 交流使团中的人 各个心里怀着莫名的激动 他们即将要见到那位方大善人 当然 此次的交流考察 也关系着整个北方省的安危 他们必须打探大明的虚实 确定他们是否是自己可靠的靠山 不止如此 还有那位方大善人 对待北方省的态度 因而 使团中步伐有荷兰人中德高望重之人 他们看着大船 徐徐地离开了海岸 沿途不知会经历什么 可是内心深处 却带着渴望 一大清早 方济帆和诸后赵便乖乖入宫 今日 乃是太皇太后的大寿之日 讨好太皇太后欢欣 既是笑 也关系着二人 在未来是否有一个保护伞 保护伞很重要啊 最近皇上因为股票的事 喜怒无常 未来会发生什么 谁知道呢 女眷们早早就入了宫 方妃邀了朱秀荣同去 朱后赵和方济帆二人 倒是故意去地迟了一些 先去见了洪志皇帝 洪志皇帝先去问安 而后批阅了奏书 忙里偷闲下来 再见朱后赵和方济帆 洪志皇帝心情似乎不错 因而他笑盈盈地道 正听说 你们要用西山钱庄的保抄 取代掉大明保抄 方济帆忙道 是的 皇上 若只是叫西山银票 在大明道无妨 可未来大明将推广银票 自当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而臣思来想去 还是叫保抄 可彰显我大明国威 洪志皇帝汉首 大明开国时 太祖高皇帝就曾印制保抄 只可惜 这保抄是 没有用金银作为储备金的 如此一来 随着滥制 很快便价值暴跌 再之后 就再没有人愿意用了 现如今 这保抄也算是 借着西山钱庄的壳 浴火重生 没什么不好 洪志皇帝道 新版的保抄 明日送来 朕要先看看 什么 朱后赵一愣 而后道 父皇看这个做什么 洪志皇帝敲了敲预案 不客气地道 此乃大事 怎么 朕还不能先看看 可 可是可以 朱后赵道 就是不能改了 不能改了 父皇您想啊 朱后赵阵阵有词地道 这保抄 可是花费了无数人力物力 改出来的版 若是父皇责令修改 这不是糟蹋银子吗 洪志皇帝深深地看了朱后赵一眼 朕不怕糟蹋银子 朱后赵 洪志皇帝起身 记住了 朕明日让萧绊绊 再去提醒你们一趟 时候不早 该去拜寿了 怎么 你们空着手来的 洪志皇帝皱眉 朱后赵这才想起 要带寿礼呢 便忙是看向方济帆 方济帆气定神闲 带来了 带来了 太皇太后的大寿 而陈其感怠慢 便是赴汤蹈火 抛头颅 撒热血 也要 洪志皇帝抬眼道 没这么严重 就是让你们洪老兽星高兴而已 他老人家高兴了 如若不然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随即下旨百嫁 人寿宫礼 早已是喜气洋洋 命夫们早就来拜见 各种大礼 也早已送上 太皇太后满头银发 精神却还不错 身边有张皇后 方妃 朱秀荣人等陪着 又有命夫们 众星捧月一般地围着 自是喜不自胜 这几年 不少皇亲国妻都发了财 毕竟他们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有的早早购置了土地 土地升职 有的也学人投了银 去建了作坊 做幕后的股东 也有人去买了股票 这股票的行情 倒也还好 有了银子 出手也就阔绰了 再加上宗亲们 都入了京师 譬如新王朱又元 他也算是太皇太后 嫡亲的孙子 是太皇太后的亲骨肉 在京里 想要让皇上高兴 这县城的祖母在这儿 不巴结还做啥 他穿了体面的巢服 戴着最新款的墨镜 浑身都是金灿灿的 现在实行这个 是王金元带出来的风气 至于自己的儿子 世子朱厚总 而今个头也高了不少 美滋滋的 给太皇太后行了礼 啊 厚总啊 你来 来 朱又元喜滋滋的道 还不上前去 朱厚总摇头 不成 孙晨要给太皇太后 背了书 才肯上前 背书 众命父都笑了 太皇太后却认真起来 哦 看来是读过不少书了 可见是长了本事 来 被挨家听听 朱厚总便摇头晃脑 背了一段四书五经 太皇太后听罢 连连说好 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啊 朱厚总挺起胸脯 激动得不得了 孙晨算术更厉害 曾祖母 孙晨问你 三十七胜一百五十六为几何 太皇太后 其他命父也都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面面相去 这可是乘数 比寻常的加减更难 没有一定功底的人 是算不出的 何况还是末算 朱厚总道是五千七百七十二 呀 是吗 太皇太后虽不知真假 可朱厚总随口就心算了出来 却还是觉得惊喜 那就更了不起了 这是当然 朱厚总骄傲得到 父王说了 老朱家会可怜了 是人就想占咱们便宜 不学会算术 要吃人亏的 哈哈 众人都笑了 朱厚原老脸微微一红 尴尬地跟着笑 现在的朱厚总 还算幼稚 和历史上那老奸巨华的 家境皇帝 依旧还保持着少年的志气 历史 毕竟已经改变了 历史上的那个少年郎 父亲早亡 痛失了父亲之后 小小年纪就成为了一家之主 此后又被接到了京里来 一群心怀叵测的臣子们 要让这个少年做皇帝 他一个外来者 既没有受过詹世府的训练 到了千里之外的京师 居在深宫 甚至在身边 连一个信得过的人都没有 每一个人 似乎都想从他的身上 得到好处 那些在朝中 有极高声誉的辅佐之臣们 却似乎想着法 想要操纵这个孩子 甚至提出要求 不得认自己的亲爹做爹 为此 不惜发动群臣 一起向历史上 那个少年人施加压力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之下 自是造就了嘉靖皇帝 他小小年纪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果断 越来越阴沉 可现在的诸后总 尚有父王保护着 没有过早的接触阴暗 跟着自己的父王 每日夜里关起门来 父子两人算着王府里的账目 每日琢磨着古值 地价 不亦乐乎 这是他最快乐的少年时光 太皇太后 将这曾孙揽到了怀里 左倾倾 又倾倾 高兴得不得了 算术是账房的事 不过 你有这样的天资 却也是对得住 列祖列宗了 你没有去保育院吗 没去 太贵了 诸后总道 要花很多钱呢 我跟着父王读书的 太皇太后便乐了 不过你年纪也大了 再去 显得不合适 乖孙儿啊 诸后总又道 父王和孙晨 给曾祖母带来了寿礼 哦 来 进上来 新王府是出了血本的 一个巨大的珊瑚树 搬了来 看得许多人扎舌 这样的珊瑚树 可谓是价值连城了 诸后总便正脱开太皇太后 拜倒在太皇太后的脚下 郑重其事地道 孙晨公祝曾祖母 寿礼南山 福如东海 太皇太后高兴极了 这珊瑚树 一看就很破费 再联想到 新王舍不得送孩子去保育院 贤贵 却舍得未给自己祝寿 如此破费 这足以显见新王父子的心意 便连点头 好 好啊 真好 正说着 外头有宦官来 娘娘 陛下驾到 太子和七国公也到了 太皇太后抖擞精神 红智皇帝 带着你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进来 行了大礼 紧接着 红智皇帝便上前 陪在太皇太后一侧 诸后赵乐滋滋地 便站在一旁 诸后总见了太子 被自己的父王一个眼神 便忙拜倒 见过皇上 见过太子殿下 说着起身 诸后赵便看了这小堂弟一眼 点点头 诸后总见了自己堂兄 高兴得不得了 太子殿下 我来问你 啥 诸后总挺着小胸脯 三十七胜一百五十六为几何啊 诸后赵沉默 而后脸越拉越长 太子殿下 臣弟可知道答案的 要不要臣弟提醒一下 诸后总的小眼珠子 带着兴奋 就恨不得立即将答案脱口出了 再之后 诸后赵看着这美滋滋的堂弟 没一条 滚开 别烦我 诸后总 第1356章 太皇太后万福 诸后总一脸忧怨地 看着自己的堂兄 对于堂兄的霸道 他算是见识到了 于是乖乖地后退一步 太皇太后却是见了 不禁脸微微一沉 你们是兄弟 太子岂可这样 对自己的兄弟说话 诸后赵盲道 是 孙晨错了 他倒是认错认得干脆 诸后赵就是如此 平时字意胡为 可并不代表他不讲道理 事实上 道理他都懂 只是做不到而已 太皇太后脸色缓和 微笑 看看诸后赵 再看看方济帆 你们二人 是焦不离梦 梦不离焦啊 哀家知道 你们定会同来的 说起来 太皇太后又笑 哀家方才 还和方妃和秀荣念叨呢 哀家老了 真羡慕 你们年轻人 听说你们现在在顺天府 干得很好 陛下 都对你们赞不绝口 哀家是个妇人 外朝的事 不懂 当然 也不该去懂 可知道你们干得好 哀家心里才放心 祖宗保佑啊 这江山自有后来人 诸后赵哈哈笑道 是啊 外头都说 孙晨比父皇还要胜 方济帆立即道 娘娘太谬赞了 太子和臣 哪里当得起如此夸奖 不过太子殿下 满怀爱民之心 这却是实打实的 太子经常说 他这辈子 只做两件事 便可无憾了 这其一 便是孝顺 孝顺太皇太后娘娘 孝顺皇上 和皇后娘娘 这其二呢 便是爱民 老百姓乃是 太子殿下的心头肉啊 殿下是一分半点 都不肯 让他们饿了 动了 更不能让他们受了委屈 正因为是太子殿下如此 臣才受他的感召 尽力去做一些 就理所能及的事 太皇太后 眼睛瞥了一旁的 红治皇帝 红治皇帝 本是听诸后赵 又不知要吹嘘什么 脸何止是胀红 分明是要紫了 等听了方济帆的话 脸色才稍稍地缓和 太皇太后周氏便微笑道 这便好了 来 你们也都到近前来 诸后赵和方济帆 才上前 周氏取了极岸上的秘剑 塞给二人手里 虽是方济帆和诸后赵 都老大不小了 可他眼里 都还只是没长大的孩子 一面道 你们吃 这一路 想来是饿了 这秘剑 是前国公府进贡的 味道可好了 诸后赵一口将秘剑吃了 嚼了嚼便下了肚 方济帆倒是慢条斯理 说到了进贡 而臣道也有一件大礼 给娘娘祝寿 诸后赵打了个阁 一面道 太皇太后 虽知自己的曾孙会送礼的 可诸后赵亲口说出来 她还是觉得惊喜 面带喜色道 哦 不知是什么礼 诸后赵便看向方济帆 这些日子 他都忙着改版的事 反正方济帆答应了 他也懒得多问 现在当太皇太后面 自是等方济帆献出来 反正方济帆有钱 他底气足得很 方济帆笑音的点点头 而后朝一旁的宦官语一句 那宦官会议 出去了片刻 紧接着便取了一个包袱来 是一个包袱 这包袱软软的 里头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齐国公父可敌国 他家的钱 说是金山银山都不为过 那么 势必他送的礼 一定是极为珍贵吧 于是 人们都擦亮了眼睛 想见识见识 到底送的是什么奇珍异宝 便连洪志皇帝 也不禁站了起来 背着手 露出几分好奇的样子 其余的命负 各个凭着呼吸 太皇太后挺喜欢这样的感觉 值得期待的 才是最珍贵的 方济帆 才一层层地打开了包袱 仿佛这包袱里装着的东西 实是贵重 连他都得小心翼翼 紧接着 这包袱一层层地打开了 当当当当 方济帆心里 命运交响曲的前奏响起 而后 抖出了一件衣服 衣服 人们诧异地看着方济帆 展开的一件衣服 一个个目瞪口呆 太子和齐国公 就送了一件衣服 这 许多人面上 难掩失落之情 就是这个 太皇太后 也不禁擦了擦眼睛 戴起了老花眼镜 她一脸错愕 红之皇帝定睛一看 这衣服 固然是极名贵的 选材和用料 甚至是款式 这都没有话说 只是 她随即变得失望起来 虽是如此 这样的寿礼 放在寻常人家 固然是宝贝 可在太皇太后面前 且看看其他人送的是什么 不说珍珠玛瑙 还有那珊瑚 其他各种奇珍异宝 无意不是精品 可太子和方济帆 太皇太后可没少疼你们 结果 却是 红之皇帝 脸色微微一沉 太皇太后似乎感受到了皇帝的寒意 却极体谅地 看了太子和方济帆的一眼 故作惊喜道 此衣真是好看 好得很 她起身 手指抹撒了衣料 红之皇帝 岂会不知太皇太后的袒护之意 却也不便发作什么 依旧保持着微笑 方济帆道 娘娘 此衣 可谓是价值连城 天下独此一件 也只有娘娘才配得上此衣 为了这件衣服 太子和臣 可是呕心沥血 花费了无数的功夫 恳请娘娘收下 好好 只要是你们送的 哀家都喜欢 这是一片赤诚的孝心 命妇们一个个大气不敢出 虽是勉强带着笑 却觉得气氛有些怪异 只有诸后总在一旁道 太子 齐国公 你看 我家送了这么大的珊瑚 这么大的珊瑚说 一旁的新王朱又元 顿觉尴尬 拽了拽意诸后总 一脸歉意地看着朱后照 朱又元是个谨慎的人 这个侄子 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还有方济帆那狗东西 他是咽过拔毛 是吃人不秃骨头啊 买过房的人 对此记忆都深刻 虽是大明最亲近的宗室 朱又元 却不愿得罪太子和方济帆 笑道 这衣服 一看就很名贵 他起了头 于是乎 所有人纷纷点头 是啊 是啊 花色真好 这样的好料子 可不多见了 太子殿下和齐国公的孝心 真是 真是 命妇们纷纷地附和 可大家心如明镜 心照不宣 红治皇帝 张皇后四也觉得 太子和齐国公过了火 不禁咳嗽 只有朱秀荣 却是笃定得很 直面带着甜然的微笑 坐在一旁 不知声 朱后 赵想将朱后总一脚 踹到天上去 他最讨厌的就是熊孩子 你凑什么热闹 因为朱后赵也觉得 方济帆信誓旦旦说 要准备的受理 有点寒酸了 老方 这是坑了本宫啊 他心里哀嚎 方济帆继续道 娘娘 且看看此衣和身吗 好 来人 太皇太后倒是不在意 到了他这个年龄 对于所谓的金银珠宝 早就没兴趣了 他什么都不多 唯独这金银珠宝 多得不能再多了 方济帆送了此衣 也算是 别开生辩吧 理清情义重吗 他一个颜色 便有宦官上前 小心翼翼地 为太皇太后 换上了衣 此衣是对金 因而穿戴起来 倒是方便 只需披在身上即可 所用的颜色艳丽 穿在身上 轻柔无比 用料字是不必说了 字是最上乘的 太皇太后 披在身上 觉得很适合身 满一点头 这宫里 制造出来的衣裙 哀家穿得多了 还穿不惯呢 此衣穿着 反而自在 方济帆微笑道 娘娘 此衣真正厉害之处 不在于她穿着舒适 而在于 她的名 叫万福衣 万福衣 太皇太后错愕 她盯着方济帆 哦 这又是什么名堂 这个 这个 说来 还真大有名堂了 只是 陈一时也说不清楚 不过只要娘娘看过之后 便能明白 她回头 又看向一个宦官 那宦官哪里敢怠慢 只得乖乖去了 请客之后 便有几个宦官 搬来了几个仪器 除了较高倍数的 放大镜之外 镜还有人 搬来了一个显微镜 众人看得云里雾里 却一头雾水 连太皇太后 都变得疑惑起来 方济帆 先取了一个高倍数的放大镜 上前 娘娘且看 太皇太后 接过了放大镜 方济帆轻轻地 推着放大镜的另一头 对准了这衣服的袖口位置 这一看 太皇太后沉默了 这一上 竟是在放大镜的镜片里 出现了一个个小字 太皇太后 不得不细细地去辨认 这才发现 这上头的字 好似 好似 是一个符字 这样的符字密密麻麻 肉眼看去 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只有在放大镜之下 方才可见 太皇太后忍不住 一动放大镜 却发现 除了袖口 此衣上上下下 竟都是符字 万福衣 太皇太后明白了 所谓的万福衣 便是在这衣上 写满了符 得花费多少功夫 太皇太后这辈子 什么符都算是享受过了 说实话 她重信道学 信这个的人 多少对于这些 有寓意的东西 自有偏好 现在这么一件衣上 竟不知多少符气在 方济帆方才说 此衣价值连成 倒还真说 对了 第1357章 天赐之宝 洪志皇帝 见太皇太后 则则称奇奇的模样 也不禁探头过来 这一看 竟也是吃了 要知道 这可是比米粒还小的地方 放大镜里头 却是一个个符字 密密麻麻 肉眼虽看不清 可在放大镜之下 却是清晰无比 若这样算的话 这么一件衣衫 须有一万个符 这寓意 可就全然不同了 洪志皇帝 心里所震撼的是 这些东西 是如何写上去的 这背后 又到底 花费了多少心思呢 越想 洪志皇帝 心底越觉得诧异 他不是没有 见过世面的人 而是见过太多太多的世面 正因为天底下的宝贝 见得多了 才对这件衣衫所震撼 太皇太后抬头 脸上凝重 这一定花费了许多的心思吧 是花费了一些 方济帆道 想要制这一 且不说要用最好的料子 还需事先进行设计 需花费无数匠人的心思 当然 这表面的文章好做 最难的 却是这看不见的文章 方济帆顿了顿 而后道 娘娘您看这些字 如此细小 最难的 却在三处 其一 想要写如此细小的字 便需时上最细的笔 不止如此 一般的墨水 是无法在上头书写的 容易模糊 那么这墨水也需特制 好端端的寿宴 居然成了一个大型科普现场 方济帆也不想的呀 为了传播科学 又或者说 让这天下最有权力的人 了解到科学所带来的好处 方济帆可谓是挖空了心思 大明对于奇迹引巧之事 其实并不反感 事实上 当他们接触到新技术之后 倒是极乐于推广 历史上的大明朝 对于火枪和新式火炮的改造 一直很热衷 因而 才产生了红衣大炮 甚至只要佛朗基人 大明的皇帝 对于使者 也大多显出了宽容的态度 以至于后世学者 《天朝的崩溃》 一书之中 在鸦片战争期间 侵略者们竟是发现 数百年之后的清军 确实大量使用了火炮和火枪 只是 他们的武器 居然有许多 是数百年前明末时期 遗留下来的 其记忆水平 居然在数百年时间里止步不前 从未想过去改良 去进行新的创新 而在这大明王朝灭亡的 百年时间里 佛朗基人却是一日千里 最终 才产生了世纪性的溃败 以至于中央王朝的文明 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科普是任重道远的事 固然统治者们 对于新技术 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已经有所期待 可方济帆不介意 再进一步 方济帆道 这其二 便须记忆最高超的匠人 娘娘 这匠人 乃是国本也 大明有千千万万的人 可能制出这样一山的人 却是屈直可数 他们必须心灵手巧 需日复一日地去锻炼 当然 这并非是一支笔 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 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 洪志皇帝一愣 错愕地看着方济帆 方济帆道 是印刷上去的 想要印刷 首先 就需要有一个雕板 将人们为了这个雕板 花费了无数的心思 雕板可以细小到如此的程度 洪志皇帝 越来越觉得惊奇 这里头的每一个笔画 可是相当于是发丝啊 这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 方济帆道 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便是 材料 这材料 乃太子殿下的研究所 花了数年的功夫 才制出来 数年 洪志皇帝 看了诸后赵一眼 诸后赵想要插手 可以来不及了 洪志皇帝的目光 又落回方济帆的身上 方济帆道 这材料 关系重大 适合作为雕板的材料 更是少之又少 太子殿下在研究所里 研究了无数种材料 精挑细选 才选出这么个材料来 而这其次 则是眼睛 眼睛 此时 已不只是洪志皇帝了 太皇太后和命妇们 也都听得入神 他们喜欢衣衫 越是尊贵的人 越喜欢的是特别的衣衫 因而 才会有后世所谓 九十九道工序 三十六个匠人 花费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日夜之类的广告语 虽然是大忽悠 可事实上 商家们却是瞄准了 人性的弱点 寄希望得到 独一无二的东西 方济帆说得越玄乎 他们反而听着 更觉得有趣 方济帆道 不错 就是眼睛 陛下 您看 我们的肉眼 所能看到的 至多也就米粒大小的东西 可要在米粒上雕花 那么 这已不再是心灵手巧 能够解决的了 现在 便等于是在一个 米粒大小的雕板上刻字 陛下认为 这是人眼可以做到的吗 红之皇帝若有所思 随即摇头 只有让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到 本不可以看到的东西 这才是事先这些的第一步 一旁的诸后总 打了个寒颤 看到不可以看到的东西 是见鬼吗 诸后照的拳头攥起来 手骨之间 发出咯咯的声音 诸后总 他闭嘴了 方济帆道 为此 臣等便花了数年之功 研究出了一个显微镜 陛下请看 而臣手里 捏着的是什么 方济帆小心翼翼地 取出了一个 薄如禅翼的东西来 红之皇帝看不清晰 方济帆指着那宦官搬来的 一台仪器道 那么请陛下来这里看 方济帆将手中的东西 小心翼翼地 放在了仪器下的铜盘里 红之皇帝 已勾起了好奇之心 下意识地夺步 到了仪器之下 透过了铜制长筒里的透镜 一下子 那就会不可见的一根长针 居然清晰可见起来 不止如此 还格外地粗壮 在显微镜之下 这本是薄如禅翼的东西 居然还凹凸不平 方济帆道 您看 陛下 有了这个眼睛 那么紧密的零件和工具 就有了制造的可能 不止如此 而陈人等 还靠着他 发现了细虫 此物叫显微镜 可以将眼前的事物 放大三百倍 红之皇帝 看着那细针 针面上 何止是凹凸不平 每一个纹理 似乎都清晰可见 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猛地 身躯一震 一下子 全部明白了 万福一 不过是个小学头而已 真正难的是那个雕板 要制雕板 就需要更纤细的刻刀 而这一切 都需显微镜 若将自己的视觉 一直放大 便可制出越精巧的东西 当然 万福一 不过是小事牛刀而已 红之皇帝 凝视着方济帆 正在想 若是印制大明宝钞 也用上这样的游墨 在细微处 使用这样的雕板 是否可以做到无人仿制 仿伟 红之皇帝 毕竟是天子 他的脑子还是很好使的 立即做到了举一反三 吴皇盛名 有了这显微镜 才可制出世上最精细的雕板 而这雕板 可以做到印刷出来后 里头有无数的纹理 这些纹理 足以保证 未来数十年 都无法有人可以伪造 即便可以伪造 所需的人力物力和技艺 都极为高超 大明宝钞 想要畅行天下四海 若是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 一旦被人大量的仿制 势必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红之皇帝深吸一口气 他此前所担心的 便是如此 现在 有了这个 想想大明宝钞 之后会精细到何等程度 便也就放心了 他随即到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的机械 还有 还有材料的结构 也可通过显微镜 观察出来 这对于材料而言 也有莫大的好处 其实这还不止如此 他还能发现细虫 让医学院去总结 和观察不同细虫的规律 分辨出 他们对于身体的危害和益处 除此之外 手术的器皿 也可以做到精益求精 陛下 有了这双眼睛 对于各行各业而言 不次是打开来了一扇新的大门 而显微镜能够制造 实施陛下圣明的缘故 此乃天赐之宝 若非陛下对于西山书院 和各个研究所的辅助 以及对于科学院的厚爱 又怎会出现此物 因此 而陈将这第一台显微镜 命名为 无皇万寿无将镜 红治皇帝 就不要整这些乱七八糟的名号了 红治皇帝深吸一口气 今日 是太皇太后的大寿 可太子和你 不只给太皇太后 献上了一份厚礼 却也给朕送上了一份厚礼 此物 求所期刊可有论文吗 朕要拜读一二 且看看 未来 此物还可衍生出什么新鲜的东西 方济翻道 现在只支出了两台 一台在这儿 另一台在光学研究所 现在各学的学员 都在申请去见识这显微镜 想来很快 就会各个学科的学员们 发现他的妙用 陛下且不用急 道时而臣 一定将这些论文 亲自送到狱前 请陛下预览 太皇太后人等 听得云里雾里 不过在此时 似乎也大抵地明白了一些 这万福一的背后 意味着什么 尤其是太皇太后 只看皇帝激动莫名的脸色 心里就更加有数了 第1358章 封地 太皇太后便也起身 本来妇人天生对这东西 没有丝毫兴趣 可因为万福一 太皇太后竟也想知道 这东西到底有何不同 她走到了显微镜面前 瞄了一眼透镜 也不禁诧意起来 这样说来 无数匠人费尽心血 不只是能功巧匠 这无数大名最顶尖的头脑 汇聚在一起 不知花了多少时间 方才整出了一个这个 最终 才造出了万福一 这样的一山 说是价值连城 还真是一丁点都不为过 红治皇帝则兴趣 就更浓重多了 围着显微镜左看看 又看看 等太皇太后看过之后 脸上浮着清和的笑容 接着便定了调子 此一哀家最是喜爱 太子和齐国公都有心了 方济帆忙道 娘娘 这是哪里的话 臣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 太子千丁万主 说是这世上 谁都可以不在乎 唯独娘娘 却也她的至亲长辈 娘娘当初对太子可好了 她为人曾孙 定要想方设法 给娘娘送一份厚礼 太皇太后周是更乐了 喜滋滋地看向诸后照 目光里的慈爱 更浓了几分 今日太皇太后 格外地喜悦 拉着诸后 照说了好一些话 接着便带着人 一道去听戏 本是戏单已是现成的 太皇太后 却是临时换了 今日唱 朱放曹 朱后照一听是 朱放曹 顿时兴致盎然 一日下来 其实方济帆 已是精疲力尽 却又将他截身一人地 叫到奉天殿 洪志皇帝 看着暗读上积攒的奏书 今日光顾着败寿 事却耽搁了不少 如今奏书堆积如山了 洪志皇帝 毕竟年纪有些老迈了 精力有限 却还是打起了精神 随手捡起一本奏书 看了一会儿 而后抬头对下头 一直在耐心等待的方济帆道 济帆 这显微镜 还可以造多少 方济帆道 镜片的打磨 是最耗费十日的 现在能打磨透镜的匠人 全天下不超过五个 就算他们带着学徒 未来人力增加一些 可想来 一月功夫能有三五台就不错了 这是宝握啊 洪志皇帝感慨 哪怕是镇并不知这显微镜 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却也知道 这大明将来离不开他 还有那些匠人 都是我大明的宝贝 定要善待 镇到实命人搬一些赏赐去 方济帆欢喜地眨了眨眼 行礼道 陛下红恩 他们若是知道 连陛下都对他们如此礼敬 心里不知该有多高兴 这是实话 匠人的地位 哪怕是在今时今日 提高的也有限 人们天生崇尚 穿着华美衣衫 先衣怒马的人 或者是 人人都希望成为满口知乎者也 开口便是大道理的人 至于匠人 每日和游武打交道 浑身脏兮兮 手脚粗糙 自然不被人所看中 洪志皇帝则是感慨道 这显微镜出来 也可见西山的各个研究所的功效极大 正是亲眼看到蒸汽机车 连城市连接起来的 现在听那蒸汽机车的汽笛 还一如在梦中了 洪志皇帝笑盈盈地继续道 方才在太皇太后面前不便细说 而今 他抬头 取了一本奏书 这是关于真辣的奏书 纪翻 真辣国近来和佛朗基人走得很近 这些事 你知道吗 所谓真辣 临近交旨不正史思 因为境内多山 起初在得知大明深入交旨 甚至将交旨设了不正史思之后 齐国立即对大明表示了顺服 不过显然这两年 又开始有了动摇的迹象了 洪志皇帝看着方济帆 神色多了几分慎重 道 济帆 你对此 有什么看法 方济帆轻轻拧眉想了想 才道 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 想当初 大明下西洋 是西洋诸国星月城福 他们受佛朗基人的侵略 此时有了大明 借助大明对抗佛朗基人 他们是求之不得 洪志皇帝汉手点头 不错 继续说下去 方济帆道 可这些年来 佛朗基人受了大明的压力 在西洋的扩张已经开始放缓 佛朗基人不得不蜷缩在旅宋 爪哇等地自保 已经无力再继续扩张了 这就难免使西洋诸国回过进来 他们打得如意算盘 本是以大明制佛朗基 可一旦他们发现此消彼长 大明开始在西洋 逐渐占据了优势 自然而然 就开始防范越来越强大的大明了 西洋诸国 本就只为自身考虑 可谓是蛇鼠两端 大明与佛朗基的实力一旦失衡 他们便自然而然 开始想要借助较弱的那个 维持自己的独立 洪志皇帝叹了口气道 正对诸国多是以礼相待 可他们有自己的私心啊 方济帆听了洪志皇帝这感叹之语 心里不禁吐槽 这世上之人 有几个没有私心的 口里道 这等外藩 单评里是不成的 而臣一直认为 人心尚且格度疲 何况 还是一国乎 就说这真辣 本就临近交纸不正史丝 境内多山 想来 却也害怕 被大明影响过大 最终 如从前的安南国一般 国魄家王 他们这才想要借助佛朗基人 抵消大明对他们的影响 想来 怀着这个心思的 不只是真辣国 这仙罗 亚齐 柔佛 尼国 辽国 胆国等等 何尝不是如此呢 只是他们不敢如此明显罢了 他们最大的利益 在于大明和佛朗基 能够旗鼓相当 而他们在大明和佛朗基之间 可以做到投机取巧 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 洪志皇帝点头道 记番说的有理 其实此事 朕也询问过刘清佳和李清佳 他们也是这样的看法 正因为如此 朕才担忧 真辣国境内多山 仗气又重 我大明虽灭安南 增设胶纸不正史思 可胶纸境内 明心未复 想要让他们沐浴王化 却还需一些时日 洪志皇帝顿了顿 又道 这胶纸 历来习汉字 学汉语 处处效仿我大明 与我大明毫无分别 在该地设不正史思 尚且需慢慢地消化 倘若对真辣等国用兵 不但会使西洋各国更为疑虑 且对于我大明而言 也是极大的损耗 想要灭齐国容易 想要征服 却是难了 朕不欲动刀兵 却是对你这大明宝钞的构想 颇有几分性质 纪翻 凭着钱庄 还有这大明宝钞 可以使西洋诸国同心同德吗 方济翻很耿直地摇头道 不可以 这么直接的不可以 不过看方济翻的样子 似乎还有下文 洪志皇帝有点失望 但还是耐着性子 准备听方济翻接下来的话 便见方济翻继续道 但是 陛下何须在意 他们是否对大明同心同德呢 只要他们用了大明 印制出来的钱币 一切都掌控在我大明之手 那么 他们即便是离心离德 也没有意义了 因而 与其征服他们的人心 不妨征服他们身边的 一切柴米油盐 令他们衣食住行 一切息息相关之事 都离不开我大明 如此 西洋便可彻底成为 我大明最顺从的藩镇了 方济翻没有用藩国来形容 用的却是藩镇 藩镇和藩国 是完全两个概念 洪志皇帝听出了这话外之音 他打起精神 不错 济翻所言 很有道理 正要的不是他们的心 正要他们的人即可 他随即道 看来 你心里已有了推行 大明宝钞的掏掠了 方济翻点头 眼下有两个策略 一个是徐徐图之 反正也不急 用数十年的时间 慢慢地让他们接受宝钞 只要大明宝钞的信用 一直良好 总有一天 他们迟早会慢慢地接受 数十年的时间 洪志皇帝摇头 还有一侧呢 方济翻道 还有一种办法 就牵涉到了道德问题了 陛下理应知道 而臣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说下去 现在正是重要 洪志皇帝 懒得和方济翻扯东扯西 方济翻咳嗽一声 破坏掉他们原有的货币体系 紧接着大明宝钞趁虚而入 三年之内彻底取而代之 洪志皇帝顿时明白了什么意思 就如玉金香一般 方济翻摇头 得用另外的办法 洪志皇帝显然对后者更有兴趣 虽然读了许多圣人之书 可谓天子者 虽有宽人的一面 却没几个是幼稚的 洪志皇帝想了想 谁可以去 刘文善 刘景 这二人是可用之才 而臣以为他们可以胜任 方济翻道 洪志皇帝低头 看了一眼桌面上 关于真辣国暗中 与佛朗基人购合的密报 脸色凝重 他不仁 朕不义 朕以宽人代比 比却以诡计暴政 是可忍 孰不可忍也 大明宝超 必须立即推广 朕的耐心是有限的 唐使刘文善与刘景二人成功 朕依旧不令赏赐 洪志皇帝深深地看了方济翻一眼 济翻也该为方家的未来着想了 是时候 该有一个封地了 封地 方济翻错愕地看着洪志皇帝 听着这话 怎么像是自己要被走狗烹的节奏 第1359章 猎土开疆 方济翻历来对封地是极敏感的 倒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想想当初 朱允文为了薛翻 亲书直斗反目 杀了个血流成河 更不必说 异性的封地了 朝廷对于宗室尚且如此 能给方家封地吗 怎么瞧着 都像是猪肥了 要洗刷刷一下 吃一顿好的 然后宰了过年的节奏啊 方济翻的内心千回百转后 立即道 陛下何出此言 陈父子二人 对陛下赤胆忠心 风离雨离 刀山火海 凤城话虽好听 但是说话也是好时间的 洪志皇帝压压手 打断方济翻道 朕的意思是 你立了这么多功劳 朕也没有什么 可赏赐的 方家历代为我大名 建功立业 怎么可以不给予重赐呢 从前 朕对你是吝啬了一些 嗯 很有道理 说得大大的实话 方济翻下意识地点头 又连忙摇头 不 不 陛下对尘 真是没得说 吝啬二字 不知从何说起 洪志皇帝笑了笑 他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继续道 你知道是为何吗 因为朕觉得你当时还太年轻 年纪轻轻 给你厚刺 只怕养成你骄纵的性子 朕哪 只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这都是朕的至亲 是朕的骨血 女儿嫁给了你 朕自将你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 说到此处 洪志皇帝站起来 何况 你立下如此功劳 你的那些门生弟子 哪一个不是为朝廷效忠 奋不顾身 都是有汉马功劳的呀 而这些 又何尝不是你的功劳 朕一直都在想一件事 现在算是想通了 你也老大不小了 你是方家人 朕的女儿 也是方家的人 方家 该有自己的宗庙了 方济帆 宗庙和宗祠 是两个概念 宗祠是一般家族 供奉祖宗的地方 而一旦升格成了庙 那只有皇帝 和猎土封疆的国王 才有资格的 方济帆感觉有点冷 越来越觉得 有点危险的气息 他张口想要说什么 洪志皇帝道 此时你一定心里很是不安 方济帆又立即摇头 陛下怀柔远人 得责四海 而臣在陛下面前 如沐春风 岂会有不安的心思 而臣心里很踏实 洪志皇帝露出微笑 他是很了解方济帆的 他沉默片刻又继续道 今时不同往日了 朕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 这天下有万邦 我大明自居其中 要做这天朝上国 天朝之外 数不尽的疆土 我大明可以尽收吗 不可以 这天下太大了 连大明都不可以 将其彻底收入囊中的地步 因此大明自然还是那个大明 那个天朝上邦 其余诸邦 自是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也 缓了一下 洪志皇帝拿起一旁的茶盏 喝了一口茶 又道 朕又在想 那万邦之国君 既不读孔梦 又与我大明 非同文 又不同种 朕怎么可以信任他们呢 既然不可信任 那么为何 朕的至亲 不可以开疆猎土 却令他们称姑道寡 方济帆慢慢地开始明白 洪志皇帝的意思了 分封 这似乎是效法 周朝的先例 周五王灭周之后 事实上 周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并不大 九州之地 遍布了先商时期的移民 以及东夷和各种异族 在周天子看来 放眼看去 这九州 遍布了敌人 为了开拓疆土 分封治便孕育而生 无数周天子的族人和功臣们 被分封到各处 让他们建立城邦 去开辟新的疆土 在九州之地上 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建立起来 以周理为规范 向上 听从周天子的号令 向下 治理国人百姓 对外 则披荆斩棘 与疑人作战 现在大明的情势 与周天子的时代 竟有些相似 线下的内阁制 虽可统御两经十四省 甚至是个都市 可是 再远的距离 想要维持统治 就达到了极限了 譬如昆仑州 倘若有一日 大明得到了昆仑州的土地 这昆仑州距离大明 有万里之遥 那里发生了任何事 等他们的奏书报上来 已过去了一年半载 这一年半载里 再等内阁进行票拟 皇帝做出了裁决 诏书送到了昆仑州 啥事都凉了 而唯一解决的办法 就是大明在那里 需要一个能够做决策的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 必须得有权威 毕竟 若是权威不足 这万里之外 谁肯服气他 可是 权威是建立在 生杀夺雨之上的 那么 一旦一个人 拥有了绝对的权威 既掌握了军队 又可以提拔官员 甚至还可随时罢免 甚至是对人动用刑罚 那么 这个人是什么 是王 当然 大明既然觉得 册封这样的藩王 好像很麻烦 大不了 这块地 不要了 可是地不要了 在这里 依旧还会有一个王 因为只要有人 最终会形成统治者 这个统治者 几乎是当地的土人 他和大明没有任何的关联 甚至连语言都不相同 那么相比于 皇帝册封自己的亲族 显然这个外人 不是最好的选择 想来 正因为如此 洪志皇帝才起心动念 有了这个念头 从前在人们心目中 所谓的天下 只有九州之地 于是乎 卧榻之下 岂容他人酣睡 而如今 天大地大 思维也就不同了 洪志皇帝看着方济帆 若有所思的样子 笑盈盈地道 朕这些日子想明白了 所以 他的脸色认真起来 继续道 朕打算赵年轻的宗室 统统入西山军事学院 读书学习 让他们慢慢地学吧 将来 或许会有用得上的地方 方正清 洪志皇帝说到了 自己的外孙 他手指轻轻地 磕了磕暗读 朕也有意让 他入军事学院读书 他是朕的外孙 也是朕的骨肉 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方济帆明白了 于是心里轻松起来 是啊 皇帝总不能把 自己的外孙给宰了吧 他忙到 陛下圣明 洪志皇帝的唇边 又露出了笑意 道 从前呢 朝廷是唯恐这宗室有本事 现在 朕则是生怕宗室们 没有一技之长啊 当然 现在 说这些还早了一些 朕等你的好消息 还有 洪志皇帝拉下脸来 为何秀荣自生了正清之后 一直没有动静 这 方济帆张大口 想要解释点什么 洪志皇帝淡淡地道 是不是你也有问题 和太子一样 那么 是不是去医学院里看看 做个手术 方济帆打了个寒战 整个人如遭雷击 脸刷的一下就白了 他两条腿顿时软了 啪哒一下 整个人无力地贪跪在地 声音哽咽又恐惧 不 不用 而沉而沉会努力的 洪志皇帝恩了一声 难得见到方济帆这家伙 这般的怂样 居然让洪志皇帝心里暗爽 他汗手点头 记住了 你是树袋单传 是要挑起家业的 这多子 才能多福 知道了吗 而沉一定埋头苦干 发愤忘食 夜以继日 持之以恒 继之以死 方济帆脑袋啪哒一下 磕在了砖石上 信誓旦旦的道 洪志皇帝方才满意 这便好 你要明白朕的苦心 而沉明白 洪志皇帝虚了口气 你和朕是一样的人 朕只有一个太子 可是 你还有机会 方济帆听出 洪志皇帝的无奈 似懂非懂的样子 点点头 他信心然地告退出去 等出奉天殿时 觉得自己的后经 凉嗖嗖的 好可怕 想到陛下交代的大事 方济帆不敢怠慢 忙是将刘文善 和刘瑾父子找来 刘瑾容光焕发 不过显然 他瘦了许多 见了方济帆 便恨不得立即败下来 舔方济帆的脚丫子 方济帆踹他一脚 狗东西 没吃饭吗 怎么瘦了 孙儿 孙儿 刘瑾一边低头揉着 自己被踹中的膝盖 一面委屈地道 孙儿改了 孙儿不贪吃了 方济帆背着手 站一边 好好听着 是 方济帆看向刘文善 叹口气 刘文善忙道 恩师 何故叹息 我在想西洋诸国的事 陛下下旨 命西山钱庄推广宝钞 你看 这宝钞如何推广 有两侧 刘文善气定神贤 说来听听 刘文善道 其一 徐徐徒之 呃 方济帆有点无语 怎么像是抄袭自己的呀 方济帆道 其一就不必说了 其二是不是破坏 他们本身的货币体系 趁虚而入 刘文善忙道 恩师真是英明 不错 前者 需耗费大量的时日 后者 能快一些 多则三年 少则一年半载 就可以有成效 方济帆微笑 果然 不愧是我方济帆的弟子 为师越来越欣赏你了 第1360章 上兵伐谋 人就是如此 当刘文善开始尝试着 接触新兴的商业之后 他开始不断地深入研究 总结出许多的规律 哪怕是 那在所有人觉得 匪夷所思的郁金香泡沫 其实再大名 也有类似的案例出现 只不过 这种案例影响并不大 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 哪怕是察觉到了 也不会去想案例的成因 推导出各种可能 现在 对于经济学的妙用 刘文善已经是得心应手 他本身就奉命 负责起草了许多 关于商业方面的章程 而起草章程的本质 就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想要预防 就要提早预知风险 要提早预知 便需要沙盘推演出 各种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可能 数年他每日琢磨的就是这个 手里头有十个八个读计 也就可以理解了 得了恩师的夸奖 刘文善心里高兴 却也很谦虚 忙道 学生所学 尽为恩师倾囊相受 学生惭愧 学而不惊 已是汗言 恩师还如此夸奖 学生 方济帆最讨厌的 就是这些门生们这般的性子 个个在自己面前 总是战战兢兢的样子 还是网手人好啊 呃 我方济帆挺犯贱的 谁给我摆臭脸 我心里边惦念着谁 方济帆则是脸带微笑道 要破坏其货币体系 方法已有了吗 刘文善道 已经有一些副稿了 不过还未完善 你想采取什么方法 刘文善皱着眉头想了想 表情显得迟疑 这个 罢了 方济帆挥挥手 为师也懒得问 你好好干 陛下可是有言在先 说是你们办不成 就宰了你们 刘景在一旁打得哆嗦 方济帆叹了口气 陛下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啊 一点面子都不给为师 总而言之 你们要努力 如若不然 为师只好据理力争 在陛下面前 拼了性命 也要让陛下 给你们留个全尸了 刘文善 方济帆当然不能告诉他们 一旦成功 那么自己 可能成为第一个 猎土封王的皇亲国妻 陛下猎土 显然所谋虑的 乃是千百年之后的事 分封和总督制的分别 也在于此 总督只是单纯的 委任人去管理 哪怕给再多的权利 他们也是不影响 本地生态的 可分封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 是迁徙整个家族的人 前去繁衍 甚至还包括了 大量的人口 这些人口抵达之后 势必不断地繁衍生息 最终 凭借着其了不起的 生育能力 生出无数的子孙 在当地成为主流 这就好像 当今天下 姓流 姓礼 姓赵者众多 无非是因为 这三大姓做过天下而已 哪怕是姓朱的皇族 也不过才百多年的功夫 就已经人口过百万了 皇族的生育能力 是极可怕的 这一点 方济帆毫不怀疑 分封制的本质 还是家天下 以一家一姓 进行人口的扩张 最终占据主流 打发走了刘文扇和刘景 方济帆的心思 便放在了宝钞上头 宝钞的印制 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若是不能做到防伪 那么一切都是空谈 研究所里 朱后赵正搭拉着脑袋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见方济帆来了 便忍不住抱怨 老方 父皇他不是东西啊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 一丁点都不懂得勤俭持家 方济帆不必问 便晓得朱后赵的几个雕板 全部被否决了 从前银票还可以 由着朱后赵胡闹 可涉及到了宝钞 就由不得朱后赵了 方济帆觉得 不用费脑里 就知道朱后赵干了什么 笑了笑道 殿下是不是总是 印自己上去 我自己的宝钞 怎么就不能印自己的 朱后赵很理直气壮 嗯 很有道理啊 方济帆却是同情地看他一眼 殿下必须要赶紧了 新班的宝钞要立即发布 不能再耽误了 朱后赵随即便带着方济帆 参观了他的研究所 这宝钞的印纸 确实花费了极大的功夫 一方面用纸需要特制 这纸张需要有一定的防水效果 说穿了 就是要防潮 免得用不了多久 这纸张上的油墨就得糊了 好在大明的纸张 本就冠绝天下 朱后赵命人用宣纸作为基础 在此之上进行了一些改良 这样的纸可以做到质地黏韧 光洁如玉 不住不服 油墨不散 至于用墨 也是有讲究的 当然 这才是独门秘籍 之所以朱后赵痛斥自己的父皇糟蹋银子 便是因为 此前的雕板几乎都作废了 这雕板制起来难度极高 选材自不必说 还需先进行设计 设计之后 再让匠人们进行雕刻 还必须得使用上显微镜 一个巴掌大的宝钞 上头的线条 就超过了数千上万条 在当下的技术条件之下 想要进行完全的仿制 几乎不可能 若是在西洋 那就更不必说了 哪怕是举国之力 也绝对制不出同样的雕板来 这不但需要最优秀的匠人 还需借助许多 当下世上最高端的仪器 更不必说 里头还暗藏着防尾了 方济帆看了此前的几个雕板 太子殿下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里头全他娘的是太子自己 方济帆不禁咄牙道 殿下 你这不厚道啊 为何我只出现一次 且还是和你同时出现 其他的全是你 朱后照脸一红 也谋闪过尴尬 口里道 本宫近来灵感比较多吗 灵光平线 不用上去 可惜了 方济帆便默默地看着朱后照 脸上表情是大大的质疑 朱后照四也觉得不好意思 笑了笑 掩盖下自己的不自然 拍拍方济帆的尖道 现在的新版 就肯定有你了 父皇说了 当下印制的 只有十两 五两 一两 还有五分 一分 巨都是以银为机 除此之外 还有金钞 这十两 非要用太祖高皇帝不可 五两则为文皇帝 一两才是父皇 本宫只好是五分了 至于一分 就给你了 咱们是兄弟嘛 父皇也说了 这西山钱庄 你是创始 没有你在上头 也不合适 安慰了方济帆一通 方济帆想了想 罢了 自己是宽宏大量的人 也懒得理会这个 一个月之后 第一批的宝钞 终于印制了出来 而后送入宫中 方济帆和朱后照 同时入宫 红治皇帝将 每一种宝钞看了看 脸色稍稍缓和 他怕又闹出什么幺蛾子 好在这一次 太子还算是老实 倒不敢造次 乖乖按着自己的想法行事 红治皇帝便微笑道 如此甚好 到时再交内阁 让内阁诸青议定一下 既是大名宝钞了 就不再是从前的银票了 涉及到的 乃是国际民生 不可不小心仔细 方济帆道 陛下说的是 红治皇帝想了想 又道 刘文善和刘瑾成行了吗 回陛下 已经动身了 方济帆道 红治皇帝差一道 亲家认为他们 有把握吗 毕竟这有一点仓促 这玉金香 居然能让整个佛朗基乱成一锅粥 也算是 让朕开了眼界 可是 他们在西洋 会怎么做呢 红治皇帝 是个对国家大忌很重视的人 玉金香之后 红治皇帝方之经济 尽可关系到国家的威王 近来可没少花心思 看刘文善的书 方济帆道 二人十几日前 就已出海了 想来用不了多久 就可抵达西洋 不止如此 四洋商行已经开始谋划布局 请陛下放心 想来 他们一定会不如使命 红治皇帝脸色舒缓 朕就等他们的好消息了 哼 说着 他又冷哼一声 那真辣国 果然勾结了佛朗基人 这两日 又有最新的奏报来 他们居然准许了佛朗基人 开辟了一处港口 希望借此 引佛朗基的舰船来贸易 还有 红治皇帝拿起一本奏书 真辣国王还特意送上来了一份奏书 将此事报之了朕 说是受了佛朗基人的压力 不得已而为之 还请朕见谅 红治皇帝揉了揉太阳穴 感慨道 这哪里是要朕亮解 不过是生米煮成熟饭 山高皇帝远 亮镇也不能拿他怎么办 来了得先斩后奏啊 如此一来 他们就可以坐视我大明与佛朗基两虎相争 他们是想要做渔翁 从中谋利 诸后赵听着大怒 绷着脸道 既如此 不妨就拿下真辣 将他们的国王拿来惊师治罪 红治皇帝摇摇头 世上的是 哪里有这般容易 拿下真辣王容易 可这真辣上下 岂不是同仇敌忾 其他诸国呢 我大明现在见对未成 而佛朗基人 依旧在西洋有所盘踞 此时大动干戈 实为不至 太子 你什么都好 就是冲动易怒 这世上的事 哪里有这般的简单 所谓上兵伐谋 其次伐骄 其次伐兵 这些老祖宗的道理 你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诸后赵则舌 只好点点头 而臣知道了 第1361章 甘之如宜 红治皇帝见诸后 赵沮丧 却又笑了 正看你在顺天府操心劳力 你从前轻受了 怎么 红治皇帝凝视着诸后赵 近来 顺天府又在弄什么玄机 诸后赵道 父皇 顺天府这里 倒是一切都好 不过 却在等利部那 定立选利为官的细则呢 利部那边没有章程出来 而臣这边 也就没有底气了 红治皇帝汉首 欧阳治长利部之后 已经开始草拟 关于选利为官的细则了 在新政的区域 选利为官的效用很强 要知道 官吏二字 前头那个官字 人数稀少 正因为稀少 他们几乎是难以体察到下情的 整个大明王朝 当真接触到了具体事物的 往往都是利 这些小利 几乎的官府与百姓接触的桥梁 是真正将皇帝的旨意 和官府的政令 传达到最底层的媒介 可问题就出现了 小利居然没有定源 没有编制 什么都没有 他们不但受人歧视 且随时可能被开革出去 甚至没有一丁点的标准 就这么一群人 有的不过是上官代上任的家奴 有的呢 则是本地的泼皮 有的是朝廷的摇曳 从民间争调上来的 成分复杂 没有规章 甚至没有定额的钱粮 靠着这些人 朝廷和官府 能够解决问题吗 因此 欧阳志在立部上任之后 就打算采取当初在保定的经验 对所有的官吏 进行规范 太祖高皇帝做了皇帝之后 这位平民出生的天子 一切都以省钱为原则 朝廷能省就省吧 不必养了 给他们一块地 让他们自己种地 自己吃自己 做官的兴奋 哪里来 省吧 能省就省 别看人家是金榜提名 可实际上 俸禄低得令人发指 没钱 自己不会想办法 而至于小利 大敌也是遵循这个方针 可现在 今日不同往日了呀 国库已经有银子了 至少在京师 保定 江南一带 说服是充裕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完成立元的编制 解决他们向上提升的途径 让他们安安心心地办公 是当务之急 因为官府要管的事 已经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细化 若没有一批精干的立元 根本是无从解决 接下来五花八门的矛盾的 立部这边 江南直立 北直立这两地 为暂时试点的方向 而今 就等欧阳志 拟出一个万全的张承来 而后推行了 洪志皇帝点头道 顺天府这里 太子有什么看法 诸后照宁了宁神道 而臣已经预备好了 等张承一出 父皇颁布了旨意 而臣便立即开始着手立选 计翻的意思是 选立 还得通过考试 只是和科举不同 这考试的内容要变 应该更接近实际的学问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招考的额缘多 因此这考试 也会比科举容易得多 所有考上的立元 顺天府要给予他们一定的保障 同时 还要拟定出一个政绩的标准 当然 现在立部还没有拿出章程来 顺天府这里 也不敢轻举妄动 洪志皇帝默默地听完诸后照的话 才探口气道 那么此前的立元呢 照样考 诸后照道 当然 难度可以降低一些 若是他们能通过考试 便依旧留任 若是这样简单的考试都通不过 就只好 让他们另谋高就了 洪志皇帝的脸上露出了极许优色 道 可是线下最难的 不是这些旧立 而是此前的科举 该怎么办 这么多的读书人 都读了四书五经 有人寒窗苦读了半辈子 现在却突然在北直立 南直立也推广选立为官 只怕这些人 是不肯依的 洪志皇帝顿了顿 眉头皱得更深 继续道 国朝优待世人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四书五经读得好 其根本的缘由就在于 这些读书人的背后 是一个个相生啊 现在科举虽还同时进行 也明眼人 也可看出大事了 他们为了自己的前途 怎么甘心一辈子 读了无用之书呢 方济帆听到此处 倒也理解洪志皇帝的担忧 围绕着科举 其本质就是 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念 现在选立围观甚嚣尘上 哪怕还没有波及各省 科举照旧进行 读书人和士绅们想来也知道 这天下只怕和从前不太一样了 这在他们的眼里 已不斥是改朝换代了呀 任何人利益受了损害 岂会听之认之 这新政的本质 既是让一批新兴的人得力 可与此同时 也让就有一批 没有跟上时代的人 失去他们一直享有的好处 他们肯 善罢甘休吗 方济帆想了想到 陛下 欧阳志那里 一定会考虑到这个情况的 总还会给予他们一些让步 而臣在想 他们平时总是说 要以天下为己任 要效忠朝廷 他们一定能体谅陛下的苦衷吧 陛下不必担忧 他们不会闹事的 嗯 红治皇帝看向方济帆 何以见得 方济帆咳嗽 看了诸后照一眼 不好意思地道 他们敢闹 太子殿下就打死他们 诸后照腰杆子挺得笔直 脸上顿时带着神采 顺天府现在是要钱有钱 要粮有粮 要人有人 方济帆这番话 可不是空穴来风 诸后照日盼夜盼着 就是有人造反呢 出来一个打死一个 不是一般的爽 红治皇帝却是摇了摇头 道 此事 郑自会和哪个商榷 你们啊 后面没继续说 又摇摇头 似乎觉得年轻人们 总是不知愁滋味 诸后照和方济帆告辞出宫 方济帆一路上 都依旧想着 红治皇帝的担忧 选立为官 乃是欧阳志在 力部最大的举措 这等于是 拿着无数读书人的前程 来开刀 压力可想而知 作为他的恩师 方济帆很想分担一点 他的压力 方济帆若有所思地 回到了自己的府邸 坐下 换了人来 耳语一番 那人点点头 去了 等方济帆吃过了几盏茶 那人便带来了 七八个附近的侍身来 这些侍身们 一个个脸色惨然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犹如受惊的小鸟 一脸无辜的模样 看着方济帆 却见方济帆 湿湿然地翘着腿 抱着茶盏 笑盈盈地 看着这些侍身 学生 学生 为首一个战战兢兢的 老侍身 虚发揭白 头都不敢抬 勉强挤出几分笑容 学生王汉正 不知齐国公 有一件事 想要调查一下 方济帆清了清喉咙道 选立为官 你们听说过了吗 王汉正怎么没有听说过 立即点头 听 听说过一些 你们对此 有什么看法 方济帆道 这 齐国公的意思是 你们不要紧张 方济帆压压手 和颜悦色地道 主要是想要调查一下 没有别的意思 测试一下名义是否可用 这个 这个 没关系 老人家 可以畅所欲言 方济帆的声音 很是温和 七八个师身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面面相去 那王汉正立即道 齐国公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可谓是立国立民 小老当然是极力赞成啊 对 对 我们是极力赞成的 大家纷纷点头 方济帆却是皱眉了 道 你们家里没有子弟读书 有事有的 王汉正小心翼翼地 看了方济帆一眼 可欧阳不堂是什么人 他可是咱们大明的能力 咱们为了朝廷 为了大明 牺牲一些些 又算到了什么 只要齐国公一声令下 莫说是选力为官 便是叫小老人等 上刀山下游锅 我等也是甘之如頤 方济帆虚了口气道 这样啊 我还以为大家都反对呢 王汉正等人纷纷摆手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谁若是反对 就是和我们过不去 方济帆乐了 弯纯笑道 如此甚好 好得很 这可是你们说的呀 将他们的话都记下来 明日贴出来 是王汉正人等 登门哭告 哭天枪地的 要选力为官 王汉正 这时候 他们才注意到 角落里 早有人刷刷的提笔 正记录着他们的话 记录完毕了 笔录送到他们的面前 签字画鸭 王汉正 咬咬牙 手指头还是毫不犹豫地 摁了上去 从齐国公府出来的时候 大家感觉就好像 是去阎王殿走了一圈 王汉正和朱世身 各个心有余悸 显得后怕 还好老夫机灵 不然 我等别想走出这齐国公府了 姓芳的那狗 齐国公他脾气不好 又有病 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你辩驳两句 他比你还凶 你和他拍桌子 他就敢犯病打死你 先着折腾你一家老小 哎 作孽啊 这是做了奶门子孽 王汉正捋着花白的胡须 岁月给他带来了睿旨 能活到他这个年纪的人 基本上生活中只剩下苟且了 第1362章 刘文善出击 方济帆急着见了许多士生 和他们入情入理的攀谈之后 竟发现 原来这世上 到处都是背叛阶级的个人 大明的士生们 果真是深名大义啊 看来选立为官 已是势在必行 他命人将这些名义 送去给了欧阳志 立步 欧阳志看着这密密麻麻的名情 而后 呼了一口气 沉默了很久 他眼睛竟是有些微红 一旁为欧阳志 整理着公文的司力 看了他一眼 欧阳不堂 这是怎么了 欧阳志吸了口气 拿袖子擦了擦眼角 而后严肃地坐下 这个司力 是他从保定带来的 最是信的过 是欧阳志的心腹 欧阳志像是想了想 才道 吴师送来的这些 你看一看吧 司力点头 捡起这些名情 一个个地看了 而后 司力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 看了欧阳志一眼 欧阳志道 你有什么想说的 这 数学生无状 齐国公送来的这些东西 哎 司力又叹了口气 学生说实话 齐国公的名声有些霸道 他请那些士绅来 那些士绅 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 别看士绅们 平日里在乡中 都是脚跺一跺 地皮都要颤一颤的人 可在齐国公面前 他们算个什么 齐国公说 选力为官好 他们哪敢说 一个坏字 齐国公就算说 他们喜欢男人 他们不也得乖乖地点头 喜洋洋地说个是吗 司力又抬头 小心翼翼地看了欧阳智一眼 欧阳智的面上 依旧没有表情 不过 司力已经习惯了 欧阳不堂就是这样的 顿了顿 他继续道 所以学生以为 这些民情 对于欧阳不堂 没有任何的帮助 齐国公虽是费了心了 可惜啊 只是良久 欧阳智突然道 你不懂啊 司力愕然 眼带不解地看着欧阳智 不由道 还请欧阳不堂赐教 欧阳智缓缓闭上眼睛 而后眼睛睁开 看着这一打他的民情 眼中带着忧伸 道 这是你的看法 可对我而言 恩师这样做 这些民情 并非是恩师要给我的 不是给您看的 司力一脸狐疑 更不解了 这是给别人看的 欧阳智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才怅然道 对外 这是恩师告诉天下人 你看 他的门生欧阳智 做了力不尚书 在折腾选力为官 是要挖许多士绅和读书人的根 这全都是恩师的授意 而我欧阳智 我欧阳智不过是尊奉师命而已 只是一时糊涂 情有可原的 而恩师却是罪无可赦 司力的神色顿时变了 他震惊了 同时也明白了什么 学生懂了 欧阳不堂的意思是 齐国公此举 是为了分担欧阳不堂的压力 此前 欧阳不堂乃是众矢之之地 可现在 这无数人的仇恨 就都转到了齐国公的头上 他这样做 看似是在胡闹 其实却在保护欧阳不堂 说吧 司力忍不住在心里 为何能一飞冲天 除了自己有真本事 还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恩师啊 呃 别人家的恩师 欧阳智缓缓点头道 吴师 他是将我当做亲儿子一样看待啊 我这座门生的 虽是挺为力不天官 却还要受他的保护 说来 真是惭愧 他眼眶又红了 接着咬咬牙道 恩师这样大张旗鼓 他的心思 我这座门生的 已经明白 现在 我这不成器的门生 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力部尚书任上 将事情办好 不给恩师丢人 陆思丽 将那位起草丸的章程取来 我要再看看 斟酌斟酌 推敲推敲 陆思丽一脸认真的应道 是 欧阳智这一刻 已经化悲痛 为了力量 恩师的良苦用心 太令他惭愧了 马六甲国 吉保海港 这马六甲国 鉴于百年前 战地并不大 属于一个半岛 北部几乎被柔佛国所包围 而吉保海港 恰好是在马六甲半岛的最南端 这座战地并不大的海港 早先就被大明所借用 在这里修建了海港 大量的大明舰船 因要穿越马六甲海峡 往往都会在此停靠 不止如此 随着四阳商行的兴起 大明的商船 也往往会来此 带来一些大明的宝货 大明的许多商品 都是天下最顶尖的 茶叶 丝绸 瓷器 甚至还有最实心的棉芳品 甚至现在连眼镜都出现了 各国的商船 也会抵达这里 与四阳商行进行贸易 而后将这些货物运回国内 这吉保港在大明的经营之下 倒是蒸蒸日上 此前这里不过是个渔村 现如今 却是人满为患 一个个名是建筑拔地而起 无数的商骨 在此川流不息 西洋诸国 天竺诸国 还有大石的商骨 穿梭期间 每日 大量的舰船进出 盛况空前 此处乃是通渠之地 地理位置极好 又因为关系着大明下 西洋舰船的补给 甚至还有数百专门的兵丁保护 除此之外 大明的舰队隔三差五会来此巡航 保证其安全 葡萄牙人偶尔也会来 虽然彼此的关系紧张 可关系到了深夜 他们到此 也绝不敢造次 现在 双方是剑拔弩张 可彼此之间虽有摩擦 大明的舰队 却并未袭击葡萄牙人 在旅宋和爪哇的聚居点 双方似乎很默契 且又小心翼翼地 维护着心照不宣的关系 早在数日之前 一支四阳商行庞大的船队 便抵达于此 刘文善和刘景父子一下船 顿时受到了 马六甲吉保海港宣卫使的 热烈欢迎 刘文善等人下了船 随即便向北行百里 会见了马六甲国王 马六甲国王虽是热情 不过倒也抱怨了不少事 不过刘文善没有在意 回到了吉保港 住在了宣卫府的后衙卸舍 在这里 一个临时的行员便组建了起来 那里是四阳商行的次探门保护 外头则是大明驻吉保港的上百个官兵 在这重重护卫之下 大幅的渔徒便悬挂在了墙壁上 此时 刘文善正背着手 抬着头 认真地盯着墙上的渔徒 他淡淡地道 那马六甲国王 一再抱怨吉保港的汉人 与马六甲的土人纠纷不断 刘景 你如何看待 刘景本坐在一旁拿着茶盏 听刘文善问到他话 便放下了茶盏 慎重地想了想 才道 想当初 佛朗吉气势汹汹而来 这西洋诸国 各个战战兢兢 风声鹤唳 听说我大明要下西洋 真是恨不得将我大明的船队 接到他们的家里 可如今 佛朗吉人扩张的势头 被压了下去 他们便开始 嫌咱们再次扎根 垂涎于咱们的港口 恐惧于大量的汉商 涌入这里了 爹 在儿子看来 这些统统都是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和他们客气什么 刘文善看向刘景 却是露出微笑 道 这是人之常情 即便是兄弟 还有分不清的账呢 何况是在此呢 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才身负了 重要的使命啊 只有将宝钞推广出去 自此之后 西洋诸国便不得不附庸了 军事上的征服 终究难让人心悦成福 也不能长久 唯独 这经济上的掌控 才是至关重要 刘文善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沉默片刻 又抬头继续看着于途 你是四洋商行的大掌柜 换作是你 你打算在这里怎么做 刘景 见刘景不答 刘文善笑道 你需好好学学这个 这是真正的金石之术 学会了 四洋商行将来才可壮大 刘景便肃然道 是 儿子最近一直都在 读您的书 已经粗通了一些 可是 那就不要急 慢慢地学 刘文善坐下 瞎了口茶 表情随和起来 道 接下来 便是要大量地出售 我们带来的货物了 丝绸 茶叶 棉布 瓷器 能卖的 统统都卖 不止如此 咱们还得定一个规矩 既然要和我们做买卖 当然得一定好货币 各国的货币各有不同 我看四洋商行须 和各国接触一二 这采用的货币是什么 一切他们说了算 他们说了算 刘景一脸诧异 这 爹 这不是便宜了他们 以往在这里 都是用真金白银交易的 现在若是将主动权交给各国 这岂不是 不合常理啊 刘景不解了 刘文善笑应应得到 要先取之 便要先余之 其实经济学很简单 你可知道 玉金香的泡沫 为何会成功吗 刘景 好吧 他承认 还学艺不惊 刘文善道 回答不出 刘景道 还请父亲赐稿 刘文善突然也萌猛张 贪婪 一切的经济问题 都源于此 人心是最贪婪无度的 若能利用这一点 就可无往不利 刘景这一次 记住了 刘文善这才淡淡道 这一次 也是如此 第1363章 转了 四洋商行在吉保港早有布置 当一船船的货物抵达时 紧接着便开始疯狂地出售了 其中真正引起轰动的 倒不是丝绸和瓷器 而是棉布 这等棉布质地好 花色漂亮 更不容易的是 它的价格也是低廉 如此物美价廉之物 很快便引来了各国商人的趋之若物 这世上 但凡是作坊里能够大规模生产的东西 比之手工业者 旷日持久所产的东西 都有极大的优势 各国的商人瞄准的 都是这棉布 因为对于商人们而言 这东西除了物美价廉 还有一个值得他们大批量进货的原因 那便是供货稳定 许多商人也卖布匹 可此时的夕阳 其实和当初的大明一样 几乎处在南耕女支的阶段 商骨们想要做布匹的生意 首先就需要收购布匹 虽然他们从寻常人家手里收购布匹 价格更加低廉 甚至比大明运来的棉布要低得多 可是货源十分分散 今日可能要去百里之外 明日可能又需去另一个城镇和村落 甚至还有挨家挨户去收购的 可谓是费时费力 运输的成本极高 可在这几宝海港不同 你想要多少 它便有多少 源源不断的布匹送到了海港 直接进入货站 而后根据订单 直接送到各个商家那儿 如此一来 省时省力 货源也是充足 四阳商行这儿 现在已是人满为患 到处都是各国来的商股 人们说着各种的语言 挥舞着各自的货币 四阳商行这里 为了便于结算 已经挂了牌子 对各国的货币 进行了大致的价格认定 各国商股 只需带着本国的货币 来订购就可以了 这西阳各国的货币 各有不同的 有的是金 有的是银 不过钱币 却是一样 从秦朝开始 中央王朝对这里 就有了极深的影响力 无论是鲜罗 还是真辣 又或者是马六甲等国 他们的货币单位 也是猪 采取青铜或者是铁 制成一枚 媒媒外援内方的铜钱 而至于金银 大多也都熔炼为定 每一种货币 价值各有不同 而四阳商行 则对此照单全收 此前 大明对各国的贸易体系 为朝贡 也就是各国 拿着他们本国的特产 如香料 西角之类进贡 此后 大明朝廷 再赐下丝绸和瓷器等物 这几乎相当于是 义务换物 等到四阳商行 开始正式地通商 因为规矩还没有立起来 双方还是采取了 以物一物的方式 这使得交易的成本极高 当然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可现在好了 商骨们的热情极高 四阳商行这儿 早安排了许多的伙计 这些伙计通晓各国语言 有客商来 便请进一个个小隔间里去 给对方侦查到水 而后接受询价 交付定金 各国的钱币 封了式地开始入账 在后头 吉保海港的 四阳商行掌柜刘焕 要吓死了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账目 生意自然是不必说的 实在是太好了 这大明的许多商品 全天下也找不出一个 重样的来 卖不好才怪了 可问题就在于 这入账的钱币上头 虽然各国使用的 也都是元宝和外园内方的钱币 可其实 各国的冶炼水平 还有治钱水平是不同的呀 他捏着一株仙罗国的铜钱 刚才还紧抿着的嘴唇 经不住发出了苦笑 因为 这玩意儿 天知道含铜量有多少 十之八九 比大明的铜钱要低一些 可这玩意儿 一旦积少成多 缺的铜可就多了 还有他们的金银元宝 含金量和含银量 也甚是可疑 他的两道眉毛 已经深深地拧了起来 于是忧心忡忡地 寻到了刘景 刘景一听 脸顿时就颤了颤 也觉得有点肉疼 最终 他手指头 下意识地伸进了嘴里 想要结识 是很痛快的事 有时候口里 总想要咀嚼点什么 没法子 吃手手吧 刘景按下心头的郁闷 脸上摆出淡然之色 啊 这是我爹的主意 怎么 你还有话说吗 刘焕连忙解释道 不 不敢有 只是 这样下去 太亏本了 尤其是真辣国 此国冶炼水平极低 他们的铜钱和金银 够了 就这么着吧 刘景淡淡地道 好好做你的买卖 货源现在还充足吧 刘焕忙道 有些不足了 刘景依旧面不改色 湿湿然地道 不怕 下月月初 还有数十船的宝货入港 你抓紧着卖就是了 刘焕无奈 只好点点头 摆明这是要吃亏啊 怎么就不急了 他忧心忡忡地在心里吐槽 刘公公他爹 显然是读书读傻了 不知其中厉害关系 真辣国早在两百年前 在西洋也曾是强极一时 只是百年前 真辣被先罗索清 他们的军队 甚至一举攻入了吴歌城 真辣国开始衰弱 迁度于金边 这金边城乃是数处河流交汇之处 百年之后 城池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真辣国都 便置于山腰上 自这王宫 可俯瞰整座城市 那无数高高的佛塔耸立 在这真辣 人们重信佛教 因而 大大小小佛塔林立 这真辣国除国王之外 又设了五大臣 国家大事 几乎都有五大臣处置 此时 五大臣之一的燃多楼 进入了王宫 他向国王行了礼 真辣国王看了燃多楼一眼 却发现了奇特之处 不等国王询问 燃多楼便道 城的这件衣衫 是否与众不同 国王汉手点头 燃多楼道 这是从马六甲的 吉保港运来的 在那里 他将吉保港所发生的事 一一叙说 国王的脸色阴沉下来 绷着脸道 这么多的商人去购置这些布匹 对于国家并没有好处 这是将我们的财富 拱手送给了名人啊 何况此布匹如此低廉 那么 国中的许多农夫所制的衣料 又有谁肯去购买吗 燃多楼点头道 大王 臣也是这样想的 他顿了毒 又道 可是 大王 这衣料如此物美价廉 王上若是制止商人们订购 这可能吗 国王皱眉了 这话的确有理 燃多楼又道 而且大明师大 自居上邦 他们的船队 时常游异于航路上 他们所占据的 交纸部正史司 又与我们相邻 倘若我们不购置他们的布匹 下达禁决通商的禁令 大明又会怎样想呢 大明有士兵百万之数 不是我们可以相比的 王上还请三思 年轻的国王 深深地思索了半赏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起初的时候 大明出现在西洋 曾让他颇为高兴了一阵 毕竟 佛朗基士大 到处勒索和倾夺土地 这已引起了真辣的警觉 可现在 佛朗基人显然比从前老实多了 也愿意与真辣平等的交往 甚至他们在旅宋和爪蛙 愿意和真辣互通有无 国王倒是对这些 越来越多的名人 有些不满了 他说出了心中的担忧 道 可是 若是让我们的财富不断地外流 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是的 然多楼笃定地点点头 他取出了一块料子 送到了国王的手上 国王捏着这料子 更显得忧心 这样的料子 许多少银子 一丈 是的 一丈 不需要银子 只需要九十五珠钱 九十五珠 国王脸色亥然了 哪怕是土布 也需四五十珠钱呢 他摸着这上乘的料子 本还以为这一定和丝绸一样 价值不菲 可哪里想到 卖家居然也只比土布高了一些罢了 名人宝货 真是可怕呀 国王忍不住到 眉头皱得更深 他用手反复地抹扎着布料 眼里忽明忽暗 不止如此 还有许多宝货 除了布料 还有眼镜 就是戴在眼镜上的 还有大钟 可以报时 还有四轮的车马 还有 然多楼一连串地 说出了许多的商品 这些东西 都是大名独有 而真辣闻所未闻的 国王的脸色有点难看了 道 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王上 臣听说了一件事 嗯 许多的商人 纷纷前往吉保港 将无数的宝货 通过船只 送到我国来 再经过河船 进入我国的国都 臣认为 这已经不可逆转了 不过 大名似乎为了更好的做生意 承认我国的货币 只要是我国的金银和钱币 他们都照单全收 国王是极聪明的年轻人 他立即就意识到了 燃多楼的意思 他道 长此下去 我们的钱币 只怕要不足了 是的 臣认为 我们应该加紧筑钱 有备无患 国王又不禁担心起来 筑钱 怎么能加紧呢 谁都知道 筑钱就是增加自己的财富 可金银同事有限的呀 燃多楼 则深深地看了国王一眼 露出了脚狭 道 其实 臣让商人特意拿了 吴歌时期的铜钱去购货 而名人们 也承认了吴歌时期的铜币 这一下子 国王的眼睛亮了 第1364章 朕也做一个负的怎么样 吴歌时期 国王立即明白了什么 然多楼所言的吴歌时期 是真辣国被先罗人侵略之前的一段时期 那个时候 吴歌王朝败相已录 民不聊生 内忧外患 在强大的敌人不断地攻城拔债之下 吴歌王朝为了抵御先罗人 不断地招募军队 以图自保 而那一段时期所致的金币 银币和铜钱 几乎是最劣等的 因为资源有限 又为了招募军队 这些钱币被称之为劣币 虽然这些钱币依旧还是流传了下来 可在真辣国内价值却不少 谁料那些名人居然如此愚蠢 一切货币都照单全收 国王手轻轻地抹撒着布料 忍不住感慨道 真是好不啊 这样的不疲 说到这里 他猛地张眸凝视着燃多楼 接着道 多购置一些大名的宝货 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燃多楼点头 显得兴奋 道 是的 王上 臣下明白了 二人四目相对 心照不宣地笑了 国王随即轻松起来 笑盈盈地道 前几日和佛朗基使者 谈得如何了 佛朗基人显然想要借助真辣 对大名的交纸不正史丝 形成威慑 所以 希望能够给我们提供一批 佛朗基的火枪 国王脸上露出几分嘲弄之色 从前的时候 他们勒索我们 现在 却希望白送我们神兵利器 燃多楼道 王上 这显然是佛朗基人的离间之策 想要挑拨我们与大名的关系 国王缓缓点头 我当然明白 佛朗基人不是好东西 名人也绝不是什么好的 他们一个贪婪无度 一个自诩自己是天朝上国 现在这些名人 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有为数不少字交指来的 自称什么新儒学的声援 进入国中 四处宣交 尝此以往 我真辣佛国 岂不是要亡国灭种吗 自然 名人是万万不可得罪的 可佛朗基人的好处 我们也要 他坐下 显出了几分年轻大王的鹦鹉之状 双目如炬 镇定自若道 对外 要对名人恭敬 可内 却要防范这些心儒 更要提防名人的伤骨 至于佛朗基人 本王自知他们这是分化之策 可他们给予的好处 当然也要索要 真辣国立国千载 也曾强大一时 百年来 仙罗一直都是 我们的心腹大患 可现在 却是千年之变 仙罗之患 与这大明之患 佛朗基之患相比 又算什么 此时 必须自强 如若不然 则仙祖基业毁于一旦 多多的冶炼前臂 以冲国库 招募勇士 借用佛朗基的枪炮 以强壮自己的国体 除此之外 多多派遣使者 前往大明京师入贡 万万不可触怒大明 他顿了顿 明日 召集一批匠人 修建一座佛塔 就叫穆恩塔 过一些日子 请交纸部正史司的官员 前来观礼 本王要亲自带着百官 前去迎佛 此塔 是为大明皇帝所建 名曰穆恩 便是我真辣国 沐浴天恩之意 然多楼看着这位青年国王 面上露出了敬佩之色 恭敬到 穆恩佛塔 臣下亲自去办 绝不会有任何的差错 国王露出满意的笑容 深深地看了然多楼一眼 购置大明宝货之事 还有与佛朗基人的密谈 都要抓紧 是 新的宝钞 已经开始推广 各地的钱庄 已经打出了公告 让此前的银票 可以随时来钱庄取对新钞 若是来不及换的 倒也无所谓 反正就钞你随便用 将来最终总会循环地 回到钱庄里 如此一来 倒是没有给人带来不便 转眼之间 枝叶渐渐地 换上了一片金黄 已是丽秋了 天气渐渐凉爽下来 诸后照感受着良意 很兴奋 他一直盼着天气转良 这时候 他只给太皇太后 父皇 母后 方济帆 妹子和方妃 还有孩子们的毛衣 就有了用武之地 这家伙 一面要去顺天府当职 一面还依旧管着研究所 显微镜出现之后 许多机械和医疗方面的进步 可谓是突飞猛进 尤其是医学院 现在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 观察系虫的研究司 将不同病人的血液进行研究 甚至在药物治疗方面 也有极大的进步 苏月甚至察觉到了炎症的问题 他此时发现 当下人们遭遇到疾病 其中死亡率大增的最重要原因 就在于炎症 人们若是生了病 无论是外伤还是内伤 就会导致病毒不断地进行繁殖 长此以往 便回天乏术了 而治疗的根本手段 就在于取得抑制病毒的药物 因此 苏月为首 带着无数的医学院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将重心放在这上头 不久之前 他曾有一篇论文 认为七成以上的病人 都是因此而重病不治 若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无疑将救活无数人 方济帆对苏月 自是极力支持 银子 有 若当真有成果 那就太可怕了 一个药物的商行 上市 直接可成为西山的支柱产业 方济帆对于这些 其实不懂 树叶有专攻 这显然不是他擅长的 抗生素 他是有所闻 可怎么发现 如何提炼出来 他是一概不知的 甚至 方济帆也不知道 要发现这个 需要多少年 可能是十年 五十年 也可能是几百年 可是 只要方向是对的 那么 哪怕前人杂入重金 让后人们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去发现 又有何不可呢 他方济帆 毕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嘛 为此 方济帆和苏月攀谈了几次 照着模糊的记忆 故弄玄虚地 将这抗生素的概念 和苏月讲明 苏月倒是听得极认真 拿出纸笔 将施工的话 仔细地一一记下 俯首贴耳的模样 简直要将方济帆 示弱神明了 施工所提出的这些概念 实在令学生毛色顿开 学生受教了 苏月规规矩矩地 给方济帆行了个礼 少来这些虚的 方济帆一挥手 很干脆地吐出两个字 滚蛋 苏月微笑 不愧为施工 所谓行大事者 不拘小节 心中坦荡者 难免要口无禁忌 只有卑鄙的小人 才会心中长戚戚 说话谨慎 瞻前顾后 施工 这一句滚蛋 犹如天上的明月 一般皎洁 真是值得做弟子的学习 他心悦成福的作医 行礼 告退 方济帆在次日 入宫 洪志皇帝又拿着一份奏书 此奏书 还是真辣国传来的消息 说是真辣国新建了穆恩塔 齐国国王清代百官前去祭拜 此塔有沐浴天恩之意 这令洪志皇帝的脸色 缓和了许多 总算 那真辣国虽是勾结了佛朗基人 可对大明 还算是恭敬的 洪志皇帝视线转动 抬头看向金鸾下的方济帆 方济帆欠身坐着 百无聊赖的样子 洪志皇帝微笑道 刘文善人等 还没有消息 是吗 方济帆便道 是的 陛下 不过想来 也快了 洪志皇帝心情不错 脸上依旧带着浅笑 道 嗯 朕也不急 这样的大事 哪里有这么容易呢 你也不必急着 去催促他们 反而让他们慌了手脚 方济帆心里说 我没有催啊 口里道 陛下真是盛名啊 站在洪志皇帝一旁的宵敬 如木庄子一般 一副爱干嘛 干嘛去样子 骑国公随便吹吧 学是不学了 反正这剑缝插针 恰到好处的本事 他年纪大了 脑子跟不上 学不来 此时 洪志皇帝虚了口气道 朕这几日还看了求所期刊 说是医学 有了新的发现 这世上 病死之人 竟绝大多数是因为什么病菌感染 若非朕亲眼自显微镜里 看到了那戏虫的存在 解决这个问题 就真的是活人无数人了 朕也算可以吐气扬眉 将来到了九泉之下 到了列祖列宗面前 也敢说一句 无愧于心 方济帆道 儿臣已经动用了许多人力物力 请太子殿下来掌舵 苏月又是挑选了许多精兵强将 专门研究此事了 怎么老是让太子来 洪志皇帝骤眉道 太子那家伙 又要不务正业吗 方济帆苦笑道 陛下 此等国家大事 关系到的 乃是治病救人 更是国家之本 太子殿下便要被天下人所铭记了 后世之人 还不知如何感念太子殿下的恩泽呢 当然 这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是 有了太子殿下为首 下头的人 也愿意竭尽全力 这上上下下 都知朝廷如此重视此事 当然 要废寝忘食 祭之已死了 洪志皇帝的脸色 总算缓和起来 道是道 那么济帆呢 济帆难道不去挂个职 方济帆露出一丝尴尬 道 儿臣已经挂了 父的 洪志皇帝微笑 他笑盈盈地看着方济帆 朕也做个负得怎么样 第1365章 北方省的人来了 方济帆震惊了 他错愕地看着洪志皇帝 显然 方济帆自己都想不到 陛下会提出这个要求 只是 合理吗 当然合理 他是皇帝吗 他说是啥 不就是啥吗 方济帆顿时感慨道 想不到啊 而臣氏万万想不到 想不到陛下居然对药物的研究 也有如此的兴趣 这药物 可以悬壶济世 陛下心里装着臣民百姓 这是将臣民们 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啊 何况 若没有陛下 怎么会有西山书院 就更不必提 会有西山研究院了 陛下居然自甘挂一个副职 而臣氏大大的不认同的 陛下总览全局 运筹帷幄 乃研究院的主帅也 而臣敢凭着良心说 有了陛下主长研究院 这研究院上下 各个必然龙金胡猛 前仆后继 定将这药物 研究出来 洪志皇帝笑盈盈地 看着方继帆 自己为何会喜欢方继帆呢 追根问底 还是减在地心啊 可又如何减在地心呢 你看 朕只是随口一句 他就立即给朕找好了 一万个理由 言之凿凿 听着连洪志皇帝 自己都信了 这样的臣子 真是打着灯笼找不着 洪志皇帝道 这样啊 可是 太子不是已经为政了吗 方继帆正色道 太子乃是陛下的儿子 现在臣发现 太子殿下既要治理顺天府 又要研究蒸汽机车 近来他还要织毛衣 可谓是日理万机 分身乏术 而臣想好了 不能再给太子殿下增加负担了 给他一个负职吧 免得太子殿下操劳过度 而陛下乃是太子殿下的父亲 心疼太子殿下 也是理所当然 此之所谓是独之情也 而臣强烈建议 陛下来总览研究院大局 至于太子殿下和儿臣 则为副首 如此 不但太子殿下感念陛下的爱护之心 而臣与西山研究院上下 也是备受鼓舞 只恨不得赴汤蹈火 能报陛下恩德之万一 便已是三生之幸 祖坟冒清烟了 萧敬震撼了 他脑子里嗡嗡地响 如遭雷击 既生鱼 何生量啊 万幸的是 信方的狗东西 没有淹了入宫 如若不然 哪里有我萧敬的立足之地 洪志皇帝笑了 他确实是动了心 论文他是看过的 研究所要研究的药太神奇了 倘若当真如研究所苏月的论文所言 那么此药足以传送千年 拯救亿万的人 洪志皇帝多多少少 还是有做圣王的心的 这是他的一点小私心 至于太子 反正太子又会造蒸汽船 又会打毛衣 他是年轻人吗 机会有的是 因此 他这稍稍勾起来的一丁点心思 顿时被方济帆一番话打动了 真的 可以吗 然后他抬头 方济帆给予了他肯定的眼神 洪志皇帝淡淡地道 既如此 这样也好 过几日 朕要亲自去研究所看看 他顿了顿 除此之外 朕从那趟 洪志皇帝四开始犹豫 最后咬了咬牙 取文银八十万两 支持研究院 济帆 你看如何 方济帆激动地颤抖 钱啊 八十万两 陛下这一回 是真大方 方济帆道 陛下此举 罢了 洪志皇帝压压手 别夸了 此事 你去和太子说一说 朕这一次当仁不让 他若是抱怨 那便算了 太子殿下可是最有孝心的人 他虽然隔三差五顶撞陛下 可心里却是致孝的 殿下怎么会不满呢 而臣拿人头作宝 太子若是听闻了此事 定是高兴得不得了 洪志皇帝 这才去了所有的疑虑 这样便好 继番啊 倒是辛劳了你 从中斡旋了 这事儿 臣应有之意 洪志皇帝汉手 心里笃定起来 可又觉得 八十万两银子似乎多了 不过细细想来 给吧 都已经开口了 于是 心里又开始担心 此要如此神奇 想要研究 一定极为不易 这可真是难了 若是徒劳无功 是否不妥呢 他心里乱七八糟地想着 瞥了一眼方济帆 佛朗基的北方省 还没有消息来吗 陛下还惦记着那些荷兰人呢 方济帆心里为之感动 这是啥 这是国际主义精神 方济帆到 迄今为止 还没有消息 那王细作 红治皇帝的眼里 略过了几分失望之色 哦 知道了 他现在要操心的是更多了 想要做天下四海的主人 显然比从前的天子 还要更操劳 方济帆告辞而出 忙是将诸后照寻来 将陛下任研究院院长的事说了 诸后照顿时道 父皇他懂个啥 方济帆 诸后照道 这简直就是胡闹 他好好地做他的皇帝 和研究院有什么关系 他不就是想要明吗 不就是等咱们的要出来了 他好从中分一杯羹吗 本宫才不做父的 我这就去上书 方济帆语重心长道 太子殿下 陛下打算拿出八十万两银子 支持研究院 诸后照沉默了 似乎想了很久 他呼出了一口气 父皇是本宫的亲爹啊 做儿子的 应该孝顺他老人家才是 他喜欢做什么 就做什么 他毕竟年纪大了 本宫不该忤逆他 方济帆点点头 深以为然地道 臣也是这样想的 就算父皇不出这八十万两银子 我们作为晚辈 也应当如此的 是的 诸后照干脆利落道 说起这药物 本宫真是焦头烂额呀 万事开头难 真的要花很多银子 老方 现在这研究院的人手 还是有些不足 最好再从医学院里 抽掉一批人来 诸后照可能对于药物不太懂 不过 任何的研究 其本质不在于懂和不懂 而是在于 是否有一个科学的管理方法 首先 你得有钱 有很多很多钱 不断地砸银子进去 进行一次次的尝试 而每一次的尝试 其本质就在是错 这个东西不成 那就换一个思路 继续投入人力和物力 去研究另一种可能 诸后照从前带着蒸汽基研究所 早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且他对医学 本就有足够的造诣 戏重论也早已了然于心 只是 开这个头 依旧还是很难 方济帆安慰他一番 只是医学院 却不能再调人了 再这样下去 谁来治病 为了安慰他 方济帆打算请他打鞭炉 才吃了一半 王金元心冲冲地来 少爷 少爷 快 佛朗基 来人 来人了 诸后照一听 咬牙切齿 他们还赶来 本宫打不死他们 王金元气喘吁吁 闻到了肉香 饿了 他好不容易缓过境 才道 不 是北方省 是北方省的人 是王熙座派来的 少爷 王熙座派了一艘船来 船里 有北方省上下人等一百七十多人 据说其中半数以上 都是北方省的贵族和商骨 他们既带来了王熙座的书信 还是一起来拜见少爷的 说是要向少爷表示感谢 方济帆脸瞬间红了 因为诸后照一脸怪异地看着自己 方济帆不禁道 看什么 难怪我方济帆 是里通外国的人 说着 他看向王金元 书信呢 王金元忙是取出了早已带来的书信 送到了方济帆的手里 方济帆接过 打开 熟悉的汉字出现在自己的眼帘 这肯定是王熙座的亲笔所书 明明是汉字 硬生生被他写成了蝌蚪文 呀 方济帆突然眉毛一挑 王熙座竟成了北方省的总督 总督 什么总督 方济帆没礼诸后照 却是继续看下去 这是一封极长的书信 足足数万言 讲述了他抵达了北方省之后的所见所闻 以及经过 还汇报了弗朗基各国现在的情况 甚至是北方省内部的情报 大抵来说 王熙座算是在北方省站稳了脚跟 可是内忧外患依旧十分严重 大量的人开始涌入北方省 北方省虽是经济开始勉强恢复 可毕竟是百废待举 王熙座已经以方济帆的名义 收购了无数北方省的资产 也就是说 现在方济帆才是整个北方省最大的地主 并且还拥有数百家铺面 拥有19处城堡 还拥有两处港口 上百艘商船 不止如此 方济帆还放出去了许多的贷款 北方省欠了方济帆钱的人成千上万 方济帆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已经来不及看自己的资产清单了 因为密密麻麻 多不胜数 当然 这一次来的参访团人员 王熙座也做了报告 其中拥有爵位的人 有27人 几乎北方省的叛乱贵族 几乎来了近半 不是亲自跑来 就是让他们的继承人跑了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的商人 以及各界的重要人士 王熙座的建议是 予以他们高规格的款贷 收买他们的人心 只有如此 北方省才可以人心稳定下来 第1366章 朋友啊朋友 方济帆看了书信 不禁眉飞色舞 王熙座这个家伙 倒还真有几分本事 哈哈 等他回来 赏他几十亩地 方济帆说罢 却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参访团 怎么招待 自己不会佛朗基语啊 只会几句 哈喽和古德摩尼 他沉默了很久 见一旁的诸侯 照月月御室的样子 乐了 太子殿下 有件事 得托付太子殿下去办一办 干啥 诸侯照警惕地看着方济帆 方济帆便道 太子殿下博古通经 知晓万国语言 真是了不起啊 诸侯照的警惕心 渐渐放下一些 高兴得道 这不算什么 本宫也只学了十几种而已 虽说是前无古人 可想来 后世子孙 总算会那么一两个阿猫阿狗 急得上本宫万一的 方济帆道 现在有一群佛朗基人来 太子殿下身份尊贵 正该让他们感受一下 宾至如归的感觉 若是能太子殿下 能带着他们玩一玩 走一走 这就再好不过了 一般人去招待 方济帆不放心 这些人都欠自己的钱呢 欠钱是大爷 这些家伙们 倘若是回到了佛朗基 把自己的债务代理人 王熙做给剁了 自己找谁去 自己吗 脾气有点暴躁 太子殿下就不一样了 吃喝玩乐此等事 他再精通不过 诸侯照欧了一声 原来是此等小事啊 要不 本宫试试 可你去做啥 臣得立即准备好一份奏书 整理好从佛朗寄来的讯息 好像陛下奏报 陛下对北方省尤其重视 非同小可 只怕 这朝中又要异一异了 那交给本宫了 诸侯 赵倒是显得很乐意 见诸侯赵答应得如此痛快 倒是让方济帆 开始怀疑人生了 一般情况而言 太子殿下越干脆 出事的几率越大 可方济帆这边 确实想着 怎么消化这些字 佛朗寄来的消息 接下来 朝中只怕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了 北方省对于大明精略佛朗基而言 是一个支点 区区一个万里之外的北方省 不算什么 可关乎的 却是大明的佛朗基国策 这就不简单了 齐勒与参访团人员 自天津登陆 一到天津 他们便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了 这是一个规模 比至北方省的港口 要大得多的港湾 此后 不等他们逗留 就有马车载着他们 进入了大明的心脏 他们沿途看到 到处都是村落 道路上川流不息 甚至远处 可看到巨大的钢铁怪兽 呜呜呜地飞驰 此次来访 更多的是 某种程度的无奈 就如法兰西人 为了打破西班牙王国的包围 与奥斯曼人构合一般 此次 他们之所以来大明 自是因为叛乱之后 不得不寻求外界的帮助 齐勒乃是一位贵族 他的家世 可以追溯到西罗马帝国时期 他的家族 一直都在北方省 与法兰西的王族 颇有几分渊源 只是 齐勒和所有荷兰贵族一样 他们既厌恶西班牙的统治者们 同时 对于法兰西王国的虎视眈眈 也颇为警惕 法兰西国王自英法战争之后 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在法兰西王国的境内 开始削除贵族的权力 将无数的领地 变成国王直辖的省份 这固然大大的加强了 法兰西王室的权力 使法兰西王室 一跃成为整个欧洲 最有权势的王族 总督大人 没有欺骗自己 等他们抵达了京师 更被这座 拥有百万以上人口的 巨大城市所震撼 他们看到连片的住宅区域 纵横交错的街道 数不清的车马 北方省与他相比 哪怕是最大的城市 却落魄的更像是一个村落 他们抵达了一个地方 而后 一个贵人带着许多的护从 迎接了他们 这个人穿着极德体的衣衫 头戴着别致的头冠 开口 你们会法兰西语 还是西班牙语 还是英语 这是西班牙语 参访团上下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他们都会西班牙语 不过 出于对西班牙人的厌恶 所以其乐道 我们都会法兰西语 接着 这个人的语言开始切换 这便好极了 本宫也最喜欢说法兰西语 是这样说的吗 会不会你们听了 有所障碍 这位自称本宫的贵人 显然语言带着很浓重的口音 不过 他咬字清晰 交流是没有障碍的 这人当然是诸后照 诸后照接着道 齐国公有一些事 这两日 就让本宫带着你们走一走 看一看 齐乐等人 并不知诸后照的身份 诸后照也懒地说 他带着人 开始在京师游览 从学堂到医院 再到戏院 甚至还有蒸汽机车站 有顺天府的衙门 有比邻新城 和五环之间的一处花园 还有各个作坊 齐乐看的眼睛都要直了 他既无法想象 一座城市 可以容纳如此巨量的人口 也无法想象 这样的巨城 可以带来多大的生产力 他走马光花 却更像是刘老老进了大观园 紧接着 他甚至被诸后照带着 参观了一处新建的宅邸 这是一座五层的楼房 红砖的房子 里头铺了水泥 水泥找瓶之后 刷了一层漆 天气有些凉了 宅子里有暖气 人们进了宅子 就不愿出来 这是新楼 不远处是寿楼处 似乎有许多人 人们拥堵在寿楼门口 挥汗如雨 各个呼喊着什么 齐乐等人不解 接着 寿楼的人 恭恭敬敬地 来到了诸后照的面前 说了什么 齐乐没有憋住 等人走了 方才看向诸后照 阁下 请问这是什么 他们对于这里的一切 都带着新鲜感 令人振奋 这里的城市规模 甚至比巴黎 还要大数十倍 许多的设施 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的 诸后照道 有人来买房 抢得太厉害 吵吵闹闹 可惜已经受庆了 没买着的 少不得叫骂 齐乐等人面面相去 买房 房产可以这样卖的吗 这令他们想起了郁金香 当初也是这么抢的 阁下 我想 房产的蜂蜜 未必是好事 谁说的 诸后照笑盈盈地 看着齐乐 齐乐很较真 这房产不过是砖石 再漂亮 也不至于抢 诸后照站在窗台上 手指着窗台外 宅子可是土木堆砌起来的 这需不需成本 齐乐很乐意和诸后照 探讨这个问题 诸后照说的话 令他们下意识地点头 诸后照随即诱到 你看住在这里 出门就是道路 这道路 是不是银子 众人看着下头 笔直的马路 齐乐第一个点头 不错 这样的道路 可以提供大量的便利 你看远处 那烟囱 就是作坊 这作坊便是工作 再靠着两条街 便是学堂 那是医院 买了宅子 何止是一个遮风避雨的所在 这关系 到了一家老小的读书 娱乐 工作 你再看看 诸后照命人 取了渔徒来 这便是 我们所在的位置 你有没有察觉 这里的土地卖了一块 就少了一块 这可是好地方啊 何况 只需十几两银子 就可将宅子购置下来 世上哪里有这样的好事 齐乐等人震惊了 十几两银子 他们大致 已经明白了 大明货币的价值了 这相当于四个西班牙金币 四个西班牙金币 虽是价值不菲 可对于参访团的人而言 却不算多 哪怕是经历了危机 可是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这么便宜 因为西山钱庄提供了贷款 利率极低 你们猜是多少 才五个点 呼 随行的参访团商人们 发出了惊呼 欧洲现在的借贷 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 银行还没有出现呢 而至于贷款 大多都是犹太人的私人放贷 可是利息 却是可怕 五个点 这已是善人了 通货膨胀一直存在 无论是欧洲还是大明 若是犹太商人 他们的利息 只怕是五倍以上 人们诧异地看着诸后照 诸后照笑盈盈的道 只需数十两银子 就可住在此 舒舒服服 亏吗 你看这个宅子 治安极好 下头还有专门的管理人员 每日清理垃圾 每一层都有专门的茅房 还有 你看 这里还有暖气 你看这玻璃窗 诸后照津津乐道地 讲述着这宅子的优点 其乐等人 又开始窃窃私语 这时 他们渐渐开始理解了一些 那些人为何抢房的原因了 郁金香 那就是一个果实 可宅子 好像 确实有其价值啊 人们站在五层的窗台上 放眼跳往着窗外 下头街道上 还有一个集市 集市里车马如龙 喧闹无比 其乐心里感叹 如果当初 自己购置的是房产 而不是那什么郁金香 或许 自己的处境 就不会如此的糟糕了 可是 似乎北方省的土地和房产 本身 似乎没有太大的价值 第1367章 物华天宝之地 到了次日 诸后照直接将其乐这些 拉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参访团的人员们 已经历经了无数次的震撼 这一下子 被拉到了荒郊野外 顿时猛逼了 这 是要干啥 他们看着四周 光秃秃的 远处是一山丘 此时已到了秋末 万物萧条 光秃秃的林子 没有丝毫绿色 其乐觉得自己的后脊发凉 他现在已经可以保证 大明王朝 完全凌驾于佛朗基之上 相比于佛朗基 大明王朝 无论从城市还是人口 以及财政都远超北方省 绝不在西班牙王国之下 有了大明王朝的支持 他们可以安心了 可是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显得惊慌失措 个个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诸后照把众人的反应 完全看在眼里 脸上神色依旧 弯腰 捡起了一块石头 多好的地啊 此前这里本是农地 不过现在 已经找平了 你们看看 这地段 乃是宝定和金师的心脏 朝这里一直向吸走两盏茶功夫 就可以抵达顺天府 于是 顺着诸后照的视线 人们一起向西看去 还是 光秃秃的呀 地平线上 没有任何建筑的痕迹 当然 诸后照说的是 蒸汽火车的距离 在金里卖房子 是不靠不行 来作为长度单位的 靠不行 你想两盏茶功夫 你脑子坏了 有这么好的事吗 诸后照取出了望远镜 憨厚一笑 交给奇乐等人 到前方的山丘上 拿望远镜 看一看就一清二楚了 奇乐 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 上了山丘 惊疑不定地 举起了望远镜看 咦 还真别说 那顺天府的钟塔 居然展露出了一点头角 看到了没 此乃雾华天宝之地也 本宫再次营造一个 佛朗基新城 这是为了纪念 大明与佛朗基的友好而建 在这里 就在你们的脚下 本宫要建一处广场 这四周会有商业街 会有双语书院 还会有医院 不止如此 本宫还要再次建立 巨大的剧院 不只会有我大明的戏剧演出 还将聘请佛朗基的一人 来此演奏 呼 奇乐等人松了口气 听着 好像很有创意的样子 想想看 在这里既享受了 大明的繁华 却又会有故乡的味道 这里会有道路 将来附近 还会有一个铁路的车站 你们懂吗 未来这里便是 大明的中心 中心 诸后赵对于佛朗基的情况 是极了解的 他想了想 找到了词汇 就像佛朗基的巴黎 又或者是维也纳 总而言之 一切都是最高的规格 诸后赵信誓旦旦的道 现在寿楼处已经成立了 虽然是一切为了友谊 可是 不少富户都是屈之若物啊 就在昨日 这里已卖了1700套 这样好的地段 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多的配套 方三十丈的窄底 才320两银子 你想想看 这销量不火爆才怪了 奇乐等人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就是先进的商业 对落后的商业的碾压 他们脑子里 没见过 还可以这样玩的 诸后赵带着微笑道 你们来了也有不少时候 想来这京师的行情 已是了然了吧 就在顺天府隔壁的宅邸 两年时间里涨了三倍 而这里 就是一个新的顺天府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为了让更多人买得起宅子 西山钱庄 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他们提供的贷款 利率惊人 罢了 和你们说了 你们也不懂 说到这里 诸后赵撇撇嘴 只是让你们来见识一下 我大明的新城 是如何崛起而已 也算是 让你们开开眼界 待会儿带你们去听信 夜里 咱们去澡堂子泡澡 使团的成员们看看地 那其乐忍不住拿起望远镜 又看了看远处的顺天府 他神色多了一分道不明的异样 沉默了起来 两久 有人道 我们可以购买吗 不知是否可以 从钱庄借贷 这是一个商人 商人有商骨的精明 这一番走马光花下来 真的让人动心了 甚至 北方省的情况 时事诡谓 整个佛朗基大陆 仿佛置身于火药桶上 有人开始动了心思 这是一片新大陆啊 这里附属 对待外邦人友好 就比如眼前这个小哥 带着大家吃吃喝喝 不厌其烦 每日都挂着笑容 这里有学堂 有歌剧院 有无数令他们难以想象的设施 而在佛朗基 却是连年的战争 各国乱成了一锅粥 这商人冒出了一个念头 自己有三个儿子 如果 如果 在这里制一处产业 让一个儿子在这里生活 既是避祸 也是投资 或许自己的儿子在此读书 学习了汉人的语言 将来对于生意 说不定有更大的帮助 这商人看到了这里的棉纺制品 看到了瓷器和丝绸 看到了茶叶 他也是看到了商机了 若是这些东西 可以直接运输到北方省 那么 诸侯照脸上露出了几分为难 道 这个啊 这个可说不好 你也知道这里好 也不知这佛朗基家园 是否一次性卖光了没有 就怕现在已经卖得 差不多了 除此之外 西山钱庄限定了两日之内 才有特别的优惠 这时间 只怕要过了 其乐等人 脑子里一片空白 自在大明登陆 他们一刻都没有写下来 只是不断地参观这京师的繁华 见识这里的附属 他们跟着诸侯照 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此时 莫名其妙的 他们听说 宅邸可能已经受庆 且优惠即将消失 竟感觉自己 像是一下子错失了点什么 要知道 这等商业上的套路 可谓是劳动人民数千年的结晶 别看这个套路好似简单 每个人自认聪明的人都能一眼看穿 可当真正身处这个环境 在急迫之下 根本就不容许你冷静去思考 去权衡利弊 本来压根没有任何心思的人 现在竟也开始经不住惆怅起来 那商人脸上露出了急切之色 道 阁下 不如现在就去问问 问问 诸侯照背着手 这一手 他是屡试不爽的 那就去问问吧 咱们去那看看 其乐等人打起了精神 一百多人 浩浩荡荡地跟着诸侯照上了马车 而抵达寿楼处的时候 这里依旧是人山人海 人们挥汗如雨 各个激动得不得了 这一套路 经里的百姓早就免疫了 因为来此排起长队的 人们总觉得 好像在哪个楼盘见过 不过 佛朗基人不一样呀 他们是头一遭 看到此等火爆的场面 顿时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场狂欢之中 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 每一个都激动得清惊爆出 这令其乐等人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起来 方济番入宫见红之皇帝 听闻佛朗基来了使团 红之皇帝大喜过望 紧接着 王细作的书信 便放在了红之皇帝的案头 红之皇帝先命内阁诸大学士传阅 紧接着 各部的尚书再一一看过 待方济翻进殿行了里 红之皇帝看了方济翻一眼 唇边浮出笑意道 这王细作 果然是个人才啊 难得他有此忠心 朕当初唯一的担心 就是此人反复无常 现在看来 朕的心可以定下了 继番 此人收购了大量的土地 而今 这北方省最大的侍身便是你了 你有何看法 方济翻谦虚地道 陛下 而臣的一切都是陛下的 这王细作的作为 都是他自作主张 而臣提议 这些土地和资产 统统交还陛下 刘建等人面面相去 方济翻这狗东西 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 合理吗 红之皇帝脸微微一红 拉下脸来 是轻的便是轻的 什么叫做献给宫中 正是那般贪婪无度 抢夺臣下田地的人吗 而臣并没有这个意思 而臣万死 方济翻立即到 红之皇帝瞎了口茶 抬头又看了方济翻一眼 而后喜滋滋地又低头 扫了一眼奏报 才又淡淡道 朱卿 我大明下夕阳 而佛朗基人也开始大航海 他们不断扩张 连年征战 人口虽是不多 可若是大明姑息 他们迟早不会在我大明之下 朕为此 也曾忧心忡忡 如何制服佛朗基人 使其永不为我大明之患 乃是当下的药物 信赖了祖宗保佑 还有济翻和王熙作的忠心路里 总算 我大明在佛朗基 有了一个跳板 这北方省 关系非同小可 朱卿对此 有何高见 刘健知道此时 该自己发表谏言了 他咳嗽一声 佛朗基与我大明 相隔万里 这王熙作效忠我大明 可眼下当务之急 想要将这北方省牢牢控制住 老臣以为 此次北方省派人身访 便有这个用意 而我大明 除了以礼相待 笼络其心之外 还需进行回访 这回访的规格 却不能小了 第1368章 入朝 刘健的话音落下 洪至皇帝点头 北方省是一个支点 这就形同于是 佛朗基人 染指西洋一般 借助了吕颂和爪哇 若是没有这两个支点 他们在西洋 就什么都不是 而这两地 佛朗基人已经营日久 想要拔出 却是不容易的 大明与其将目光 放在吕颂 爪哇 又或者是黄金周 那么不如 直接一箭 刺入西班牙王国的 心脏要害之地 善待使团 是要收买人心 派出大规模的使者回访 则是迅速地加强 大明在北方省的存在 洪至皇帝大约 是啊 现在趁着佛朗基人 无暇东顾 这玉金香 使他们焦头烂额 北方省 该牢牢地抓在手里 利用北方省 与西班牙人的矛盾 牢牢掌控北方省 说吧 洪至皇帝顿了顿 现在这些使者在何处 礼部可有招待吗 礼部尚书张声道 陛下 他们一到港口 就被太子殿下接走了 洪至皇帝 卧槽 有一种要坏事的感觉 方济帆咳嗽 陛下 这事成的主意 太子殿下精通各国语言 这参访团刚刚抵达 倘若是寻常人接待 规格上就显得小气了 可若是高规格的招待 这招待他们的主人语言又不通 难以相互领会对方的意图 即便是有通意 可这话经过翻译之后 难免显得身份 太子殿下身份又高 又通晓佛朗基各国之语 定能让使团上下 感受到我大明的诚意 洪至皇帝虚了口气 太子本事是有的 只是 说话有些任性了 朕倒是有些担心 哎 他招待多久了 已有两三日了 方济翻道 洪至皇帝不是辽东人 想来也说不出 这下玩犊子之类的话来 可是他的心情 却大体是玩犊子了 洪至皇帝道 明日 让他们来觐见吧 朕亲自见一见 礼部 这边准备好精通 佛朗基语的通意 朕 是有些担心啊 刘剑等人 很能理解洪至皇帝的心情 刚刚大家还振奋得不得了 可想想太子那吊锒铛的样子 大家固然晓得 太子殿下有真本事 可这家伙 说话不经过大脑啊 说不准 这些佛朗基人 已经离心离德了 得 破罐子破摔吧 礼部尚书张生 更是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 好不容易 轮到礼部出场了 有了一次立功的机会 磨刀霍霍呀 谁晓得 太子竟把人截了去 张生叹息道 陛下 不然 臣这就亲自去 红之皇帝摆摆手 罢了 都已如此了 明日 朕亲自见一见他们吧 红之皇帝又看向方济帆 朕现在担心的是 这些北方省的人 若知这玉京香 和我大明有关 势必 生出仇视之心 济帆 你看如何 方济帆尴尬地笑了笑 想来 不会如此严重 现在是他们有求于大明 并非是大明 有求于北方省 陛下 立意面前 他们分得轻轻重的 虽是如此说 红之皇帝 却显得忧心忡忡 次日一早 朱后赵奉旨入宫 他是和方济帆一同去的 方济帆看着喜滋滋的朱后赵 不由道 太子殿下 那些参访团 现今如何 朱后赵神神秘秘地道 这 不和你说 方济帆恨得咬牙切齿 殿下不会出了什么岔子吧 殿下 臣可是在陛下面前 拿人头给殿下做宝的呀 傻眼 谁的人头 呃 方济帆看着朱后赵的脖子 你这不安好心的家伙 朱后赵要掐方济帆的脖子 方济帆咳嗽 注意一点形象 臣是体面人 二人打得闹闹到了五门 百官们早已习惯了 这两个家伙 你掐他脖子 他咬对方的胳膊了 于是 个个都是脸上木然 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一百多个使节 也已到了 百官入朝 方济帆心里倒是颇为忐忑 其实红之皇帝更为忐忑 这关系到的乃是国策 红之皇帝已有了定顶四海之心 朝廷为了这个国策 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讨论 和许许多多的准备工作 有了这北方省 则可事半功倍 红之皇帝岂有不担心之礼 见了使者们纷纷入朝 穿戴着稀奇古怪的服装 红之皇帝定定神 见这些使者 各个两条胳膊和腿脚都在 四肢完好 心里才为微微放下了心 百官拜倒行礼 这些使者们倒还恭顺 也有样学样地跟着行了大礼 红之皇帝看了一眼 礼部招来的通议一言 通议会议 鸡里呱啦地说了一通 使者们方才起身 红之皇帝俯案 道 太子 诸后赵显的精神异议 而臣在 红之皇帝道 此番是你款待佛朗基使者 诸后赵道 回禀父皇 是齐国公让臣去的 方济帆站在人堆里 红之皇帝的目光 果然朝方济帆的面上看来 方济帆朝红之皇帝善笑 红之皇帝拉着脸 道 使者们款待得如何 诸后赵正色道 而臣既然亲自出马 他们自然是兵制如归 红之皇帝却一点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儿子什么样子 他太清楚了 性子急 脾气又糟糕 有时当着自己的面 尚且敢口不择言 何况是这些使节呢 红之皇帝咳嗽 朝那通议看了一眼 通议便对众使者道 大明皇帝闻之诸位入朝 喜不自胜 北方省与大明历来没有纷争 皇帝陛下对于远道而来的朋友 一向以礼相待 使者们沉默片刻 勉强听明白了这通议的意思 纳其乐便上前 弯腰朝红之皇帝行了个礼 道 能得到皇帝陛下的款待 实施臣下们的荣幸 通议翻译过后 红之皇帝笑音音地道 清等自北方省来 沿途想来是受尽了 舟车劳顿之苦 朱青家该在大明好好歇一歇 今日正来诏问 却不知他们对我大明 有何看法 通议会议便朝齐乐等人开始翻译 第1369章 开疆 红之皇帝算是开门见山了 来都来了 就说说吧 有什么不满意的 直说无妨 北方省正是志在必得 其他的都可以商劝 最重要的是 红之皇帝心里没底 怕就怕太子闹出什么事来 齐乐听吧 便说了一通 那通议政策道 北方省一直受西班牙的统治 西班牙国王横征暴廉 我们深受其害 此次参访团来此 既是要拜见皇帝 并且对齐国公 理应以为方大善人 表示由衷的感谢 感谢陛下和齐国公 在危难之际 对北方省的救济 红之皇帝 方济帆站在人堆里 腰杆子挺直了 文武百官 许多人一脸无语地 看向方济帆 说实话 这佛朗鸡人 脑子不好使吗 方济帆的荡也上 此前大家对于这些北方省人 大抵还只是一副好奇的样子 毕竟这是万里之外的外邦 他们的眼睛和鼻子 实是和汉人不同 可现在 更多的人 却是一副同情的模样 这些蛮夷 真的很可怜啊 接着 通义又开始翻译 齐勒后续的话 此次来了大明 见识到大明的富裕 实在是大开眼界 他们此次 适应总督的邀请 友好的进行访问 此行给予了他们极大的信心 他们抵达大明之后 一支无缘拜见方大善人 呃 也即使齐国公 迄今为止 没有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觉得遗憾 久闻方大善人乐善好施 以诚信为本 有惊天伟帝之才 不知方大善人 可在这里 这一下 包括红之皇帝 都朝方继帆看过去了 方继帆谦虚地站了出来 咳嗽 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齐勒等人 这才注意到了方继帆 居然觉得格外的亲切 在北方省 方大善人的画像 他们是见过的 不正合眼前的青年人神似吗 万万料不到 今日见到了真人 还是活的 会动吗 这齐勒等人为首 各个眼圈红了 不少人万里迢迢而来 就是想见见活人 他们纷纷朝方继帆行礼 方继帆则看向 红之皇帝 红之皇帝微笑 继帆怀柔远人 竟深受北方省上下爱戴 方继帆忙道 而臣惭愧 这一定是王戏座 王戏座造谣 百官各个凛然 眼观鼻 鼻观心 不露声色 红之皇帝却是笑了 朕并没有责怪之意 这是好事 继帆不必自责 红之皇帝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想 那王戏座在北方省 想来是经营得不错了 不然 这些佛朗基人 岂会对王戏座的话 深信不疑 如自己所言 这确实是好事 北方省对于大明而言 只是一个跳板 能收买他们的人心 无论是任何方法 都不是坏事 方继帆毕竟是自己的女婿 让他们感念方继帆的恩德 总比感念王戏座要强 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红之皇帝看向通意 告诉他们 让他们在经里多住一些日子 大明字会以理相待 再问问 他们在此常住 可有什么困难 通一听罢 将话转述了 其乐等人一听到询问自己 是否有什么困难 这些佛朗基人像 是要炸开了一般 有人激动的脸通红起来 这一下子 却令红之皇帝和文武百官 心里咯噔了一下 怎么 果然他们在经里遭遇了什么吗 被太子揍了 还是 红之皇帝不禁瞪了诸后照一眼 诸后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这令红之皇帝气不打一处来 自从这家伙长大成人 红之皇帝觉得不便抽他之后 他就越发地无法无天了 只是 此等场合却不便动怒 红之皇帝依旧微笑 他们说什么 这 通义一脸怪异 红之皇帝怒道 说 通义才窃窃道 佛朗基人们说 他们对大明 有一处急不满的地方 他们要 要 红之皇帝不露声色 嗯 他们通义深吸 一口气道 他们说 既然西山建业 要建佛朗基花园 这佛朗基花园 本就用的乃是佛朗基的特色 可是 这佛朗基花园 只是徒有其表 那些商铺和宅底 居然大多卖于了 大明的子民 红之皇帝一脸猛逼 百官们各个瞠目皆舌 佛朗基花园是啥 那通义继续道 所以 他们强烈要求 陛下不能厚此薄笔 这佛朗基花园 贷款的优惠利率 还有指标 应该留给他们一份 否则 这佛朗基花园 还叫佛朗基花园吗 红之皇帝 看向诸后照 诸后照立即道 父皇 而成可什么都没有说 宅子都卖光了 他们非要买 一下子 所有人都明白了 红之皇帝 竟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哭笑不得地道 这佛朗基花园在何处 诸后照道 玉泉卫住所附近 玉泉卫 连方济番 都不禁看向诸后照 一脸无语了 玉泉卫啊 这都要到卓州县了 那地方 方圆十里 都是不毛之地啊 红之皇帝 狐疑地看向一旁的萧静 萧静弯腰 低声地说了什么 红之皇帝才知道 玉泉卫的住所所在 他脸一下子拉了下来 好歹也是贵客啊 红之皇帝淡淡到 佛朗基花园 这地方 朕觉得不好 清等若是当真有意 朕可命人在顺天府左近 开辟一处土地 同意转述一通 顺天府的所在 其实还算是京师的近郊 且又靠着顺天府 将来的前途 是不可限量的 怎么都不亏 其乐等人听了 各个面红耳赤起来 又是吉里呱啦一通 通意苦着脸 陛下 他们说 佛朗基花园所在 就是未来佛朗基的巴黎和维也纳 此地将来大有前途 实事不可多得的宝地 现在 佛朗基的购置指标 销售一空 他们也想购置一些宅邸 至于其他地方 他们没有兴趣 他们还说 附近会有书院 有割据院 未来 可能还休铁路 红治皇帝 已经懒得再跟这些佛朗基人沟通了 鸡同鸭讲 他便朝诸后照道 太子 你来安排 诸后照一脸为难地道 这儿臣 在商言商 这个 玉泉卫附近的土地 可是不可多得 那里方圆石里 都是一片荒芜 如何不可多得 给朕办妥了 诸后照再不敢顶撞了 乖乖道 儿臣遵旨 听到皇帝亲自为他们撑腰 一下子 其乐等人喜笑颜开 竟好像过年一样 红治皇帝命礼部 安置了这些佛朗基人 而后 精神一阵 打起精神 看着文武百官 此次 太子和纪帆 倒是将他们笼络住了 既然得了他们的人心 那么趁着西班牙人 尚未缓过进来的时候 北方省 要立即经营起来 朝廷这里 要预备好回访的使团 规模越大越好 既要有商骨 还需有大量的随缘 我大明 该来一次下佛朗基了 只是可惜 现在不能派出蒸汽舰 现在还是不要暴露 大明的实力为好 既翻 经营北方省 朕要听听你的建议 陛下要下佛朗基 方既翻看着红治皇帝 红治皇帝笃定的点头 这就好办 方既翻道 既如此 那就责令四阳商行 会同宁波水师 派出数百舰船 索性 来个大规模的回访 这数百舰 既要带去足够多的人员 还需有足够的补给和武器 最好 多带货物前去 这可以让四阳商行来负责 红治皇帝汉首点头 这是一个极好机会 只要回访团到了北方省 就如一颗钉子 扎在了北方省 当然 前提是 这一颗钉子 要够结实 红治皇帝道 谁来主持此事为好 他看向百官 百官都默不作声 说实话 如此大规模的回访 不是一般人 是置不住这么多舰船和人员的 何况 还需在海外独当一面 不是侍郎以上的官员 根本没有资格 可问题就在于 到了侍郎这个级别 绝大多数都是老骨头 谁受得了这海上颠簸之苦啊 再者说了 有航海经验 对弗朗基情况了解的人 也实在不多 百官漠然 却在此时 有人站了出来 陛下 臣愿望 红治皇帝抬头看去 竟是江臣 江臣还算年轻 现在只是汉陵试讲学士 轻贵是够轻贵的 可是 红治皇帝见状 看向方济帆 好像是在说 此人 是你的弟子吧 却听江臣道 陛下 臣一直都在西山书院 教授学问 同时在汉陵院修史 陈虽不才 却也蒙恩师教会 所学虽是不经 可西山图书馆的藏书 陈都看了七七八八 所涉猎到的各国风土人情 各国语言 航海 舰船 水文 天文 也都勉强烂书于心 这些年来 陈一直都在读书 此次前往佛朗基 陈以为 便需一个博学之才 陈虽不才 却也不敢辱墨师门 陈 想去试一试 第1370章 首席大弟子 江城不肯放过 任何一次的机会 他除了在汉陵院读书 就是在西山书院读书 天文地理 各学科的知识 他都读 因为 实在是无所事事啊 眼看着师兄弟们 各个本事通天 建功立业 再看看自己 江城每一天的夜里 都在扪心自问自己 这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恩师传授了自己的学问 给予了自己安逸的生活 可是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 大丈夫立世 当匡扶天下 既是救命 所以 也别管什么脏活累活 但凡有一丁点的机会 即便是撞破了头 江城也毫不犹豫地接下来 接了再说 看着江城急迫的样子 犹如恶狗扑矢 这吃相 竟令人感动 别人不敢去的 他肯去 别人避之不及的 他却是迎难而上 齐国公治教授门生的本事 还是很令人钦佩的 洪志皇帝看了江城一眼 沉默片刻 那么 江青家 若青为始 至北方省 当如何 江城道 屯田 修兵 通商 劝学 这个回答四平八稳 江城继续道 鼓励人耕种 收购他们的粮食 有了粮食 才是根本 将来无论王师是否抵达 还是安抚人心 这粮食 都有极大的作用 因此 屯田为第一要务 其二便是修兵 此次带去的汉人人员 除必要的护卫日夜操练之外 其余人员 每月也需花费几日 进行操练 佛朗基人 则是情况为定 大明若要挟制北方省 非修兵不可 此为其二 再其次 则为通商 北方省与佛朗基各国 有何优劣 臣现在 还不敢保证 可一旦大明挟制北方省 就要让北方省知道 大明给予的实实在在好处 各国不与大明通商 唯独北方省可以 大明的货物抵达北方省 即为奇货 足以令他们对佛朗基各国产生优势 这即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也可使大明与佛朗基 互通有无 对四阳商行 对佛朗基总督府 对北方省的上下商民 都有莫大好处 这罪赐 则为劝学 所谓劝学 之所以在罪赐 是因为应当徐徐徒之 可先开设学堂 鼓励人学习汉言 汉商已至 汉兵易至 能言汉化者 可目其为通义 甚至对他们的经商 也有莫大的好处 单纯的劝学 是无用的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此臣入北方省 所行的四大要务 若这四事可成 则无往不利 北方省可定 将臣顿了顿 自然 臣现在不过是指上谈兵 臣师兄弟数人 多通书信 臣也向恩师和师兄弟们 求教过一些经验 指上延兵 终究是要不得的 先要立下目标 可治理地方 还需随机应变 因此 此四条 虽为臣的目标 可抵达北方省之后 尚需先花费一些功夫 摸清北方省 方方面面的底细 再拿出切实的办法 这一番话 就有一点水平了 许多人暗暗点头 红智皇帝为之欣慰 所言甚善 颇有乃师之风 这一刻 连带着方济帆都夸了 方济帆谦虚地道 陛下谬赞 臣的弟子 还差得远 红智皇帝微笑 是吗 厘清还差得远 没错 这就是我方济帆的意思 不过 方济帆 红智皇帝深吸一口气 轻命将臣为北方使 刻日随佛朗基访团 往北方省 其所调用舰船 人员 宝货 器械 各部及早准备 不得有误 百官们松了口气 江臣去 总比自己一把老骨头去得好 于是 众臣纷纷口称遵旨 红智皇帝心情也愉悦起来 北方省能不能有所作为 只好看着江臣的了 想那西班牙 竟敢孤君治大明 又在黄金周和大明拉拒 时事可恨 而现在 朕以江臣为鉴 赐之要害 方济帆和诸后赵出宫 欧阳智和江臣二人 则亦不亦趋地跟在身后 诸后赵虚了口气 不禁道 老方 你的弟子 本事有没有 且是另当别论 可是勇气却是可嘉 本宫 就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难怪当初 本宫见了你 便觉得我们一见如故 你这个朋友 本宫交定了 方济帆心里不惊想 当初可不是这样的 当初明明是太子殿下要打我 我方济帆花了钱 才交下了你这个朋友 方济帆便不作声 诸后赵不禁道 怎爹你不认同 方济帆咳嗽 殿下 其实陈也一样 自从见了秀荣 陈就觉得 殿下这个朋友 陈交定了 诸后赵 诸后赵有点脑子转不过弯来 这和自己妹子有啥关系呢 他努力地想了片刻 才眼睛一张 嗷嗷叫的要暴跳如雷 却见方济帆 以一六烟地 跑了个无影无踪 身后 欧阳智还在发猛 恩师为啥要跑呢 而且 和太子交朋友 又和师母有啥关系 他一脸迷茫之色 江辰已是无语 不过 他面色依旧如常 对于眼前的一切 他早已习惯了 果然不愧是恩师啊 弟子即将远行 久死一生 他还有闲心开玩笑 可见恩师举重若轻 泰山崩于前色不改 自己要多向恩师学习 诸后赵的脾气就是如此 怒气来得快 去得也快 妈妈咧咧一通 便又忙自己的研究大业了 齐勒等人 咬死了要来买佛朗基花园 他们此来 倒是带来不少金币和银币 本是作为盘缠之用的 毕竟能来大名的 哪怕是经历了危机 依旧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首富还是有的 一群人成日凑在一起 研究所谓的配套 快活得不得了 说到机动处 大腿都要拍断了 北方使即将出海 又到了各部开始推尾的时候 说穿了 这都是要银子的 好在陛下 也知国库的难处 从内堂取出了一笔银子 方济帆当然也不能小气 取了一笔银子出来 又从宁波水师那里 调来了一批战舰 负责护卫巡航之用 接下来就是招募人手了 除必要的专业人才之外 便是需要一批力士 上船可干活 擦擦甲板什么的 下了船你还得能干假 这一路实事凶险 除了须客服自然条件 另一方面 则是须突破西班牙 和葡萄牙的海上封锁 葡萄牙倒是暂时不惧 因为葡萄牙人 在西洋有不少的据点 双方还勉强保持着 斗而不破的局面 一旦他们敢对 大明的船队动手 那么在西洋 乃至在天竹 大明的水师 自会冒着一切的损失 将他们的据点 和殖民地统统敲掉 唯独西班牙和大明 已成了死敌 无敌舰队 依旧还是声势骇人 尤其是在他们的 主场佛朗基海域 因此 在天津建立 东方不败舰队的唐营 便赶回了金师 除此之外 宁波的水师指挥 七景通 以及副将胡开山 也赶了来 此次负责护航的 就是宁波水师 宁波水师的 许多舰船已经老旧 随时可能被 新式的船队所淘汰 可依旧还是 有一战之力的 何况 那数千这兵 实力依旧还是惊人 在七景通 和胡开山的调教之下 这些曾经的穷光弹 虽是富了起来 可战斗精神 还是没有丢下 只是没有从前那般 嗷嗷叫一声 蜂拥而上罢了 唐营 七景通 胡开山 先来见了方济藩 四人相见 唐营倒还罢了 七景通和胡开山 双目已是寒泪 二人镇守宁波日久 公务在身 见不着方济藩 心里甚是想念 方济藩吸口气 看着胡开山 这铁塔一般的健壮身子 心里便感慨 进化论何基因传承的 伟大之处 让他们坐下 而后方济藩也坐定了 顺道将江城叫了来 接着便是取出 北方省人线上的 佛朗基海域图 寻求入佛朗基的方法 唐营三人 都曾是宁波水师里出来的 他们很快制定了一个计划 在佛朗基 根本没有必要和佛朗基人 正面作战 风险太大了 现有的舰船 也未必是西班牙人的对手 那里是西班牙人的主场 唯一的办法 便是快速地突入 船队不必管其他 直接走最近的航路 快行至北方省 这西班牙人即便发现了船队 小规模的舰队 根本不可能是大名船队的对手 即便赶来 也叫他们有去无回 而一旦他们反应过来 集结了大规模的舰队 此时船队便已抵达 北方省的港口了 只要能登陆 西班牙人再陆路 就暂时无法对北方省进行威胁 毕竟 他们要集结大军 还需通过法兰西 又或者是自奥地利出发 也需通过 与之貌合神力的德意志诸邦 因此 即便是真正的开战 也是在船队抵达之后的一两年之后 这一两年空隙的时间里 四扬商行自会发动商船 突破封锁 源源不断地向北方省送去保货 甚至可能人口 到了那时 能否抵住西班牙人 甚至可能站稳脚跟 已经缓过近来的法兰西人 便看江城的本事了